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掌控了人们生活的心理学效应 这种心理学效应不仅启示性很强 而且应用范围极其广泛 莫菲定律的内容非常简单 但是它就像是宴会上的不速来客 并不讨人喜欢却也避之不开 比如当你没有梳洗打扮出去时 越不想被某个人看见 就越可能和他相遇 当你觉得会下雨 而天天带着伞的时候 并没有下过一次雨 而你刚把伞放在家里 雨就来了 为什么我们越担心的事 越会发生呢 为什么生活中 总会有这么多 事与愿违的情况 和啼笑皆非的事情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避开莫菲定律的魔咒 可以让自己更高效地工作 更幸福地生活呢 很多问题 你还要到书中去寻找答案 当然 人类社会是复杂的 因而所产生的各种现象 和与之对应的定律 规则也非常多 莫菲定律不过是其中之一 这些心理学知识 无时无刻地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我们必须了解他们 熟悉他们 才能使用他们 让他们为我们的生活而服务 而不是反过来 受他们所支配 学会识破 并熟悉应对各种心理学问题 掌握快速了解他人 迅速赢得他人喜欢的方法 这些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非常有必要 因此 本书作者介绍了 莫菲定律等诸多经典的人生定律 法则 效应 在简单地介绍了 每个定律或法则的来源 和基本理论后 就如何运用其解释人生中的现象 并指导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等 进行了重点阐述 并且将这些看似艰深 晦涩的定律 法则 阐释得透彻明了 对人们正确理解人性 理解社会 有着十分有益的启示 这是一部可以启迪智慧 改变命运的人生枕编书 掌握这些定律 对于我们解决生活和工作中 遇到的零零总总的问题 会有很大的帮助 希望每位读者朋友 能够认真地 看清真实的自己 拥有积极的力量 获出精彩的人生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第一章 打破思维定势 了解心理定律 了解莫菲定律 放松心态 调整自己 别跟傻瓜吵架 不然旁人会搞不清楚 到底谁是傻瓜 生活中 这种思维模式并不少见 心理学上称它为 莫菲定律 莫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 是由爱德华莫菲提出的 他的原句是这样说的 如果有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方式 去做某件事情 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 将导致灾难 则必定有人 会做出这种选择 因为莫菲定律 在生活中发生的普遍性 人们因此 对其进行了多种演绎 但究其根本 就是 莫菲定律告诉我们 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 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 它总会发生 比如你兜里装着一张支票 生怕别人知道 也生怕丢失 所以你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用手去摸兜 去查看支票 是不是还在 于是你的规律性动作 引起了小偷的注意 最终被小偷偷走了 即使没有被小偷偷走 那个总被你摸来摸去的兜 也可能最终被磨破 支票就掉出去 丢失了 莫菲定律的 适用范围非常广泛 它揭示了一种 独特的社会 及自然现象 越害怕发生的事情 就越会发生 为什么呢 就因为害怕发生 所以会非常在意 注意力越集中 就越容易犯错误 它的极端表述是 如果坏事 有可能发生 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 它总会发生 并造成最大可能的破坏 比如 我们开车的时候 常常会发现 主路好像在堵车 选择走俯路吧 车刚开出去 没多久又发现 原来府路也堵车 而且主路 现在不堵了 大学上课的时候 老师几乎从来不点名 你也几乎不讨课 但是刚好某一次 被室友怂恿 去做其他事 心想 好吧 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 不会老师今天就点名吧 结果 真的 那天老师就破例点名了 有的人平时出门 包里都会放一把伞 某天看着天气不错 应该不会下雨 而且自己 基本都在室内待着 所以呢 没带伞 结果 当天中午 临时要出去 给客户送资料 出门呢 也刚刚好 遇上下大雨 墨菲定律的内容 并不复杂 他告诉我们 容易犯错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 不论科技多发达 事故都会发生 而且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 越高明 面临的麻烦 就越严重 所以 我们在事前 应该尽可能 想得周到 全面一些 要学会接受错误 并不断从中 吸取经验 而且 不要把注意力 只放在 不愿意接受的 结果上面 而把出现概率 相同的 满意的结果 视为理所当然 而忽略掉 所以呢 在了解了 墨菲定律之后 我们不妨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来看待事情 如果你心里 总是想着坏的事情 它就会发生 如果你心里 总是往好的方面想 那好事 是不是也就随之而来了呢 坦然接受事实 放松心态 调整自己 可能 你就能扭转乾坤 转坏为好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 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林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钥匙理论 四两也可拨千斤 厚重的城门上 挂着一把沉重的锯锁 锤子 铁棒和钢锯 都想把它打开 借以显示自己的神通 锤子使出浑身的力气 从早砸到晚 只把锁砸出一道凹痕 铁棒撬来撬去 只让锁变了形 钢锯使出了浑身解数 还是没有把锁锯断 这时候 一把毫不起眼的钥匙 走过来 我来试试吧 说着 轻巧地钻进锁口 门锁咔嚓一声 应声而开 大家都很惊奇 它是怎样做到的 钥匙只是轻柔答道 因为我 最懂它的心 每个人对外界呢 都充满警戒 就像心中 有一把无形的大锁 只有懂得他们的心 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 和需要 才能打开他们的心门 与他们顺畅的交流 懂一点心理学 在与人交往过程中 恰当运用一些技巧 就能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一位蛮干 真心直率地对待他人 反而容易引起误会和反感 人际关系 不仅仅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其复杂程度不亚于战争 古人云上兵伐谋 意思是说 上乘的兵法在于谋略 与人交往也一样 一位苦干实干 功成略地 倒不如懂得人心 善用谋略 巧用人心 才能四两拨千斤 让自己的为人处事 更加轻松自如 古往今来 多少英雄都善于利用心理战术 打败敌人 收服人心 保全自己 诸葛亮在要塞失手后 利用司马懿的多疑 异取秦英 轻松退去几十万大军 曹操战胜援绍之后 将暗中与之有书信往来的布下名单和信件复之一具 轻松收服了无数谋士 古今一脉相承 康日战争期间 春意盎然的四月天 我们的战士曾折下无数信花 趁暗夜悄悄放到日军身边 使他们想起远方家乡的樱花 樱花下的家人 从而士气低迷 无心恋战 可见 成就大事者 无一不是深安人心的 不仅在战场上是这样 在教学领域 营销领域 现代管理领域 在谈判桌上 甚至酒会宴请场合中 巧用人心 都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尊重 能够更轻松地达到目的 德国著名的阿尔迪超市 是当今世界上零售业的商业巨头 他们仅仅是从一家小杂货店起家的 母亲从兄弟俩小时候 便做着一件小事 就是卖邮票和信封 邮票是不赚钱的 免费的浇水 一瓶的成本 需要卖出五百个信封 才能赚回 兄弟俩起初不明白为什么 母亲告诉他们 赚钱还要懂得赚人心 如果一个人只看钱 看不到别人的需要 心里也就自然失去了 对别人的理解和尊重 有谁愿意和一个损人利己 不尊重人 不理解人的人做生意 打交道呢 秉持着母亲的教诲 他们开启了第一家超市 在写什么标语的问题上 兄弟俩一致否决了 本店有摄像头监控 偷衣乏食等 而是尊重顾客的利益 尊严和感受 打出了这样的标语 本店有摄像头 请您保持微笑 请您愉快购物 这样的经营理念 使得兄弟俩的生意 越做越大 赚钱也要赚人心 做大事做到最后 也是要赢得人心 只看到最后的功力 再努力也只能小有成就 而那些最卓越的人 往往最懂得人心 最懂得回报世人 和赢得人心 给别人更多关心 关注别人的情绪和心理变化 才能够懂得人心 赢得更多友谊 认同和尊重 最终才能成就大事 嘘寒问暖 赞扬恭维 只有恰到好处 才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懂一点心理学 懂得察言观色之术 才能巧用人心 倾听他人谈话 也是了解人心的关键 无论一个人的话 有多少可信度 他的身体语言 神态 是不会背叛他的真实想法的 学会仔细观察别人 认真倾听别人的谈话 不仅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同 也是了解一个人性格和心理的重要方法 掌握这种方法 就能够和所有人友好相处 学会运用心理学 就掌握了一把可以开启人心的钥匙 能准确把握他人的内心 知晓他人的需要 最终成就大业 最后我们来说说 钥匙理论的心理应用 一 与陌生人初次交往时 能在第一次谈话时 打动对方的心 交往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二 记住他人的名字 而且很轻易地叫出来 是给别人一个巧妙而有效的赞美 三 如果你真心关心对方 那么直接表达自己的关心 比其他方法会更有效果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寻找心理共鸣 快速拉近双方关系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莱格曾说过 事物本身如何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它们 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 学会换位思考 才能达成彼此尊重和体谅 才能有更多宽容 这样说话 做事才能让人感觉舒服 愉悦 并直指人心 受环境或者教育程度不同影响 每个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是不同的 人们很难真正的理解他人的感受 但至少可以做到一颗宽容的心 去了解和关心他人 做事之前呢 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一番 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多去理解他人的行为 将心比心 自然就更容易受欢迎 也更容易成就大事 记得以前在公共场合到处贴着 禁止吸烟 为者罚款 禁止踩踏草坪 为者罚款等类似的标语 然而现在却依然屡静不止 毫无收敛 后来根据心理学研究 人们设计 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 请不要吸烟 小草正在生长 请不要打扰 等柔和让人易接受的标语 这就是用了换位思考的心理策略 为了别人 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 但为了自己 每个人都愿意试试看 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妨也试试这种方法 当一个人捋劝不听 或者一件事捋静不止的时候 不妨告诉他 某件事是为了你自己的权益着想 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 才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迅速消除矛盾和对抗情绪 冬天 大家在食堂吃饭 临窗的时刻纷纷打开了窗户 但是排队打饭的人们 却打起了寒颤 双方怒目而逝 谁都不肯让步 这时候呢 食堂的主管站出来劝道 虽然吃饭时热一点 但如果打开窗户 冷风热气一起灌到肚子里 肠胃会不舒服 再者 刚刚出完汗 被冷风一吹很容易感冒的 大家都把窗户关上吧 在这种为了自己好的劝导之下 大家纷纷关上了窗子 矛盾也很快消灭于无形 汽车大王福特曾说过 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 那就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了解别人的态度和观点 这样不仅有利于彼此的沟通和理解 还可以更清楚了解对方的思维轨迹 从而有地放失击中要害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矛盾和冲突 这时候换一种角度 换一种思维 也许就会使误会与摩擦 在转瞬间消融 当然不仅仅是让自己站在他人的角度 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同样可以让对方站在我们的角度 设身处地地想一番 当你们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 或者观点认识无法统一时 不妨用平和的态度问问对方 如果您是我 您会怎么做呢 一个创意广告进行了多次修改 仍然无法让客户满意 策划人带着疑问访问了客户 如果您是策划人 觉得怎样才能让广告更令人满意呢 客户果然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想法 策划人根据他的想法 另外做了一个方案 然后让他人判断 哪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结果 所有专业的广告人 都认为策划的创意好 但所有的非专业人士 都认为客户提出的方案更好 广告就是给大众看的 最终这一次的创意 得到圆满解决 这个策划人还懂得了 广告不仅要用专业眼光来看 而且要更注重大众感受 不久就因为其广告创意 贴近大众心理 而在广告界占据了一席之地 可见换位思考 不仅仅能够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更能够开启成功之门 因为了解更多人的思考方式 才能有地放失 了解更多想法 才能得到更多认同的处事方式 自然会得到更多尊重 从而更加成功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 寻找心理共鸣的心理应用 第一个 当沟通无效的时候 不妨问对方 假如您站在我的位置 您会怎样处理呢 第二个 当两个人对一件事 有不同的见解和做法时 不妨从对方的角度和利益出发 说服他 这样要比直接说出自己的要求 更容易被人接受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聊聊 非理性定律 巧用感情 打动内心 有这样一句格言 人的心和降落伞一样 必须是开的才有用 想要获得他人的认同 首先必须使双方敞开心扉 才可能做到零距离沟通 在心理学研究中 心理共鸣是指 人在与自己一致的 外在思想情感 或其他刺激影响下 而产生情状相同 内容一致 倾向同构的心理活动 俗话说 久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如果话不投机 不能引起对方的情感共鸣 就难以消除 人们之间的对立情绪 也就不能取得 对方的信任 对方和你有心理隔阂 自然不愿意听你说话 不愿和你亲近 这也就失去了社交的意义 在日常的交往中 很难一开始就产生共鸣 往往必须先引发 对方与你交谈的兴趣 让彼此更加了解 才能产生心理共鸣 进而赢得他人的亲近感 《触龙说》 赵太后 是战国策中的名片 文章讲述了左师公 触龙说服赵太后 同意以自己的小儿子 作为人质的故事 秦国攻打赵国 赵国只好向齐国求求 齐国却提出 一定要赵太后 最宠爱的小儿子 长安君 作为人质的要求 赵太后大怒 有父言令长安君为智者 老父必拓其面 出龙见了太后 并不直接建言 只问些太后身体可好 吃得怎样 自己怎样运动 保养等老年人关心的话题 引发太后交谈的兴趣 缓解气氛 然后又语气一转 提出为自己的小儿子谋差事 说出自己偏爱小儿子 比女人还要厉害的事情 引起赵太后的心理共鸣 然后故意说 赵太后偏爱自己的大女儿 因为为之计长远 最后才提出 如果长安君 没有为国建立功勋 就会在赵国站不住脚 让太后思虑之后 终于同意了她的意见 苏格拉底曾经说 世间有一种成就 可以使人很快完成伪业 并获得世人的认同 那就是 讲话令人喜悦的能力 这位触龙先生 能够把位高权重的太后 从愤怒说到颜色稍缓 再说到心悦诚服 其讲话令人喜悦的功力 可见一斑 她引起心理共鸣的方法 分为四个阶段 导入阶段 寻找感兴趣的共同话题 触龙面对怒气冲冲的赵太后 首先避其锋芒 对质子的问题 只字不提 而选择了安全的 饮食起居等 太后感兴趣的话题 来缓解紧张气氛 使得太后色少解 转接阶段 谈话不仅仅是为了聊天 要达到最后的目的 就一定要慢慢地转入话题 这种转入方式 一定要缓慢 为人所不决 否则呢 极易引起对方的反感 融洽的气氛就破坏了 触龙选择了大话家常 说爱子 为自己最小的孩子 安排一个位置 既合情合理 又引起了赵太后的情感共鸣 然后说起赵太后 补玉长安君 食言后肿哭泣 祭祀必祈祷的种种情形 无形中 拉近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正体阶段 集小之以理 为了达到最后的说服目的 出龙小之以理 寻寻善诱 讲出了爱孩子 就要为孩子考虑长远一些 让孩子有立身之本 而不能仅仅依靠 权势和父母的道理 再结合赵国历史 英式历道 让太后明白 对长安君的这种 只顾眼前的溺爱 等同于杀子 让太后陷入矛盾当中 最终同意了她的意见 怎样巧获心理共鸣 迅速赢得他人的亲近感呢 首先 应创造良好的交谈氛围 寻找相互感兴趣的共同话题 林肯曾说过 我展开并赢得一场议论的方式 是先找到一个共同的赞同点 首先避开别人的忌讳 谈论每个人都感兴趣的话题 这样才能创造良好 融洽的谈话氛围 使谈话继续下去 打开别人的心扉 靠的是情感上的共鸣 因此 应找出两个人 情感上的一致性 拉近距离 比如多用我们等 都可以引起对方的情感共鸣 投其所好 从共同的情感或看法中 慢慢说出自己的想法 让他人看到你们之间的一致和差异 并最终赞同您 有争议才有赞同 一味的附和 只能让话题渐渐变得无聊 提出有分歧的看法 并讲出自己的理由 会让对方更乐意尊重和接近您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 非理性定律的心理应用 第一个 要引发对方与你交谈的兴趣 打开对方的心扉 第二 不要太早暴露自己的意图 一定要慢慢的请君入瓮 第三个 引起心理共鸣 最重要的是情感上的共鸣 理想和家人 是引发情感共鸣的最好话题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焦点效应 把主角让给别人 赢得更多胜算 人是感性的动物 无论多么理性的人 内心都有柔软处 任何先进的科学仪器 都无法渗透情感的领域 再理性的人 当他判断一件事的时候 也会收到他的 好恶情绪和是非观念的影响 当以礼夫人心不通的时候 以情动人 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从感情入手 是攻取他人内心堡垒的 一个好方法 心理学的奥妙在于攻心 心正是一个人最感性的地方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做的 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 你都能找出其动人之处 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无论他付出了多少 你都会无动于衷 甚至视若无睹 每个人都是如此 会用自己的好恶去评判一切 即使非常理性的人 也不能不受情感的影响 想要成功 就要熟知人心 熟悉人的心理变化 情感好恶等 人们常常凭着直觉 去判断和做事 尤其在来不及仔细思索的情况下 更容易如此 如果能够在关键时刻 凭着情感去打动他人 将会比以礼服人 有更好的效果 三分天下之后 曹操想确立太子 群臣都以为 曹植和曹张 有更大的机会 因为曹植善文 素有谋略 曹张擅长带兵 而曹丕呢 则一无所长 杨修站在曹植的身后 常常交给他一些谋略 甚至治国之道 以应付曹操的考察 贾许则站在曹丕的身后 交给他 愿将军放大度量 做如生因做的事 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 谨守人子的本分 如此而已 一次曹操生病 借机考察二人的 应对之策 曹植在杨修帮助之下 洋洋洒洒 写了一篇治国之道 曹丕却在谋臣的建议之下 一言不发 只是在病榻前痛哭流涕 表明自己对太子的位子 并不在意 而只是为父亲的身体担心 并为父亲不在后 国家靠谁来治理而痛哭 曹操一声叹息 想到曹丕对自己的孝心 和政治援见 终于舍弃了 财略更胜一筹的曹植 而立曹丕为太子 试想 如果曹丕不是以情动人 而是像曹植一样 用自己的经略 来吸引曹操的注意 姑且不论 谁更有雄才伪劣 只是就本身文采而言 他的机会是不大的 与人交往中 我们常常会犯强辩的毛病 非要与人一争长短 想以自己的理由来说服别人 却常常被别人的理由打败 人既然是非理性的动物 那么从感情入手 攻入别人的内心堡垒 似乎更加容易 和对方建立良好的关系 让他对你产生好感 那么无论是求对方做事 还是说服对方 就有了一份面子 做事能够引起对方的感动 就多了一份胜算 能够化解对方的对立和敌意 就能够让对方平静下来 更理智地处理事情 年轻的李小姐 开着一家小的公关公司 她希望张老板 能够把公司的公关任务 交给自己 但多次说服都没有效果 因为张老板不放心 这家不起眼的小公司 李小姐花费了无数心思 终于了解到 张老板的生日 就在不久后的某一天 于是提前向他预约那天 来谈事情 结果张老板一到 就看到处处摆满了花篮和气球 桌上摆着蛋糕和香槟 自己的太太和公司的高级员工 都被邀请来参加生日宴会 因为忙碌 忘记自己生日的张老板 立即被感动了 竖起拇指对李小姐说 没想到小丫头 还真有一套 于是呢 放心的把公司的公关业务 都交给了李小姐打理 当原则 利益 法律 这一切理性的东西 都失效的时候 不妨从感情入手 来打动对方 这样 能够让对方感动或愉悦 那么你的胜算 就大了不止一筹 很多事情 通过他们本人做不到 但往往能够通过他们的家人 朋友达到目的 这也是利用了人的非理性因素 无论什么人 只要对你产生了好感 那么即使他在这一次拒绝你 也会在下一次补偿你 他人的好恶或多或少 决定你的社交成功之路 是否顺利 所以呢 一定要让更多人 对你产生好感 愿意帮助你 这样 你才可能 有更大的成就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焦点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不要试图与人争辩 有些时候 是非对错 没有他人的好感 来得重要 二 以礼服人行不通的时候 学会从对方 或者他身边的人入手 以情动人 更能够打动人心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第二章 细心观察 心理学 无处不在 我们先来说说 相悦定律 用喜欢 引起喜欢 哲学家威廉姆斯 曾经说过 人性中最强烈的欲望 便是 希望得到他人的静默 可见 想要得到别人的喜欢 就要首先静默 和喜欢别人 当你满足了 别人的交往需要 也就满足了 自己的需要 这就是 相悦定律 相悦定律 在心理学上的定义 是指 人与人在感情上的 融洽和相互喜欢 这种喜欢是 相互的 互动的 如果一个人的喜欢 不能够引起 另一个人的热情回应 很快 这份喜欢 就会变冷 原本的好感 也会消失 这就像一个人 和对方打招呼 久呼不应 哪个人会继续互唤呢 所以 喜欢引起喜欢 讨厌就会被讨厌 欢迎就会被欢迎 尊重就会被尊重 人类的情感 都是相互的 人们常常说 是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荣 人人都会被自己喜欢的人感动 为喜欢自己的人做事 相互定律在人际交往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们总是喜欢那些 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人 如果在交往中 能够给别人送去欢乐 就会有一种力量 促使对方主动接近你 了解你 信任你 继而和你成为朋友 而如果你的言行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给对方带来反感 或者尴尬 就会促使对方讨厌你 西方有一个抱抱团活动 也就是 人们走上街头 拥抱每一个 行色匆匆的人 用自己的爱心和拥抱 去化解人们之间的冷漠 让更多人 享受快乐和温暖 向世界推行这个活动的 是美国人 贾森·亨特 亨特在母亲的葬礼上 知道母亲用温暖和爱 帮助了很多人 而他当时呢 也需要他人的温暖 来缓解丧母的悲痛 因此 亨特做了一个 写着真情拥抱的纸牌 走上家乡的大街 从那一天起 真情拥抱 这个关于爱和分享的运动 开始在全美国蔓延 情绪是可以传染的 每个人都可以从对方释放的 善意和喜欢中 得到喜爱和尊重的信息 然后再传播给对方 而且他们之间的善意 还会带给周围的人 以愉悦和热情 就像闲聊中的两个人的愉快心情和笑声 会引起第三者的好奇和愉悦一样 常常遇到这样的状况 开始只是两个人聊得非常投机 后来发现第三者加入进来 然后渐渐地形成一个中心 一群人听着其中的一个高谈阔论 最后每个人都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 可见 相悦定律并不仅仅适用于两个人 在群体之间同样适用 很多营销领域的佼佼者 都把相悦定律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之中 首先 用心去感受顾客的需要 了解顾客的兴趣爱好 喜欢的谈话方式和感兴趣的话题等 通过这些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 顺利让客户喜欢上自己 继而对自己推销的产品感兴趣 真正将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 你就能找到他喜欢的 双方都感到舒服的相处方式 比如表示出对对方的欣赏 真心实意地赞美 谈论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提供对方需要的东西等方式 都能够引起对方的认同和喜欢 达到人际吸引的目的 但是 愉悦对方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愉悦自己 因为只有你同时也感到愉悦 才能促使自己增加和对方的交流 如果一味讨好和奉承别人 反而会受到别人的轻视 你自己也会感到无聊而疏远对方 但是 一个人绝不能仅仅受相悦定律的趋势 否则就会被阿谀奉承者包围 尝试与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 这样才能保持理性 听得到批评 听得到不同声音 才能成长 但是一定要杜绝和那种反对每个人的人交往 因为这种人往往用反对 来引起别人的好奇和兴趣 实质上和阿谀奉承的小人是一类人 并不是真正有分辨能力的人 跟这种人密切交往 只能让你也变成一个反对每个人 也被每个人反对的人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相悦定律的心理应用 一 用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人 不要轻易地批评任何人 二 增加对他人的欣赏和赞扬 努力做到喜欢他人 三 在交往中一定要保持理性 不要掉进相悦定律的深渊 四 可以利用两个人的相悦定律 带动更多人喜欢自己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说 守应效应 让初见你的人也对你倾心 守应效应通俗地说 就是第一印象对人产生的影响 心理学研究发现 与人初次见面 45秒钟内就能产生第一印象 而且这种印象往往先入为主 对一个人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 能产生较强的影响 且极不容易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提到一个名字 首先会想起一个模糊的印象 这个印象参杂着对对方的好恶 很可能与现实不符 但除非长时间持续接触 否则你根本无力改变它 心理学家曾就此现象做过一个实验 把若干人分为甲乙梁祖 让他们看同一张照片 然后对甲祖表明他是一个罪犯 对乙祖则表明 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 让被试者根据照片上 人的外貌特征来分析他的性格 结果同样深陷的眼睛 深沉的目光 被甲祖评为藏着险恶用心 被乙祖评为思维深邃 同样高耸的额头 被甲祖分析为死不悔改的决心 被乙祖分析为上下而求索的坚定意志 可见人们深受心理定势的影响 如果人们第一印象 对此人有好感 在以后的了解中 也会挖掘对方的美好品质 如果第一印象就厌恶对方 则会在继续的交往中 验证其恶劣的品格 哪些外部特征 影响第一印象的产生呢 心理学家认为 第一印象主要受一个人的 性别 年龄 体态 衣着 姿势 谈吐 面部表情等外部特征影响 还会受个人资料和权威人物的评价影响 比如 在面试中 不论他们学业如何 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会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 更受重视 更有竞争力 首应效应 还是一种优先效应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人们没有时间 去了解与自己接触的每个人 自然更不会浪费时间去了解一个留给他厌恶印象的人 每个人在第一次进入某个场合时 都应该保证自己的形象鲜明立体 给人留下完整清晰美好的第一印象 这就要求人们借助高品位的着装 得体的妆容 优雅的举止 风趣的谈吐 怡然自得的微笑等手段 来给别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 在面试 出入公司 宴会等初次交往的场合 更应该将自己最鲜活光彩的一面 呈现给陌生的朋友 在着装上 更是不可马虎 因为在开口之前 服装就是你的形象符号 通过它可以看出你的性格品位等 服饰一定要得体 除了非常正式的场合 没有必要过于庄重 否则反而显得见识浅薄 在某著名学府或大公司 学习工作过的经历 某权威人士的好评或推荐等 都可以为你的第一印象加分 当然 对于研究生或者著名学府的学生 人们会把更多注意力 放在其真才实学上 除外部印象外 还会给予其更多的审视和考验 因为一桩意外 王浩进入面试办公室的时候 本来其貌不扬的形象变得更加邋遢 但无奈 在别人面前 整理形象更是不礼貌 不雅的 他只好硬着头皮 走进了办公室 主考官看到他这个形象 本想直接淘汰 但考虑他著名大学毕业的背景 决定再观察一会儿 只见他镇静自若地 拉开椅子坐下 然后用真诚而歉意的语气说 我太冒失了 请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看到他毫不扭捏 又自信的神态 主考官决定给他机会 然后问了他几个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 王浩回答得头头是道 这时候 主考官已经对他产生了好感 并问 我能问问 你为什么搞得这么狼狈吗 王浩呢 坦然解释了意外的经过 经过一番谈论 主考官看到了他非凡的镇静和应变能力 主动留下了他 每个人都希望给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 但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 衣服可能因为不小心碰撞而洒上水 事物可能不小心破裂 鞋子会蒙上灰尘 你还不自知 这时候 就要依靠优雅的举止和镇静自若的神态 来赢得别人的好感 那么这时候 意外就会变成你的优势 最后 我们来说说 首应效应有关的心理应用 一 得体的服饰 优雅的举止 会给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 二 发生意外 一定要镇静 镇静而机制的解决方式 可以让人忽略形象的损失 三 首次进入社交场合 最好能够得到主人的介绍 不能仅凭第一印象 妄加判断 以避免第一印象 带来错觉 物交坚韧 应秉持 路遥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的原则 理智交友 不要仅凭第一面的喜悟 来决定 以免错过很多朋友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静音效应 更多相处 换来更多新印象 静音效应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 即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对他人最近最新的认识 往往占据主体地位 与首次见面时间间隔越长 静音效应就会越明显 想一想 你对远去的朋友 最深刻的印象 是不是他白手离开的那一刻呢 分手的男女朋友 记忆是不是停留在最后一次的争吵 即使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闺蜜 也会因为近一次的争吵 而冷漠生疏 甚至怨恨对方 德高望重的大师 是不是因为一次流言诋毁 而使得人们议论纷纷呢 这表明 如果最近的表现不好 以前的努力 也会被大大的稀释 一次战败 会让自己以往的攻击 全部灰飞烟灭 一次犯错 也会让自己所有的努力 复之流水 一次争吵 可能把友谊变成仇恨 与人交往中 如果不能够给人留下 鲜明深刻的第一印象 那么不妨利用静音效应 跟对方多多接触 让对方一点一滴 感受你的诚意和美好 这样也能够扭转他人 对你的不良印象 这种扭转过程 是非常漫长的 需要慢慢的渗入 在跟对方达到一定熟悉程度之前 最好不要放弃 更不要惹恼对方 否则极可能失去一个朋友 使原本的努力 也化为泡影 心理学研究还表明 在人与人交往的初期 守阴效应的作用更明显 但彼此熟悉以后 静阴效应的作用 逐渐显现出来 和陌生人交往 最好能够给对方 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起码不要引起他人的厌恶 否则别人很可能 把你拉进黑名单 更多的纠缠 只能让你显得更讨厌 如果对方对你印象很差 不妨让自己 在对方的目光中 消失一段时间 然后以崭新的姿态出现 这样更容易得到对方好感 如果对方不是那么厌恶你 只是印象不太好 就可以尝试慢慢和他交往 时间长了 就会让他逐渐忘记 不良的第一印象 对他人最新 最近的认识 往往会占据主体地位 人们对你的认识 也是逐渐改变的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你的优点和缺陷 会一一呈现在对方眼中 但最好不要和他人发生冲突 否则损失的永远是你自己 和老朋友之间更是如此 当自己情绪不定 或者与他人发生矛盾时 最好不要陷入争吵 一定要等到心平气和时 再处理人际间的纷争 或者难处理的事情 古往今来 很多名人都特别会利用静音效应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 曾一直处于劣势 吃了不少败章 然而他在给朝廷上报的奏折中 技巧性地写道 乡军屡败屡战 生生将一个败军之将 扭转为英勇作战 百折不挠的英雄 他并没有撒谎 只是利用一点小技巧 让可能到来的震怒 变成了对他忠心可嘉的表彰 生活中也是这样 一段话的忠心部分 往往被人忘记 而最后的结尾部分 却更容易让人记忆深刻 所以如果想要批评一个人 不妨在后面 加上对他所做努力的肯定 这样就可以消除批评 带来的负面情绪 缓解两个人的对立关系 比如在一段严厉的批评后面 加上一句 不要难过 错误只是偶尔的 你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就可以鼓励对方消除隔阂 当然静音效应 虽然决定了最清晰 最深刻的印象 但这并不一定是最正确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 为了一次的误会或矛盾 而否定对方的所有努力 一定要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 做出决定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静音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不要轻易和他人产生矛盾 否则多年的友谊 也会毁于一旦 二 如果留给别人不好的第一印象 不要放弃 慢慢和他熟悉起来 静音效应就会渐渐起作用 最终扭转别人对你的印象 第三 严厉地批评之后 一定要有安慰或者赞扬之余 四 当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要同时公布的时候 最好先公布坏消息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分享 费斯诺定理 听取别人的 说出自己的 希腊哲人大多讨厌饶舌之徒 而喜欢谦虚倾听的人 卡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不要让你的舌头超过你的思想 英国航空公司总裁费斯诺 提出了费斯诺定理 人有两只耳朵 却只有一张嘴 这意味着 人应该多听少讲 倾听是沟通的基础 别人乐意向你倾诉 说明他信任你 乐意倾听 才能了解他人 保证畅通的沟通 倾听是成功交往的最优策略 是打开他人心灵之门的钥匙 成功交谈的秘密在哪里呢 著名学者查理·艾略特说 一点秘密也没有 专心致志的听人讲话 是最重要的 什么也比不上 注意听 更能表达对谈话人的恭维了 在交往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希望 可以兴致勃勃地 讲出自己的旅游经历 感兴趣的运动 某次成功的历程 越是平凡的人 越是愿意表达或者吹嘘 这是因为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重视 而人们都认为 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其实不然 既然每个人都有倾诉的欲望 那么听才是实现人际交往的最好手段 卡奈基说 对和你谈话的那个人来说 他的需要和他自己的事情永远比你的重要得多 在他的生活中 他要是牙疼 要比发生天灾 导致数百万人伤亡的事情 还要重大 他对自己头上小窗的在意 要比对一起大地震的关注还要多 愿意倾听别人的谈话 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 是对他人的一种重视 同时还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 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认同和尊重 好的倾听态度 是对别人的一种认可 是一种让人最舒服的恭维方式 每个人都会喜欢专心致志 听自己说话的人 职场新人小李 是个不太善于言辞的人 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沉默寡言 但往往一语重地 很受大家的尊敬 一次聚会中 他被引荐给了热情的女主人 他不善于应付这种场面 只得庸俗地先赞美女主人的美丽 这时呢 这位风情万种的女主人 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耳朵 小李立刻注意到 原来她的蓝宝石耳坠非常特别 立刻说 尤其是这对耳坠非常特别 不是在国内买的吧 这马上引起了女主人的弹性 原来这对耳坠是女主人留学时购买的 继而谈起了她留学时的趣事 小李一边倾听 一边询问几个能够引起对方谈性的话题 果然赢得了女主人的好感 可见 虚心倾听对方的讲话 可以获得对方好感 并提高对方讲话的性质 一个人愿意向你倾诉 表明他对你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同时 如果一个人愿意听你诉说 你常常很难拒绝他的要求 倾听是沟通的基础 能够将别人的话听到心里 且为对方保守秘密的人 别人会给予你最大的信任和尊重 同时 倾听不同的意见 还有益于自身的改进 人们常常说 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就是要求人们 应该听取各方面意见 不要偏听偏信 更不要固执己见 倾听还是了解一个人的重要途径 了解了对方的心思 兴趣爱好 原则观念 才能够在谈话中投其所好 不触碰对方的禁忌 更快打开他的内心 一个人的语言和内心 往往是相互映射的 通过他的谈话 往往能够窥见他的内心 更容易和一个人 发生精神层面的交流 这样产生的友情 必然不会是泛泛之交 双方都能够从交往中 得到更多益处 倾听也是要讲求艺术的 心不在焉的听 和似是而非的敷衍 只会让对方认为 你心机重重或者另有所图 很多时候 人们并不要求 你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或者能对事情有多大帮助 只是希望把心理化倾诉出来 减轻内心的负担而已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费斯诺定理的心理应用 一 轻听一定要真诚 如果一边想着晚上回家做什么饭 一边听别人的谈话 是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的 二 要一边倾听 一边思考 很多时候 谈话都是有言外之意的 尤其在一些重要的交际场合 三 一味倾听 往往会被人认为态度敷衍 应该对对方的话题 有一定的回应 比如重复对方的一句话 或者用更简明的语言 把对方的话解释出来 这都更能引起 惺惺相惜之感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进入第三章 言行谨慎 不要让自己陷入思维怪圈 钓鱼效应 过于好奇 使你更易上当 假如某样东西 能满足一个人 最强烈的内心需求 无论那是否是陷阱 他都很容易进入这个圈套 正像钓鱼一样 把鱼儿放到鱼的面前 鱼就会去吃 因为这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 如果鱼真的吃了 就会上当受骗 走上死亡之路 因此 人们形象化地 称这种现象为 钓鱼效应 生活中 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 运用钓鱼效应 比如孩子没有食欲时 煮他最爱吃的食物 用气味引诱他的食欲 故意遮遮掩掩掩地 进行某项举动 只不过是为了 引起大家的注意 说话仅说一半 引起别人的猜测和兴致 送别人他最喜欢的小礼物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运用别人的好奇心 推广更好的产品和想法等 这些都是钓鱼效应的积极运用 但是钓鱼效应也有它的负面影响 人们常说 好奇心害死猫 拥有九条命的猫 尚且会被无止境的好奇心害死 何况是人呢 悄悄前几天去市场闲逛 看到某个摊位前 有很多人围观 于是挤进去 看到底售卖的是什么 摊主介绍说 是藏红花果 有补血补气 美容养颜的作用 但非常贵 得一百元钱一斤 瞧瞧感觉很新鲜 于是呢 就买了一些回家 但吃的时候呢 感觉太甜 味道不太像滋补品 于是上网查阅相关资料 结果查到 藏红花是一种药材 但根本不结果 那些所谓的藏红花果 是不知道用什么做成的果斧 这根本就是一场诈骗 利用的就是人们的好奇心理 这样的骗局 其实每天都能碰上几个 只要有所戒备 警惕他人设下的局 就可能从中脱身 好奇心人皆有知 稍微有一点常识 或者观察一下周围人的反应 就可以明白过来 在上面事例中 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藏红花是一种药材 只有药店才会有售 那么假如有藏红花果的话 怎么可能在市场上 大肆销售呢 况且药材都是论两的 怎可能按金算价呢 什么资补品 居然有大批人围观 为什么有人围观 却无人购买呢 只要稍作分析 就能明白 忽悠 毕竟是经不起分析的 往往越是新鲜 自己的物品和项目 越有无数人为之吹嘘 越有人巧言吝啬 那么就应该警惕 避免吃亏上当 还有些人利用别人 强烈希望得到的心理需求 来设局 即使你并不饿 也会因为眼前摆着美食 而嘴馋 就算你有再多华福美事 也会因眼前华美的钻石 而眼花 即使你并不缺钱 也会因为桌上 摆着大量现金 而心中发痒 即使你有一辆车 也会因为一部好车 而行动 把那些引起你心仰的东西 放在你的眼前 就会刺激起你的强烈欲望 这就是使人上当的伎俩 很多贪污腐败 正是因为别人 有心的钓鱼 而最终落网 每个人都有贪心 在拿之前不妨想一想 你是否支付得起 贪心的代价 那些所谓的礼物 是真正的礼品 还是钓耳呢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钓鱼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冷静思考 钓鱼效应运用的 无非是人们的好奇心理 和需求心理 要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或者会选择 思考 冷静 判断 很容易就能够 破除对方的骗局 二 当你发现自己的需求 被激发起来时 应留心一下 自己在对方向你展示 鱼耳之前 有没有那么强烈的需要 不必要的需求 是人们上当的第一步 想一想 你为自己眼前的需求 要付出的代价 想一想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被刺激起来的需求 就能够得到收敛 三 钓鱼者所下的诱饵 必定是你最喜欢的 为你量身定做的 当你发现 正想睡觉时 送来了枕头 就应该警惕 是不是因为枕头 引起了你的睡意呢 恰巧 很可能来自有心 不得不防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联想过于简单 是一种心理误区 简单联想 是人类心理条件反射的 一种表现形式 即反射行为 是由简单的联想引起的 举个例子 你去超市选择一款 电动T恤刀时 你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 有人说是价格和质量 价格显而易见 但对于产品质量的判断 你是依据什么来的呢 大概有以下几个答案 品牌 价格 经验等 这些都是简单联想引发的 假如有几款同类产品 同时出售的话 人们大概会下意识地认为 价格最高的那种 质量最好 销售商们都明白 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常常会把商品的价格 提得很高 或者做出大量的宣传 当然质量也会做出提高 毕竟还有人是依据经验 来判断物品的 提高价格的策略 对奢侈品而言 尤其重要和有效 因为真正拥有奢侈品购买能力的顾客 是不会在乎一点点差价的 但可以借此来展现他们良好的品位和购买力 显示自己更高的地位 购物时 我们更应该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 而不要单纯去相信品牌或者价格 因为价格并不一定与价值一致 也不一定和质量相关 寻找适合自己生活的物品 才能保证不落入商家的圈套 对我们来说 单纯联想不是一种好现象 因为你常常会因为这种原因而落入各种陷阱 比如 偶尔的一次上当受骗 或者失败会引起恐惧和多疑等情绪 让你产生心理障碍 从而不敢多加尝试 错过无数机会 而对以前成功的简单联想 则可能使你陷入盲目乐观的境地 无论对于成功还是失败 我们都应该保持一定的清醒 仔细分析偶然性在事件中的比率 很多人都热衷赌博 其实赌博这种东西很少有赢的可能 这是每个人都懂得的道理 可是很多人呢还是热衷于此 为什么呢 无非是在赌博的初期 你可能赢过几次 于是这种虚无缥缈的联想 致使你愿意冒险 当然也不排除初次去赌场的客人会被设下陷阱 先使其痛快的赢几次 相信自己运气好 然后再把他口袋里的钱摆光了 怎样走出简单联想的误区呢 要知道这个陷阱不是任何人不下的 而是你自己的大脑和心理的盲区 通常都是你自愿跳下去的 所以呢 最重要的是要理智清醒 不要夸大直觉的作用 更要注意行为中的危险因素 时刻保持理智才能避免落入 简单联想的陷阱 我们再来说说简单联想的心理应用 第一个 应该时刻保持警惕 不要让简单联想左右自己 尽量不要使自己出现认知上的错误 而要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客观的分析 来做出理智的决定 二 在决策一件事情时 不仅仅依赖过去的成功经验 还要分析 这次将遇到的风险和环境 与过去是否相同 成功的把握有几分 然后根据事实来做出判断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不随波逐流 不落入从众心理 法国科学家法布尔 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他把很多松毛虫 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 让它们手尾相接成一圈 然后在不远处呢 撒了一些松毛虫喜欢吃的松叶 于是松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 绕着花盆一圈又一圈地走 直到七天七夜之后 松毛虫在饥饿和劳累中尽数死去 这就是自然界中的从众效应 后面的永远跟随前面的 不会脱离队伍 从众心理是大多数人普遍的心理现象 是指个人常常会受到外界群体的影响 而不能保持独立性 使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 都认为符合公众舆论而出现扭曲 很少人能够不被从众 但不顾是非取值的一概服从多数随大流走 是不可取的 有学者曾经进行过从众心理的测试 结果表明 人群中只有25%到30%的人 能够保持其独立性 大多数的人都会随大流 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场面 就算一个人面对一个空无一字的 布告栏发愣 也会引发不少人的随从 后来引来更多人的猜测和围观 外围的人群 甚至会因为人们的围观 而挤进去 看得津津有味 虽然不知道看些什么 如果你认为 这只是极端现象的话 那么你有没有遇到以下的情况呢 当销售员介绍 这款上衣是走得最快的 都上过两次货了 你会马上掏钱包 买上一件 即使是一件很不重要的小事 也会因为网友的炒作 而变得非常轰动 利用广告 先将自己的商品炒热 然后再上市 媒体常常大肆渲染某种情绪 或者某个事件 以至于众人盲从 群情激愤 这种不佳思考 随大流跟着众人走的盲从现象 就已经是不健康的心态了 产生从众心理的因素有很多 一方面在群体中 如果有人标新利益与众不同 就很容易遭到众人的孤立 另一方面 人们会因为与别人的意见 态度不同 而对自己产生怀疑 或者没有安全感 从众心理 源于群体对自己的无形压力 或者一种追求安全的心态 但是跟随众人 就一定安全吗 并不如此 起码死亡的松茅虫告诉我们 盲从导致的很可能是集体的毁灭 再者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这些少数人如果能够坚持下去 往往最终成为真理预言者 成为众人的权威 用自己的理智去判断 用心去思考 坚持自己的意见 往往有着非凡的意义 尤其对于成大业者来说 更是如此 首先要忍受孤独和内心的煎熬 才可能最终获得认同 盲从往往导致失败 或者陷入陷阱 物理学家富尔顿 就曾经因为盲从 失去了争取荣誉的可能 富尔顿曾经在研究工作中 测量出固体氦的热传导度 测出的结果 比传统理论计算出的数据 高出500多倍 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 富尔顿不敢公布出去 他怕会被人视为 故意标新利益 哗众取丑 但不久之后 另一位年轻科学家 也在实验中 测出了固体氦的热传导度 数据同富尔顿测出的完全一样 这位年轻科学家公布结果后 很快在科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富尔顿后会莫及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恐惧和盲从 绝不会失去本应属于自己的荣誉 我们来总结一下从众心理的应用 一 要学会克制消极的从众心理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独立思考 二 无论是不是众人的意见和态度 都不要盲目跟从 也不要盲目反对 不要把自己固定在某个立场上 而是要遵从事实和真理 遵从自己的原则 独立思考 三 要学会忍受孤独和侧目 很多人拥有自己的想法 但因为不愿标心立意 不愿被孤立而选择盲从 这种盲从最容易导致失败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有志愿跟您一同分享 晕伦效应 不要被某一方面的特征所迷惑 晕伦效应是指 人们对他人的认知 首先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 然后再从这个判断 推断出此人的其他品质 但这是一种夸大的社会印象 往往以偏概全 使人们认识失真 因为对这个人的评价是由最初印象决定的 而并非是对方的真实品质 或者总体品质 往往会识人不清 大文学家余果的名著《海上劳工》 正式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主人公吉利亚特 因为身居简出被人们称作魔怪吉利亚特 而被误认为是巫师一般神秘而邪恶的人物 而邪恶的克吕班师傅 则利用提醒传主他的合作者 是个诈骗犯 归还很久以前欠的一笔小钱等小事 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正直而值得尊重的人 人们往往通过别人一般的善行 或自己的好恶而认识他人 乐地埃利船主也犯了这个错误 他将自己的船交给了克吕班 邪恶的克吕班则故意把船撞在了礁石上 拿着诈骗犯的钱企图逃之遥遥 然而微船被吉利亚特救了回来 才解救了船主的财产 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本以为是与自己亲密无间的好姐妹 却把自己的隐私到处宣传 看似亲切随和的前辈却陷害自己 本以为是非常诚恳正直的一个人 能力居然如此差劲 这就是晕轮效应所产生的误差 因为对对方的印象 是根据对方的某种特定品质得来的 所以常常以偏概全 很容易出现偏差 心怀不轨的人 也很容易利用这种晕轮效应迷惑你 从而设置陷阱 爱丽是刚刚进入职场的新员工 同事洪带她熟悉环境 并适当地交给她一些工作和人际交往的窍门 告诉她整间办公室谁可交 谁需要提防 爱丽对她非常感激 认为洪非常亲切诚恳 洪同时利用爱丽犯错误 跟上司讲情的方式赢得了爱丽的好感 但这仅仅是一个陷阱而已 不久 爱丽就发现自己的创意被洪窃取了 愤怒之下她和洪闹翻 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个惯犯 几乎所有的新员工都被她窃取过 劳动过时 其实假装的就是假装的 不可能毫无破绽 比如对方在办公室中的人际关系是否和谐 她对自己是否刻意接近 她赢得自己好感的方式会不会让人觉得虚伪 这些蛛丝马迹都能够指向她性格上的缺点 只不过有些人被表象蒙蔽了双眼 才会出现识人不清的错误 云伦效应还会导致另一种结果 就是对别人片面的认识 并不一定是他人的刻意伪装 而只是从你自己的好恶来感知他人 仅仅抓住事物的个别特征 而对其全部特征下的结论 这常常会导致一个人被别人片面的优势 或者一时的好恶所左右迷惑 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魏林公开始非常宠幸弄成弥子侠 弥子侠的母亲病了 弥子侠得知后呢 立刻偷了魏林公的车子 回家看望母亲 魏林公却夸奖她孝顺父母 弥子侠和国君一起游园 摘了个桃子感觉非常甜 就把咬过的桃子分给了魏林公 魏林公赞她有爱君之心 但后来弥子侠不受宠了 魏林公则把这两件事拿出来 说她有欺君之罪 偷称国君车辆应该将脚砍掉 把吃过的东西献给国君 是对国君的不敬 明明相同的一件事 却因为个人的好恶做出不同的处置 这就是晕轮效应导致的结果 心理学研究表明 一个人对他人的偏见 常常会得到自动证实 比如如果你对他人怀疑 就会觉得对方总是鬼鬼祟祟 或者正在进行某种阴谋 而对方往往能够感知你这种情绪 并开始戒备和疏远你 对方的这种情绪 又加深了你对这个人不可靠的影响 这种恶性的循环 势必使你的偏见越来越深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晕轮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当你一直看不惯某个人的时候 不妨理智地检讨一下自己的心态 不要在怀有成见的基础上 审视他人的行为 二 与人交往的初期 最好不要对别人轻易下结论 这是避免受晕轮效应影响 否则 对方以后的所有行为 都将证明你所下的片面结论 使你失去朋友 或者落入陷阱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不要因为他人的吹嘘引起极度心 沃伦巴菲特曾经不止一次说过 驱动这个世界的不是贪婪 而是极度 极度一词在字典中的意义是 人们为竞争一定的权益 对相应的幸运者或潜在的幸运者 怀有的一种冷漠 贬低 排斥 甚至是敌视的心理状态 这种情绪常常给人带来各种压力 心理挫折感和怨恨 最终使人失去理智 失去朋友 而最终也会由他本人尝到最后的苦果 极度往往会伴随着自卑 伤心 不安 焦虑 恐惧等负面情绪 使人非常痛苦 折磨人的心智 同时 人的报复心理又决定了 他一定会采取措施 对该人进行人身伤害 或者财物破坏 言辞伤害等 极度是人的普遍心理 这种心理不仅是危险的 后果非常严重 并且也是不可避免的 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现象 人们常常对身处同等职位 但工资较高的人不服气 并处处重伤 或者猜测其中隐情 两个极要好的朋友 一个突然间有了一笔小钱 或者有了某种荣誉 另一个就会离他越来越远 甚至陷害他 两个人互为竞争对手 而且能力不相上下的话 其中一个 通常是能力稍差一点的 会拼命找另一个人的麻烦 这就是极度引发的恶果 极度内潜藏着对他人 幸福的破坏倾向 并对自己所谓的不幸深感无奈 所以极度的人 既是可怕的也是可怜的 要避免极度 就要尽量不被他人的吹嘘之言 所击倒 自信的人往往深信 虽然对方比自己处境优越 但自己必定有对方不能急的地方 因此对于他人的优势和吹嘘 只不过一笑止止 并不会因此造成多大的伤害 要提防的 反而是那些故意吹嘘 或显示自己的优势 企图引人极度的人 他们善用人性中的阴暗面 利用自己的飞扬跋扈 或者吹嘘显示自己的优势 引起他人的羡慕 极度 使人出现心理失衡 秦桧当宰相的时候 皇后召他的夫人去皇宫赋宴 皇宫中自然不少珍修佳肴 尤其有一道清真怀和清余 非常未美而珍贵 即使贵族也很少吃到 于是皇后问秦夫人 你吃过这种鱼吗 秦夫人不明就里炫耀道 我常常吃这种鱼 比这条鱼还要更大的 皇后的脸色很不好看 回家后 秦夫人对丈夫 讲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秦桧一听脸色就变了 又生气又担心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于是呢 只好派人找来十几条 相似的鱼送去 鱼虽然个头很大 但却是非常普通低贱的鱼 皇后见了才哈哈大笑 说道 我说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清鱼呢 原来是他老婆把鱼搞混了 炫耀或者吹嘘 常常引起他人的嫉妒 无论对于被嫉妒的人 还是嫉妒他人的人 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做人要低调内敛 不可轻易地吹嘘炫耀 以免引起他人的心理不平衡和极度报复 面对他人的吹嘘炫耀 则要冷静 不可轻易地启极度执行 即使有 也要及时克制 将极度的危险性降低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 极度的心理应用 一 他人所强的 不一定是你最需要的 你也有自己的优势 比如诸葛虽然谋略上更胜一筹 但在带兵打仗上绝对不会强过周瑜 二 极度心理是每个人都有的 但做事必须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这就不会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情来 三 无论对方怎样优越 不可因为别人而让自己心中焦虑 忧愤 压力过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人言可畏 别让流言侵蚀内心 鲁迅曾经说过 在我一生中 给我大的损害 并非书甲 并非兵匪 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 乃是所谓流言 流言的意思是广为流传 但毫无根据或来源的说法 但这种毫无根据的流言 往往却给人最大的伤害 尤其是对那些 极为重视他人评价 注重名誉的人 更是如此 卢迅一生 在生活 学术 政治各方面 都受过流言的攻击 在家庭生活中 卢迅本来和兄弟住在一起 但不久后 弟弟周作人 突然决绝地写信给他 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 郁达夫曾在著作中说道 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 甚至谣言鲁迅对他有失禁之处 令鲁迅百口莫辩 兄弟失和 在文学领域 曾有留言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 是整大本的剽窃 是根据日本人 严谷温的 支那文学概括讲话里面的 小说一部分而写 直到十年后 鲁迅的这本书 在日本出版 才击散了刘延 在政治上 更有诸多人 污蔑他 是政府和民族的罪人 给反动派 杀害他的借口 虽然鲁迅反复声明 自己不会因此生气 或者懊恼 但刘延的阴影 笼罩了他的一生 他的母亲 在鲁迅失事后说道 大先生所以死得这么早 都是因为太劳苦 又好生气 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 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 他在威胁骂人的文章以前 自己一气地死去活来 所以实在是气急了 才骂人的 可见 流言对人的危害 实在是致命的 心理学中 人们常常不看流言的真伪 而只重视其产生 及传播的条件 及过程 这就是流言传播中的心理效应 美国心理学家 奥尔波特等人 常用下面的公式 来表示流言的强度 流言强度等于 事件的重要性 乘以事件的不明确性 也就是说 流言对于人们的生活越重要 其信息越不明确 越容易引起 人们的揣测和传播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听到的 会声会色的流言 常常是有关于 自己身边的人的原因 流言的可谓 不在于陌生人 怎样看待自己 而在于自己身边的人 也就是 自己的亲人 朋友 同事 上司 怎样看待自己 流言常常给人 造成一种精神上的压力 不仅仅是有恶意的人 带给自己的压力 也不排除亲人 对自己的误解或担忧 带给自己的压力和恐惧 流言一向是职场中的软刀子 往往一不小心 就会被他击中 小杜因为工作勤奋 业绩突出 年纪轻轻 就升任了部门经理 这难免让那些资深的下属 感到不服 也让同事感到嫉妒 一次请客户吃饭 副总因为他是女孩子 就帮他挡了两杯酒 这就被有心人 演绎成了一段绯闻 同事们开始 以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 谣言分传 他是因为副总的原因 才升职 他希望谣言止于智者 让他自然平息 但最终没有效果 结果流言反而传到了 自己姐姐 母亲和总经理的耳朵里 亲人为他担忧 总经理开始怀疑 副总偏袒他 无奈之下 他只好以辞职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是经营多年的人际关系 付出许多心血的事业 最终逝去 其中多少心酸呢 一生受尽无数流言攻击的鲁迅 曾经在文章中指出 谣言这东西是造谣者本来所希望的事实 所以可以借此来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所以虽然流言可畏 但并不是没有破解之法 只要明白流言的成因 不要轻易受他影响 别人就很难击倒你 鲁迅坚持自己应对流言的原则是 一是鄙视 不理不睬 二是事实反击 揭穿谣言 大多数人也希望流言 止于智者 我们来说一下本集的心理应用 一 指望流言止于智者 则太过无望 不如平时谨小慎微 少让别人抓到把柄 二 当流言四起的时候 把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变得更加明确 有了正确的途径 人们对于流言就没有那么惹衷了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进入第四章 循序渐进 潜移默化中影响对方内心 第一节 互补定律 性格互补的人 相处更融洽 人们对自己缺乏的特质 会有一种饥渴心理 如果交往的双方在气质 性格 能力 特长等方面 存在差异 且恰巧存在互补关系 则两个人不但相互吸引 而且最容易相处 这就是心理学上的 互补定律 人们不仅仅有获得认同的需要 也有获得自己所欠缺的东西的需要 如果能够用对方所欠缺的特质 来吸引和影响对方 不但对你们之间的友谊 有很大帮助 还能够共同合作 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 一个人的性格 往往有很多不同的侧面 因此 在跟不同的人交往时 不妨展现自己的不同侧面 这样 更容易吸引他人的注意力 生活中 稳健有序的人 往往喜欢热情外向的人 直率大胆的人 容易和害羞内向的人 结为好友 主观强势的人 往往喜欢别人柔顺 温和地追随 随和亲切者 也许喜欢严肃刚直的人 往往自己缺乏哪种特质 就特别希望在别人身上看见 这就是人性格中的弥补性 心理学家认为 人具有渴求互补的心理 对自己缺乏的东西 有一种饥渴心理 对自己拥有的东西 反而不太重视 如果在交往中 能够迎合对方的这种心理 就可以使对方 受到最深刻的影响 与人交往时 尤其要注意 那些和自己性格互补的人 争取和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这样 你们就能够 共同行动 取得最佳效果 同时 还要注意那些 价值需求互补的人 比如商人逐利 世人逐名 权者逐世 他们之间的合作 就能够各取所得 而不会出现冲突 鲍尔默是微软的最高管理者 比尔盖茨原本自己经营微软公司 但是不久 他就发现自己最喜欢和精通的 还是技术层面的事 对于管理方面 则有些力不从心 于是呢 邀请昔日同窗 鲍尔默来帮自己管理公司 专门负责公司的运营 他们两个果然是非常好的搭档 鲍尔默对管理工作充满激情 盖茨对软件开发热情不减 鲍尔默追求掌控员工的权势感 盖茨享受有钱的安全感 于是微软变成了一部急速运转的赚钱机器 最佳组合创造最高效率 但最佳组合并不一定是才能最高的人在一起 马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当你有一个聪明人时 你会非常幸福 因为所有事都不用你操心 当你有一群聪明人时 你会非常痛苦 因为谁都不服谁 所以呢 并不是最有才华的人组合在一起 就一定能够产生最高的效率 才能要互补 性格最好也要互补 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 个性是一个人与外界互动的方式 对他人影响最深刻的 往往是你与对方互补的那一部分 潜意识中 你一定也在寻找和你性格互补的朋友 但前提是 他与你的价值观必须相同 彼此间的差异也恰好能够取长补短 使双方都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感 否则性情差异很大的两个人 不但不能产生互补效应 甚至还会相互厌恶和排斥 关系最好的两个人 他们往往都有大方向上的一致性 比如人生观 价值观 追求 原则等 如果这些不同 就很可能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而在小的细节上 比如兴趣爱好等方面 要能够互为补充 否则相处起来 就容易火花似箭 或互相拖累 人们之间的相似性和互补性 都能够使人更有亲近感 这并不矛盾 因为互补不是不同或者针锋相对 而是人们对自己影子性格的一种相恋 心理学大师杨格认为 每个人都具有显性和隐性两种不同的人格 而与自己互补的那个人 他身上的品格就是自己的隐性人格 比如一个开朗活泼的人 其实有时候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抑郁的 但是很难表现出来 如果遇到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就会羡慕他能够随意表现自己与人的不和 这种羡慕就会表现为与对方非常合拍 所以性格互补的人相处起来往往更加容易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互补定律的心理应用 一 与人合作时 要找与自己需求和风格互补的人 这样能够达到更好的效益 而不会出现内耗 二 与人交往中可以表现出自己性格的不同侧面 来弥补对方的不足或吸引对方 三 尊重对方的性格 互补的双方一定要尊重彼此的不同 才能更好相处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登门槛效应 由小见大 才能逐渐施加影响 心理学家认为 一个人一旦接受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 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 他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 这就是所谓的登门槛效应 或者得寸进尺效应 美国心理学家曾对此做过一个实验 在一个居民区 先请求对方签署一份赞成安全行使的请愿书 对于这个小小的要求 居民们都同意了 不就以后 再向他们提出 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 结果超过50%的居民也同意了 而在第二个居民区 则直接提出希望竖标语牌的要求 但被大多数人拒绝了 接受率只有17% 这就是登门槛效应对人的影响 日常生活中 你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呢 一位推销者在马路上拦住你 仅仅希望你浪费一分钟时间填一份问卷调查 不答应这样简单的要求 实在太不同人情了 于是你答应了 然后对方说有礼品赠送 送给你一个精美的小卡片之类的东西 你接受了 最后呢 对方向你推销他的产品 你不好意思拒绝就买了 逛街时 逛街时 遇到产品适用 刚好是你心仪的某款手机或者相机 于是你跑上去 尝鲜了一番 对方要求你填一份适用意见书 于是你填好了 然后对方问你是否满意 有没有购买意图 如果你带的钱不够 对方还表示可以刷卡 这样你大概会毫不犹豫买下来 你试图在他人心理上施加影响时 不妨从小事开始 让对方慢慢接受你的意见 然后再逐渐施加影响 让他认同你 意识到你所说的 所做的都是正确的 按照你所说的去做 心理学家查尔迪尼 在替慈善机构募捐时 仅仅是附加了一句 哪怕一分钱也好 就多募捐到一倍的钱物 他分析认为 对人们提出一个很简单的要求时 人们很难拒绝 否则怕别人认为自己不通人情 当人们接受了简单的要求后 再对他们提出较高的要求 人们为了保持认知上的统一 和给外界留下前后一致的印象 心理上就倾向于接受这个要求 一个人对周围人的影响 是在生活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洪自成曾在他的著作《菜根坛》中谈到 考虑到对方的心理感受 从对方能够接受的小处开始 才能一步一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否则只能像拔苗助长一样 使人彻底拒绝你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小和尚跟师父学艺 但师父什么也不交给他 只是给他一只小猪 让他放养 在庙前有一条河 每天早上 小和尚都要把小猪抱过河 傍晚再抱回来 不久以后 小和尚就练就了卓越的青工 原来随着小猪不断长大 小和尚负重走动的能力 也越来越强 放下重物自然奔跑如飞 他这才明白了师父的用意 人们常常被沉重的任务所吓到 这时候呢 不妨将任务切割成一段一段 比如每天做15分钟的练习 看起来并不难 但是加起来 所能达到的高度就已经很高了 这也是登门槛效应的应用 当任务来临时 不要被自己的想象所吓倒 先完成最简单最初的一步 然后进行任务分割 你就能逐渐登上人生的顶峰 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也不要试图让别人 对你一下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是不现实的 慢慢地接近对方 让对方接受你 在逐渐接近和交往的过程中 给他一些小建议 如果对方接受了 那么接下来他很容易就能接受你的观点 逐渐和你志同道合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登门槛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想要别人做到一件较难半岛的事 要先提出一个较容易半岛的请求 对方同意后再提出难半的事 对方更容易接受 二 当一件事情太困难 你觉得无处着手的时候 把它分割成几项较小的容易达到的目标 一件件去做 事情就会变得简单 三 人们对他人的意见很难接受 所以要从对方能够接受的小建议开始 才能更顺利地影响他人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权威效应 利用名人名言让对方深信不疑 权威效应是指一个人的地位越高 威信越大 他所说的话 就越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认同 也就是所谓的人威言轻 人贵言重 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在向大学生讲课时 向学生介绍说聘请到的这位 是举世闻名的化学家 然后这位化学家 表示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的物质 这种物质呢 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 但对人体无害 他要求闻到气味的同学举手 不少同学都举起了手 但事实上 那只不过是蒸馏水 这就是权威产生的效应 能够让人深信不疑 甚至能够无中生有颠倒黑白 如果一个人善用权威效应 在人群中就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比如如果一个炒股者告诉你某只股票要涨 大概你会一笑置之 而如果某位股评专家或者著名企业家 对外声明某只股票要看涨 你大概会立刻跑出去排队买这只股票 同事建议你一个更快的处理事物的方法 你会嗤之以鼻 而上司建议的即使是同一种方法 你却会马上应用起来 妻子说了一段话 你不以为然 改天一番原来是名言 你立刻对这段话奉若神明 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 如果能够善用这种权威效应 对方对你的话就会深信不疑 原因大概是人们都有安全心理 权威人物在某个领域的判断 常常都有一定的准确性 听从他们的建议会增加自己的判断的保险系数 让自己更有安全感 再者 人们常常认为权威人物是被众人所认可和赞许的 他们的行为往往和社会规范一致 按照他们的要求去执行 往往会得到更多人的赞许 这就是权威效应的心理基础 因此 想要善用权威效应 也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锻炼自己的判断力 一旦自己说出的话几经验证 就可能对周围的人产生权威效应 其次 要端正自己的行为模式 使其符合社会规范 让更多人认同和赞许你 这样 你的建议就会逐渐被重视 再者 还可以取得权威人士的认同 这样你的话也就有了一定的说服力 南北朝时 刘邪写出了文心雕龙 但无人认同 他请当时的大文学家沈约评月 当时沈约可谓文学界的权威 但沈约并不重视这本书 不得已 刘邪只好装作卖书人 将作品卖给了沈约 沈约阅读后评价极高 于是 文心雕龙成为了文学评论的名著 刘邪也成为文学评论的权威人物 实际生活中 拉大旗做虎皮的人不胜美举 一位推销员就利用总统的评价来推销书籍 把一本书说成了 一本总统看了评价好的书 一本总统评价坏的书 一本总统无法给出评价的书等等 这也是利用了总统的权威效应 而那些反驳著名学者 或者要求和著名学者 著书立说的人 无疑也在利用权威效应 且通常这些手段都是非常有效的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也不妨适当使用一下权威效应 可以让人对你的话深信不疑 比如在辩论说理时 引用权威人士的话作为论据 举著名人士的例子 作为对自己行动的解释或佐证 暗示你的行为是上级的指示等 但是权威效应绝不能滥用 否则就会削弱你自己的微信 如果为了暂时让别人服气 就将自己的话 谎称为某名人的观念 或者用权威人士的名望来压人 那么不仅达不到目的 还会引起他人的反感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权威效应的心理应用 适当借用名人名言 来推行自己的观念 二 利用权威效应 暗示你的行动是有依据的 引导或改变周围人的态度和行为 三 设法取得权威人士的认同 或者与权威人士合作 都有可能让你逐渐变成权威 四 推广某种产品或观念时 不妨首先向权威人士推荐 只要他们接受了 民众就很容易接受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林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布朗定律 找到新锁打开成果沟通的大门 美国职业培训专家 史蒂文布朗曾提出 一旦找到打开某人新锁的钥匙 就能够用它反复打开他的新锁 而找到那把新锁 则是良好沟通的开始 知道别人在意什么 别人的意愿才能在你的掌握之中 日常交往中常常会发现 当你希望和对方实现有效沟通的时候 忽然发现对方由于某种原因 陷入了一个作茧自负的桎梏里 与任何人都格格不入了 这时候你会发现 他情绪非常不好 一直若有所思或陷入迷茫 他显得有点怪癖 对任何试图与他交流的人 都嗤之以鼻 他陷入社交障碍当中 起码暂时是这样的 如果在这时 你能够恰当地给对方以心灵引导 你就能够成为他的知音 对他的感情和信念产生巨大影响 庄子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齐桓公到师弟去打猎 忽然见鬼 他问为他驾车的管仲看到什么没有 管仲说没有看到 回来以后 齐桓公就病了 昏昏沉沉足不出户 医生们忙忙碌碌 也找不出原因 百般开导也不见好 这时 皇子高鸥来看他 一见面就说 您这是自己找来的病啊 鬼如何能伤害您呢 您这是郁节之气不能发 导致的疾病啊 齐桓公问他是否有鬼 高鸥回答说 当然有呀 无论是水中 灶中 墙下 大山里 原野上 石地中 都有鬼 齐桓公于是问他 石地中的鬼叫什么名字 长什么样 高鸥说道 石地中的鬼叫尾夷 身大如轮 身长如圆 紫衣红贯 捧头而立 见到他的人 能够成就霸业 不久 齐桓公的病就好了 数年之后 成就了一番霸业 高鸥因为击中了 齐桓公心中 撕霸成疾的意愿 才治好了他的病 每个人都可能出现 暂时性的沟通障碍 或者感到迷茫困惑 或者遇到某种挫折 和不公平待遇 这些都会产生 不愿沟通的状况 找到对方不愿沟通的原因 才能让他开口 虽然不同的沟通障碍 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但都脱不开 水平不流 人平不语的根源 当他在某个方面 感觉自己贫乏了 自然就不愿沟通 有些人可能因为理想 得不到实现 而寓意寡欢 有的则可能遭遇 友情 亲情 爱情的挫折 而不愿开口 有些对自己的现状不满 而感到愤懑 这些都是产生 沟通障碍的原因 具体原因 则要根据个人情况 具体分析 这样才可能找到 心病的原因 实现无障碍沟通 赢得人们的尊重 只有细心寻找 才能找到那把 可以打开人心锁的钥匙 虔诚的修女特丽莎 只身来到印度 希望能够拯救受难的人们 当他看到当地人 因为贫穷而衣衫褴 甚至没有鞋穿的时候 他决定自己也不穿鞋子 因为这样 才能更贴近他们的内心 这位虔诚的修女 得到了所有贫苦人的尊重 冲冬战争时 他来到战场上 作战的双方 因为他的到来 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进攻 直到他把战区中的 妇女儿童都救出来 他去世时 灵鹫经过的地方 没有人会站在楼上 每个人都不愿自己 站得比他高 而此时 他的脚仍然是赤裸的 在平民区 赤裸的脚 是每个人心中的锁 修女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才打开了无数人的心锁 现实生活中 寻找那把特殊的钥匙 也需要细心的观察和体会 最后我们来说说 布朗定律的心理应用 一 看到对方最重视什么 是物质上的享受 还是家庭生活的圆满 还是理想的实现 找到对方最重视的东西 然后根据他的言行举止 去顺藤摸瓜 往往就能找到那把钥匙 二 看他平日经常为什么而烦恼 是因为孩子 还是因为婆媳 夫妻关系 是因为缺乏金钱 还是因为缺乏理想 平时因为什么最烦恼 往往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拒绝沟通 这就是找到那把钥匙的技巧 掌握了这个技巧 就能对他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 成为他最重要的朋友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有谁还记得 《孟母三千》的故事呢 孟子小的时候 父亲去世 母亲寡居 一开始 他们住在墓地附近 于是孩子们总是玩 哭丧跪拜的丧事游戏 孟母见了觉得不妥 于是搬到集市旁边 孟子又开始玩 商人卖东西的游戏 孟母见了说 这不是可以用来 安顿我儿子的地方 又搬到学堂旁边 每月农历初一这个时候 官员到文庙行跪拜礼 互相礼貌相待 孟子见了之后 都学习记住 孟母非常满意 于是住了下来 孟子长大后 学成六亿 获得大儒的名望 这也就是所谓的 灵理效应 社会环境的特点 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 和行为方式 人们常常用此事例 来说明 接近好的人事物 才能学到好的习惯 环境能够改变 一个人的爱好和习惯 但是环境 也离不开 组成环境的人 想要深刻影响别人 就要让自己 成为他想成为的人 这样就能够让别人 主动接近你 接受你的影响 人们普遍都存在一种 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期望 人们看待朋友时 多倾向于积极的方面 在互动的过程中 也总是力图 以最小的代价 换取最大的报酬 因此 想要对人们产生影响 就要充分展示 自己积极的一方面 因为好的 感染好的 敬诛者赤 如果你是积极乐观的代名词 大家就很容易心甘情愿地靠近你 并在不知不觉中 受你的影响 南史中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叫宋记亚的人 出了十分昂贵的价格 买下一栋房子 有人说太贵了 但他却说 不贵不贵 一百万元是买屋的钱 一千万元是买龄的钱 犹太民族也有一句名言 叫 不要选择房子 而要选择邻居 因为他们都明白 有好邻居 等于为自己增添左膀右臂的道理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 会花费一大笔钱 去租某座高级公寓里的房子呢 其实 原因是因为 有很多精英都住在那里而已 邻里效应不仅仅是地缘关系 在心理领域也存在 即背景 态度 价值观 情感相邻的两个人 其情绪和行为会互相感染 这就是产生影响的根源 为什么会有心心相惜 同病相连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一致 或者情感情趣一致 白居一曾写下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诗句 并为一个沦落天涯的歌女 写了琵琶形的曲子 究其原因 就是这种灵力效应作怪 否则 著名的大诗人 怎么会与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女人相交 并为之作曲呢 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常常看到 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仅仅是因为谈了几句话 就结成了很好的朋友 甚至有时候 一个人的诉说 引起了几个人默默的啜泣 然后几个人成为至交好友 当心理距离临近的时候 人们最容易互相感染 也最容易影响他人 根据这一道理 想要影响一个人 就要从他的背景 经历 情感 社会地位等方面做考虑 然后根据这些 找出最能够感染对方的方式 一次 李颖去酒吧喝酒 遇到了刚刚失恋的云 两个人讲起了感情中的波折 不约儿童产生起了 同病相连的感觉 不久后 两人发现各自离得并不太远 他们的情感教育背景 都比较相似 于是呢 结为好友 李颖常常开导云 遇事要向前看 一年前自己失恋 痛不欲生 但目前过得还不错 又有了新的恋情 云不由自主地 以为两个人性情经历相似 以后 他也能过得和李颖一样好 不久呢 就走出了阴影 并和云搬到同一所公寓 成为了闺蜜 可见 灵力效应的影响是巨大的 想要吸引积极向上的朋友 就要首先把自己 变得积极向上 想要影响他人的思想 就要在思想上 首先靠近对方 想要感染他人 就要寻找与对方 一致的情感或情绪 想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就要首先明白 自己希望达到的社会地位的 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灵力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与人交往时 尽量增加心心相惜 同病相怜的感觉 二 把自己的位置 放在与他人相邻 而不是对立的立场上 三 保持良好的情绪和高尚的行为 能够让你交到 更多高尚的朋友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进入第五章 动智以情 用真情实感 获得对方支持 自己人效应 成为自己人 更易获得信任 现实生活中 人们常常发现 这样一种现象 当你办事时 对方是你的朋友 或者有过 树面之交的人 事情就会特别顺利 而如果对方是陌生人 或者价值观不同的人 就会处处受阻碍 这就是自己人效应 即自己人 一切好商量 对于自己人所说的话 更容易信赖和接受 这里所谓的自己人 其实是指和自己 有感情的人 或者与自己同一类型 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人 汉代将军李广 为将连结 体贴士兵 爱兵如子 不但经常与士兵 同饮同食 而且还凡事 身先士足 行军遇到断水断粮的时候 见水见食 士兵不全喝到吃到 他不敬水粮 李广不善言辞 但先士常常与士兵 射箭独酒取乐 并常把赏赐分给部下 部下觉得 李广将军平易近人 是自己人 于是更加尊重和爱戴他 甘愿为他出死力杀敌 与人交往中 想要和对方建立良好的感情 和人际关系 就要强化自己人效应 让他人认同你 并和你站在同一立场上 这样才可能 更快接受和信赖你 怎样强化自己人效应呢 林肯曾说过一段 非常精彩的话 一滴蜜 比一加伦胆汁 能够补到更多的苍蝇 人心也是如此 假如你要别人 同意你的原则 就先使他相信 你是他忠实的朋友 即自己人 用一滴蜜 去赢得他的心 你就能使他 走在理智的大道上 意思说 感情必须在 一致性的基础上 才能成立 历史上有无数 因为朋友 对信仰的背叛 而断交的故事 这是对朋友 要求一致性 最好的证明 司马昭篡权后 提拔了 齐康的朋友 山涛 齐康文讯后 心痛异常 因为他坚持着自己仁爱忠怒的道德理想 认为山涛背叛了曹魏 于是他写了著名的《与山巨园绝交书》 从此和山涛断交 也就是说 想让一个人意识到你是他的自己人 就要与他取得情感上的一致性 或者信仰上的相似性 如果这种一致性消失了 两个人很可能从此敌对 如果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哥们 朋友 那么无疑 你就是他的自己人了 而为自己人办事 无疑要简单得多 这样就能够水到渠成 友情这种人们相处之后产生的情感 必须在很多条件一致的情况下 才能产生 如果品格相悖 是不可能成为自己人的 比如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绝不可能与虚伪奸诈之徒相交 谦谦君子 绝对不屑于狂妄自私的人为伍 怎样让对方明确地认识到你是他的自己人 从而和你相知 相交 信任你 宽容你呢 心理学家认为 自己人效应 具有可接近性 相似性 互补性 和相容性等特征 也就是说 两个人如果空间距离比较近 接触机会比较多 就容易产生好感 彼此隐为自己人 双方有共同语言 信仰一致 品格相似 也容易成为自己人 两个人性格或需要互补 也有可能因取偿补短的需要 而成为自己人 宽容大度 容易接纳别人的人 也容易被别人接纳 成为自己人 这就是为什么 那些只在酒桌上 喝过两次酒的男人 会拍着肩膀 称兄道弟的原因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自己人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平等待人 不要以止气食 一副居高临下的傲慢样子 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 是没有人愿意 成为你的奴隶的 二 真正对他人感兴趣 只关心自己的人 是没人愿意关注他的 三 显示自己的才华魅力 人们都有利己的倾向 因此一个有才华 有能力的朋友 是每个人都希望的 如果你在某个领域 才华比较出众 就能产生一种 突出的人际吸引力 如果能够做到以上几点 人们往往更愿意与之结交 并产生朋友之情 这样的人 有更宽广的人脉 人脉和感情积累到了一定程度 做起事情来 自然顺风顺水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点滴关心 汇聚真情 积累情谊 赢得人亲 关注会带来友谊 带来改变 每个自觉受重视的人 都会对重视自己的人 产生更多感激和情谊 人们常说 是为知己者死 因为关切自己 承认自己的才能 对自己有知欲知恩 甚至能够为对方死去 这种情感 就是关注别人 带来的回报 有一所国外院校 入学之初呢 会对每个学生 进行智力测试 以智力测试的结果为依据 把学生分到优秀班 和普通班 但有一次 却因为某种失误 将两个班颠倒了 也就是说 所谓优秀班上课的孩子 其实智力只是普通的 然而到学期末却发现 优秀班的成绩 明显比普通班的高 原来 普通的孩子 被当成优等生关注 真的使丑小鸭 变成了白天鹅 额外的关注 也使得这些普通的孩子 非常感激 他们的学校和老师 关切带来情谊 并不是空口白话 别人的关注 往往使人们 感觉非常受对方重视 而友谊通常是在 彼此重视的基础上产生的 平时对朋友多一点关切 一句温暖的问候 一句真心的安慰 关键时刻 一个真心的举动 都能够让你们之间的情谊 一点一滴的慢慢增加 李平是一个非常难接近的人 他对人态度疏远 平时沉默寡言 让人和他根本谈不下去 但同时 他也是整个办公室 最有才华的人 他的每个创意 都被人们称赞不已 而每当人们对这些 表示称赞或羡慕的时候 他回答的 也总是只有一声谢谢 伊凡呢 则是一位刚进入职场的大学生 尽管经验不足 但爽朗坦率 对每个人都很热情 一次 李平生病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 正在医院中忍受痛苦 和寂寞的李平 看到了这位后辈 他嘻嘻哈哈的 在李平病床前待了半小时 并用李平的杯子喝水 丝毫不介意 李平回单位上班时 他又主动打招呼 问他病情怎样 终于化开了这位冰山的心 与他结成了朋友 不久人们就发现 那位没有工作经验的 新人的能力 也开始慢慢的渐长 仅仅是一番医院的问候 就打开了另一个人的内心 仅仅是一点点关切 就成就了两个人的友情 大概是人们在落难的时候 感情格外脆弱的原因吧 其实 不管怎样 平时只要真心实意的关切 他人 都能够让人感觉到 一生敷衍了失的问候 与热情洋溢 充满关切的问候 肯定不同 泛泛之交之间的关切 和真正朋友之间的关切 也肯定不同 只有付出真心的关注他人 才可能带来情谊 带来朋友 在希腊神话中 有一位纳西瑟斯 他一直瞧不起爱情 所以一个伤心人向天神祈祷 结果应验了 愿不爱别人的他 爱上他自己 当纳西瑟斯俯身喝水时 看见了自己的倒影 立刻爱上了水中的倒影 他嚷道 现在我知道 别人为我吃了多少苦头了 连我自己 也热烈爱上我自己了 可是要如何才能 接触水中迷人的影像呢 我离不开它 我唯有一死 才能得到自由 于是 只会顾饮自怜的 纳西瑟斯 变成一朵水仙花 这则神话给人的启示 大概是 只关心自己的人 最后只能形影相调吧 只有真心的关切 才能够带来情意 人们总是以自己为中心 但是在这个中心以外 他付给周围的人多少关心 就能够赢得多少友谊 心理学家认为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在别人的心目中 排第一位 但只有重视 才会引起重视 只有喜欢 才会引起喜欢 这是因为一个人 对他人的关心 会在他的言谈 甚至神情中 不自觉地显露出来 使另一个人 接到这一信息 而这一信息呢 会使得对方身心愉悦 从而加深 对他的关切和好感 这种情感的互动 会使双方 都在这段情意中受益 关心常常表现在 日常的小事之中 只有一点一滴的积累 才能使双方的情意 更加深厚 不放过每一个 可以关心对方的机会 就能使彼此间的情意 日益加深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本章的心理应用 一 平时要对他人 展现出自己的 关切之情 问候 关心 都要真心诚意 热情洋溢 二 在别人处于逆境之中 或者情感最脆弱时 对他关切 最能够引起他的共鸣 三 人们的关注 会变成自身的力量 尽可能赢得 更多人 对自己的关注 对成功 有很好的 促进作用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 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与其锦上添花 不如雪中送炭 假如你鸡肠鹿鹿的时候 有人送给你一顿美食 你是否会非常地感激他呢 答案是肯定的 但这时候 如果人们持续将更多 更美味的食物送给你 你还继续感激涕铃吗 而如果有人 不管你是否已经吃撑 不断将更多食物送上来 而你不好意思拒绝之下 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 这时 你大概对他心存怨恨了 这就是 边际递减效应 物品的价值 并不取决于物品本身 而是通过自己的需求 欲望 得到满足的程度 来主观体现的 同一样东西 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和效用 会随着它的增加 而使得效果递减 越到最后 效果越小 德国经济学家葛森 曾提出一个 有关享乐的法则 同一享乐不断重复 则其带来的享受递减 所以 锦上添花的效果 会远远弱于雪中送炭 想要赢得他人的情感 或感激之情 一定要在他 最需要的时候 给予最贴切 最实用的帮助 生活中 谁都可能遇到困境 而困境中的帮助 尤其可贵 老子曾说 天之道损有余 而补不足 人之道损不足 而补有余 意思是 人们常常关注 正处于顶峰的人物 而忘了处于困境中的人 甚至对陷入泥泞的人踩一脚 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人们常说 疾风之尽草 又说日久见人心 其实 不仅仅是看平时 对方对自己怎样 而且要看危难之际 困境之中 对方是否能够尽朋友之意 此时 如果向朋友伸出援助之手 势必会获得更多的感激和友情 日后 可能得到更大的帮助 著名作家钱钟书 在上海写围城时 经济非常窘迫 一天五百字的精工细作 绝对不够养家糊口 这时候 黄左领导演将其夫人杨将的 四幕喜剧 称心如意 和五幕喜剧 弄假成真 搬上了大荧幕 并及时支付了酬金 这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 可谓 就之于水火之中 钱钟书向来不喜欢与人交往 却与黄左领 有着不错的友谊 时隔数年之后 钱钟书已是名满天下 此时黄左领之女 黄鼠秦 怀揣老爸一封亲笔心 在如过江之急的导演堆里 读获钱钟书 清允开拍电视剧 《围城》 现实生活中 不发这样的例子 对于他人来说 你不经意的小帮助 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人情 明白了这一点 就不要让自己 做出人走茶凉 痛打落水者的事 相反 在别人危难关头 挺身而出 才能赢得对方的情谊 往往要到最危难的时刻 才能分出他人品格的高下 雪中送炭 不是高尚的要求 而是道德底线 能够做到这一点 才能够获得他人的感激和友情 才能得到日后的帮助 人脉投资 往往在他人最低落的时候 才可能产生最良好的效果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雪中送炭 那些每日牢骚度日 消沉潦倒的人 你给他再多帮助 也不可能将他从泥闹中带出来 还会影响自己的处事态度 因为他的一生都会处在雪中 你却不可能永远送炭 对于这样的人 要改变其内心是困难的 那么就只能坚持 救急不救平的原则 把炭送给那些危难之中的英雄 还需要一双通达的慧眼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本章的心理应用 一 昔日的英雄落难 不妨雪中送炭 就之于危难之中 让他欠你一份人情 你会得到更多的回报 二 别人危难之时 即使不能及时伸出援手 也千万不要推一把 三 独具慧眼 不要持续资助任何人 否则只能让他人产生依赖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林 有志愿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聊聊 成全别人的好事 让对方对你心存感激 《论语言冤》中 有这样一句话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意思是 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 帮助人实现愿望 而不会唯恐天下不乱 不会在别人处于失败 或痛苦时 推波助拦 天下推波助拦 落井下石的人何其多 相反 愿意实现他人 美好意愿的人 却很少 所以每个人 对帮助自己 实现愿望的人 都会充满感激之情 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 才华横溢的人 愿意帮助一个 才能平庸的人 原因只不过是 对方曾经充当过 他的伯乐 事实上 成全了他人 也就成就了自己 如果愿意全心全意 促成别人的 正当愿望和要求 即使对方并不感激 你本身 也会赢得好的名声 这就是 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对于别人的愿望 极力成全 而不横加阻拦 才可能获得 他人的好感 欧阳修和苏氏等 被称为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与苏东坡 还颇有一段渊源 欧阳修要比苏氏 大三十多岁 科考当中 当时已是文坛领袖的 欧阳修 发现苏氏文章了得 于是起了爱才之心 当即奏报 人宗皇帝 并向世人坦言 苏氏的成就 终当超越自己 苏氏得到 欧阳修的赏识 提携 光耀文坛 并尊欧阳修为师 后人都称 苏氏 是欧阳修的门声 大概就是对欧阳修 提拔后劲的最好奖励 成全别人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想要成人之美 要有宽广的心胸 长远的眼光 能够接受别人 比自己优秀 否则 很容易因为害怕 被他人超越 而成人之恶 其实呢 被别人超越 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 古人云 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如果对方注定要成为一个 为世人瞩目的人物 那么任何打压 都不会消灭他的光彩 让他通过你的成全 而实现愿望 发挥光彩 这样 你也会因此获得好的名誉 如果不是鲍树牙 对广众的举荐 那么 谁能够记住鲍树牙 这个平凡的名字呢 可见 成全了别人 也就成全了自己 如果没有成全 比你才华高的人的心胸 那么 就帮助后进 提携新人 或者社会地位 比你低下的人 汉宣帝时 有位丞相叫秉吉 一次 他的车夫喝醉了酒 害得秉吉只好走回家 管家准备辞退车夫 但秉吉担心辞退了他 日后没人敢收留他 于是继续留他 为自己驾车 就是这个小小的成全 换来了车夫的回报 有一次 车夫看见驿站的骑手 带着红色和白色两个带子 那是边疆传来的紧急文书 他猜想 一定是边境出了急事 于是到驿站打探消息 他了解到 敌人已经攻入云中 带郡 但因为地方太守 体弱多病 而无法抵抗 车夫立即把这一情况 禀报了秉吉 秉吉立即对边境官员 进行了审查 并了解最新消息 果然 皇帝不久 便召见丞相和御史大夫 询问边境官员情况 御史大夫因事前没有准备 而吞吞吐吐 秉吉则因为事先了解了情况 而说得头头是道 并提出了救援办法 秉吉的从容概念 引起了汉轩帝的好感 其原因 不过是因为 他听了车夫的话 事先有了准备而已 不要小看自己一个 小小的举动或善行 对于下面的人来说 你的举手之劳 却足够让他们 付出巨大的努力 如果你愿意动动手 或者只是一句话 一个电话的事 就能够让人对你心存感激 日后一定会有更大的回报 对于年轻人来说 或许你没有什么成人之美的资格 那么只要你对别人的计划 想法不泼冷水 事实给人以鼓励和肯定 就是在成人之美了 任何人都不会忘记 给过他实质上支持的人 对关键时刻 给过他鼓励的人 也会充满感激 甚至会一起分享胜利的快乐 这就是成人之美的好处 最后我们总结心理应用 一 要有长远的眼光 有气度 帮助他人实现愿望 赢得他人的感激之情 二 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计划 泼冷水 适当的鼓励和支持 也能够成全别人 赢得他人好感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愿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来说说 牢骚效应 做好的倾听者 让对方 发泄出不满情绪 每个人对生活 或者工作 都有一定程度的不满 而愿意听 别人抱怨的人 却不多 让对方说出 他们的不满 也是增进 双方感情的方式之一 哈佛大学的 心理学教授 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他要求心理学专家们 找工人 个别谈话 而且规定 专家要耐心倾听 工人们 对厂方的各种意见 和不满 并做详细记录 同时呢 专家对工人的不满 不准反驳和训斥 两年以后 他发现工人们的工作效率 有了明显提高 这就是所谓的 老嫂宣泄效应 或者称为 祸丧效应 它的意义在于 提示我们 要让周围的人 学会宣泄 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愿望 但不一定都能达成 因为不能实现愿望 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千万不要压制 而是要让他们发泄出来 这对人的身心发展 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都非常有利 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常常看到 那些我们愿意向他抱怨 或者发牢骚的人 常常都是我们身边 最亲近的人 或者是自己的爱人 父母 或者是自己 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通常会把不满情绪 隐藏得很好 即使受了再大委屈 也不愿向同事 或者上司诉说 而更愿意 向自己的亲人抱怨 或者发火 让对方说出他的不满 也就等于在拉近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当你愿意听对方的抱怨 或者对方愿意 把他的不满 伤心 委屈 都说给你听的时候 你们的友谊 情感 就增加了一步 唐太宗李世民 为君贤民 但在朝堂上 常常受大臣们的气 甚至在私下 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或者享乐 甚至因为魏征来访 而把一只鸟 闷死在自己袖子里 于是 在后宫常常发牢骚 要把魏征砍头 长孙皇后 在劝诫他的同时 也常常主动帮助太宗 宣泄不满 倾听他的抱怨 因此 在后宫 成为李世民 最钟爱的皇后 为李世民 留下了七个子女 很多人都不喜欢 听别人发牢骚 认为别人的垃圾情绪 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 诚然如此 但如果能够 做到分担他人的痛苦 也是一件好事 别人并不需要你的主意 只是想把自己的愤怒 发泄出来 这时不妨和对方 一起把招惹他的那个人 骂个痛快 然后一起哈哈大笑一通 就能够把两个人的 不平之气都散发出去 同时呢 也能增进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我们常常发现 两个人同仇敌凯了一番之后 彼此之间更加亲密了 当然 对方最好是你真正的朋友 而不是别有用心的人 另外 允许别人发泄 还有利于事情的解决 美国一家电讯公司 其中一位客户 拖欠了很多费用 但是经过多次交涉 都毫无效果 客户只是一味抱怨 电讯公司的差劲 让所有人都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 公司派出一位非常沉默的员工 来接待这位客户 这位员工什么都不说 只是沉默而真心的倾听客户的牢骚 包括他对电讯公司的不满 对他生活和工作中 出现那种不公平待遇的愤怒和不满 就这样 经过四五天的发泄 客户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理取闹 心平气和的将欠的款项补上了 并预付了一大笔钱给电讯公司 让对方说出他的不满 将负面的情绪都宣泄出来 有利于事情的解决 人们普遍有一种歉疚心理 当你对对方毫无理由发泄的时候 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于是产生一种歉疚补偿心理 尽量补偿别人因你受到的伤害 大禹和他的父亲都进行过治水 他父亲采取的方式是赌 结果呢 东赌西绝 辞赌比义 历经九年没有任何效用 大禹则采用疏捣的方法 将水都引入大海 最终使之沉浮 牢骚效应也是一个疏于赌的问题 允许别人发泄自己的不满 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在萌芽状态 而引导对方说出他的不满 给对方一个发泄口 才能够防止对方情绪集中爆发出来 激化矛盾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牢骚效应的心理应用 第一 认真倾听对方的牢骚 能够使事情办得更加顺利 二 引导对方在你面前 说出他对现状的不满 可以增加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度 三 允许员工宣泄 可以激发员工活力 并能防止矛盾爆发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开始我们进入到第六章 心理暗示 唤醒沉睡的另一个自己 我们先来说说巴纳姆效应 客观真实地认识你自己 巴纳姆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任何一流的马戏团 应该有能力 让每个人看到自己喜欢的节目 因为节目中包含了 每个人都喜欢的成分 所以每一分钟都有人上当 这就可以解释这一效应 为什么能够产生 巴纳姆效应是由心理学家 伯特伦·弗勒提出的 他表现为 每个人都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 一般性的人格描述 特别适合自己 即使它非常空洞 仍有人认为 这反映了自己的人格面貌 实际上 这是由人容易接受 周围环境暗示的心理决定的 生活中 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去反省自己 认识自己 就是借助确认外部信息来达到的 因此 当别人将某一非常笼统的结论告诉你 并认为这就是你时 你会认为这正是对你自己的描述 人们借助镜子来观察自己的向往 借助他人的语言或评价来认识自己的性格 所以 人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暗示 并认为那是自己 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人热衷于 以星座 生肖 血型 来判断自己的性格 甚至为自己的未来做预测 这些都能够反映自己的真实面貌吗 很多人都认为很灵验 其实 那些话不过是一件军马号的衣服 套在任何人的身上 都比较合适 只不过有些人穿着宽松一点 有些人穿着紧一点而已 打个比方 一张你自己的照片经过PS以后 你能够找出 哪部分是你自己真实的面貌 哪部分是经过修饰的吗 还是你认为 那就是真正的你自己呢 找几个你的姐妹 或者与你长相相似的人来 告诉她 这是你偷拍的她的照片 很多人大概也会承认 这就是人的镜子心理 往往借助外界的信息来认识自己 容易受到环境和周围信息的暗示 这种自我知觉的偏差 很容易将你带入歧路 孩子们告诉自己的妈妈 田田这时候正在看电视 她每次都会考一百分 你听到这句话 大概会笑翻天 可是你的行为 又跟孩子有多大差别呢 很多未婚女性都喜欢看韩剧 并认为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 就能够找到一个爱你的好男人 或者认为 嫁了一个好男人 就等于得到了幸福的生活 按照书本中的指示 去改变自己的行为 以为这样就能经营好自己的生活或婚姻 这就是我们常常犯的小儿科错误 却往往不自知 将他人的言行 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 只不过让自己变得更加可笑罢了 因为人之所以是一个独立的人 是因为他与别人的差异 而不是相同之处 每个人都应该独立清醒地认识自己 而不要以他人的话语 评价或者行为为依据 每个人行动之时 也要有自己的主见 不应轻易被别人左右或暗示 也不要盲目相信别人的经验 因为你们之间是不同的 对于他人合适的经验 你用起来也许就会失败 记得东施孝平的故事吗 西施是春秋时越国著名的美人 有心痛的毛病 犯病的时候 往往用手捂住胸口皱着眉头 比平时更加美丽 赢得了人们的怜惜 丑陋的东施看到了 也模仿美人的样子 扶住胸口皱起眉头 反而更加丑陋让人厌恶 正是他接受了错误的 捂胸平眉 会让人更加美丽的心理暗示 不加区分的用到自己的身上 才被人认为没有自知之明 而你又接受了多少别人的错误暗示呢 把自己固定在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呢 有人接受了别人的批判 而妄自菲薄 认为自己一生将无所作为 有人接受了别人的恭维 认为自己是天才 不用努力 才华也会显现 最终变得默默无闻 有人从别人的言行举止中 错误猜测了事情的进展 给自己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巴纳姆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想要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 就要学会客观观察 而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二 学会面对自己 客观评价自己的优点和缺陷 才能明白自己 真正是怎样的人 适合做什么 才能最终有所成就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分享 皮革玛丽翁效应 如果你想飞 就要相信自己能飞 皮革玛丽翁 是希腊神话里 塞浦路斯的一位国王 他非常喜爱雕塑 于是用象牙精心雕塑了 一个美女象 并为他取名盖拉蒂 不久 人们发现这位国王 爱上了自己 倾注全部心血和情感的塑像 并祈祷塑像能复活 上帝听到了 皮革玛丽翁的赞美和期待 于是使象牙塑像 获得了生命 成为了他梦寐以求的伴侣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 根据这一 期望与赞美 创造奇迹的结论 做了一个心理学实验 罗森塔尔在考察 某所学校时 随意从每个班级里 抽出三名学生 一共18人 写在一张表格上 交给校长 并告诉他 那些学生 是科学鉴定的 智商型学生 半年后 他发现这些学生 的确超过一般学生 长进很大 他们长大以后 果然在不同的领域 做出了非凡的成绩 其实 这就是暗示的影响 这一效应就是 期望心理中的共鸣现象 暗示在本质上 使人的情感和观念 在不同程度 受到别人 下意识的影响 因为罗森塔尔的谎言 对学校的教师 产生了某种心理暗示 左右了老师 对学生能力的评价 而老师的心理 则通过情绪 语言 行为等方式 传递给了学生 使他们感受到了 来自老师的期待 于是 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进步 这就是暗示的积极作用 人们会不自觉地 接受自己喜欢 和钦佩的人的暗示和影响 来自他们的赞美和期待 往往能够改变 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 激发一个人的潜能 一个人得到他信任 和崇拜的人的赞美和期待 会变得更加自尊和自信 能够产生一种 积极向上的动力 从而让自己脱离 原本的负面情绪 使平庸的人 也变得优秀起来 想要使周围的人 或者自己 变得更加优秀 就要给他 无限的期待和赞许 给予他 你必将前程远大的暗示 这种暗示 能够创造奇迹 使被期待者 向着你期待的方向发展 戴尔卡奈基 很小就失去了母亲 变成一个镇上 最讨人闲的捣蛋鬼 他九岁时 父亲为他娶了一个继母 卡奈基一直认为 继母这个名字 会给他带来厄运 心中抗拒他的到来 并打算戏弄他一番 他与继母见面时 父亲指着他的鼻子说 以后你可千万要提防他 他可是全镇公认的 最坏的孩子 说不定哪天 你就会被这个倒霉蛋 害得头疼不已呢 但继母的举动 却出乎卡奈基的预料 他微笑着走到 小男孩的身边 摸着卡奈基的头说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看 他怎么会是全镇 最坏的男孩呢 他应该是全镇 最聪明 最快乐的孩子才对啊 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卡奈基 因为从来没有人赞许过他 就凭着继母的一句话 卡奈基对他产生了好感 与他建立了友谊 也是因为这句激励 卡奈基长大后 成了著名的成功学大师 帮助无数人走上了成功的道路 著名的心理学家 杰斯雷尔 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 称赞对温暖人类的灵魂而言 就像阳光一样 没有他 我们就无法成长开花 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 只是想躲避别的冷言冷语 而我们自己却吝啬于 把赞许的温暖阳光 给予别人 所以从现在开始 不要吝啬赞许你的朋友 爱人孩子 因为你的赞许 将成为他们生命中 最温暖的阳光 照料他们的人生 同时也帮助你 获得更多友谊 信任和尊重 始终给人传递一种良性暗示 事情往往就会出现转机 而如果始终向他传递不良暗示 事情往往会变得很糟糕 所以不要说警防变坏 或者小心 而应当多说 我希望会非常顺利 你会做得很好 因为肯定的语言 传递的是一种信心 这种信心会影响做事的人 使事情变得更完美 过程更顺利 鼓励与赞美 能够使白痴变成天才 批评与谩骂 会使天才变成白痴 请记住这句话 我们来总结一下 皮革玛丽翁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如果对某个人有一个希望 就要按照那个标准去要求他 把他按照那种人来对待 就会激发他的潜能 使他成为你希望成为的人 二 多给予别人称赞 会温暖别人的心 使之变得更加优秀 并为自己带来友谊 三 管理者对于事情的预先期待 要用肯定性的语言去描述 不要事先将风险夸大 或者将过程说成曲折的 否则就可能真的变成曲折的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林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韦奇定理 用心理暗示让对方动摇内心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学家 伊沃韦奇认为 即使你已有了主见 但如果有十个朋友看法和你相反 你就很难不动摇 这就是著名的韦奇定理 每个人都会受暗示的影响 如果为数不少的人与你持相反的意见 那么你就会不由自主地相信众人 战国策秦策二 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曾深住在费义 有一个与他同名同姓的人在外乡杀了人 于是一股曾深杀人的风便席卷了曾深的故乡 第一个人告诉曾深的母亲 你儿子杀人了 曾母不为所动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儿子是不会杀人的 于是他继续安之若素的织布 没过多久 第二个人也跑过来对曾母说 曾深真的在外面杀人了 他还是在那儿不慌不忙地穿梭引线继续织布 但心里已经起了怀疑 又过了一会儿 第三个人跑过来说 曾深真的杀人了 曾母害怕了 急忙扔下手中的桌子 端起梯子 越墙从屁镜处逃走了 人们对于别人再三的意见或传言 暗示 总是持着相信的态度的 即使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法 或者错误的意见 也会因为说的人多 或者另外一个人的再三强调 而使得当事者信以为真 生活中 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一群人遇到一个岔路口 当一个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时 如果与众人的选择相反 那么很快 他可能也朝着众人选择的路口走去 当一个人做出决定时 如果周围的人都反对他 怀疑他 也就很少人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算能够坚持 也往往因为大多数人 在过程中对他的否定而导致失败 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蚂蚁将要比赛 看谁能最先爬到一块高高的大岩石上去 于是呢 一群不参赛的蚂蚁来观战 观战的蚂蚁就开始说 石头那么高能爬上去吗 一群蚂蚁听了 看看面前的石头产生了退役 于是众蚂蚁嚷道 太高了根本爬不上去 第一群蚂蚁就留在了原地 另一些蚂蚁呢 看到一些蚂蚁留在了原地 开始犹豫不决 但也爬到了一半高 这时观战的蚂蚁继续嚷道 太高了累了吧 怎么能爬得上去呢 下来吧 于是这群蚂蚁也下来了 随着观战的蚂蚁越来越多 议论越来越倾向于爬不上去 越来越多的蚂蚁都选择了退缩 最后只有一只小蚂蚁 爬到了石头的顶端 蚂蚁们纷纷问它怎样做到的 发现它原来是一只聋了的蚂蚁 所以呢 不要只顾着给对手放烟雾弹 也要衡量一下 自己是否能够不受影响 否则自己的暗示 最终导致自己也被烟雾弥散了 就得不诚实了 竞争的双方不但是对手也是伙伴 因为你们要面对的是众多的旁观者 而旁观者的暗示 常常会令你们两个人都产生困扰 尤其是对于心智不够坚定的人 产生的影响是很难预测的 韦奇同时认为 许多伟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比别人看得更高 想得更远 更坚定地忠于自己做出的选择 对于世人来说 最卓越的成功者只占人群的5% 他们的意见注定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所以最终才能胜出 其实只要你的意见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准确把握上 并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人们渐渐也会相信你是正确的 并朝你靠拢 对于众人的暗示 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 大到择业 婚恋 小到出行 购物都应该依据事实 自己做出决定 众人的意见要听取 但要有主见 有主心骨 才可能不受负面影响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伪奇定理的心理应用 一 凡是有自己的主见 意志坚定 不要因为旁观者的议论而产生退意 二 一定要根据事实 做出自己的决策 并始终忠实于自己的选择 才可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多使用暗示之道 让自己占据心理优势 心理学家认为 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 人们会不自觉地 维护自己的自主地位 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干涉 或者控制 从这个角度来讲 暗示的作用 往往要比指示 命令 或直接劝说 产生的效果更好 这一点常常被商人们反复使用 比如广告宣传中 宣传使用了自己的产品 效果会多么好 这种暗示 就比直接劝说对方购买 要好得多 还有一些商家 会找人装作买东西 造成很多人购买的假象 引诱别人去购买 这也是利用了心理暗示 某种酒推广的方法 就是让自己的员工 都装成老板 吆喝着去大酒店吃饭 点上几千块钱的菜 然后问 有某某酒没有 酒店老板没听说过 然后如实回答没有 结果一单几千元的生意 就没有了 如此反复了几次 酒店老板都意识到 某品牌的酒 是商人们都喜欢的 是留住客人的法宝 于是 这种酒一时风靡了大江南北 市场一下子就被打开了 这就是利用了人们更愿意接受暗示 而不是劝说或建议的心理 这种暗示的方法能够比任何方式更让自己占据主动 让他人更乐意接受自己的劝说或者建议 暗示也有多种方法和技巧 只有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有技巧的暗示 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否则对象不对或者方式不对 就等于对牛弹琴是没有效用的 感染性暗示 即用感染的方式 暗示他人按照你的方法去做 比如哄小孩子睡觉 如果直接命令他该睡觉了 闭上眼睛 效果通常是很差的 反而可能使孩子更加的兴奋或者抗拒 这时呢 不妨选择感染性的暗示 给他讲个故事的 不久 孩子就会安静的入睡 对于感染性的暗示 可以应用在容易接受暗示 感染别人情绪的群体中 比如学生或者涉事未深的年轻人 曹操望梅止渴的故事 运用的就是期待性暗示 他运用了士兵们口渴对梅子的期待 让他们口中生津 鼓起了士气和力量 一股作气翻过了山丘 到达了水源 这种暗示 一定要运用 施加暗示者的权威效应 否则是不会达到目的的 如果是曹操以外的某个士兵 说看到了梅子 大家肯定会怀疑他 效果就不能显现出来 想要给大家画饼 就一定要让人相信饼的真实性 就要求画饼人的权威 幻想后果性暗示 贾许是曹操非常看重的谋士 有一次 曹操特意地秉退左右 向贾许请教立太子一事 贾许面露难色 故意不答 曹操问他为什么置而不答 贾许说 自己正在想事情 所以没有回答主公的问话 曹操问他想什么 贾许漫不经心地答道 思原本出刘锦生父子也 袁绍和刘表正是因为费长而利诱 使得身死后兄弟戏强 霸业成流水 贾许并没有明白地表明 支持谁或者给曹操建议 只是一个暗示 就使得曹操下定了 立曹丕为太子的决心 这就是利用幻想后果性暗示 取得的效果 一般要运用前车之鉴的势力 让对方自己想象 事情的糟糕后果 再做决定 当然 最好还要对方 能够有足够的领悟能力 否则就有对牛弹琴之余 这种暗示 常常用于 对比你地位高的人提建议 委婉而容易被接受 暗示现象在日常生活中 是普遍存在的 如果不能够给人明显的建议 或者当他人不容易接受你的劝说 指示或建议时 不妨利用暗示指导 只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就能够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让别人不自觉地接受你的看法 最后我们来总结心理应用 一 用自己的话感染他人的情绪 可以让对方迅速地接受暗示 照你的话去做 二 用权威性暗示 对方会因为祸于权威 而照你的意愿去做事 三 用前车之鉴的暗示 可以使对方迅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自觉遵从你的建议 委婉的方式 能达到最好的建言效果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林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将进入到第七章 细心留意 巧用策略实现高效沟通 第一解 投射效应 当对方与自己相像时 不妨推挤及人 投射效应呢 是一种认知倾向 它是指 人们常常以己夺人 认为自己具有的某种特性 他人也一定会有 与自己相同的特性 从而把自己的感情 意志 特性 都投射到他人身上的认知倾向 不过这种认知倾向 对于 旁观者来说 却是有好处的 我们可以通过他眼中的世界 去洞悉他的内心 就像照镜子一样 既然别人能够通过镜子 判断另外的人 我们也能够通过镜子 去看他的真实面貌 北宋著名文学家 苏氏和佛印和尚是好朋友 一次 苏东坡去拜访佛印 苏东坡开玩笑地与佛印说 我看你是一堆狗屎 而佛印则微笑着说 我看你是一尊金佛 苏东坡觉得占了便宜 得意洋洋地回家了 并向苏小妹提起这件事 苏小妹笑着说 哥哥你输了 佛家讲究 佛心献字 你看别人是什么 就表明你自己是什么 这个雅迷你输了 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常常看到 心机深沉的人 常常认为事情另有真相 一定哪里藏着猫腻 而心思单纯的人呢 则常常会觉得 怎么会呢 有野心的人 总认为别人 不可能满足于自己给别人的 善良的人 总认为大多数人是善良的 这个世界是很美好 很光明的 一个总算计别人的人 往往认为别人会算计他 并充满戒备 敏感多疑的人 总认为别人不怀好意 一个重视金钱的人 总认为 别人做事 一定是为了他的钱 极度心重的人 则总是认为 别人的敌视 是因为对自己的极度 所以通过他对事情的态度 对别人的评价 能够看透一个人的内心 对他的内心性格特征 往往能寻找出 公心的方法 在战场上 对峙的双方 往往能够根据对方的异曲移动 来洞悉对方将领的 内心情绪或者战局 以决定自己的策略 《资质通鉴》中 就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 司马懿和诸葛亮 在北援对峙一百多天 司马懿遵守明帝 兼臂俱守 以意待劳的指示 坚守不出 于是呢 诸葛亮派人 送司马懿女人的 筋果和衣裙 讽刺他像女人一样切诺 以激怒他出战 司马懿看后 则认为 诸葛亮之所以出此下策 实在是到了 山穷水尽 无可奈何的地步 于是呢 顺水推舟 只假装上书请战 诸葛亮评论道 司马懿本来就没有出战的意思 之所以坚持请战 只是为了激励士气而已 否则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何必要不远千里 请示皇帝呢 这两位都是可以根据 谦毫现象 洞察他人的高手 所以几次交锋 互有胜败 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 依据投射效应 揣夺他人的性情 也有失准的时候 如果对方是依据客观事实 而非主观印象 来推测别人的性情 或者事情的发展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人的揣测 就会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 这个人 就必定是理性的 人都有一定的共通性 所以 为人分类 可以看到对方的主要特质 从而能够洞悉他的内心 了解对方的软肋 但是 人与人之间 毕竟有差异 推测 也总有出错的时候 这就需要我们根据 具体情况的不同 而揣测出他人细微的差别之处 而不可以笼统地概括 否则就容易犯下大错 诸葛亮摆空成绩 之所以能够成功 就是利用了司马懿的多疑心理 其次呢 还运用了投射效应的误差性 因为平时 诸葛亮用兵 都是非常谨慎的 所以 偶尔大胆一次 才迷惑了司马懿的双眼 如果司马懿能够仔细分析 思索一下 就能够发现 诸葛亮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调来那么多的重兵 而他的悠闲 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投射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听听一个人眼中的世界 眼中的他人是什么样子 往往就能够明白 他的性格是怎样的 二 可以根据他人的异曲移动 来洞悉其心理变化 从而做出应对之策 三 利用投射效应 得出的结论会有误差 一定要谨慎 并根据事实 做出调整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林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反弹琵琶术 对有逆反心理的人 要突破常规对待 反弹琵琶这一束语 来自敦煌壁画上的艺术形象 反弹着琵琶 其艺术效果 让人叹为观之 远远胜于普通的现象 人们把这一效果 运用到批评领域当中 果然比严厉的批评 更加令人接受 和心悦诚服 因此被称为 反弹琵琶效应 意思 即把原本要批评的过错 不予直接批评 而是充分肯定 或表扬其长处 使之进行反省 进而认识错误 改正过错的现象 有些人 尤其是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 往往逆反心理比较强 越禁止的事情 越要做 或者越是面对 严厉的批评 指责 越是不服 反而要用叛逆的行为 加以反抗 面对这一心理 如果直接指责 或批评 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 使其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这时呢 不妨采取反弹琵琶的方式 以表扬的方式 来达到批评的效果 可以使其更深刻地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对于叛逆的人 反而更加有效 苏联教育学家 苏霍姆林基 曾谈到这样一件事 一天清晨 校长看见一个女孩子 在花园里 折了几只鲜花 她并没有急着 批评这个女孩子 而是关切地 问孩子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要摘鲜花 孩子告诉校长 自己的奶奶病了 她非常喜爱鲜花 但自己没法买到 校长意识到 必须保护这颗 天真善良的心 于是呢 专门送给女孩两束花 并对她说 一束花送给奶奶 祝她早日康复 另一束送给你的父母 谢谢他们培养出了 如此爱长辈的孩子 这种教育方式 引起了学生极大的感激 从此在学习和品格方面 都大有进步 因为这种批评方式 造成了小女孩的心理失衡 本来犯错误之后 要得到批评 现在反而得到表扬了 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心理 就会产生自责心理 萌生改过自新的念头 一定要做表扬中的那种孩子 来恢复心理平衡 从而使自己的行为 得到改善 生活中很多人 也善于使用这种 反弹琵琶的方式 来处理自己的生活和情感 从而换回自己迷失的伴侣 萌萌是一个热恋中的女孩 一次他从男朋友手机上 发现了他与另一个女孩的 暧昧短信 于是呢 将手机和那几条短信 放在了明显的地方 男朋友看到后 以为他会大吵大闹一番 甚至做好了破罐子破摔 趁机分手的准备 但萌萌并没有那样做 反而嬉笑着说 你好大的魅力啊 然后继续做手里的事 他男朋友反而希望 这时萌萌来严厉指责他一番 否则心里总感觉愧疚 于是就收起了自己的花心 萌萌就是利用了这种愧疚心理 保卫了自己的爱情 人们犯错误后呢 都有一种愧疚心理 一旦得到批评 他们的心理包袱就放下了 愧疚心理也随之消除 反而效果不佳 不如不佳则怪 让他永远愧疚着 反倒更能自责 从而改正错误 其实反弹琵琶效应 不一定只在批评领域有效 在其他领域同样有效 因为人们普遍有逆反心理 尤其对于逆反心理 特别强的人来说 与其禁止某件事 或者鼓励他做某件事 不如利用他们的反骨 反其道而行之 更能让他们 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 一位主管就是利用这种逆反心理 来禁止女孩子 在上班时间化妆的 女孩子在上班时间化妆 往往影响工作效率 而且被客户看到 会给公司带来很坏的影响 因此呢 公司严禁在上班时间化妆 但屡禁不止 这个命令传到某部门主任那里的时候 那位主任并没有严厉的训话 或者罚款 只是关起门 对自己的员工说 本来就长得难看 再不让化妆 还让不让人活了 孩子们 化吧 但一定要记住 到卫生间化妆 从此 这个部门的女孩子们 全都素面朝天 因为谁也不想让人 认为自己是因为太丑 才化妆的 这就是反弹琵琶的好处 往往能够利用人们的逆反心理 达到自己的目的 逆反心理是每个人都有的 但是却不适合对每个人都运用 只有对那些逆反心特别强 一定要和别人对着干的人运用 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反弹琵琶术的心理应用 一 运用人们的愧疚心理 在其犯错后 不加指责和惩罚 让他自己反省和改过 会有更好的效果 二 对逆反心过强的人 反面的暗示 反而比直接鼓励和命令 或禁止更有效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对于贪心的人 学会跟他讨价还价 《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 曾描述了这样一个片段 当然阿让试图从德纳蒂手中 救出方听的孩子 科赛特的时候 德纳蒂千方百计阻挠 只不过是为了诈骗出更多的钱 文中极为传神地描写了 德纳蒂的心理 这人虽然穿件黄衣 却显然是个百万富翁 而我竟是个畜生 他起先给了二十个苏 接着又给了五法郎 接着又是五十法郎 接着又是一千五百法郎 全部在乎 他也许还会给一万五千法郎 我一定要追上他 他从希望毫无代价的 赶走科赛特 到诈骗了一千五百法郎 还不甘心 只不过是自己的贪婪所致罢了 对于这样贪心不足的人 最好的方法 不是给予他更多 而是将他仅有的一点 也剥夺过来 人阿让 错在不应该给的太多 而应该讨价还价 这段对人的贪心刻画 真是入目三分 对于贪婪的人来说 给的越多 往往越使他无法满足 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刚开始 某同事只是向你借一百元钱 你痛快地答应了 不久后 没有还 却又向你借一千元 这次 如果你再痛快地借给他 而且不规定归还日期的话 他半年后 就能向你要一万元 急于贪婪的人越多 他的欲望越没法满足 就像童话里的老太婆 从洗衣服的木盆 要做到女皇 他们的胃口 往往是无法填满的 而且会越来越大 面对这种人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学会跟他讨价还价 给他点小便宜可占 但永远只是一点点 他希望要一百元钱的礼物 而不付出任何东西 你就只给他五十元钱的礼物 而且要不是心甘情愿地给 既能够让他知道你的底线 还能够让他满足 这样才能遏制他的贪欲 世界上永远有那么一种人 总希望所有的便宜 都被自己占尽 而不付出一点点代价 甚至一点亏都吃不得 否则就会重复地报复别人 面对这种人 如果针锋相对 不肯舍掉一点利益 往往被他仇视 因为他已经被人让惯了 但如果认他予取予求 他则会越贪越多 直到你不能承受 而且一旦你拿不出他要求的 还会招致他的仇恨 给他点讨价还价的小便宜站着 让他意识到自己占了小便宜 但已经到了对方的底线 他就不会再来骚扰你 有个故事 开车的王平不小心撞到了骑自行车的小李 小李的腿滑破了 王平呢只好带他去看医生 当时小李要求看病的钱 王平除 王平没有意见 全部除了 后来小李见王平大方 而且软弱可欺 就要求王平赔偿他的损失费 不能上班 自然会有损失 王平一想也是应该 于是就按照他的要求 给了他一笔钱 结果呢 小李一看 认为王平肯定是个不在乎钱的主 于是狮子大开口 又是营养费 又是请专门的护士照顾的费用 又是精神损失费等 列了一张清单 王平一看 遇到碰瓷的了 立刻要求鉴定事故责任 要求按照保险公司的赔偿准则 来实施 结果小李一看这假事 似乎要把已经给自己的钱 还要收回去一部分 立刻就要求不必了 太浪费时间了 贪得无厌的人 没有适可而止的观念 他们的贪心 就像蒲松林笔下的狼一样 前狼止 而后狼幼稚 没有满足的时候 让对方吃点肉 再挨上一刀 就是让对方 适可而止的好办法 当然 内心贪婪的人 往往不可能取得什么大的成就 充其量 就是在财物或者荣誉上 有一点点贪心 尽管讨厌 但不至于做出令人仇恨的事来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本章的心理应用 一 在让着对方之前 一定要让对方意识到 这种便宜是你故意让给他的 而不是他应该得到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大方 好心 对方可能什么都拿不走 二 让对方看到你的底线 而且你有随时反悔的可能 对方就会紧抱着那点小便宜 快快掏开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林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谈一谈 面对疑心重重的人 多给予其安全感 多疑的人呢 往往内心却把安全感 对别人的行为和目的 总持着怀疑的态度 心中总是疑云重重 所以这样的人 往往感觉 与其交往的人怀着异心 或者别人说的两句话 也要分析过来琢磨过去 看别人有没有言外之意 跟敏感多疑的人相处 往往也是困难的 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时 说话总要小心翼翼 一个笑容甚至眼神 也能被他们理解成嘲笑 或者敌意 跟他们交往往往很压抑 但世界上总有各种 不同性情的人 你也许就会遇到一个 多疑敏感者 怎样相处 才能让双方都感觉舒适呢 说话做事都坦然 就能够逐渐减少他的疑心 越是说每句话都看他的脸色 越容易引起他的疑心 因为他在潜意识中就认为 会看人脸色说话的人 必然心思细密 说话不在意者 他会认为 这个人没有心眼 就是个大大咧咧的人 说什么都是自己的心里话 自然就不会加以怀疑了 越是与敏感多疑的人谈话 越应该直视对方 话语坦诚 神情不要躲闪 说话不要拐弯磨脚 而应该直来直往 话题应该多涉及 对方感兴趣的地方 或者对方的优势 多以赞扬鼓励之类的 正面语言去谈论或叙述 这样他就会认为 你的心里起码是光明的 因为你对别人的评述 都是看正面的 说明你心中的黑暗面比较少 自然能够消除对方的怀疑 再者赞扬对方还能够树立他的自信 从而减轻多疑心理 因为多疑是自卑心理产生的 因为对自己不满 所以对他人也没有把握 就产生了怀疑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 猜疑之心犹如蝙蝠 它总是在黑暗中起飞 这种心情是迷现人的 又是乱人心智的 它能使人陷入迷惘 混淆敌友 从而破坏人的视野 既然猜疑之心 总要在黑暗中起飞 那么把你的言行 都放到光明的地方 任凭对方审视 也未尝不是一个 消除对方疑心的方法 历史上 大人物往往容易患多疑症 而且越是有野心 且处在危险境地的人 就越容易多疑 曹操刺杀董卓未遂 逃回家乡 途中借宿吕伯舍家中 在屋中突然听见 后院磨刀祸祸的声音 又听见人说绑起来再杀 就怀疑吕伯舍要谋害自己 于是冲出去 将吕家上下都杀光了 结果搜查到厨房 才看见一头猪被绑在这里 准备宰杀 才知道自己疑心过重 错杀了好人 很多时候 人们之所以出现猜疑 与有些人喜欢故弄玄虚 或乐意给别人制造惊喜有关 遇到多疑的人 一定要首先将自己的行为 讲清楚原因和目的 不要让他猜 尤其是对好些身处险境的人 更应该如此 当然 野心重 且身处上位的人 当不能掌握属下的时候 或被功高震主的时候 也容易有猜疑之心 这样的人 只要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就能消除其疑心 与他和平相处 秦国大将王简 不但用兵如神 而且善于揣测上位者的心思 消除对方的疑心 秦始皇开始时 向王简请教 攻打楚国需要多少人吧 王简说需要六十万 而将军李信说 只要二十万 王简并没有说什么 就秦并回家了 结果李信大败 秦始皇亲自找到王简 要他带兵 王简就借机 向秦王要求 赐给他良田美宅 才肯出战 秦始皇说道 你好好打仗 还怕委屈你吗 王简回答道 为大王将 有功终不得封侯 顾及大王之相臣 臣亦及时以请缘池 为子孙叶儿 于是呢 王简带兵六十万出征了 途中又五次 向秦始皇要远池 手下开始鄙视他的为人 王简道出了其中缘由 秦王生性多疑 现在要把全国所有兵力 都给了我 他不会完全放心 我向他讨要房子和地 明里是自己为儿孙打算 实际上 是表自己的忠心 和没有野心而已 的确 秦始皇听了王简的要求 认为王简为人太小气 这样小气的人 野心自然就小 对自己的威胁 当然也小 于是呢 放心的 让他去带兵 我们来总结一下 本集的心理应用 第一个 想要去除别人的疑心 就要千方百计的 让他有安全感 不让其感到威胁 自然就会对你 信任有加了 二 若是与敏感多疑的人谈话 越应该直视对方 话语坦诚 神情不能躲避 方能减少对方的疑心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开始 我们进入第八章 进退有度 留心为自己 多创造一些出路 第一个 过度理由效应 不给出足够的外部理由 可助你达成所愿 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 人们总是为自己的行为 寻找原因 以力图使自己 和别人的行为 看起来合理 并且一旦找到 看似合理的外部原因 就很少能够 继续深思下去 这就是过度理由效应 生活中 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体验 父母给儿女 或者妻子给丈夫 买了一件衣服 谁都不会感觉奇怪 因为他们是最亲密的人 然而 如果儿媳给自己的公婆 或者女婿 给岳父岳母 送了一件小礼物 长辈们 则会感激涕零 因为他们认为 你本来不必这样做 可这样做 一定是因为 你想讨得他们的欢心 得到他们的认可 自然会和你的关系 更加亲密 如果陌生人 给了你一个小小的帮助 你立刻会感激 这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 心理学家们 也通过实验 证明了这一点 德西和助手们 以一些大学生 为被试者 请他们分别单独解决 诱人的测量智力的问题 实验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对被试者都不予奖励 结果发现 人们对解题 有很高的性质 第二个阶段 被试者分为两组 A组不给报酬 B组没解决一个问题 给亿美元的报酬 结果发现 A组仍在继续解题 而B组在获得报酬时 解题十分努力 失去报酬的时间 则明显失去了解题的兴趣 第三个阶段 被试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结果发现 A组所有大学生 还在继续解题 而B组则完全失去了兴趣 这个实验说明 人们为了使自己的行为 看起来合理 常常要给自己的行为 寻找原因 不管这个原因 是否差强人意 在做事时 不妨利用这一点 可以有效帮助你 让人们的行为 按照你的意愿来实施 当你想别人的某种行为 继续下去的时候 就不要给他 找任何外部理由 让他纯粹因为 自己的兴趣爱好 自娱自乐地做下去 比如 孩子喜欢弹琴 画画 或者做家务 如果你因此 而用金钱 或者其他手段 来奖励他 那么 当你忘了 适用这种手段的时候 孩子做事的热情 就会消减 同样 如果你为了保持 别人热情高涨的 为你做事 而用薪酬 或额外的奖金 来奖励对方的时候 暂时的确有效 但时间长了 这种奖励 就会成为过度理由 效果反而不如从前 单纯的物质刺激 很难使人保持持续的热情 想要激发其内在动力 不妨使用一些精神上的激励 激发其内在动力 当你想制止某人的某种行为时 不妨给他找一个明显的外在理由 即使非常差强人意 也无所谓 然后再把这种奖励撤去 对方自然就不会再去 持续这种行为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农场主呢 盖了一座庄园 请人们来参观 但很多人都踩踏在草坪上 以至于将草坪践踏得不像样子 于是呢 农场主写上 禁止踩踏草坪等牌子 但都无效 草坪依然被人们弄得东倒西外 管家想了一个办法 他让主人 请踩踏草坪的人 吃了一顿大餐 结果这件事传扬开来 无数人都享受了几次美餐 后来 主人只是微笑着站在门口 再也不用大餐招待众人了 于是呢 人们失去了拜访的乐趣 农场主又获得了自己的宁静 当你看到某种显而易见的外部理由 并不成立 甚至是一种无稽之谈时 不要太快地嗤之以鼻 而要耐下心来 寻找真正的内部原因 往往能够帮你获得事实真相 更有利于解决事情 比如 一个客户给通用汽车公司打电话 抱怨自己的车子 对香草冰淇淋过敏 只要每次他买的是香草冰淇淋 车子就不能发动 而如果是其他口味 车子就会很顺利地发动 要求公司帮其想想办法 面对这种奇谈怪论 人们往往会嗤之以鼻 暗示对方是感觉的原因 不过通用汽车公司 却没有这样做 而是派出自己的工程师 去查找原因 结果发现 因为人们喜欢吃香草冰淇淋 所以这个口味的 往往单独放在一个冰柜中 并放在商店的前端 所以买此口味的冰淇淋 用的时间要缩短很多 而买其他口味 则要浪费很多时间 问题呢 就出现在多浪费的几分钟上 这段时间 可以让汽车的蒸汽索 有足够的时间散热 这就能很快地重新启动 找到了原因 工程师就向总部 报告了这件事情 后来呢 通用汽车公司 研究出一种 散热更快的蒸汽索 从而解决了问题 通用的汽车 也更加受欢迎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过度理由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要想达成愿望 就不要为人们的行为 寻找物质 或外在自己的理由 二 想要禁止一件事 就为人们的行为 寻找或制造一个理由 然后把理由撤掉 人们自然就不做了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聊聊 踢猫效应 别被坏情绪传染 保留一些理智 有这样一个故事 某公司董事长早上看报 看得太入迷 已知忘了时间 未避免迟到 他超速驾驶了 被警察开了罚单 最后还是耽误了时间 这位董事长愤怒至极 于是将销售经理 叫到办公室 训斥一番 销售经理哀训之后呢 气急败坏地 将秘书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并对他挑剔一番 秘书无缘无故被人挑剔 自然一肚子气 就故意找接线员的茶 接线员无可奈何地回到家 对着自己的儿子大发雷霆 儿子莫名其妙地 被父亲痛斥也很恼火 便将自己家里的猫 狠狠地踢了一脚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泄愤连锁反应 这是因为 一个人心情不好时 潜意识会驱使他 选择下属 或无法还击的弱者发现 所以 人的不满情绪和糟糕心情 一般会沿着等级强弱 组成的关系依次传递 由金字塔的顶端 一直扩散到最底层 人的情绪是会传播的 因此一定要学会 控制自己的脾气 保持情绪稳定 头脑清醒 才能给自己和对方 都留出一定的天地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一个人会因为批评 或者某些烦心事 而心存怨气 这些怨气呢 往往以对别人 发怒的形式散出来 从而引起别人的怨气 反而容易激发更多矛盾 即使人际关系 日后能够弥补 但造成的伤害 却不可能一时间的平复 人际关系受到的损伤 也会永远存在 虽然向弱者发泄 会将这种危害 降得低一点 但谁又保证 那个弱者以后 一定不会和你 成为贫瘠 或者对手呢 而他受到的怨气 又怎能保证 不会变成报复的理由呢 再者 胡乱发脾气 还会给工作带来混乱 负面情绪会影响工作的效率 使得士气低迷 最终导致工作受阻 三国时 张飞脾气非常暴躁 他在浪中镇守时 听说二哥关羽被害 但兮豪气血泪一清 并喝得鸣鼎大醉 酒醉后怒气更大 账上账下 只要有过失的士兵 就鞭打他们 以至于多有被鞭打致死的 并下令军中 现三日内置办白旗白甲 三军挂校伐无 但属下张达范江 禀告一事无法完成 张飞鞭打了二人 并威胁 完不成就将二人斩首 张飞这天夜里 又喝得大醉 握在帐中 范张二人探知消息 出更事分 各怀利刀 密入帐中 就把张飞给杀了 医员勇猛大将 只因为不能控制情绪 随意迁怒他人 就被手下杀害 可见 负面情绪 随意发泄的严重性 只有保留一定的清醒 用宽容的态度 对待他人 不随意地发泄脾气 才能保住自己的权威 和风度 众人才可能心悦成福 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 都会有不高兴的时候 这种情绪随意发泄出去 容易造成严重后果 别在心里 又容易使自己身心受到伤害 怎样才能保持心理的平衡状态呢 第一 要学会滞怒 面对突发事件 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厌烦 压抑 忧伤 愤怒等消极情绪 会造成紧张 甚至是充满敌意的气氛 即使你没有迁怒打骂他人 他人也会因为你脸上的怒气 或者面无表情的脸 而产生惧异 而这样的坏情绪 会直接影响周围人的情绪 所以呢 当情绪变坏时 一定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再去面对他人 将脾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先处理好自己的心态 再去处理事情 长期坚持下来 就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怒气 做到自己的情绪 不影响他人 其二 学会正确的发现 而不要随意迁怒他人 怒气长期的憋在心里 对自己的身体 和心理健康都是有害的 因此呢 一定要学会 正确发泄 或疏导自己的不良情绪 可以将自己心中的愤懑和不平 向关系亲密的人倾诉 得到他们的安慰 或者仅仅是倾诉 也能够消除你的怒气 像使自己愤怒的人 说明你的不满 并谈出自己的意见 往往可以使矛盾解除 用恰当的方式 发泄自己的不满 比如打拳泄愤等 都可以将怒气 发泄出去 我们来总结一下 踢猫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愤怒时 千万不可乱发脾气 迁怒他人 可以暂时回避 使你愤怒的环境 避免刺激 二 发怒前 一定要尽量 使自己冷静下来 再决定怎样做 三 找到合适的发泄渠道 才能保持心态平和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林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说说 以退为进 当对方放松下来 你反而能够掌握优势 兵法上有一条 后发制人 意为等对方先动手 再抓住有力时机 反击 制服对方 在看不清形势 或者彼此之间对峙 过于紧张 己方占据弱势的时候 运用它 反而可以给我们 带来先机 拳头退回去 是为了更好的出击 生活中 我们也往往可以看到 这样的实力 长跑当中 人们往往保存实力 直到临近终点时 再加以冲刺 刚刚位于第二 第三者 反而成为冠军 耻货在爬行之前 总是先曲起身体 然后再求伸展 谈判之前 总是先去旧情 等到对方心里松弛下来了 气氛融洽了 再资诸必较地 讨价还价 反而能够争取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多维的 以退为进之道 历史上有很多战争 都是善用以退为进的 总是先避开对方的锐气 当他们心里放松时 再加以进攻 往往就能取胜 在左传 庄公十年中 记载了一段曹贵论战的故事 鲁庄公十年春 齐国军队来攻打鲁国 鲁庄公准备应战 曹贵求见 并参与了作战 鲁齐军队在长韶作战 庄公开始打算命人击鼓进军 曹贵不答应 并仔细听着齐国的军队敲鼓 直到对方敲了三次鼓 才说可以进攻了 后来果然大声 庄公问他这样做的原因 曹贵回答道 一次击鼓是为了振作士气 勇士可以出击 这时出战呢 就是硬碰硬 弱国容易吃亏 两次击鼓 士兵的勇气就低落了 三次击鼓 对方的勇气就消失了 这时赢敌 他们的勇气消失 我方士气阵亡 才能毫不费力地打声 这就是进退之道 打好时间差 等到对方心理放松 疲惫的时候 再加以进攻 反而能占据上风 人们往往急于解决事情 于是总遵守着 先发制人 后发制于人的原则 总是迫不及待地 利用对方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迎头猛击 以期望一举成功 这是在对方对形势不了解 或者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才能运用的战略 事实上 相对的双方 很少互不了解 或者没准备好 在现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任何事情 都能够在几小时 甚至几分钟内 了解清楚 准备好 谈判双方的实力 都是对等的 能够拼的 也就是谁的心理素质更好 谁更有耐心 所以更要讲究 以退为进 后发制人 曾有这样一个商战故事 某公司老板突然病逝 其女儿A接管事务 有些客户呢 便开始出现了轻视执行 要求将原料的价格提高 这样就提高了A的成本 而且其他供货商 肯定也会群起效法 A本来是不想答应的 但通过协商之后 发现不可能 因为合作合同 还在期限之内 对方又是长期供货商 于是就先答应了下来 后来他分析发现 对方的供货能力 似乎不足 于是要求加紧供货进度 必须保证 进度和质量的进行供货 对方看他已经答应了 提高价格的条件 以为他年轻软弱 便一口答应 后来果然在进度和质量上 都出现了问题 A一口气将对方告上法庭 并解除了原来的合同 其他供货商 看A如此强势 再也不敢轻视他 正是他之前的 示弱退让 让对方有了轻视之心 才能顺利的 让他有杀鸡儆猴的机会 真正的聪明 并不是一味强势 咄咄逼人 而是在自己弱势的时候 适当退一步 因为退让 可以降低他的警惕之心 就可以让自己 获得更多的时间和余地 与对方周旋 人们常说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只有趁对方放松的时候出手 才有必胜的把握 一个人想要成功 就必须要精通 进退之术 不要在对方 风投正胜的时候 错其风投 而要在他喘息之际进攻 尤其当双方的实力 有巨大悬殊的时候 更应如此 首先避其风锐 才有可能得到反击的机会 最后 我们来总结 以退为进的心理应用 一 不要在第一时间 与他人针锋相对 不要在他人全神戒备的时候 做事 否则效果甚为 二 无论做事 还是与人交往 一定要趁对方放松的时候 趁虚而入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三 要学会示弱和后退 这样才能海阔天空 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反击空间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 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来分享 蓝丝灯原则 没看清出路之前 别盲目跳进去 美国管理学家曾提出 蓝丝灯原则 即往上爬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梯子的整洁 否则下来时 你可能摔倒 这就是提醒人们 一定要看得长远 既要向前看 不做后悔之事 又要向后看 为别人留好后路 也就是为自己留好后路 保持进退有度 不做于事无补的仇恨之局 最终达到成功 如果一定会有后退的话 一定要在前进之前 就为自己留好退路 如果要前进的话 一定要在之前 就铺好前进的道路 才能够使自己 不会进退为谷 人生一定会有 顺境和逆境 处在顺境之中 千万不可得意忘形 就算为以后 身处泥潭之时 有人能够拉你一把 也要为自己 结交几个信得过的朋友 在《史记秦本记》中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秦木公丢了一匹马 派人去追查寻找 结果发现 原来被骑山之下的 乡里人捉到吃掉了 官吏抓到那些吃马人 准备严惩 秦木公不忍心 于是劝道 君子不因为牲畜而伤害人 我听说 吃凉马肉 不喝酒会伤害人 于是呢 秦木公赐酒请他们喝 并赦免了这些人 不久后 秦国与晋国大战 秦木公被禁军包围 面临生命危险 骑山的乡人听说了 拿起武器 飞驰着冲向禁军 皆推风争死 以报使马之德 不仅使秦木公得以逃脱 还活住了禁军 最终使得秦木公 成就了春秋霸业 为已经失去的东西 迁怒他人 是最不明智的举动 为愤怒怨恨 报复他人 就会失去自己的退路 为自己的前路 设置障碍 梁马被杀 秦木公虽然愤怒 但却没有丧失理智 因为知道 梁马已经被吃 惩罚那些乡民 也于事无补 反而可能激起名分 只好宽恕他们 并赐美酒 让他们在愧疚之余 感恩戴德 才最终得到了回报 人们常说 好人有好报 谁都不可能知道 最终谁会救你于危难之中 只有平时多做好事 广结善缘 才能在关键时刻有人帮 那些得意之时飞扬跋扈 不把他人看在眼里 到处得罪人的人 难免最终会被人落井下石 得意之时不忘形 失意之时才能不落魄 为人宽厚 不骄不躁 宠辱不惊 才能在进路退路上都平顺 大概是人们 对得意的人 都有一份嫉妒吧 如果他本人懂得低调 还能够让人们产生敬佩之情 得意而不知收敛 不懂得谦虚 狂妄自大任性而为 别人就会因为这种狂妄 而更加记恨 敌视他 日后遇到困难 自然没有援手 唐太宗时期 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飞扬跋扈 不但身任宰相 还身兼四十余只 朝中很多官员 都是任由他提拔拉拢的 他出行时 每每持见南节度史的京杰 在前面耀武扬威 甚至还和李陵甫一唱一和 陷害太子李亨 在京师另设立推院 女星大狱 朱连太子的党羽数百家 这种态度 引起了很多朝臣的不满 安氏之乱初期 玄宗逃往四川 走到马维坡时 太子李亨 李府国和陈玄礼认为 除去杨国忠的时机 已经成熟 于是由陈玄礼出面 对将士进行煽动 说这场叛乱 全是由杨国忠引起的 杀了杨国忠 就可止息叛乱 愤怒的士兵们 立即将他包围起来 大喊杨国忠与吐蕃谋反 一箭射中了他的马鞍 杨国忠逃进西门内 军士们蜂拥而入 将其乱刀砍死 可想而知 如果平时杨国忠 没有那么飞扬跋扈 恃宠而骄 不给自己留后路 士兵们 怎么会轻易被煽动 并杀死他呢 曾国藩在持家骄子方面 有他自己的主张 他认为 自己在外面有权势 家中弟子 最容易留于骄 留于意 并认为 福不可想尽 有事不可使尽 因为富豪之家 即使没有人 娇奢盈义 飞扬跋扈 也足够别人记恨 虎视眈眈的了 何况受人以禀呢 这才是一个 知进退的人 应该做的事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蓝丝登原则的心理应用 一 得意时 要为以后留下退路 为自己结交好援手 才能够在困境时 有人帮助 二 懂得宽容别人 才能为自己留好退路 三 宠辱不惊 得意时不骄横 时意时才不会黯然 这就是 进退之道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交往适度定律 对别人过度示好 反而降低了自己的价值 中国古语曾说 一斗米养个恩人 一淡米养个仇人 在人际交往中 切不可过度投资 否则引来的可能 不是对方的感激和亲近 而是对方的厌烦和疏远 适当的付出 并索取应有的回报 才能在付出与回报的过程中 加深两个人的交流和感情 从而加强自己的人际关系 护会员里告诉我们 人们对别人给予的好处 总想进行同等程度的回报 所以人们之间的交往 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如果你一直付出 不计较别人的回报 你们之间 就会因缺少了互动过程 而使得对方的情感麻木 自然就产生不了 你希望的友情 所以对别人好也要适度 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否则过度投资 别人就会将这种投资 视作理所应当 而不加回报 甚至当你不能再对他 施加恩情的时候 会产生仇恨 再者 如果一个人的恩情 大到了无以回报 就无法得到别人的回报 就像一件无价之宝 你能够用其他价值 来衡量他吗 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景象 父母拼了命的 疼爱自己的孩子 而不求任何回报 使得孩子不懂得感激与回报 直到成家立业后 还在啃老 如果父母利有不殆 就仇视父母 不能给自己更好的生活 长期被施恩的 某个山村孩子 最后 却要供养其上学的人 帮忙找工作 受过他人大恩的人 会恩将仇报 背叛自己的恩人 自己为之付出一切的爱人 突然有一天会背叛自己 甚至爱上一个不爱他的人 这就是过度付出的后果 对人过分的好 带来的反而是远离 心理学家霍曼斯曾提出 人与人的交往本质 是一种社会交换 这种交换 同市场上的商品交换 所遵循的原则一样 就是人们希望在交往中 得到的不少于付出的 但是 如果得到的大于付出 也会让人心里失去平衡 使人感到无法回报 或没有机会回报 而在心理上产生愧疚感 这种心理会使受贿的一方 选择远离 因为对于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来说 独立和付出 是个性成长的需要 如果因为你的付出 而使得对方无法独立 不能付出 就会引起对方的憎恨 如果人际交往中 不能满足成长的需要 这种关系维系起来 就比较困难 珊珊是某公司的文员 她为人诚恳 常常为别人跑腿办事 逝世为别人着想 主动帮助别人 很多人有了困难 总是首先想到她 让她帮忙 但和她的关系 却并不密切 往往是用人时热情十足 过后甚至没有一声感谢 就算公司新来的员工 过不了多长时间 都会对她蔑视 或者不理不睬 她的同事小轩 刁钻刻薄 一张嘴从不扰人 帮助别人做点事 一定要找点理由 人们虽然不喜欢她 但和她却比较亲密 也不敢随意招惹她 其实 这并不难理解 人们常说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那么涌泉之恩呢 估计是无以为报 只好疏远 不要让自己过于愧疚吧 再者 人们普遍喜欢和别人的感情递增 而不喜欢递减 如果一开始对人过好 哪还有递增的余地呢 所以那些一眼看上去完美无缺的人 往往人们对他的期望越来越高 最终却会发现 总是让自己失望 于是远离 而那些自私刻薄的人 却往往能够通过与别人的相处 让人发现出更多的优点来 从而与他更加密切 对于人际交往不熟悉的人 往往喜欢把好事一次做尽 以为自己全心全意对别人好 就能够使彼此间的关系更加融洽 实际上 却只能使别人离你越来越远 给别人留一点回报你的余地 给你们之间加一点距离 才能让他人更畅快地呼吸 你们之间才会有更亲密的可能 不要让自己的好太廉价 否则别人就不容易珍惜 你的好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只有对别人恰当的好 才能让人愿意和你交往 我们来总结一下 交往适度定律的心理应用 对人好要有个度 有付出一定要期望回报 二 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去帮助他 但不要太多 才可能使他对你产生恩情 三 不要让自己的感情帮助太廉价 否则就没有被珍惜的价值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 蔡戈尼效应 找到正确的做事驱动力 而不是靠欲望维持 蔡戈尼效应是指 人们天生有一种 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 如果一件事情尚未完成 人们就会有进行下去的动力 如果工作已经完成 或是想要完成某件事的动力 已经得到满足 人们通常就会把这件事情忘记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人们会觉得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因为婚姻是爱情的一个段落 人们常常认为 到了结婚 两个人的恋爱 就有了圆满的结果 所以逐渐就会把这件事情忘掉 为什么得不到完成的 才是最好的 这是因为得不到 即意味着没有完成 有头无尾 自然会印象深刻 为什么人们对新朋友 往往比老朋友热情呢 因为对于结交这件事 新朋友是还未完成的 老朋友是已经完成的 所以对和新朋友的关系 往往有热情维持和结交 对老朋友则淡漠了许多 这就是蔡戈尼效应在起作用 心理学家蔡戈尼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把被测试者分为两组 同时演算一样的并不难的数学题 在实验过程中 第一组的演算直到完成才被打断 而第二组在演算过程中 就被突然下令终止了 然后蔡戈尼要求两组人员 分别回忆验算过的题目 结果却表明 第二组明显比第一组记得清楚 这是因为 那种没有完成任务的不舒服 不甘心 十分深刻地存留在第二组人的脑海中 而且大脑是在全神贯注的过程中中断的 印象自然更加深刻 而对于完成任务的第一组来说 完成欲得以满足 自然就忘了任务内容 所以如果想要一个人 对你有深刻的印象 或者有做事的热情 就要千方百计 给他一个开始的借口 而不要有完成的印象 这样就能够促使对方热情地持续下去 而不至于使你们之间的关系冷掉 一位作曲家非常爱睡懒觉 妻子为了他能够早上起来练琴 就在钢琴上 故意只弹出一组乐剧的头三个和弦 作曲家听完之后 总是辗转反侧 不能入眠 不得不爬起来 完成最后的一个和弦 然后再坐在琴凳上 练习一段时间 我们也常常有这种感受 一件事一旦没有完成 就算是夜不昧宿 也要把它完成 否则就连睡觉也睡不好 这就是蔡戈尼效应的原因 对于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即使再艰难 也要迅速迈出第一步 因为第一步开始了 你就会自然地去完成它 如果总是拖拖拉拉 就不容易完成 让自己在行动的道路上 迈出第一步 才可能有始有终地坚持下去 你希望别人持续热情地 做某件事 一定不要让它有完成了 可以松弛下来的感觉 可以暂时歇一歇 但却不能完成后忘记 在婚姻生活中更要如此 告诉对方 婚姻只是一个开始 你们还要经过相处的磨合 共同生活 生儿育女 不断付出和回报 这样才有可能幸福下去 彼此都不要停下追逐 才可能在过程中 一直维持热情和兴趣 对于某些你不可以做的事情 就一定不要开始 比如在工作的时间内 一旦想玩游戏 只要你开始了 就会浪费半个小时 甚至更多时间 因为你要完成它 才会有停下来的可能 如果不想自己成瘾 就要在开始之前就禁止 否则就可能持续下去 耽误正常的工作 一个孩子 总习惯放学以后 直接看动画片 总对妈妈说 我看两眼就去写作业 甚至到吃饭的时候 也不停下来 直到动画片播放完 再去吃饭和做作业 大家都非常伤脑筋 最后呢 妈妈决定买一张动画片的光盘 但在完成作业之前 绝对不允许孩子看 开始时 孩子很不适应 注意力总是不集中 但不久 就能全神贯注地做作业了 这时 就算放光盘 她也没心情看 总是完成作业 吃完饭后 再集中精力看动画片 就这样 妈妈改变了她的坏习惯 这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也绝对不可以 因为蔡戈尼效应的控制 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工作狂 不完成就绝不停下来 知道人有完成的驱动力 同时也要控制这种驱动力 既不要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做事总是半途而废 也不要非要将任务一气完成 不完成不罢休 一定要让自己慢慢去调试 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事 才能有利于完成任务 又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去享乐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蔡戈尼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对于困难的事情 一定要求自己马上去做 就能够有始有终地完成 二 不能做的事情 一开始就要静止 不要找借口让自己开始 否则就会停不下来 三 想要别人的热情不消失 就不要把已经完成的印象给他 四 适当调节自己做事的节奏 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工作狂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第九章 常于观察 发现自己的优势 才能出招至胜 先来说说手表定律 目标清晰明确 否则你将陷入混乱 手表定律出自于一个预言故事 森林中生活着一群幸福的猴子 日出而坐日落而息 非常有规律 一名游客穿越森林 丢了一只手表 被猴子猛壳捡到了 聪明的猛壳 猴子猛壳很快就懂得了手表的用途 猴子们都向他请教准确的时间 猴群的作息计划 也交给猛壳来管理 猛壳当上了猴王 但好景不长 猛壳又捡到了第二只手表 第三只手表 但每只手表显示的时间 都不尽相同 这个问题就把猴王难住了 猴群的作息时间 也开始变得混乱 不久 猴群因为猛壳的时间不再确切 起来造反 把猛壳推下了猴王的宝座 但新的猴王仍然面临着猛壳的困惑 当然 幸而只有猴王拥有手表 如果有两三个猴子 分别捡到了手表呢 它们的生活会不会更乱呢 所以这个故事的含义是 只有一只手表 你可以知道时间 拥有两只或以上的手表 并不能给你更准确的时间 反而会制造混乱 心里面必须只有明确的目标 才有成功的可能 人生想要成功 就必须在某段时间内 只做一件事 否则 想要同时达到几个目标 或者挑选几种不同的价值观或原则 你的生活就会陷入一片混乱 每个人都是有贪心的 往往希望达成多个目的 希望得到更多肯定 希望拥有更多才华 希望可以在更多领域发挥光芒 但是 供给人选择的道路 却是有限的 你必须选择一条最近的道路 选择可以达成的目标 才可能最终有美好的结果 无论选择多么多 愿望多么美好 只有能够实现的那一个 才是最有意义的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行动准则和道德基准 一个企业才可能更好的运转 一个人才可能更快成功 在同一段时间内 不要让自己同时做两件事 不要让自己有两个目标 才能够使自己更明确前进的方向 更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准确 否则就可能走很多弯路 弄得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 某个企业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 他们生产出一种新产品 这种产品目前在市场上还没有 但是别的公司也在研究 他们虽然研发成功 但质量还不太稳定 于是他们面临着 是占领市场还是继续改善产品质量的难题 一时之间难以决策 最终领导指示 一边将产品推向市场 占领市场份额 一边改善产品质量 但不久以后他们发现 他们的产品被对手买去进行了研究 并推出了改良款 迅速占领了更大的市场 其实如果他们能够安下心来研究 直到把质量做好再推出 就可能让自己的产品更有知名度 如果他们一门心思占领市场 那么别人就不可能后来居上 正因为两件事都要做 消耗了公司的全部精力 结果才两件都没做好 导致公司运行也陷入两难 明确的目标才是制胜的关键 一个公司只能有一种理念 这样才能把所有精力 都凝成一股力量 而不是在犹犹豫豫中失去所有 人们教育孩子 也常常陷入这样的误区 爸爸经常扮黑脸 批评孩子 妈妈常常扮红脸 安慰孩子并批评爸爸 这样常常使孩子不知所措 无所适从 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为标准 孩子长大了 也不容易分清是非 做事犹豫 不能果断 公司发展也是一样的道理 绝不能被不同的价值观所左右 否则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 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合并 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美国在线的企业文化 强调操作灵活 决策迅速 一切以占领市场为目标 时代华纳则注重强调 诚信之道和创新精神 按说这两者结合 应该是速度与质量的完美结合 但是高层管理 并没有实现一个统一的认识 没能解决价值观的冲突 导致员工失去了方向 合并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就是两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冲突带来的灾难 一定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做事不会陷入混乱 我们来总结一下 手表定律的心理应用 第一 做事时 制定出的目标一定要明确 不能模棱两可 确切的目标 才能指导出确切的行为 二 要求别人或教育别人 一定要有一套相同的准则 否则就可能导致对方无所适从 三 一个组织不能同时由两个人来指挥 一件事情不能同时由两个人来做 否则当这两个人的方法不一致的时候 就会产生内耗 当然 两个人中如果有一个主导 一个辅助 就好办多了 四 一定要懂得取舍 该放则放 不要贪心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聊聊奥卡姆剃刀定律 化繁为简 反而可以轻松自如 奥卡姆剃刀定律是由14世纪逻辑学家 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威廉提出的 这个定律被人们称为 如无必要物增实体 即简单有效定律 这个定律原本用于哲学领域 因为威廉对哲学中 共相 本质之类的争吵 感到厌倦 于是提出了 唯明论 其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 对于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要领 认为都是无用的累赘 后来 人们把这个定律 普遍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比如管理领域的化繁为简 军事方面的精兵简正 服装领域 香奈儿提出的 去掉蕾丝 拿掉花朵 删去褶皱 最简洁的线条 造就最独特的风格 生活领域的 简单生活 简单爱 几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可以看到 人们利用这个定律 找到最简单的做事方法 做事做人 都要用对心思掌握方法 与其揣测别人的想法 不如直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思和原则 也许还能求同存异 结交到真心的朋友 心理学其实很简单 说透了 不过四句话 把自己当自己 把别人当别人 把自己当别人 把别人当自己 前两句话就是 不要你随意以自己的思想 去揣摩别人 而要尊重他人 后两句话要求 你以旁观者的身份 去评判自己的举动 把别人当成自己一样 去体会 将心比心 如果能够做到这四句话 就进入了圣人的标准 为人自然无往而不利 能够吸引自己喜欢 敬佩的朋友在身边 做事也是这样 找到事情的根结 一刀斩下 往往能够斩断乱马 使事情变得明朗化 威廉修士 曾在真言上写道 切勿浪费较多东西 去做用较少的东西 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 动动手就能做好的事情 为什么非要把事情 做得过于复杂呢 快刀斩乱马的方式 虽然直接生硬 但往往有更好的效果 当你觉得事情过于复杂 绕不过去了 委婉的方式已经用尽 曲折的道路已经走尽 不妨直接一些 绕开迷雾 剔除干扰 直指真相 反而能够让自己轻松一些 这里有段亚历山大传说 也许可以证明 这个方法是十分可靠的 亚历山大是马其顿国王 菲利普斯的儿子 他从小就抱有 将欧洲和亚洲融合的崇高理想 父亲死后 他继承王位 统一了希腊 开始进攻亚洲的波斯 并远征阿富汗和印度 公元前333年 侵入阿拉伯半岛 并占领了格尔迪奥恩 那里供奉着宙斯的神殿 神殿中摆放着一辆古老的战车 战车上有当时非常著名的 奥尔格斯绳结 是一位智者 用非常巧妙的手法打上的 传说中 解开他的人 能够统治亚洲 亚历山大听后 造访了这座神殿 并从腰中解下配件 一件将绳子斩为两段 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开了绳子 最终果然建立起一个 西齐古希腊 马其顿 东到印度恒河流域 南陵尼罗河第一瀑布 北至耀沙水的 以巴比伦为首都的 疆域广阔的国家 把复杂的事情 变简单是一种本事 很多时候 正是所谓的技巧和策略 把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 在今天 企业管理越来越复杂 组织不断膨胀 制度越来越繁琐 文件越来越多 我们的效率却越来越低 生活也是这样 我们拥有的越来越多 幸福却越来越少 选择越来越多 却越来越恐惧选择 结交朋友的方式越来越多 真情却越来越少 终日忙忙碌碌 应酬来应酬去 成效却越来越小 真正的原因 不是我们的方法越来越少 而是用的手段 越来越复杂而无效 做事情 想要出奇制胜 就应该用最简单 最有效的方法 处理事情时 如果能够把握事情的本质 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事情就能顺利完成 为人处事方面也是如此 讲究顺应自然 不要把事情人为的复杂化 这样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奥卡姆踢刀定律的心理应用 一 不要被细之末节阻碍了视线 把握住事情的本质 才能快速有效的解决好它 二 不要人为的把事情复杂化 事先不要揣测别人的心思 直冲目标而去 简单一些 反而轻松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说说霍布森选择效应 固定选择是圈套 不如及时跳出来 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现象 幼儿园的老师说 我们今天讲乌鸦喝水的故事 好不好 如果大家都回答好 而只有一两个小朋友 说想听喜洋洋 或者哪吒闹海 老师真的会改变自己的决定吗 其中的好不好 只是象征性的 根本没有给出其他的选项 当然就别无选择了 这种让别人别无选择的询问方式 就叫做霍布森选择效应 它来源于一个故事 英国商人霍布森犯马的时候 把马匹放出来供顾客挑选 但附加上一个条件 只许挑选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 然而门又小又窄 高头大马根本出不来 可供选择的不过是瘦小的马 显然这个附加条件 就是不让人有选择的余地 于是被人们讥讽为 霍布森选择效应 事实上 如果你总是面临两个 或者多个大同小异的选择 你的思想就会陷入僵化 没有创造性 这是因为 人的思维在以往经验的支持下 往往会有封闭性和趋同性 封闭性让我们看不到 更广阔的客观世界 趋同性让我们的思维 总是顺着一个方向 而不去寻找新的视角 如果这种思维 在心理上长期沉淀 就会进入单向选择层面 自然遏制了人的创造性 和思维的多样化 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 假如你是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 毕业后 你想选择的 不过是进入哪所医院学习 在哪个科室进行发展 是继续考研还是实习 是自己创立诊所 还是去医院工作 这一系列的选择 事实上只有一个选择 都是在医学院毕业的基础上 进行的 都是进行与医学相关的选择 选择的目的 都是为了自己 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种选择就是僵化的 鲁迅先生也曾学医 因为他从父亲的病 和其他经验认为 中国的弱在于体质上的病弱 后来懂得了 这种弱在于精神上的麻木 于是呢 他果断放弃了从医这条道路 选择了从文 从精神上解除 中国人精神上的病态和麻木 今天 哪位医科学生 敢于在医科大学毕业的情况下 去选择一个全新的职业呢 哪位敢于直冲着自己的目标而去 而不管用哪种手段呢 这就是僵化性选择 与创新式选择最大的不同 当你看到面前 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时候 这条路往往是错误的 因为事事无绝对 你的道路又怎么可能只有一条呢 选择肯定是多种 只不过你还没有发现而已 只要把那个霍布森选择效应中的门去掉 你就能看到更多的选择 在现实生活中 把你的选择基础去掉 比如把你想听哪只歌中的哪只歌去掉 你就会有看故事 做游戏聊天睡觉等选择 做决策的时候 也要找出下意识中的基础 然后去掉它就拥有更多选择 比如 将从本公司选一个部门经理 常常就等于矮子里拔将军 而如果把从本公司这样的基础去掉 你拥有的选择范围就宽大了很多 这样就能够从固定的选择中跳出来 思维自然也更加活跃 更富有创造性 20世纪50年代 全世界都在研究制造晶体管的原料褶 大家就陷入了一种霍布森选择效应 即用哪种方案可以将褶提炼得更纯 经过数年数位科学家的努力 发现总免不了混进一些物质 而且每次测量都显示了不同的数据 于是大家进行了反思 为什么要进行提纯呢 无非是认为提纯才可以制造出更好的晶体管 但这个假设性的结论 到底是否正确 却是无法证明的 于是他们放弃了证明这一结论 而是考虑如果褶是无法提纯的 那么什么样的褶才可以制造出更好的晶体管呢 他们另辟蹊径 即有意的一点一点添加杂志 看他究竟能制造出怎样的褶晶体来 结果在将褶的纯度降到原来的一半时 一种最理想的晶体产生了 发现这一结论的江奇博士和助手黑田百合子 获得了诺贝尔奖 当你意识到某条路很可能是错误的时候 就要把以往的选择基础拿出来看一看 审视自己是否落入了一个设限选择的怪圈 只有跳出这个怪圈 才能发现更多有效的方法走上正确的道路 最后我们来总结霍布森选择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充分了解更多客观的信息 就是从固有选择中跳出来的基础 如果只是跳出来而不懂得应该有怎样的方向和决策 那么跳出来就是不安全的 二 在选择之前要充分了解各方面的信息 包括与你的思维方式相反的信息 不相关的信息等 三 把这些信息组合起来 创造出一条新的道路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说 人际吸引增减原则 让好感逐渐增加 你才能更受欢迎 人际吸引增减原则 是社会心理学中的普遍现象 即人们总喜欢得到的东西在递增 无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奖励 还是精神上的表扬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 曾就这一现象进行过一组实验 将被试者分为四组 然后加入一位研究者的助手 混入被试者当中 并担当这些被试者的临时负责人 在实验的休息时间 这名助手会离开被试文者 向研究者汇报情况 然后谈到对其他被试者的印象和评价 当然这种评价可以被被试者听到 第一组始终得到助手的肯定评价 第二组始终得到助手的否定评价 第三组先得到否定评价 然后逐渐评价升高 最后到非常肯定赞扬的评价 第三组先得到肯定评价 然后逐渐降低最终否定 然后这四个组被要求 给助手的行为评分 结果显示 第一组的评分是正6.42分 第二组为正2.52 第三组为正7.67 第四组为正0.87 结果表明 人们往往喜欢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递增 而最讨厌对自己的评价递减 现实当中 有些人非常有心计 善于利用这个效应 虽然并没有给你什么恩惠 却能够让你对他感恩戴德 比如糖果蔬菜售货员们 常常将你需要买的分量放少一点 然后再慢慢加上几个告诉你 这次送你几个下次还来 顾客就会特别高兴 其实不过是原本的分量而已 人们批评别人时 总是打一巴掌 再给一个填枣 从而削弱对方对批评的反感心理 在自我表现之时 总是先表现出自己平凡的一面 然后再为自己身上逐渐增加亮点 这就是有效利用了这一原则 做事时 如果能够自动运用这一原则 就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而如果不能自觉运用 或者利用反了 做事就会费力不讨好 清和云是同时进入某公司的员工 刚进入公司时 都有一段时间 面对工作和人际关系也陌生 两人的处理方法则不同 清总是尽心尽力 做好自己的一切工作 有时间还帮同事打扫文件 扫扫地倒倒水 人们总说她是个勤奋 善良 能力不错的好姑娘 云则不同 她不会轻易帮助别人做事 如果别人提到 要她帮忙做一些小事 她往往会趁机 请教别人一些不懂的问题 人们都感觉 她似乎比较势力 但这种势力呢 也并不引起反感 一个月之后 同事们对她们的评价是都非常努力 但清要优秀一点 主动一点 融入也比较好 但时间长了以后 清认为自己没有义务 总帮别人端茶倒水 整理复印文件 应该努力在自己负责的业务方面 有所表现 于是呢 就懈怠了一些 人们看她的眼光 也就变了 以为她原来只是在装腔做事 而云还是像以前一样做事 只不过在轻的衬托之下 人们更加喜欢她 云就是典型自觉运用 人际吸引 增减原则 用自己不断的努力 改进 让人们越来越喜欢自己 做事和自我表现时 一定要顺应人们的心理 任何人都喜欢 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优秀的人 而不会喜欢 开始特别要目 最终发现 不过是一块玻璃一样的人 所以 再与人相处的出奇 不要把自己表现得过于优秀 这样 就没有了进步的空间 而要将自己的光滑收敛起来 只要跟人相处起来 舒适就好 然后再慢慢展现自己的优点 人们就会越来越喜欢你 做事也要出奇制胜 才会让人们心底舒服 如果人们习惯了一种平淡的方法 就会对这种方法产生厌倦 这时候 新奇的方法往往能够奏效 让人们更容易接受 事情也会更快完成 一个失明的男孩 总是坐在一所大厦旁边 请求帮助 他手里举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 我是个瞎子 请帮帮我 但每天得到的帮助并不多 只有很少的硬币 一个男人看了 掏出一些钱 并在牌子上写了几个字 然后放回去 这次 男孩装钱的帽子 很快就满了 男孩还是执意等到 那位男子下班 听着他熟悉的脚步声问道 先生 您在上面写了什么呀 男子回答他 我只增加了几个字 他写的是 谢谢你们 一个月后 这位男子又把男孩的牌子 改成了 谢谢诸位好心人 最后改成了 感激涕零 于是 事情变得更加顺利 我们来总结一下 人际吸引增减原则的心理应用 一 对人要先意后扬 赞扬要逐渐增加 二 不要过于急切表现自我 要慢慢去表现自己的闪光点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 反木桶原理 别盯着短板 用长处去做事 木桶原理相信大家都熟悉 即一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 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来决定的 反木桶原理呢 则更新奇更有用 反木桶原理的定义是 木桶最长的一根木板 决定了其特色与优势 在一个小范围内成为制高点 往往能够成为自己 可持续发展的特殊优势 简单来解释就是 班级当中最优秀的那些人 往往是善用短板效应的人 总是弥补自己存在的不足 让自己更加优秀 而那些偏科生 则总是在自己最喜欢的科目上下功夫 当然 按成绩的高低来说 自然是木桶理论更有效 但对于一个人是否成功来说 反木桶理论则更重要 想一想 那些被历史铭记的人 他们不都是所谓的偏科生吗 爱因斯坦偏物理 张衡偏天文 华罗庚偏数学 李白偏诗歌 罗纳尔多偏足球 而那些全科生 他们的名字在哪里呢 可见 一个人想要成功 还是要运用自己的优势去做事 一个组织 最重要的是协调和无弱点 一个人最重要的 却是有特色 有优势 因为一个人是用自己的优点去做事 而不是用自己的弱点去做事 所谓出奇制成 就是要用自己的相对优势 去供别人的相对弱势 或者用自己的相对优势去做事 凭借自己鲜明的特色 才能独树一帜 如果能够找准自己的特殊优势 并不断钻研 就能像钉子一样 突破重重包围 脱颖而出 孙子曰 凡战者以正合以其胜 战争真正拼的是实力 但是如果实力弱小 想要跳出圈子或者得胜 就要出奇制胜 利用自己的优势 独辟蹊径才可能成功 年轻人做事也是一样 如果总是跟随大众心理 别人做什么 你也做什么 而且一定比别人做得更好 更优秀 那么即使你再优秀 最终也只是在自己的 那个圈子里优秀 出了这个圈子 你照样什么都不是 很多人喜欢与同事攀比 或者进行项目竞争 以为自己胜利了 就是做成功了 其实你一定会在一个公司待一辈子吗 你一定会一直与同一群人相处吗 所以人际关系好固然不错 但如果实在不经于此道 也不应该勉强自己 反而应该在自己精通的方面 多多钻研 形成自己的特色 也会赢得人们的尊重和敬佩 这就是用自己的优势 去成功的奥秘 做事的过程中 往往你拥有的 别人也拥有 如果遇到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人 或者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与你竞争 要怎样才能取胜呢 竞争并不是所有事情 都超过对手及胜利 有时为了竞争 还需要故意卖个破绽给对手 而以自己的集中优势 攻别人的相对弱势 取得胜利 还记得田记赛马的故事吗 齐国将军田记 经常与齐国的诸公子赛马 一次与齐威王赛马 屡次失败非常懊恼 朋友孙并发现 这些马的实力 相差不大 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马 于是他对田记将军说 只管下大赌注 保证能够取胜 比赛之时呢 孙并让田记将军 先用自己的下等马 对齐威王的上等马 输了第一局 用自己的上等马 对对方的中等马 赢了一局 再用自己的中等马 对对方的下等马 终于三局两胜 赢了赛马 人生也一样 这个舞台讲究的不是一时的胜败 而是最终谁能够成功 做事的时候 不一定要用全部的实力 和对方竞争 有时候 只要以己之长 公比之短 就足够了 善于用心思 也可以作为一种长处 如果你在做事方面 的确没有别人的实力 就不要过于勉强 善谋也是一种长处 对于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就不要争强 不如让给别人去做 反而能够得到对方的感激 对于自己的优势所在 不妨当仁不让 反而能够显示出 自己与众不同的光彩 这才是做人做事的大智慧 用自己的优势 去获取自己所需要的 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 反木桶原理的心理应用 一 善于用自己的相对优势 去攻击别人的弱势 才能在竞争中胜出 二 永远用自己的优点去做事 去做自己擅长的事 不要执着于与人相争 这样 能够带给你朋友和利益 三 让自己的优势与众不同 才能在众人中胜出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说说草船借剑 将他人射来的剑 变成你的力量 想必大家对草船借剑的故事 非常熟悉吧 诸葛亮趁着浓雾 阳公曹操 曹操本欲迎敌 又怕因雾大重埋伏 就从汉寨 派六千名弓箭手 朝江中放剑 于是雨点般的剑 纷纷射在草靶子上 不久后 诸葛亮又命传 掉过头来 让另一面授剑 直到太阳出来了 浓雾散去 诸葛亮另船 赶紧往回开 于是就凭借一招 虚张声势 把对方的攻势 都化为了自己的力量 不要以为这只是智者 才能运用的计谋 在生活之中 只要足够用心 别人的力量 也能化为自己的力量 只要用一点小窍门 就能够让进攻的力量 反弹回去 只要用点心思 顺水推舟 就能够让自己的力量 借势壮大 不要怀疑 一个人的力量 终究是有限的 只有借助某种事 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 并不少见 比尔盖茨正式借助了 计算机终有一天 会成为人们生活工具的事 才最终成为世界首富 马云是借用了互联网 越来越发达的事 最终创建了阿里巴巴 所有的上市公司 都是借助了 别人买股票的钱 才最终让公司有所壮大 生活中 我们也不妨借别人的事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事不一定是自己 或者身边人的势力 来自于敌人进攻的势力 往往也能化为自己的力量 在电视剧《大染房》中 曾有这样的一段商战故事 对手为了击垮主人公的企业 采用了低价战 将所有的产品都低于成本销售 这样一来市场混乱 如果自己也参战就会赔钱 但如果不奉陪 对方则有可能占领更大的市场 这时经销商也陷入了困境 如果改变供货厂家 怕对方不会一直采用低价策略 如果不改变 自己就没有竞争力 正当销售商和厂主都陷入困境之时 厂主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让经销商到对手的厂子里去批货 假装已经投向了对方 但转手就把到手的货物 卖到了只有对方可以卖的市场当中 让他自己的货去冲击自己的市场 终于止住了这场价格战 这个场景类似于今天的倾销战 如果能够灵活运用这种方法 一定可以化对方的攻势 为自己的力量 但是在世界格局进一步融合的今天 已经没有所谓 只有某品牌可以进入的市场 所以一定要更加谨慎 才可以保证成功 草船借鉴之所以可以成功 实际上是运用了大雾的天气 和曹操的多疑心理 所以想要借助对方的攻势 化为自己的力量 也要有混淆视听的本事 否则对方的攻势 就会真正将你毁灭 大染坊商战的例子 如果没有经销商 在中间投下的烟雾蛋 对方也不可能轻易将货物 卖给对手 让对手轻易盈利 做事的时候 想要出奇置身 就要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 在对方想不到的地方 运用对策才可能真正火力 没有迷雾将自己暴露出来 就只能被对手击败 我们来总结一下 草船借鉴的心理应用 一 当对方的攻势过于猛烈时 不妨用几个烟雾蛋 把战火引到自以为是的人身上 最终才可能转化为自己的力量 二 运用旁观者同情弱小 喜欢声讨强势和虚伪者的心理 也可以获得舆论的支持 对方的攻击最终会有利于自己 三 将对方的攻势化为自己的力量 才是聪明的做事方法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进入第十章 迂回有道 以柔克刚 拉近双方心理距离 第一节 托利德定理 用宽容之心 对待不同的想法 托利德定理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 托利德提出的 他的含义是 看一个人的智力是否上乘 只看其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 两种相反的思想 而无碍于其处事行事 这个定理强调的是 思想可以相反 或者有某种混乱之处 但行为方式却一定要一致 生活中 我们也往往有这样的体验 遇到某件事 心理是非常矛盾的 但是我们的行为 却要遵循其中的一个原则 在某些著作当中 我们往往会明显看到 作者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在遇到重大事件之时 我们往往是矛盾的 希望事情向着某个方向发展 但同时呢 又害怕真的出现这种状况 我们赞成唯物论 但心中又对某些 唯心论的观点极为欣赏 喜欢享乐 又害怕享乐带来严重后果 所以又禁止享乐 与人相处 最重要的是宽容 因为你和别人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承认这种差别 并容忍这种差别 遇到和别人的冲突 宽容对方 往往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宋时中有这样一段小故事 一天 殿前都于侯 孔守正 和大臣王荣 在北陪园 陪宋太宗喝酒 结果两人喝得大醉 竟在皇帝面前 比起功劳来 谁也不服谁 而且越来越起劲 完全忘了 在皇帝面前应有的 君臣礼节 试验的人 接二人实在不像话 就奏请宋太宗 将两个人抓起来 送到吏部治罪 宋太宗没有同意 只是一笑了之 吩咐把两个醉鬼送回家 第二天 两个人从沉醉中醒来 越想越后怕 连忙进宫请罪 宋太宗看两个人战战兢兢的样子 便装作记不清的样子了 轻描淡写说道 昨天我也喝醉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一场风波就这样 被他化解于无形 两个臣子自然感恩戴德 做事更加用心 正是有了宋太宗的宽容 才有了大臣们 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其实这件事情 闹到吏部 或者故作宽容的说开 对两个人和宋太宗 都没有好处 以后君臣相处起来 也更是尴尬 所以装糊涂 无疑是最好的方法 为几个人都保留了面子 这就是托利德定理的精髓 无论你有多懊恼和矛盾 都需要衡量利弊 清醒之下再下决断 不要因为情绪的矛盾或混乱 而影响自己的为人处事 要考虑应该怎样处置才最有利 而不是考虑自己喜欢怎样处置 在这一点上 面临越大的事情越要仔细思量 秦穆公十二年 经过旱灾 派人来秦国请求米粮 臣子批报不赞同援助对方 并劝说秦穆公趁着饥荒攻打晋国 秦穆公问公孙芝 公孙芝说 哪个国家会不闹饥荒牵手啊 哪能不给呢 问百里希 百里希说 是晋国国军乙武得罪了国军 他们的百姓有何罪啊 于是呢 秦穆公就剥粮救济了晋国 常常的运粮队伍 从秦国都城 一直到晋国都城 都接连相望 两年后 秦国饥荒 派人去晋国 请求粮食支援 但是晋军不但拒绝了 而且于次年九月 趁火打劫新兵宫秦 结果被绝望的晋军活捉 秦穆公懂得感恩 最终他的后代子孙统一了六国 晋汇公只懂得奸诈谋略 几次三番背心气矣 没有大德 最终失道寡注 落得阶下囚的下场 在是否应该援助对手 这样的大事情上 每个人可能都非常矛盾 而之前就有嫌隙的两个人 肯定会更加矛盾 这边的朝臣 也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和想法 用哪种思想作为指导原则 只看一个人是否能够从人心大局出发而已 秦穆公慷慨帮助自己的对手 结果赢得人心 晋汇公趁火打劫 两番以怨报德 最终失道寡注 没有力量和其他大国争衡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脱利德定理的心理应用 一 每个人都难免和别人发生冲突 关键时刻心心宽容 装装糊涂 后退一步 才可能使双方都不过于尴尬 二 有过节的人需要援助之时 要不计前嫌才能赢得人心 三 最巧妙的回旋指数 就是帮自己赢得更多人的尊敬 以这个目标为指导 就能够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四 不仅给别人机会 同时也是为自己创造机会 面对别人的微小过失 容忍和掩盖 可以保全所有人的利益和面子 这就是最大的好处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林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南风效应 温暖比寒冷 更容易让人接受 南风效应源自于 法国作家拉风丹写过的一则预言 大意是 北风和南风比威力 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 北风首先冷风凛凛地吹起来 寒冷刺骨 结果行人为了抵御寒冷 反而把大衣裹得更紧了 这时呢 南风徐徐吹来 顿时风和日丽 行人觉得温暖如春 开始解开钮扣 然后脱下大衣 于是南风胜利了 在生活中也是这样 人们常常会发现 那些声色俱利 整天冷着一张脸的人 并不比一个每天微笑的人 更具有威慑力 喜欢直言直语 性格刚烈的人 也不比委婉的人 能更快地让人放下成见 绳子比木棍 更容易让人屈服 蜜糖比胆汁 更吸引他人 严厉地批评 刚硬地劝谏 往往没有委婉 含蓄地暗示 滴水穿石的影响 更加有效 巧妙地回旋 委婉地攻势 往往能够让人 更容易接受 尤其是那些 素来耿直有余 柔韧不足的人 更要学会 以柔克刚的技巧 提起梵快 想必人们心中 就将他定义为一个 鲁莽轻率的武夫 其实 他不仅粗豪威猛 凛然无畏 关键时刻 他还有以柔克刚的智慧 天下平定以后 刘邦开始交金自驰 听不尽劝谏 别人也不敢触犯龙眼 一次 高祖病得厉害 吩咐不见任何人 赵令守门人 不得让群臣进去看他 凡快听说以后 推开宫门闯了进去 看到皇帝 正枕着宦官躺在床上 于是先痛哭流涕地 回忆往事 想当初陛下和我们一道 从丰沛起兵 平定天下 那是什么样的壮举啊 而如今天下已经安定 您又是何等疲惫不堪呢 引起了皇帝的感触之后 再慢慢关心起了皇帝的病 况且您病得不轻 大臣们都惊慌失措 您又不肯接见我们这些人 来讨论国家大事 最后呢 用前车之剑 达到了劝谏的目的 难道您只想和一个宦官诀别吗 再说您难道不知道 赵高作乱的往事吗 高祖听吧 于是笑着从床上起来 这样一段一波三折 柔韧而不刺耳的劝谏 由一个粗忙的武将说出来 真让人震惊啊 当然 人选的也妙 凡快是刘邦的妹夫 和刘邦从少年起 就一起共苦的人 说起来更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这种温情式的劝谏 因为多了一些 对人情感的关怀 多了一丝柔软之气 更容易让人自觉接受 这是因为 人们常常有一种逆反心理 当你严厉的时候 对方就会对你的态度反感 即使表面上 听从你的指挥和劝谏 在心里也是不高兴的 如果人们能够 顺着别人的心理来 虽然也是想要改变 他内心原本的成见 但会因为 暗合了别人 喜欢奉承和讨好的心思 而使自己的意见 更容易被接纳 既然人们不喜欢喝苦药 就往苦药里加一点糖浆 不是更容易被接受吗 但很少有人懂得这一点 尤其在良药苦口 利于病思想的指导下 人们更是很难运用这一点 明朝万历皇帝即位时 年纪比较小 历史对他的评价是 少年聪慧 但因为年纪小 朝政就落在了他的母亲 李太后 并比太监冯保 和首辅张居正的手里 非常不巧的是 这三个人都是出了名的严实 一次 小皇帝和太监 在宫里乱跑乱闹 被冯保看见 就禀告了李太后 李太后平时对小皇帝 就格外的严格 经常督促他早起 迟睡 品格要端正 这样一来 更是让万历皇帝 跪下受罚 张居正是帝师 对皇帝要求 更是非常严格 于是小小的皇帝头上 就悬了三把戒尺 一个不慎 就会挨惩戒 但是这种严厉 对于万历皇帝的成长 没有丝毫好处 只是助长了他的叛逆 和任性 倔强性力 让他更加个性乖利 固执倔强 张居正去世两年以后 失去了最严厉的一把劫持 万历皇帝就抄了张居正的家 刺死了他的儿子 不久又处置了冯保 然后开始长期的待遇正事 终于使国家逐渐出现了危机 万历皇帝戴正 虽然是他性格上的缺陷造成的 但事实上 他身边的这三个严师 也绝对脱不了干系 如果他的母亲 能够对他有一份温柔 用母爱去感化他 而不是用斥责的手段 硬逼他上进 那他的逆反性力 也不会那么强 如果他的老师 不仅仅把他当作皇帝 也当成一个少年 就会多一些谅解 少一些苛责 也不会使他的性格 走向极端 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 南风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对待他人多一份柔软 多一份关爱 二 善于以柔克刚 以温和对待他人 才能得到更多尊重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林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狄伦多定律 问题未发生前 先把矛盾消除 狄伦多定律的含义 是指一个团体中 所发生的激烈冲突 往往是因为 面子问题引起的 如果能够在矛盾发生以前 就给别人留足面子 就能减少或不会发生冲突 从而将冲突 消解于无形 生活中很多问题 都是为了意识的意气 这种意气 常常是有关面子的 人们常说 佛争一炷香 人争一口气 这个争气 实际上也就是争面子 因为自己的要求 或者冷漠 搏了别人的面子 或者因为自己提出的意见 没有顾及别人的面子 为了争强好胜 即使没有理由 也一定要反对你 这就是争面子 古语说 是可杀不可辱 可见中国人的处事观念 向来把人格尊严 放在了比生命更高的位置 西方人常常会因为 意识的侮辱 而奋起决斗 这些都意味着 人们对面子的重视 所以做事 一定要给别人留有余地 给别人留下一点面子 批评指责别人 要含蓄 最好在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下进行 赞扬一个人 却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 这些运用的 都是留面子的原理 给别人留下一点自尊 就不会使原本的矛盾激发 而如果在说话 做事的过程中 时时刻刻 顾及别人的尊严 照顾别人的颜面 让人脸上天光 你自己做事 也会顺风顺水 做事要懂得巧妙周旋 很多时候 就是要学会 在对别人做出 苛刻的对待之后 为人保住一点面子 虽然对方也可能记恨你 但绝对不会因此 和你大动干戈 魏征是有名的建臣 他屡次建言 却没有被唐太宗治罪 除了太宗的心胸广阔之外 和魏征总是给太宗 留下最后一点尊严 也是分不开的 魏征不同意太宗的看法是 绝不会在太宗发言时训斥 而是默不作声 事后再来陈述意见 太宗问他 为什么事后才说呢 魏征回答 当场表示同意 担心当场就成定案 当场假装同意 事后另说一道 这种阳奉阴违 不是弑君之道 有一次 太宗得到一只鸟 爱不释手 每日把玩 魏征听说了 就选择太宗玩鸟的时候 去奏本 唐太宗 怕他啰嗦那些 玩物丧志的建言 就把鸟藏在了袖子里 魏征却并不着急 也不揭穿 只是和太宗讨论国事 时间长了 竟把鸟闷死在了 太宗的袖子里 虽然如此 太宗却并不愤怒 因为他毕竟 没有揭穿自己 给自己难堪 为太宗保留了 最后一丝尊严 所以直到魏征病死 唐太宗 都没有真正的惩罚过他 有些人可以吃亏 也可以接受批评 挨指责 但一定要留住面子 被别人击中痛处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不快的 为别人留下一丝尊严 就是为自己留住一个余地 所以 事情绝不可作绝 千万不要做 辱及别人尊严的事情 否则就有可能结成死仇 任何争吵 矛盾 对立 都可能解开 唯有侮辱别人的仇恨 是不可能解开的 很多人都不懂得这一点 当众给别人难堪 到最后受报复的是自己 大家想必都熟悉 韩信忍胯下之辱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最后是 韩信封侯以后 给原本侮辱他的人封官做 以显示自己的大度 但还有一个版本 原本侮辱韩信的人 看他封侯 以为韩信一定要一箭杀死自己 但韩信并没有这样做 只是让这个人帮他牵马坠凳 每天踩他的背上马 并在他死后 让人按照他的形象 做了一块上马石 彻底抱了自己的胯下之辱 根据韩信的性格 大概后者更为可信一些 很多人都争强好胜 一定要辱及别人 显示自己的高明 殊不知 这是最低劣的手法 尤其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绝对正确的时候 就会千方百计地找出证据 证明别人的谬误和荒唐 这样的行为 其实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只能证明你是一个心胸狭窄 迂腐无聊的人 在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上 对错并没有多大要紧 重要的是 你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高明 就让他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 给别人留一点面子 就不会使矛盾激化 就能避免一场冲突 重要的是 你不会因此多一个敌人 我们来总结一下 敌伦多定律的心理应用 一 不要试图用证明别人错了 来显示你的高明 因为无论你能否证明 最终输掉的都是你 二 为尊者会 给别人留点面子 顾及别人的尊严 就是给自己留余地 三 做事要学会迂回 给别人留面子 才能避免冲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聊一聊 阿伦森效应 委婉周旋 让你更快得到所想 阿伦森效应是指 随着奖励减少 而导致态度逐渐消极 随着奖励增加 而导致态度逐渐积极的 心理现象 这种现象表明 人们往往喜欢别人 对自己的评价 一点点的增加 从而使做事 一点点变得顺利 根据人们的这种心理 一直给予一个人赞扬 反而会因为态度的一致 而使得自己的赞扬 变得微不足道 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所以 做事要迂回有道 巧妙回旋 而不要直来直去 这样达到的效果 反而更好 老子说得好 将欲惜之 必顾张之 将欲弱之 必顾强之 将欲废之 必顾心之 将欲取之 必顾与之 意思是 想要做一件事 如果不能用直接手段得到 就不妨运用一些迂回的方式 以达到取境通幽的目的 比如 想要得到大家的赞同 首先摆出一副宠辱不惊 对别人的赞赏 或者批评 漠不关心的态度 然后再对人们的批评 或者赞赏 表现出一丝兴趣 最后将对方引为之音 对你持赞同态度的人 就会越来越多 想要得到别人的赏识 与其四处自我推销 反而不如学一学诸葛先生 让天下的都知道卧龙的名声 却很少有人见过其真面目 欲擒故纵 终于引来刘备 三顾茅庐 想要做成一件事情 千难万难 大概是因为 想要走独木桥的人 过多的原因 竞争的人越来越多 就越不容易达到目的 如果能够学会迂回作势 走小路 反而更容易达到对岸 一个人想要达成某种目的 各方阻碍的力量 都会显现出来 这所有的反应最终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做事态度 如果一个人的热情降低 那么肯定就不那么容易达成目标 所以不如把自己的目标定得低一点 让人们的注意力都关注在一个较低的过程点上 不暴露自己的目标和最终意图 才可能突出重围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地 葛青是公司业务部副经理 一直为事业上不能更上一层楼而烦恼 他能力非常强 但是总经理考虑到他开拓业务的能力强 但却不知管理能力如何 一直对他升职的事摇摆不定 公司进行一番内调之后 经理的位置依然空悬 很多人都预言将会出现一位空降经理 葛青对这一切都不动声色 只是将自己在大学时的考研书籍拿出来 放在了办公桌上 于是同事们议论纷纷 以为他有考研的倾向 总经理听到留言之后 果然看到了葛青搜集的考研书籍 于是叫他去询问 葛青并没有明确回答总经理的问题 只是回答自己管理能力不够 想要学医学而已 总经理回想了一下 原来四年以来 公司只是利用了葛青的才华 却从来没有给他提供过更广阔的平台 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真的亏待了他 不久以后就为他安排了一次培训机会 并提拔他为经理 其实如果他直接为自己的生殖而努力 或者直接摆出自己的功绩 他的生殖也未必那么顺利 正是因为他摆出了一副 模棱两可的态度 让上司惊慌了 才最终达成了目的 这种手段 其实早就有人用过 当年韩信因为在刘邦手下得不到重用 于是假装逃跑被萧和追了回来 并败为上将 如果他直接追求想要成为上将的目标 最终能够做到的不过是将军而已 萧和的一句 此人如果不被重用 迟早还要逃跑 汉王损失就大了 直接就为他达成了最终的目标 迂回才更容易达成目标 管理学大师汤姆·彼得斯 在他的著作《你就是品牌》中 预言了职业阶梯的消失 今天的职场人生就仿佛是 下跳起甚或是闯迷宫 你常常得向侧走 向前走 走对脚线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向后退 在职场上 你面临的不再是一级一级的升值 做事时自然也就 不能直来直去 迂回一下转个弯 往往能更快达到目标 我们来总结阿伦森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人们往往有逆反心理 越是不让做的事情 往往越是想做 利用迂回效应 还可以让别人抢着做 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比如上帝给了潘多拉一个磨盒 并告诉他不要打开 潘多拉终于忍不住好奇 打开了磨盒 二 对于众人不愿做的工作 也可以迂回着告诉他们 如果今天没人加班就好了 然后你会发现 所有人都会留下来加班 看看到底有什么事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聊一聊改宗效应 人们更喜爱那些 在自己的影响下改变观点的人 老好人常常指那些脾气随和 待人厚道 但缺乏原则性的人 人们往往都会有几分 看不起这样的人 更有甚者 有些小人欺软怕硬 专门找这类人的麻烦 老好人虽然对人宽容厚道 但因为没脾气 能力平庸 不能坚持原则 反而让人看不起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针对这一现象 做了一个出色的研究 表明在一个问题 对某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时候 如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 使一个反对者改变意见 和自己的观点一致 他宁愿要那个反对者 而不要一个同意者 得到一个坚持原则的人的称赞 和认同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性 一旦得到心里就会格外珍惜 成就感会比较强 而一个唯唯诺诺的人的赞同 是非常容易得到的 成就感就会弱 另外他会赞同你 也会赞同别人 对你柔弱 对别人也一样 所以老好人 反倒常常被人当成墙头草 导向哪边的可能都有 自然不被人珍惜和尊重 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常常发现这种现象 一个平时特好说话 脾气温和 别人反而看不起他 总是将他支持得团团转 而且对他毫无感激 而一个人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原则 不容易妥协 则总被人们积极地拉拢和围绕 因为一旦被这种人认同 就等于给对手一个巨大的挫折 他会站在你面前帮你挡去一切 所以这样的人 反而非常容易得到重用和人们的尊重 东汉光武帝时期 有一个出了名的印象令 董轩 在职的时候呢 不畏强权 惩治官好 毫不手软 连皇帝也要忌惮他三分 当时 他被皇帝任命为洛阳令 这是个小官 却非常难做 因为洛阳住着许多的皇亲国戚 他们常常依仗权势 肆意妄为 连他们家中的仆人都非常嚣张 常常世强凌落 把京都搅得屋檐瘴气 人人不得安宁 董轩上任后呢 发生了一件命案 光武帝的亲姐姐 胡杨公主的家奴 仗尸杀人后 一直被胡杨公主包庇 董轩听说 公主的车要出门 而罪犯紧随起后 就上去缉拿凶手 公主阻拦董轩缉拿 董轩二话不说 拔剑将凶手当场出学 事后呢 胡杨公主一撞将董轩 告到了光武帝面前 光武帝大怒 做事要打死他 董轩说道 托陛下圣民 汉室能够忠心 但有些人却纵奴杀人 这样怎能严肃律法 意志豪强 用律法治理国家呢 不用陛下打死 我自己寻死算了 说着将头撞到柱子上 血流满面 光武帝大惊 却不急于杀他了 但要他向胡杨公主 磕头道歉 董轩不从 光武帝命人 按住他的脖子 让他低头 但董轩双手撑地 硬着脖子 就是不低头认罪 光武帝叹息一声 算你的脖子硬 还不快退下 于是赐予他 印象令的美称 从此以后 洛阳的豪门贵族 再也不敢嚣张 听到他的鸣声 都吓得发抖 你是否会因为怕得罪人 而违背自己的意见 去附和别人呢 你是否总是唯唯诺诺 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为了讨好他人 你总是恭维别人吗 这些看似聪明的做法 不一定能够 为你的人际交往加分 一个八面玲珑 谁也不肯得罪的人 往往却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 一个没有原则 和自己主见的人 人们很少能够给他信任 也很少让他担当大人 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温婉中 常常透出一种硬气的人 更容易被人尊重和信任 虽柔韧却不倒 虽温和 但绝不随意地 苟同别人的意见 虽然温厚 但绝不认人欺负 虽然随和亲切 但绝不轻易改变 自己的意见和志向 这样柔中带刚的人 才会被人们既喜爱 又尊敬 不敢轻易得罪和轻视 我们来总结一下 改宗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学会巧妙的回旋指数 不妨在温柔讲道理的同时 流露出自己心智坚定 绝不会轻易屈服的一面 二 长时间的温柔之下 不妨让人看到你坚定的一面 只有柔中的刚强 才是最有力度的 三 如果只是认准了一个方向 反而最不容易改变 而且不容易被摧折 人们对这种人 往往会有带几分的敬畏 不会轻易地冒犯 反而希望能够得到这种人的认可和接纳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进入第十一章 正面能量 积极的心理暗示 让你更受欢迎 我们先来说说威严效应 威严少语沉稳的人 更容易被欣赏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在学识能力品质相同的情况下 威严少语沉稳的人 比大大咧咧多语而好动者 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尊敬 也更容易被人欣赏 被提拔的机会也比较多 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的威严效应 我们喜欢亲切随和外向的人 但是对于他们的命令 却很少能够敬畏 这样的人如果和我们是同事 就是非常好的 有人缘的朋友 但如果让他们指挥自己 则充满了抵触心理 威严沉默的人 我们对他们并不友好 不想和他们成为朋友 但如果被他们指挥 则心甘情愿 这大概是人们潜意识中的 奴性决定的 因为威严的人 具有威慑力和权威定势 在指挥他人方面 肯定有更好的效果 再者 思想中的刻板效应 一直告诉我们 希望自己的领导者是怎样的 已经看到过的领导者是怎样的 我们就会按照自己 刻板认为的模式 却寻找自己愿意追随的人 有时候 人们往往都通一点像术 根据别人的相貌 判断他是否有前置 是否值得追随 以后会有多大成就 憨代的肖和 在小配任公曹的时候 就结识了秦四水亭长刘邦 不义凡快 疏理曹参 刽子手夏侯英 还有吹鼓手周伯等人 他见刘邦气宇轩昂 风骨不凡 贪吐也有别于众人 是为大贵之相 所以对他格外的佩服 并曾多次利用职权 暗中袒护他 后来更是一路相随 直到刘邦成为汉家天子 三国时期 生性多疑的曹操 在会见匈奴使者时 为了显示他的威武形象 就让一表人才的崔记归 装成他接见来使 自己则扮成武士 提着刀站在床头 会见完毕 就命间谍 问匈奴使者 对魏王的印象如何 匈奴使者说 床头提刀人 才是真正的英雄 可见崔记归 虽然高大威猛 相貌堂堂 实际上 根本没有掌握 威严的真正精髓 人们总是从言谈 相貌 举止等方面 看一个人是否具有威严 将来是否能够成就大事 向人之术古来有之 但这并不是无稽之谈 更不是迷信 因为人们有一种心理定势 能够在众人目光之下 保持自己威仪的人 必定不同凡响 沉默寡言 而沉稳的人 必有精涛伪劣 自然也更容易让人尽服 对现代人来说 向人之术 可能比较遥远 但是人们潜意识中 更加信赖 稳重而沉默的人 依然会根据一个人的表现 判断他是否适合当领导 是否应该追随他 信任他 尊敬他 所以在人们面前 尽量保持自己的威仪吧 如果你想要得到更高的职位 就要学会在别人面前 树立起自己的高大形象 首先要注意自己的穿衣打扮 保持服装整洁 保守 可以为自己的形象加分 多穿深色的衣服 因为深色给人严谨 稳重厚重的印象 越深的颜色 对他人越有威慑力 仪容应该时刻整理 保持整洁 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言行应该有依据 谨言慎行 遵守诺言 不要过于轻浮 不要有油嘴滑舌的坏习惯 说话之前应该三思 说出的话应该有条理 显得经过深思熟虑 为人可以豪爽 但不要显示出流氓气息 可以说笑话 但笑话不要过于轻浮流俗 要忠厚 但不要软弱可欺 可以宽容 但不要没有原则 一举一动 不要显得过于轻浮 中规中矩固然好 但不要显得老气横求 显示自己的成熟魅力和理智 知性气息 更容易被人接受 做人多一点圆滑 但不要八面玲珑 多一点耿直 但不要轻高自取 多尊重他人 听取他人意见 展现自己的谦逊 但不要没有自己的独立性 这样更有利于保持自己的高大形象 平时也可以给别人一点恩惠 进行一些感情投资 多关心他人等 人们常说 得人心者得天下 想要使别人追随自己 就要舍得投资 这种投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还包括满足他人的情感需要 帮助他人实现愿望等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威严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做人做事方面 少一点感情用事 多一点理性思考 二 做事多一点严密和大气 不要过于追求完美 做事不拘小节的人 更容易被欣赏 但不要有漏洞 三 有才华是好事 但不要随意炫耀 以免显得浮夸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贝博定律 时机对了 小事也能变得很重要 贝博定律是建立在相对理论上的一种定律 表现为本身的击重越大 对于增加的重量感受越迟钝 这个定律是基于一个实验之上的 一个人右手举着300克的砝码 左手举着305克的砝码 感觉不到多少不同 只有增加到306克时 才稍有感觉 而如果左手举着600克的砝码 那只有左手上的重量 到了612克 才能感受到重 人们对于差别的感觉 往往取决于原来的事物 生活中这种现象也很常见 同时也非常好理解 孩子原本有一块钱 你再给他一块 他会感到非常高兴 假如他有一百元 你再给他一块 他就绝对不稀罕了 原本三元一斤的鸡蛋 每斤涨了三元 你会觉得非常难以接受 可是如果三十元一斤的茶叶 每斤涨了三元呢 所以想要让一件小事 在对方的心里变得非常有分量 就要谨慎地选择这件小事 选择对方没有感受过的 或很少感受的刺激 去刺激对方 才可能有成效 想要别人追随你 就要做别人很少做的事 积累稀缺的品德 才能让众人对你刮目相看 故事后 有个诈骗犯出狱之后 处处受人抵制 很多雇主对他更是诸多防备 他总是在不断找工作 不断被辞退 自己对自己也总是充满怀疑 一次 他的新雇主告诉他 有重大的事情要他办 并要求他把一封信 尽快送给对方 他告诉雇主 他曾经入狱 雇主并没有说什么 只让他快去快回 很多人都怀疑 他会半途跑掉 但这个人没有辜负雇主的期望 以最快的速度 把消息传递了出去 并把应对之策带给了雇主 后来 这个人终身都在那个雇主身边做事 不断被围以众人 人们都问 雇主当初为什么要一个犯过罪的人 做一件事关重大的机密钥匙呢 雇主只说 因为犯过罪的人 更希望得到别人的信任 给人恩惠也一样 一定要给到别人的心坎里 才能引起人的充分感激 比如 对于某些薪水微博的人来说 给他涨点工资 对方就会兴高采烈地加班 而对于那些年薪几十万的白领来说 加薪这种手段是不足以刺激他的 加的少了 对方不感兴趣 加的多了 自己承受不了 这就是差别 面对的人不同 就要找出可以刺激他们的不同方式 这样 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 才能被他们记住并感激 玉让是春秋时期的晋国人 他先后跟过几个主人 他先是范氏的家臣 后来又投靠了中行氏 两个人对他呢 都奖赏有加 但是却并没有重用他 直到他成为智博的家臣 才受到重用 智博非常尊重他 和他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后来智博遭到赵湘子的杀害 玉让几次三番 不惜残害自身 为智博报仇 赵湘子问他 为什么原来追随中行君 中行君被智博杀害 你却归顺他 而我杀了智博 你却要刺杀我呢 玉让回答 因为智博拿潮室的礼节带我 所以我要用潮室的礼节 对他效忠 是为知己者死 玉让这样的壮士 最在乎的是能否被重用 而不是物质上的自己 所以他会为尊重他 懂他的人卖命 我们来总结 贝博定律的心理应用 一 让一个人心甘情愿追随自己 不妨用一件小事 让对方对你刮目相看 二 要选择对方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用最希望你为他做的事 去感动他 这样才能让他产生感激之情 让他敬重你 感激你 愿意追随你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条条是道 讲出道理 更容易被人追随 给人一个理由 一个愿意尊重你 追随你的理由 才更容易被人幸福 过度理由效应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会力图 使自己和别人的行为 看起来合理一致 所以呢 人总是在为自己的行为 寻找原因 无论是真正原因 还是谬误的外部原因 只要找到了 就会认为自己的行为 是合理的 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你也曾经偷偷问自己 为什么会喜欢他 然后自我回答 因为他英俊 温柔 他懂得讨人欢心 他很诚恳 或者他和自己有默契等 似乎只要找到一个理由 自己就心安理得了 就能和对方天长地久下去 如果找不到 就会恍恍然 怕有朝一日失去对方 人做事的时候 也会不自觉地 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找到一个 看似合理的理由 就可以继续下去 人们的这个心理 其实很容易被人掌握 只要找到一个理由 让人们追随你 帮助你 就容易引来更多人的帮助 当那时 所谓的追随 就变成了众望所归 比如 你希望别人帮你一个小忙 与其说 我实在忙不过来了 你帮帮我吧 不如说 帮我弄一下这个吧 下午请你吃饭 或者 我知道你文采最好了 我怕自己写不好 你帮帮我吧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一个理由 只讲了你自己的原因 不关别人什么事 别人自然不心甘情愿 后面两个理由 则帮别人找了一个 帮你的原因 你要被请吃饭 你的文才好 找到那个理由 是让别人能够 甘愿追随你的关键 给人一个命令 不如给人一个原因 一个理由 对于人心的再多的笼络 和百般讨好 如果对方找不到一个 你这样做的理由 就会认为 你别有用心 甚至会抵触 你所谓的好 讲出你做事情的道理 讲出你对某件事情的谋划 然后听取大家的意见 最后总结成一种方案 并说出这个方案的最大好处 别人才可能听从你的意见 追随你做事 著名的广告大师奥格威说 永远不要以为消费者是傻子 商品摆在商店里 买不买是他们的事 如果你说的有道理 他们就会相信你 如果你说的牵强附会 与理不通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 把你抛开 当然 如果说不出理由 人们也不会轻易就买你的账 萨维卡和万事达卡 曾经为用户提供了 花旗购物卡活动 他们告诉消费者 使用花旗购物卡 可以让您享受 20万种名牌商品的最低价 结果消费者对此回应寥寥 经过反思之后 他们认为自己只宣传了利益 却并没有提供 可令人幸福的理由 于是在后期的宣传中 变成了这样一段话 使用花旗购物卡 可以让您享受 20万种名牌商品的最低价 因为我们的计算机 一刻不停地监控着 全国各地 5万个零售商的价格 以保证您能享受到 市场上的最低价位 广告一出 信用卡的注册人数大增 齐和夫曾经 有一句这样的名言 有权威的人 即使撒谎 也有许多人相信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权威 就是人们信任他的理由 想要得到众人的跟随 就要为众人找到一个理由 你本身能力不凡 你是权威人物 你得到权威人物的认可 你勇敢坚毅 你做的事情 总是有最好的结果的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本集的心理应用 一 当你为人们寻找理由的时候 一定要寻找内部的理由 而不是表面的原因 二 多讲一些 比如 如果我们完成这个项目 老板肯定会为我们加薪 还有年终奖 肯定远远不及 一起努力吧 我相信大家都想做一番大事 赢得属于我们自己的荣耀和地位 这样的话更能激动人心 三 讲出你的道理 更容易被人信任和追随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分享 激将效应 十点激将法 让对方按你的想法去做 在心理学上 通过反向刺激 促使被刺激者 做正向行为的心理学效应 叫做激将效应 俗语说 树怕剥皮 人怕机器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和逆反心 如果能够刺激对方的自尊心 激起对方不服输的情绪 就能够将一个人的潜能 发挥出来 从而让对方 按照你的意愿去做事 想要驾驭人心 除了懂得人心以外 还要懂得利用人心 对于难以用语言说动 难以用行动打动的人 不妨用其自尊心强的一面 去刺激他 就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日常生活中 想要人们按照你的意愿去做事 也不妨使用一下激将法 月月的妈妈非常聪明 她希望孩子能够爱上音乐 于是买了一架钢琴 摆在客厅里 总是在饭后自己弹上一段 月月看了很羡慕 纠缠着妈妈也要学弹钢琴 妈妈语重心长地告诉她 钢琴是个非常难学的东西 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练习 每天至少要一个小时的练习 才能学好 而且还需要坚韧的毅力 与其你将来放弃 不如现在就不要浪费时间 月月性子急 好奇心重 但缺少耐力 果然低下头不说话了 妈妈在一边故意说道 反正你也吃不了这种苦头 学不会的 干嘛非要学 月月一听果然中计 谁说的 我一定要学会 最终呢 缠着妈妈坚持了下去 俗话说 请将不如激将 按照别人的性格 适当使用激将法 效果要好得多 也更容易达成目的 当然 前提是对方是原大将 有较强的自尊心 否则对刘阿斗一样的懦弱之辈 是不可能起作用的 反而可能弄巧成拙 再者 激将也要有方法 并不是随意地贬损对方 就能够起作用 看一看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是怎样使用激将法的 从中 也许可以学到不少技巧 诸葛亮奉刘备之命 去劝说孙权共同抗曹 但他看孙权一表人才 性格坚毅 不是随便能够劝说动的 就决定运用激将法 他先说 曹兵有一百万 然后再夸大曹操的实力 有一百五十万的兵力 战将和谋使 也有一两千人 然后说道 我只说一百万 原因是 怕惊吓了江东之势啊 还主张孙权向曹操投降 激起了孙权的怨气 孙权问 你家主公 为什么不投降呢 诸葛亮答道 当年的天衡 不过是齐国的一名壮士罢了 尚能独守 结义 不受侮辱 更何况身为王室之咒 英才盖世 重视仰慕的刘玉舟呢 事业不成 这是天意 又岂能屈处人下呢 气走了孙权 然后再说自己有破曹梁记 只不过对方没问 孙权听说 赶过来请教 自然达到了说服的目的 在说服周瑜的过程中 这一方法得到了更好的运用 他搬出了 同阙台赋中的两句诗词 揽二桥于东南西 月朝西雨之贡 证明曹操攻打江东 是为了得到大桥小桥两个美人 小桥是周瑜的妻子 这一下彻底激怒了周瑜 拼了命 也要和曹操一决刺凶 其实诗歌的本意是 将新建两个高台 以收圣景 然后再于台间建两座桥 以便朝夕流连其中 诸葛亮桥接二桥的血音 一下子扯到了周瑜的痛处 达到了说服的目的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 运用激将法 起码有以下两种技巧 一 人选 必须对性格刚直的人 才能运用 否则遇到过于懦弱的 反而被吓倒了 如果遇到老谋深算 如司马懿的 表面上受了激怒 可实际上 人不动声色 反而大事不妙 二 激将法一定要踩到他人痛处 诸葛亮之所以能够激将成功 是因为找到了孙权和周瑜的痛处 他先说 怕惊吓了江东之事 就是讽刺了孙权手下 有人居然被吓到主河 等于踩到了孙权的猫尾巴 然后再表明自家主公身为王室之咒 因财盖世 自然不甘受辱 宁败不屈 言外之意 讥讽孙权 如果投降 就是没有气节 没有才能 被曹操感叹 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 怎能忍受这种讽刺呢 对于周瑜 则踩到了他对老婆 美女小乔的关切爱护之心 自诩风流潇洒 但心胸狭窄的周郎 怎么能容忍别人 觊觎自己的老婆呢 当然要和对方一决高下 运用激将法 一定要踩到对方痛处 比如对方没有经验 地位比较低等 都可能成为他的致命伤 只要被触及 就会火冒三张 如果踩到对方 不痛不痒之处 激将的目的 就不能达到 总之 激将也要有道 只有运用技巧 才能做到 让他人 按照你的意愿行事 否则就会影响效果 甚至弄巧成拙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来说说 白臂微瑕效应 暴露一些小缺点 让你更受欢迎 白臂微瑕效应 常常被称为 犯错误效应 即小小的错误 反而会使 有才能的人 人际吸引力的更高 但这个错误 也并非所有人犯 都有效 而是对一个能力 非凡的人而言 他能够犯错误 才能让人觉得亲切 才能更有吸引力 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 为此设计了 这样一个实验 在一次演讲会上 让四位助手 各有不同的表现 其中两位表现 非凡 才能出众 另两位 则表现出 才能平庸 这是 才能出众的艺人 失手打翻了饮料 而才能平庸的艺人 也碰巧打翻了饮料 测试四个人 对人们的吸引力怎样 结果证明 才能出众 而犯小错误的人 最有吸引力 而才能平庸 却犯错误的人 最缺乏吸引力 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也常常看到 这种现象 在某些领域 有特殊才能的伟大人物 生活上往往迷迷糊糊 容易犯各种小错误 这样的人反而更受欢迎 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 常常被太太和女儿 嘲笑不精通家务 常犯些小错误 但这些 并没有让总统的形象 受到影响 反而让选民觉得 他更加亲切 爱因斯坦在寿宴上的鬼脸 让人感到他平凡顽皮的一面 更让人喜欢 可见 具有非凡才能的人 不妨犯一些小错误 会让人更乐意追随你 心理学上对这种现象 有种解释 人们认为 完美无缺的人 给人的感觉 总是不安全 不真实的 神秘的事物 都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对于这种现象 总是选择敬而远之 而犯一点小错误 往往会把这层神秘的面纱 揭起一点 让人们更喜欢和容易接纳 因此 在生活中 不妨犯一些小错误 当然 前提是你的才能足够高 你足够优秀 这些小错误 反而能够增加你的人情味 让更多人喜欢你 追随你 汉高祖刘邦心中 颇有远大谋略 但他傲慢看不起人 比如 他在召见利益机的时候 就坐在床边伸着腿 让两个女人帮他洗脚 结果被利益机反问 您是想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 还是想率领诸侯灭掉秦国呀 然后建言道 如果您下决心聚合民众 召集义兵来推翻 暴虐无道的秦王朝 那就不应该用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 来接见长者 直到刘邦将自己整理整齐 并向他道歉 利益机才讲出了自己的谋略 刘邦还一边洗脚 一边接见过音部 还在儒生的帽子里撒过尿 但他的这种傲慢之举 反而吸引更多人来为他效力 因为他总是一边犯错 一边悔改 让那些有才知识 意识到自己的有用 更愿意追随他 想得到别人心甘情愿的追随 就要让自己的身上有缺点 正因为有缺点 别人才愿意追随你 弥补你的缺陷 人们喜欢有才能的人 但如果这种才能达到了尽善尽美 让人感觉到自己的卑微无能和价值受损 人们就会下意识地开启自我保护功能 排斥这个人 甚至对他产生记恨 唯一能够消除这种记恨的方式 就是让自己也犯一些小错误 有一些小缺陷 才能得到更多喜爱和追随 还能降低他人的戒心 《厚汉书》中记载 应不造反 刘邦决定亲征 并命令萧和筹集粮草 安抚百姓 但却屡屡派密使 监视萧和的一举一动 就是因为萧和过于优秀 常常为百姓着想 深得民心 刘邦害怕萧和的名望超过他 以后会谋反 所以才有了以上的举动 于是 萧和听从了下面人的建议 胡乱收取捐税 并时不时地贪污粮吧 刘邦听后 觉得萧向国也不过如此 才真正地放下心来 我们来总结一下 白臂威侠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一个容易犯小错误的能力出众者 降低了普通人的心理压力 缩小了和平庸者的心理距离 保护了他人的自尊 能得到更多人的喜爱和追随 二 如果你是一个强者 在表现自己非凡才能的同时 一定要暴露出自己的一些小缺陷 才显得更加平易近人 三 如果你是一个平庸者 一定要显示自己的兢兢业业和 谨小甚微 不断努力 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 和追随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开始我们进入第十二章 韬光养晦 耐心等待最佳成事的时机 第一个 成大事者要有不动声色的能力 一个人喜欢喜怒行鱼色 别人就能够根据他的表情 揣测出他的情绪 他就少了很多威慑力 对于人们来说 最惧怕最敬畏的人 并不是一喜一怒的猛士 而是表面上不动声色 暗地里却有自己的主意的人 一个人能够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 只是勇敢 而如果能够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动声色 不轻易表现自己的喜怒 别人就不能预测出 他到底有怎样的能力 和应对之策 自然多了很多威慑力 因为这种人 常常深藏不漏 人们看不透 他城府有多深 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人们对于自己 不能轻易了解 不能轻易看透的人 或者现象 有一种天生的畏惧 会尽量尝试 不去触动他们 古代人对于自己 不能解释的现象 往往会归因于 某种神奇的力量 天生畏惧和遵从 历代君主也总是表现自己 天微难测的一面 轻易不会喜怒形于色 即使恨一个人恨得牙痒痒 还是会不动声色地赏赐他 直到扳倒他 这种不动声色的表现 就多了很多迷惑对手的因素在内 在现在 不动声色 首先意味着你是高深莫测的 你的能力会不容别人小觑 起码在别人的意识中 是这样的 对于不轻易动喜怒的人 人们更不敢轻易得罪 让人看不透你的才能和底细 不懂得你还有多少张底牌 这样对方自然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再者 别人不能轻易看透你的喜怒哀乐 也就不能轻易找到你的弱点 对方就会陷在只能观察你 而不能轻举妄动的被动之中 这对于自己做事 自然有很多便利之处 摸不透你的性格 人们就不能根据你的性格行事 你也就不会轻易陷入 某些人为的陷阱 另外 别人弄不懂你的真正心思在哪里 自然也就不知道 应该在哪个方向阻拦你 往往你已经成功了 别人才能弄懂你的真正目的所在 这样在过程中就少了许多阻碍 成就事业会更加顺利 伪装不露也是一种本事 真正有本事的人 是不屑于张扬炫耀的 还记得《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吗 刘备落魄 屈居于曹操帐下 谋臣劝说曹操早日杀掉刘备 以免日后其壮大 但因为刘备颇有人意之名 而且关羽张飞都是虎狼之将 曹操无处下手 刘备呢 也只好每天种菜 陶光养晦 曹操想要借机考验刘备 于是在一个风雨天 和刘备一起喝酒 并询问 谁是当事英雄 刘备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指出了那个时期 割据势力中的几位 无奈被曹操一语点破 天下英雄 唯使君与操二 此语一出 吓得刘备将筷子 都掉在了地上 其实 这是一句试探之言 说明曹操已经看透了 刘备的胸怀和谋略 不过刘备的反应 则说明了他的心虚 幸好天空一个惊雷传过 刘备不动声色地 拾起落地的筷子 从容道 一阵止为 乃至于此 才掩饰了过去 假如 刘备不是如此从容 而是大惊失色 或者表露出一丝慌张 就极可能被曹操看出端倪 招借口杀了他 危急时刻 尚有如此极致 能够不动声色 也就刘备能够做到 当然 曹操也不差 当年行刺董卓 被董卓从镜子里 看见他拿出了刀 他并没有慌乱 从容地拿出宝刀 献给了董卓 才退出帐外 打马而去 只有这样的人 最终才能成为英雄 才能成就大业 这也是所有人的共识 相比之下 人们更容易相信 和尊重一个不动声色的人 喜怒形于色 情绪外露 常常被人们认为 是不成熟 不稳重的表现 一个深藏不露的人 人们才会因为看不透他 而更加畏惧他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本集的心理应用 第一个 平时不要把喜怒挂在脸上 否则会被人们认为 不成熟 不稳重 二 不动声色 声藏不露 让人们看不出深浅 才更容易被畏惧 三 不要暴露自己做事的目标 就能减少很多阻力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别太快透露目标 小心被反噬 飞去来气 是澳洲原住民使用的一种武器 这种武器在抛出去以后 会重新返回来 人们用这种武器 比喻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 这种现象表现为 一个人的行为结果 与心理预期的目标 会完全相反 这往往是由人们的情绪 逆反造成的 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比如宣传自己的产品时 用一些夸张的语言 反复宣传 反而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反感 或者为了对其他人负责 而尊尊教导 结果事与愿违 反而使被教育者 越来越叛逆 当你试图说服别人 接受你的观点时 对方会因为讨厌你的说服 而讨厌你的观点 当你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 而讨好奉承别人时 也许别人会对你 越来越讨厌 这就是所谓的 飞去来气效应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通常是人们的逆反心理 另外还包括超限效应 如果你的宣传过于夸张 批评时间过长 奉承过于拙劣露骨 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造成结果与你的预期相反 想要避免这种状况 就要避免超限效应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目标与手段不协调一致 如果只盯着自己的目标 而忘了选择恰当有效的手段 就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 从而造成结果与预期相反 如果做事的时候 害怕因为目标过于明确 受到人们的抗拒 就应该学会隐藏自己的真正目标 或者干脆在自己的目标前 设计一些烟雾弹 让对手去抵抗这些 无关大小的烟雾弹 阻碍的力量就小了 就更容易达成目标 保险推销人员王某 在推销自己的保险之前 总是首先和那个人成为朋友 让对方知道自己是保险推销人员 但却从不提议 让对方接受某种保险 一次朋友问他 你为什么不向我介绍你的保险呢 王某回答道 如果我的身份 没有让你产生买保险的需要 就说明你是不需要的 说明我做的还不够 没有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急急忙忙的推销 又有什么用呢 果真 后来这个朋友 把公司的员工保险 都投给了王某的公司 人们对于保险人员 推销人员 普遍有一种心理上的反感和抗拒 这是由一些人的纠缠造成的 如果不那么急功近利 对方虽然知道你的最终意图 但你不打扰他 他也会容忍你 当真正产生需要的时候 你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一味宣传自己的产品 反而让人反感 连朋友也没得做 机会就彻底失去了 不要轻易透露和强调 自己的最终目标 有时候 并不用真正的将目标隐藏起来 只要自己的行为方式 变得更符合 或迷惑人们的心理 就能够有效防止 人们产生逆反心理 使结果离预期目标 越来越远 我们来总结一下 本集的心理应用 一 不要轻易地暴露自己最终目标 二 达成目标的方式 应符合人们的心理 三 遇到阻碍行为 可以适当地放些烟雾弹 迷惑对方 避开阻碍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林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说说 禁过逆反心理 吊足胃口 让事情更有吸引力 禁过逆反心理 是指理由不充分地禁止 反而会激发人们 强烈地探究欲望 这是人们的好奇心 和逆反心理决定的 这一效应来源于圣经 传说中 神造人以后 将夏娃和亚当 放在伊甸园中 告诉他们 园中的食物 任由他们取用 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 不可摘取 上帝走后呢 夏娃受到蛇的诱惑 偷使了善恶树上的禁果 并诱惑她的丈夫 也吃了善恶果 结果受到上帝的惩罚 人们常常认为 禁果格外香甜 越是禁止 尝试的欲望 反而越强烈 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 可以适度 禁止人们 做某件事 而完全不必 给出合理的理由 吊吊人们的胃口 反而更容易 促使人们 去做某些 本来不喜欢做的事 经过逆反心理 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被人们使用 比如 人们可能会把某些动物 不喜欢吃的 猫粮狗粮 放在一个盖着盖子的容器里面 饮得猫儿狗儿 垂涎三尺 自然趁主人不注意 就舔食干净了 把牛不喜欢吃的青草 放在房顶上 让他们只有费力抬头 才能看到 刺激他们的食欲 对孩子的教育呢 也往往采用 掉胃口 卖关子的方式 来激发他们的兴趣 促使他们解决难题 这种方式 往往能够毫不费力的 使人们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做事 比起直接要求他们做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土豆在法国的广泛种植 就是一个典型的 利用静果逆反原理 来推广新事物的过程 在当时的法国 土豆被称为鬼苹果 农民都不愿意饮种 土豆的推广种植 遇到莫大阻力 这时 法国农学家帕尔曼 想出一个好主意 他要求法国国王 给他一队卫士 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 种上了土豆 并让那些全副武装的 国王卫队看守 夜晚后 卫队撤走 人们开始偷偷 从家中跑出来 挖走种好的土豆 种到自己的田里 卫队看守的 肯定是珍贵的好东西 于是 土豆的种植 开始迅速在法国 得到推广 其实 土豆还是原来的鬼苹果 但是因为 卫队的看守 给他披了一层 神秘的外衣 而无法知晓的神秘事物 没有原因的不允许 或做不到的事情 比能够接触到的 能够做到的事情 比人们 有更大的诱惑力 这种禁止 反而会促进人们 渴求接近 和了解的欲望 所以 在运用这种效应时 一定要注意 不要对信息 进行完整的表达 比如说 你不能吃这种食物 否则会中毒 给了这样一个原因 这件事 就已经完整了 人们是不会去触碰的 而仅仅说 别吃这个 而不给出确切原因 那个关闭的信息 就会在人们心理上 造成一种 接受空白 这种空白 就会强烈刺激 人们的窥视欲望 从而非要做到不可 经历来领带的广告 就运用了这一效应 经历来一上来 并没有产品上市 只是进行了 一系列的广告轰炸 那时候 产品还没有如今 这么丰富 广告更是少见 经历来进行了 一系列广告宣传 连接上小孩子 都能够熟练地喊叫 经历来的广告 经历来领带 男人的世界 但是市场上却长期 没有产品 经过一段时间 有钱没处买的憋闷后 经历来领带一上市 就被人们哄抢一空 成功奠定了经历来 在香港的名牌地位 现在很多的奢侈品 也往往利用这种手段来促销 他们的很多产品 都是限量款的 因为限量造成了部分禁止 就容易引起争相购买 学会深藏 就是学会态度的半遮半眼 学会行为的预营环具 当你希望事情 朝着某个方向走的时候 不妨不要把所有的信息 都放出去 放出一半留下空白 留下让人们窥探的空间 就等于留下一个香甜的诱惑禁果 掉一掉胃口 人们自然会按照你的意愿 和预期的方向去做事 我们来总结一下 禁果逆反心理的心理应用 一 日常做事的过程中 也不妨适当掉掉人们的胃口 卖卖关子 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二 千呼万唤使出来 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效果 比直接的暴露 更能引起人们的遐想 三 半禁止 半推卸的行为 比直接的命令 更容易让人接受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愿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说 动机适度定律 别轻易暴露真实动机 才能成就事业 动机适度定律意思是 只有适度的动机 才能帮你真正达到目的 如果动机太强 反而会因为自身的紧张 或者遭人反对 而发挥不出 自己的真正水平 事情也不可能顺利 其表现为 在比较容易的任务中 工作效率 随动机的提高而上升 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 动机的最佳水平 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一般来讲 最佳水平为 中等强度的动机 这段话 可能比较难理解 想一想生活中的某些事情 如果你非常的精于做饭 是不是想做得越来越香 如果你对开车的技巧 不太熟悉 那么你是在公路上开得好 还是在泥路上开得更好呢 是不是有时候 越想开得好 往往就越做不到呢 这就是动机适度定律的 真正含义 只有动机是适度的 精神才能放松 事情才可能做得更好 孔子和他的弟子 延渊就有一段 关于驾船如神的故事 讲的是延渊 向孔子请教说 我曾成舟渡过一个深潭 少公驾船的本领 神奇莫测 我问少公 可不可以学会 这样的驾船技术 少公回答说 会游泳的人 很快就会学会 要是会潜水的人 就算从来没见过船 也能够操作自如 但少公却不肯进一步解释原因 请先生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孔子沉吟了一下 回答他 会游泳的人 很快就能学会 是因为他们通水性 不把水放在心上 会潜水的人 就算从来没见过船 一下子就可以架船 是因为他看待深渊 就像地上的小山一样 看待帆船落水这回事 就像在路上倒车一样 帆船也罢 倒车也罢 在他眼里 简直太平常了 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这样的人 不论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他都安闲自在 然后又给他打了一个比方 如果一个略通赌数的人 用瓦块为赌注 心理上就会毫无负担 赌起来就会轻轻松松 因为对输赢 处之太然 获胜的概率就比较大 如果用衣物之类来做赌注 他就会有些顾忌 而如果用黄金来做赌注 就会因为顾虑重重 而患得患失 他的技巧难以发挥 就容易输掉了 但是相反 如果一个人精于赌数呢 用石子赌就会无所谓 用黄金赌就会看得很重 自然要非赢不可 手起手落之间反而更利落 赢的概率也就大了 这段话向来是解释 动机适度定律的经典 当然 它还可能有另一层含义 如果我们做某件事的动机过强 一定要做成某件事 因为自己的慎重 就会引起旁观者 甚至对手的注意 他们就有可能千方百计 进行阻拦和反对 而如果自己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虽然成竹在胸 但是轻松自然 别人就可能因为你的态度 而产生迷惑 这种反对就会相对减轻 一个人的态度 也能够影响到旁观者 甚至对手的态度 使得事情的发展 产生不同的变化 比如 当你做一件不太熟的事情时 旁边越有人参观 你大概会越紧张 而如果你越想一定要做好 不要让别人看笑话 那个旁观者 就越容易干扰你的情绪 从而让你成为笑柄 这时候 掩藏自己的动机 才可能让人们忽视你的野心 和势在必得的决心 大家都轻松地对待 事情才有可能 得到更顺利的发展 比如刘备 在有自己的势力之前 从来不表露自己的雄心报复 更没有一定要几分天下的打算 只是明白 自己迟早要闯出一番天地 直到后来 诸葛亮为他分析天下大事 定下了三分天下的策略 如果他一早确定 三分天下 或者一统中原的目标 会不会早就被害了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动机适度定律的心理应用 一 平时做一件事 也要找一个适度的动机 不要让自己的压力太大 更不要让别人 感觉到太大威胁 否则就可能出现不少反对者 二 你越固执己见 反对意见 就会反弹得越厉害 做起事情来 阻碍也会越大 三 掩藏好自己的真实动机 非常重要 只有看起来轻松自然 没野心 才会最终满足自己的野心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说说 遮蔽效应 别被一时的表现 所蒙蔽 遮蔽效应是指 人的耳朵 对声音频率的敏感地带 表现为强性好 会遮蔽 临近频率的弱性好 在心理学领域 这种遮蔽效应表现在 当发生某件事时 人们对此的反应 会与真实的情况 有所差别 人们的知觉 往往会被某些 心理学效应 或者某些人的 表面表现遮蔽 生活中 我们往往会有 这样的体验 在安静的房间当中 就算一根针 掉在地上 都能听见 而到了大街上 就算将手机铃声 调到最大 来电时 也未必能够听见 手机的声音并不小 只不过被周围 更大的声音 遮蔽了而已 当同样优秀的三个人 一起面试的时候 因为前两个人的光芒 会使得第三个人 即使同样优秀 也会被感觉平庸 除非他表现得 更好 更优秀 这就是因为 他的光芒 被前两个人遮蔽了 或者因为面试官的 审美疲劳 这种效应 如果能够拿来利用它 韬光养晦 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有句古话叫 小隐隐于野 中隐隐于朝 大隐隐于世 意思是 真正的隐世 并不是将自己 隐居于山野之中 用环境去达到 悟我两望的心境 而是隐居于市井之内 让红尘中的人群 彻底将自己遮蔽掉 自得其乐 可见其高明之处 刘备作为皇叔 曾经卖草鞋 关羽张飞 也是市井人物 真可谓大隐隐于世了 如果能够向他们学一学 在自己没有露出才华的时候 将自己隐蔽起来 韬光养晦 就能够少很多俗世的烦恼 也少了很多被对手注意 摧折的机会 也就能够等到自己 真正发生耀眼光芒的那一天 珍珠只有把自己隐藏在贝壳中 才能在面试时让人们惊艳 真正的英雄 必须将自己的光芒 遮蔽在其他人的光芒之下 才能躲过数不清的鸣枪暗箭 最终成为英雄 尤其当自己处于弱势时 更是如此 在平时 我们也要学会韬光养晦 除了隐蔽自己的光华以外 不妨为自己的对手 制造一些锋芒毕露的强大势力 让自己隐蔽在他们的光芒之下 在夹缝中求生存 求成长 反而能够更加安全地快速壮大 刘邦在鸿门宴之后 接受了项羽的分封 被封为汉王 但心中并不甘心 项羽对他也不放心 因为毕竟是他最先恭敬了咸阳 又有一大批谋略过人的手下 可是 刘邦在去领地的途中 烧毁了战道 表明自己并没有向东扩张的意图 因为自己一旦要出汉中 必要重修战道 从而被项羽觉察 与此同时 他还采取了另一个策略 让张良给项羽写信 蒙蔽项羽 汉王名不服时 遇得关中 如约即旨 不敢再东进 然后 将田荣返叛的消息告诉项羽 齐国欲与赵连兵灭楚 大敌当前灭顶之灾 不可不防 将项羽的注意力引向了东部 放松了对刘邦的防范 这就是遮蔽效应最好的运用之道 将自己的光芒 隐藏在他人的光芒之下 太阳之下不见群星 但群星并非消失了 只不过 减弱了自己的存在感 也就减弱了在他人眼中的威胁感 就更容易成就大事 我们来总结一下 遮蔽效应的心理应用 一 学会韬光养晦 不要急于表现自己 风头太盛 避欲摧折 二 当自己的才华 引起他人注意和攻击的时候 不妨将自己 遮蔽在风头更贱的人身后 减弱自己的威胁感 为自己争取壮大的时间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第十三章 眼光长远 心理学帮我们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先来说说互惠关系定律 让对方得到足够好处 关系才能长远 心理学上的互惠关系定律 由心理学家霍斯曼提出 他认为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质 就是一种社会交换 而这种交换 跟市场上的商品交换 所遵循的那些交换原则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人们都希望在交往中 自己所得到的 多于自己所付出的 但通常 付出与得到 只有对等 才能使这种关系维持下去 用俗语表达就是 给予就会被给予 剥夺就会被剥夺 信任就会被信任 怀疑就会被怀疑 爱就会被爱 恨就会被恨 根据这一原理 想要日后有更多人帮助你 就应该不要吝啬付出 使交往满足彼此间的某种需要 才能使这种关系维持下去 想要为日后铺设好前程 就应该在今日 就努力帮助他人 每个人都不想成为 忘恩负义的人 今天你帮助他 日后就肯定能够 得到他的某种回报 《全谋书》中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赵宣梦在去江的路上 看到哭丧下 有一个快要饿死的人 就下车为他食物 赵宣梦给他饮食 并送给他两块肉 他行李接受了 却不吃 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 刚才吃的食物味道好 要送给老母亲吃 宣梦说 你先把这个吃掉 我另外再给你 于是呢 又替他成了一些食物 另外又给他两块干肉 和一百个钱 这点小小的恩惠 就使得赵宣梦 获得了他的救助 三年后 静灵宫想要杀宣梦 于是把宣梦叫来 一同喝酒 房中埋伏刺客 宣梦得知后逃了出来 刺客在后面追赶 不久一个人追上了宣梦 看到他后打惊 果然是你 让我代你牺牲 原来 这就是那个哭丧下 快要饿死 而被赵宣梦救了的人 他返回身 与其他的武士相斗而死 赵宣梦却活了下来 这就是帮助他人 得到的回报 人是三分理智 七分情感的动物 如果你帮助了别人 别人就会想着 把恩惠还给你 想要明天 有人为你效劳 今天就要不吝付出 多结交一些朋友 施予一些恩惠 这样在锻炼自己的同时 也能够得到人心 付出的同时 也是在为自己的虔诚铺路 无论做事 还是与人交往 都要站到一定的高度去看待 只有高瞻远瞩 不过于计较 今日的付出 甚至吃亏 你才可能得到长期的回报 有个老板 没有文化 也没有背景 但他的生意 却出奇的好 而且历经多年 长盛不衰 其实他的秘诀很简单 就是跟每个合作者 一起合作的时候 他都只拿一小部分力 把大头 让给对方 如此一来 凡是与他 合作过一次的人 都愿意 都愿意与他继续合作 而且还会介绍一些朋友 成为他的客户 甚至朋友的朋友 也都成了他的客户 人人人都说他好 因为他只拿小头 但所有人的小头 集中起来 就成了最大的大头 他才是真正的赢家 还有一个小生意人 这个人呢 不识数 也不识字 他做生意的方法 就是告诉人家 他的东西的担价 然后让别人 帮他算出总数 再付给他钱 每次他都是对别人说 我不会算数 您看着给吧 然后再给别人 一些小东西 但是并没有任何人 欺负这位 不会算数的憨厚人 因为他把信任 这种最宝贵的东西 给了众人 人们回报他的 也就只有诚实 无论做人还是做事 都不要吝啬付出 今日的付出 是为了明天 可能得到的回报 无论你付出的是 礼物 人情 为人效劳 还是信任 尊重这些东西 最终都能够 为你的人生 积累生育和德行 这些恩惠 就会最终为你带来 丰厚的福报 当然 施恩付出 也要有度 超过一定的度 就可能得到 相反的结果 在施恩 帮助别人的同时 一定不要有 不计回报的暗示 否则就可能 真的变成了一个 单纯的老好人 得到对方的感激 应该暗示对方 这点小忙不算什么 日后有机会 说不定 你也能帮上我 有这样的暗示 才可能真正在日后 得到帮助 我们来总结一下 互惠关系定律的心理应用 一 为别人效力 应该不遗余力 这样既可以锻炼自己 获得经验 也可以日后 得到别人的帮助和提携 二 帮助他人 就等于帮助自己 多做些雪中送炭的事 更利于自己日后发展 三 从长远来看 吃亏是福 吃点小亏 会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 特理法则 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 也没有办法担当大任 特理法则是由 美国田纳西银行总经理 特理的一句管理名言 承认错误 是一个人最大的力量源泉 因为正视错误的人 将得到错误以外的东西 承认错误 就意味着承担责任 其实很多人之所以 不愿意主动承认错误 就是害怕承担相应的责任 害怕承认错误 会丢掉自己的面子 事实却证明 人们更钦佩一个 敢于主动承认错误 承担责任的人 因为当普通人 没有勇气承认错误的时候 就会对主动站出来 承认错误 担当责任的人 格外尊敬 因此 犯了错误 承认得越及时 就越容易得到改正和补救 不但如此 主动承认错误 会比别人提出批评后 再认错 更能得到别人的谅解 人们也普遍认为 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是值得信任的 领导者也更重视 敢于承认错误 承担责任的人 而对于争功为过的人 则会非常不屑 人们的重视 就是一个人 日后能够成功 最大的资本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寺院的主持方丈 已经老了 于是想要找个弟子 传承衣钵 一天 他把所有弟子 都集中到自己的院子里训话 问他们 谁拿了自己的佛经 和尚们大眼邓小眼 没有人承认 于是方丈 罚他们抄写禁门 三天过去了 还是没有人承认 方丈就罚每个人都要挑水 更长的时间过去了 方丈再次询问 还是没有人承认 方丈叹息一声 想要放弃了 这时 从队伍中走出一个弟子 没有人承认 就算是我拿了 丢了哪本经书 我去抄一本回来吧 不用罚他们了 这时候 方丈微笑着 看了看弟子 从自己的袖子里 拿出来一本经书 是我自己拿了 但是你愿意承担责任 寺院交给你 我很放心 于是将自己的主持之位 传给了这位弟子 人们往往更愿意信任那些 为自己或他人的行为 负责任的人 所以承认错误 承担责任 并不会毁掉你今后的道路 真正会阻碍你的 是那种不愿承担责任 不愿改正错误的态度 正视错误的人 能够得到错误以外的东西 其实也就是得到经验和教训 虽然承认错误 难免暂时丢面子 毕竟谁都不愿表现出 自己最薄弱的一面 但是长远来看 对自己确实有好处 主动承认错误 总比被他人指出来 再加以指责 有面子的多 设法掩饰错误 反而可能将楼子越捅越大 如果被其他人揭发出来 更有可能失去人们的信任 让看中你的人也失望 再者 想方设法掩饰错误 推诿责任 即使这一次能够混过去 日后遇到同样的事 还会重复以前的错误 所以回避自己的失误 才是致命的错误 美国第39任总统 吉米卡特 因贸然下令特种部队 发起拯救 驻伊朗的美国大使馆 人质的蓝光行动 遭到惨败 令他在选民中的声望 一落千丈 他立即在电视中 发表郑重声明 一切责任在我 仅仅因为这一句话 卡特总统的支持率 骤然上升10%以上 虽然后来总统竞选 败给了里根 但他从未放弃 拯救人质的努力 最终伊朗在卡特 离开白宫的那一天 释放了所有人质 这一勇于承认错误 并勇敢承担责任的行为 被许多美国人支持 和津津乐道 对于一个领导来说 勇于承担责任 会使下属更有安全感 因为下属最怕的 就是自己做错事 尤其是花费了很多精力 还是出了错 领导的担责任 会使下属感激不惊 还能够促使下属 反思自己的错误和缺陷 同时更有利于形成 勇于认错的风气 我们来总结一下 特理法则的心理应用 一 无论对下属还是上司来说 敢于承认错误 承担责任 都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 和尊重 得到更多赞赏和认同 二 只有愿意承担责任 才能在未来的时候 担负起更重的任务 而那种只想着自己的面子 出了问题 就推卸责任的人 则会受到大家 共同的抵制 三 想要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就应该看得远一些 愿意主动承认错误 承担责任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 我们来说说 路径依赖原理 让他人认同你 他们才会一直追随你 路径依赖原理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美国经济学家 道格拉斯诺斯提出 含义是 人们一旦做出某种选择 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惯性的力量 会使这一选择 不断自我强化 并让人们 不能够轻易走出去 这一现象在生活中 总能够不断得到验证 比如 你第一次去选择 哪家服装店买衣服 就会一直去他家光顾 有时候 即使明知道他家的 并不是最好的 也总是习惯性的 选择他家 你选择某个顶尖的品牌 就会不断拥有 这个品牌的用品 所以很多人的生活用品 都是成系列的 所以 想要日后有人帮助你 追随你 就要让人们在一开始 就信任你 愿意追随你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让别人愿意信任你的方法 就是你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自己的选择第一次就是正确的 有一个好的开始 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孔子曰 少承若天性 习惯为之常 意思是保持一种习惯 就会形成一种天性 塑造一种好的习惯 就等于向成功迈进了一步 在职业生涯中 一个人也无法摆脱 这种路径依赖 所以一旦选择了自己 某种做事的方法 比如 小事殷勤的做法 或者逢赢上司谄媚的做法 我们的人生轨道就会变窄 以后就很难改变它了 一方面 固然是因为我们自己难以改变 另一方面 则是舆论的压力 人们会固守成见的 认为你就是个打杂的 或者拍马屁的 做出改变 会让人们觉得 你虚伪善变 所以 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谨慎选择自己 刚入职场的行事风格 然后不断坚持这种风格 并让人们认可和追随它 一旦别人接受 认可了你的这种 行事和做人风格 决定追随和模仿你 那么接下来 就会不断按照 自己的这个选择 进行下去 或者与你有好 或者追随你 或者与你成为对手 只要让人们选择你 认定你 他们就会一直认定下去 甚至你有自己的事业 也会支持你 要为自己铺设前程 就要谨慎开始 自己的第一步 好的开始 就是成功的一半 戴尔电脑是一个财富的神话 他的公司有两大法宝 直接销售模式和市场细分模式 其实戴尔早在少年时代 就建立了这两种行为方式 他12岁时 因为想省钱 于是不再在拍卖会上 卖邮票 而是说服一个喜欢集邮的邻居 把邮票委托给他 然后在专业刊物上 刊登自己卖邮票的广告 结果第一次就赚了2000美元 尝到了抛弃中间人的甜头 建立了自己直接销售的行为模式 开始做电脑生意时 发现顾客因为有不同的需求 往往需要不同的电脑硬件 但是因为大部分经营电脑的人 本身并不太懂电脑 无法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 所以他又开辟了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 自己改装或者买零件组装电脑 根据顾客的直接要求 提供不同功能的电脑 于是市场细分的行为模式就诞生了 这是一个人成功的行为模式 只要建立一个好的做事方法 一套正确而行之有效的行为方式 你就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成功 而且这种方法 如果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接受 人们也会不自觉地采用你的方法 并且支持你追随你 除了一个人的做事能力 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外 对人脉的把握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始终表现出一种 让人尊重的品德 一种使人追随的风格 那么别人就会选择支持你 信任你追随你 而如果你选择的是谄媚 欺上瞒下的行事和做人方式 即使人们不敢得罪你 也绝对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追随你 更不可能给你尊重和信任 你日后的视野也会受到很大的挫折 想要别人始终支持信任和尊重你 就应该拥有一种别人认同的品格和习惯 刘备赖仪让人追随的品格就是他的人意 官张两位正是看到认同和敬佩他这一点 才与他结议最终追随了他一生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路径依赖原理的心理应用 一 选择正确的行事方法去坚持 有好的开始就会走上成功的道路 二 选择一种美好 人们愿意追随的品格坚持下去 人们就会有始至终支持你 帮助你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作者夏琳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友谊需要经营 别到用人时 方想起来去联系 想要喝一杯酒 总要在几年前就开始酝酿 否则是不可能马上喝到的 有人说 可以马上买到呀 不错 但那是一种金钱交换关系 如果你要做的事 是金钱无法交换的 或者你没有那么多的金钱呢 这世界上有一种关系叫人情 优秀的管理学家们都说 投资它永远都不会产生亏损 在关键的时刻 你总要用到人情 但人情并不是见过一两次面 就会自动产生 如果你急功近利 钓到的鱼就不再喂食 那么再多的人际关系 也不可能在关键时刻能够用上 王经理在为儿子上重点高中的事情着急 他四处托关系 找路子 请客送礼 急得嘴上都起了泡 事情还是没有着落 一位朋友看到这种情形 说道 现在这种情况 除非你能够拿出一大笔钱 或者帮助学校解决一些重大的事 才有可能让你的孩子上重点 单纯的请客送礼 是绝对不管用的 想要用请客的方式解决事情 你应该在很久以前 就结交教育界的朋友 什么时候 多久以前呢 在你孩子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人们常说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报佛教 如果你心中根本就没有佛祖 有事才来恳求他 他是不会理你的 心胸宽广的菩萨尚且如此 何况是人呢 所以 想要关键时刻有人帮 平时就要多联系 多结交好友 不断维护 修复自己的人脉 每个人心中都是有底的 谁是自己真正的朋友 谁只不过在利用自己 谁可帮 谁不可帮 如果一个人 平时跟你来往不多 有事才来恳求你 你会甘愿做他的工具吗 可见 只有真心的结交 才可能带来真正的回报 战国时期的孟长军 喜欢招纳各种能人异事 号称门客三前 他对宾客来者不惧 有才能的各尽其才 没才能的也提供食素 后来 秦昭王想要找个借口杀掉他 就将他软禁了起来 他手下的门人就偷来了某个宠妃最喜欢的胡球 于是宠妃说情放了孟长军 孟长军不敢久留 就趁夜快马出城 走到寒谷关的时候 城门已关 守门人一定要等到鸡叫才开城门 正在召集之时 门客中有人会学鸡叫 于是几声啼叫 引得附近所有的鸡都叫起来 城门大开 大家逃出城去 孟长军就是靠此宫 才保得姓名逃出城去 如果平时不是他有意结交众多门客 关键时刻 去哪里寻求帮助呢 人们的心里都有相通之处 平时多烧香 及时有人帮 只有平时不断联系 维护你们之间的感情 让别人认为 你和对方交往 完全是为了两人之间的情意 而绝不是利用别人 别人才可能在关键时刻 心平气和地帮你 否则 着急的时候 你就只能感叹 平时为什么不多结交几个朋友了 如果没有平时对感情的投资 关键时刻想要以小博大 以为送几次礼就能够解决事情 不是在痴人说梦吗 记得冠英索绝的故事吗 楚国大军压境 齐威王派淳于昆 出使赵国请求救兵 只携带礼物黄金百金 四马车十辆 淳于昆扬天大笑 将系帽子的袋子都笑断了 然后讲了一个 只拿一只猪蹄一杯酒 却要求神将所有的骨仓 都装满的故事 笑那个人拿的祭品很少 而祈求的东西太多 于是齐威王将礼物 增加到黄金千亿 白币十对 四马车百辆 于是求到了金兵十万 战车千辆 可见 关键时刻求人 如果没有人情 也不是不可以获得帮助 但肯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种代价 却并不一定是你能够付出的 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机遇 想要获得支持和帮助 还要靠平时多联系 多沟通 这样一旦有事 就不会发愁找谁帮忙了 相信很多人 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当你遇到困难 觉得可以找某人帮你解决时 但一想 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了 本来应该多去看看他 但一次也没有去过 现在去找他 会不会太唐突了呢 如果你总是遇到这样的尴尬 就应该反思自己的交友方式了 在平时就应该和朋友多联系 鱼掉上来更要情味时 否则迟早也会溜掉的 来总结一下本集的心理应用 一 平时和朋友多联系 关键时刻才能有人帮 二 高瞻远瞩 多结交有志之事 才能在将来成就事业的时候 有人支持 好 各位听友 由夏琳主编的这本《莫非定律》 每天学点心理学 到此已经全部播讲完毕 从下一集内容开始呢 我们将开始更新 另一本《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这本书将从 莫非定律的四大基础内容 一 任何事都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 那么简单 二 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 三 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 四 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会发生 那么 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来详细讲解《莫非定律》 在生活中的运用 欢迎您继续收听 除此之外呢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心理学定律 可以进入我的个人主页 就能找到另外一本 可怕的心理学效应 《莫非定律》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各位听友大家好 这本《莫非定律》自从上架之后呢 受到了很多听友的肯定和支持 很多听友都说 从这本《莫非定律》当中 收获到了很多 的确 莫非定律 以及其他的心理学效应 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着方方面面的影响 无论是社交 工作 家庭 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益处 那在此 我找到了从另一个角度 来解读莫非定律的书籍 这本书叫做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从本集开始 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莫非定律 首先 我们进入前沿部分 为什么我们忘记带伞就会下雨呢 为什么我们所排的队伍总是最慢呢 为什么我们越是着急 就越是赶不上车呢 为什么我们越是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 最后就越是会闹得人尽皆知呢 如果产生这些疑问 就代表着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莫非定律 并且已经展开了对于莫非定律的思考 日常生活中的莫非定律无处不在 咖啡厅等人 办公室工作 家庭聚会 朋友游玩 随处都会发现莫非定律的影子 可以说 莫非定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很多人都能发现莫非定律 却不能正确地认识莫非定律 甚至还会有人消极地认为莫非定律 是带给我们生活不幸的元凶 莫非定律有四大基础内容 任何事都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 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 以及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会发生 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我们确实会发现 仿佛莫非定律只是消极地告诉我们 任何事情都很难获得成功 我们不管做出怎样的努力 都不能避免失败 就像是在劝导我们将一切 交给所谓的命运 等待命运的裁决一样 如果只是这样 那就太小看莫非定律了 其实莫非定律并不复杂 道理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深奥 关键在于它解释了 为什么不能忽视小概率事件的道理 解释了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坚持预防为主的重要意义 同时对我们进行安全教育 这对提高我们的安全意识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莫非定律告诉我们 容易犯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 这与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并不存在关系 会发生的事故迟早都会发生 而随着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 越来越高明 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呢 我们事先准备的越周到 全面 那么我们在问题出现时 也就越能够坦然面对 所以不妨放缓自己的脚步 给自己放一个架 跟着本书一起走进莫非定律 体验莫非定律的奥妙 本书将从日常的工作 生活 生活 理财 交友 为人处事等多个角度 解析莫非定律 让我们正确地认识莫非定律 消除莫非定律 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转换莫非定律 使其为我们服务 让我们无论工作 还是生活 都能向完满 更进一步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我们进入到第一章 实现梦想的道路比你想象的要漫长 第一小节我们先聊聊 梦想不只是在梦里想想而已 莫非定律的主要内容有 任何事情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就像梦想 说起来很简单 但真正实现起来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你一定还记得18岁上大学那年的梦想吧 只是很多人都没来得及去实现 22岁读完大学的时候 我们说先找了工作再说 26岁工作稳定的时候 我们说买了房以后再说 30岁有车有房的时候 我们又说等结婚了就去密业旅行 35岁有了小孩 我们的话又变成了等小孩大一点再去 最后的最后 我们都已经快要忘记了自己的梦想 柯云见自媒体越来越火热 便也申请了一个微信公众号 方便自己写作 第一篇文章刚写了一半 他便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亲朋好友 吆喝他们为自己的公众号点赞留言 朋友称赞道 柯云你真行 我下班之后呢就想躺着 你可比我们上进多了 以前的老师也在点赞说 文采不错给你点个赞 继续加油 柯云呢将这些赞美赵丹全收 在好友群班级群里面谈起了自己的规划 首先我会坚持练习笔更不错 逐步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 然后我要将这个公众号运营上正轨 让流量越来越高 然而 柯云夸下海口之后 却迟迟未在行动 见柯云的第二篇文章迟迟没有上线 朋友催促起来 柯云却解释道 这几个月都在加班 实在没时间 之后呢 柯云又在群里广而告知 他将针对某社会热点问题 制作一个专题 然而 一连两个月过去了 他口中的专题 却始终不见踪影 有人开玩笑说 柯云 你可别糊弄我们呀 柯云却委屈着说 专题不是那么好写的 我要查阅很多资料 力求严谨呢 半年过去了 柯云的微信公众号 也没有更新 他已经不好意思 和朋友谈论写作的事了 舞台剧暗恋桃花源的 推广曲中有一句话 许我向你看 每夜梦里 我总是向你看 后来 有人将这句话 进行了改编 梦想啊 许我向你看 每夜梦里 我总是向你看 看完 我还要继续朝你迈进 我们如果只是 单纯的想想而已 那我们永远都在原地踏步 丝毫不会向前 甚至我们还会 离自己的梦想 越来越远 其实 我们有时候 差的只是一步而已 只要向前迈出一步 就能朝着梦想的方向 一直前进 哪怕一小步也好 有一个北京小伙子 在上学期间呢 结识了一位德国的女朋友 在女友回国之后 便急切地 想去见见自己 朝思暮想的女友 于是他下定决心 选择以搭便车的方式 进行旅行 他历经13个国家 穿越亚洲和欧洲 其间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也得到了一些陌生人的帮助 最终 小伙子在柏林的广场上 遇到了女友 并与他紧紧相拥 这件事不仅被陆志诚纪录片 在电视台播出 还因为这样的特别经历 出版了一本书 搭车去柏林 当所有人都在 佩服小伙子的耐力和毅力 感慨爱情的伟大的时候 小伙子却说 有些事你现在不做 永远也不会去做 这是一句很直白的话 却说出了我们所有人 对于梦想的苦恼 我们大多数人 往往不是倒在追梦的路上 而是在还没有开始 追梦的时候 便已经选择了回头 我们每次在下定决心的时候 总会有种种意外 打断我们的进程 而这些往往都属于 不可不做的急事 这个不可不做是打引号的 于是我们选择了妥协 选择处理完之后 就去追逐梦想 然而就如同 莫菲定律中的那句话一样 每当你准备做什么的时候 总有些别的事 你得先做了 每个解决办法 都会衍生出新的问题 最终的结果就是 我们迟迟不能实现 自己的梦想 其实在这背后 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而已 习惯了安于现状 习惯了哀叹贫穷 习惯了麻木不仁 追逐梦想的过程中 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性 使得我们不愿意 再去做无谓的折腾 但是我们趁着年轻 总应该肆意地折腾一番呢 不折腾 我们永远都是做梦君 折腾也是对梦想的一种尊重 如果我们不能飞 那就跑 如果我们跑不动 那就走 如果我们实在走不动了 那就爬 无论做什么 我们都要勇往直前 无论有多难 我们都要多坚持一下 千万不要低估 我们实现梦想的能力 如果我们只是在梦里想象 那么梦想永远只是一个梦而已 我们应该拿出实际行动 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一步一步 总有一天 我们也能实现 自己的梦想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是 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梦想时 我们梦想年薪百万元 却做着月薪三千的工作 我们梦想在公司独当一面 却一直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职员 我们梦想把公司做到上市 却面临入不敷出的惨淡经营 梦想看起来那么遥不可及 我们开始怀疑否定自己 对前途悲观失望 事实上 能轻易实现的梦想 都不叫梦想 就如根据莫非定律 推出的第二条理论那样 所有的事 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 尤其是当我们的才华 还撑不起梦想时 更要耐下心来 一步一个脚印地 提升自己的能力 陈小安 梦想成为一个电竞职业玩家 母亲对他比较溺爱 便联系了一家职业俱乐部的教练 尽管教练告诉陈小安 电子竞技也是需要天赋的 单单依靠兴趣与努力 成为顶级选手 并不比依靠学习 考上北大清华更简单 陈小安呢 却毫不在意 义无反顾地加入俱乐部 然而陈小安无法忍受 长期大量且枯燥的训练 每次训练都是敷衍了事 整日想着自己什么时候 才有机会上场 机会终于还是来了 战队中的一位主力选手意外受伤 没有办法 只能让陈小安上场替补 陈小安本以为可以大显身手 却不想一上场就被对手牵着鼻子走 最终因为自己的糟糕表现 使得队伍输掉了比赛 赛后呢 又因为无法承受来自观众 与俱乐部多方面的压力 最终选择退出 离开电竞圈 当我们的才华 还不足以支撑自己的梦想 或者能力 还驾驭不了自己目标的时候 一味地急着向前冲 往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只会让我们 未来追梦的道路更加艰难 梦想不是浮躁 而是沉淀和积累 需要每一天的精进 王牧城最大的梦想 便是成为一个视频网站的up主 在小期间 选择组建自己的团队 制作视频 然而仅仅两个月 王牧城就发现了 以自己现在的视频制作能力 并不足以支撑 整个团队的运行 王牧城在思考了一个晚上之后 选择解散团队 开始自学相关技术 毕业之后 选择进入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 实践自己的学习成果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 王牧城的技术日渐成熟 自己也成为行业翘楚 这时呢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辞职 依靠自己的技术 与多年积累的人脉 成立了新的团队 自己也终于成为 某视频网站的知名up主 墨菲定律告诉我们 经历怎样的辛苦 才配拥有怎样好的人生 所有的成功或者说取得的成绩 都来源于在那些漫长漆黑的夜里 曾经下过的功夫 吃过的苦 流过的泪 正是因为长期的付出与努力 他们的每一天才过得踏实 过得心安 也值得享有 应该得到的一切美好与光芒 那么 当我们的才华 还撑不起自己的梦想时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首先 要做一个对自己 有点要求的人 生活中其实并没有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每一件小事聚在一起 就铸造了一个人 现在的样子 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做出一番事业 最怕的 不是没运气 没钱 没博乐 而是我们从一开始 就对自己没要求 一个人对自己都没要求 不能做到眼以律己 又怎么能指望自己 为梦想而付出呢 我们身边的每个人 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每个人的行为 也有能激励我们的地方 承认别人的优点 看得起别人的成功 才是我们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便会有不同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也才能认清自己的梦想 其次 要学会坚持 无论我们的人生起点有多低 都要牢牢记住 坚持二次 坚持 是我们提高才华 支撑梦想的重要道路 有人说一件事 坚持做七天 就能变成习惯 坚持二十一天 就能成为生活中的必备 如果我们只是坚持逛街 坚持打游戏 坚持睡懒觉 坚持看电视追剧 那不如再增加一件事 坚持做一些 与梦想相关的事情 只要一直坚持下去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离自己的梦想 越来越近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 一夜成名的人 都是运气好吗 我们经常听到 这样的一些消息 隔壁家的孩子 不到三十岁 年薪百万 我一个同学写的小说 还没毕业 就被网站签约了 我认识一个女孩 参加歌唱比赛 一夜走红 现在到处开演唱会 现在呢 随着网络的发展普及 我们身边突然出现 越来越多 一夜成名的案例 导致我们也变得 越来越焦虑 越来越浮躁 我们在心里 不断暗示自己 他们可以 我也行 一旦失败 便又变得怨天尤人 整日一副 怀才不遇的样子 将他们的成功 看作运气使然 那么 那些一夜成名的人 真的只是 运气好而已吗 吴小波认为 每一件 与众不同的 绝世好东西 其实都是以 无比寂寞的勤奋 为前提的 要么是血 要么是汗 要么是大把大把的 曼妙青春好时光 我们很多时候 只看到了那些 一夜成名之人 表面的光鲜亮丽 却忽视了他们 为此付出的时间 精力 1902年 27岁的诗人 利尔克应聘 去给60岁的画家 雕塑大师 罗丹当助理 在出出茅庐的 利尔克的幻想当中 明满天下的罗丹 一定有着十分浪漫 疯狂 与众不同的生活 然而 他看到的真实景象 与想象中的 大象径庭 罗丹竟是一个 整天孤独的 埋头于画师的老人 这个现实 令利尔克 有些无法接受 他问罗丹 如何能够找到一个要素 足以表达自己的一切呢 罗丹沉默片刻 然后极其严肃地说 应当工作 只要工作 还要有耐心 出名要趁早这句话 真的是误导了我们很多年 使得我们现在心浮气躁 总想着一夜成名的美事 如果将我们的成功 比做一次马拉松长跑 那么最后百米的冲刺 却需要之前的积累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 一夜成名的人 但是这些所谓的一夜成名 都暗含着坚持不懈 为了自己梦想 没日没夜的努力 英国的尼尔·弗格森 算是当代西方学者 公认的神童 他的研究领域横跨历史学 经济学与政治学三界 不到三十岁 就被牛津大学 聘为研究员 四十岁时 被时代周刊评选为 影响世界的一百人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年少成名的背后 是他远超常人的努力 为了写好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 他和他的助理们 翻阅了罗斯家族 百年以来上万封的家信 以及成敦众的原始资料 我们常说 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这一句话充分体现了 伯乐的重要性 但也让很多人 过度地着眼于伯乐 而忽视了千里马 本身的能力 才是关键 小米的创始人雷军 在业内有最勤奋的CEO指称 16年来 几乎每天都要工作 十几个小时 苹果CEO库克 每天早上 四点就起床 发邮件 五点会准时 出现在健身馆 而且往往还是 晚上离开办公室 最晚的人 87岁的李嘉诚 还在不停地工作 正如墨菲定律中的 那句话一样 每件事的背后 都没有你看上去 那么简单 那些一夜成名的人的背后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 那么光彩夺目 都有着十年如一日的 艰苦奋斗历程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我们来说 你才二十多岁 为什么怕来不及实现梦想 我们时常会感到 时间来不及 从而感到焦虑 等到冷静下来 却找不到 丝毫焦虑的理由 可是我们现在才二十岁 为什么害怕来不及呢 究竟是哪里来不及呢 林瑶毕业于名牌大学 但是学的专业 并不是她喜欢的 当年高考过后 她只是随便填了 学校和专业 没想到 那个时候的选择 竟然直接绑定了 她以后的人生 她羡慕那些 目标很明确的人 要么就是从事 本专业的工作 要么就干脆 跨行做一点别的 可是她连个 确定的答案都没有 她说 该怎么办呀 好像做什么事情 都来不及了 她回想自己 在大学的几年时光 专专业没有好好学 恋爱也没有正经谈过 好像一无所成 走在人群里 随时都会被淹没 反观自己身边的那些同学 有从大一开始 就利用寒暑假的时间 四处旅行 拍照的学姐 如今呢 已经开始给旅行杂志 供稿子了 有大二十就交换去 美国长春藤名校的学长 现在已经在那里读研 继续深造 还有大三十就已经有了 自己设计工作室的 同届同学 接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单子后 现在工作室已经小有名气了 李瑶不止一次 向自己朋友抱怨 好像过了三十岁以后 时间一直在快进 有太多的东西想尝试 有太多的事情想去做 有太多的远方想到达 可是好像根本来不及啊 他害怕到最后 什么梦想都没有实现 刘洪波为了更好地适应 当前社会激烈的竞争 三十岁又开始重新学习 参加高考 考了三次 才被湖北中医学院录取 山姆布莱恩特 四十多岁才开始健身 连续坚持二十七年 练就一身健硕的肌肉 拉斯科八十岁开始学画画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退休后 开始使用Windows95软件画图来作画 九十八岁成为艺术家 举办了个人画展 和这些人相比 我们怕什么来不及实现梦想 又有什么资格说来不及实现梦想呢 是害怕前方的道路漫长而未知 还是害怕现在落后于别人太多呢 又或者是怕终究无法成为 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可是这些又有什么来不及的呢 只要我们愿意去努力 愿意去改变 任何时候都来得及 正所谓 试金子总会发光 二十岁的我们还有大把的时光 有的是时间让我们变得更好 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地提高自己 把所有的落后于人和落寞失意 都抛之脑后 剩下的就都交给时间就好 总有一天 我们所做出的努力都会回报我们 爱德华莫菲 于1949年提出的莫菲钉驴中 有一句话 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 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 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如果我们每天什么事情都不做 只要不断地重复着 我好害怕 我害怕什么都来不及 我们就会毕业论文来不及写 工作来不及做 梦想也来不及开始 害怕梦想来不及实现 只会为我们徒增无谓的烦躁和压力 并不能帮忙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 事实上 更多的时候 害怕像是一个任意反弹的弹簧 肆意地搅乱我们的生活 不必再害怕梦想来不及实现了 只要从现在开始 任何时候都来得及 我们要相信 只要努力 总有一天 梦想会实现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 没实现的梦想 大都输给了半途而飞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应该放弃 筷子兄弟在歌曲《老男孩》中 唱出无数面临抉择的年轻人 对于梦想的迷茫 无数人在心中自问 那些没有来得及实现的梦想 是不是应该选择半途而飞 而歌曲中并没有明确地给我们答案 却在大段回忆青春的歌词中 反问了一句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是到如今只好祭奠吗 许道明初中时候的梦想 就是当一名小说家 他拼命地学习写作技巧 拼命地看各种中外名著 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 也不顾家里的反对 选择了中文系 毕业后他选择在一家 报社工作 在工作之余进行着自己的创作 然而事情常常不能如人所愿 许道明的作品一直没有受到肯定 常常面临投稿失败 稿子被毙 石沉大海 甚至有时候 自己完全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 他无数次在心里自问 不知道那些终于写出头的作家们 是否也曾经有过这么艰难的时候 莫非定律中有这么一句话 往往等公交车太久 没来就走了的人 刚走公交车就来了 很多人梦想的实现 都是在他感觉最困难 马上就坚持不下去 准备放弃的时候 所以 在那些我们还没来得及 实现梦想的时候 不妨再咬牙坚持一下 说不定转机 就恰好出现在 我们放弃的那一刻 我们都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莫爬滚打 一次次地从挫败中认识自我 又一遍遍地在打击中迷失方向 在感到疲惫时 不妨看看这部电影 或许你能从中 找到继续前行的动力 电影《翻转幸福》 描述了一位美国女企业家 乔蒙哥略的真实奋斗故事 乔自幼就父母离异 成人后又是一位单亲妈妈 她辛苦地撑起了全家的生活 即使一路走来生活艰难 她仍不放弃 从小对发明产生的热情 最后 她在挺过种种社会歧视 与金钱上不足的限制后 成功创造了 世界上第一把魔术托把 并将她的企业发展成 市值十亿美金的企业 她靠自己的双手 翻转了自己的命运 学过绘画的人想必都知道 在学画的过程中 大多数人都会遭遇平静期 本来觉得天天有进步的 但是突然有一天 就迷茫了 不会画了 不知道该怎么画了 而这个时候呢 也往往是最重要的时候 一旦我们突破了这个瓶颈期 就会有突飞猛进的进步 若是不能突破 也许就此止步或最终放弃 我们身边有很多遇到瓶颈的情况 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 似乎都有这样的时候 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 总是会遇到一段 或长或短 感到枯燥 无奈 感觉自己碌碌无为 纠结自己是否该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有些人会在这个时候 认为自己没有实现梦想的能力 而选择了放弃 把所谓的最初的梦想 都留在了伤感的记忆里 日本漫画家村田雄介 在一拳超人中 借主角之口 说出这么一句话 俯卧撑一百个 仰卧起坐一百个 下蹲一百个 然后跑步十千米 这些每天坚持 要玩命锻炼自己 不惜秃头 这就是变强的唯一方法 说什么新人类 什么进化 在那里瞎胡闹的你们 是绝做不到的 人类真正强大的 是自己改变 那些我们羡慕的 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拥有自己喜欢的一切 可以实现梦想的人 并不是因为他们 有什么过人的天赋 只是因为他们 没有半途而飞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 坚持下来了而已 一旦我们遇到平静与挫折 就开始左顾右盼 心神不宁 还会给自己 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说什么 梦想撞在坚硬的现实上 破碎了 总是要养家糊口 才能奢谈梦想 直接承认就好了 我们只是坚持不下去了 一旦坚持的力量坍塌 我们就会产生自我怀疑 在纠结彷徨之后 又开始为自己开脱 找个所有人 都能够认同的理由 让自己脱身 最终梦想没实现 现实不甘心 就像一颗心 总是选在半空中 所以 在我们遇到艰难与挫折 觉得自己选择的 这条路不好走 想要放弃的时候 不妨放下那些好高骛远 放弃那些长篇大论 脚踏实地 咬牙向前迈一步 一小步就好 梦想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遥远 有时候 我们离梦想 就差这么一步 路不好走 那就走慢一点 即使再慢 我们也是在朝着梦想前行的 慢慢走 扎实而努力 不轻言放弃 选择了 就去试一试 总有一天 我们会到达 成功的彼岸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说说 寻着兴趣 一步步成为 你想成为的样子 现在的生活 真是无聊呀 这句话 我们是不是经常 在生活当中会听到呢 无聊 这或许是我们现在 常听到的一个词语了 在工作中 生活中 甚至在我们熬夜游戏中 无聊这个词 无处不在 莫非定律中有一句话 每个人都有一套 没法运作的计划 朱子星从小便喜欢舞蹈 自上小学开始 便跟着舞蹈老师来学习 但是在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 朱子星却听从父母的意见 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人事管理专业 整个大学期间 朱子星都感觉 自己过得浑浑噩噩 就连自己毕业之后 对大学生活也没有丝毫快乐的记忆 毕业之后 朱子星又选择了听从父母的建议 进入一家地方企业 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人事工作 公司无论是从工薪待遇 还是工作环境都令人满意 朱子星也在公司 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但是呢 朱子星怎么也感受不到丝毫的快乐 后来 见到一个当年一起学习舞蹈的朋友 他已经成为省级舞蹈协会的成员 并且考取了舞蹈教师资格证 开始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从此之后 朱子星更加反感自己现在的生活 工作的时候呢 也是经常心不在焉 常常犯错误 最后领导辞退了朱子星 很多人会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工作并不满意 心中有很多美好的想法 并且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想象 却总是无法下定决心 买出第一步 其实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就有什么样的生活 与其整日面对自己不喜欢的生活 长虚短谈 何不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 发掘自己的兴趣 一步步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呢 诺贝尔文学奖的常年陪跑者 村上春树 从小受到家庭熏陶 非常喜欢读书 村上春树读小学时 父亲有意培养他 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兴趣 但他始终未能入道 反而对西方文学情有独钟 他说 不想学的没兴趣的东西 再怎样都不学 上了大学之后 村上春树常常泡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他形容自己看书 就像拿铁锹往煤炉里面铲煤 不管什么煤都往里面铲 来者不拒 他阅读英文原著 一页一页的翻 一本一本的啃 还把自己喜欢的美国惊悚小说 翻译成日语 大量的阅读增强了他对文字的敏感度 使他更擅长 从转瞬即逝的变化中 捕捉情绪 不知不觉间 为他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9岁那年 村上春树在色谷区千驼附近的神工球场 突然起了写小说的念头 随后便每晚在餐桌上挥笔不知 写下了且听风吟 却不想获得了第二十三届群像新人奖 至此之后 村上春树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旅 并一发不可收拾 挪威的森林上市之后成为日本畅销书 引发了村上现象 格拉德威尔在《异类异书》中指出一个定律 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 并非天资超人一等 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 一万小时的锤炼 使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 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至少需要从事该领域工作一万个小时 如果每天从事工作八个小时 一周工作五天 那么要达到这一标准就需要五年的时间 这还不包括我们浪费的时间 时间如此紧迫 即便用来从事我们感兴趣的事情都先不够 更不要说用来犹豫和妥协 尤其是妥协给那些我们自己都清楚 这只是妥协的东西上面 我们有时候总是觉得生活的束缚 约束了自己 但是当我们犹豫的那一瞬间 我们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丧失了一次机会 一次自己想要 能够改变自己 使自己过上想要的生活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太多犹豫 要随着自己心中所想 认定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我们的梦想只有自己买单 别人无法左右我们的生活 更无法改变我们的未来 我们都明白 无论经历着怎样的孤独 都只能前行 也许努力了 不一定会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但在承载我们自己梦想的地方 认清方向就该放胆前行 在这段起伏不定的旅途中 我们不用犹豫与彷徨 这些只会让自己变得胆怯与妥协 只要我们寻着兴趣 便能一步步变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最终成就自己的梦想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你一同分享 本集开始我们进入到第二章 你以为的创业 根本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我们先来聊聊第一小节 你认为创业就是当老板吗 据说在北上广深的大街上 十个人中有七个 有过创业经历 有99%的人想过自己创业 大有一种不创业 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聊天的趋势 然而就如同莫非定律中 所说的那样 没什么事情像看上去那样简单 每个解决办法 都会衍生出新的问题 我们想象中的创业 就是自己当老板 其实并不容易 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 也会遇到种种需要独自面对的艰辛 李鸿大学期间就一直幻想着创业 刻意时间在学校曾做过小生意 每次都能赚到一些小钱 就此认为创业不过如此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于是毕业之后 李鸿不打算去找工作 而选择了同几个朋友进行创业 几个人向家里要了一些钱 联手制作了一个搞笑的APP 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 但是APP是做好了 不知道具体应该放什么内容 毕竟几个人都是做软件的 对于文字不是很懂 便想着再招几个专门写文案的人 好不容易招聘到编写内容的人员 却发现宣传方面又出了问题 因为是新的APP 认知度不高 推广起来异常艰辛 于是呢 几个人商量着 再招几名宣传推广人员 这个还没做好 原先答应的赞助商 在看到产品后突然反悔 他们又要重新拉赞助 兜兜转转两个月之后 赞助没有拉到 员工的薪水也发不出来 只能无奈解散 创业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成功人士 发出类似的言论 这让我们产生一种 创业就是自己当老板 这么简单的错觉 创业或许没有一些人 想象中的那么难 但也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 这就如同我们学习英语时 常说的那句话一样 难的不会 会的不难 维夫雷多帕雷托 曾经提出一个二八原则 即行业两成人 创造了八成的利润 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 首先就会面临二八原则 带来的问题 比如我们想开一个网站 就需要招程序员 网络推广美工 每月需要按时交房租 每月照发工资 员工还可以经常在那喊着 工资太低了 老板太黑了 要求涨工资 我们付出与别人一样的成本 却只能与八成的人 去分享那两成的利润 我们常常会看到 很多创业成功的例子 只是这些例子 还有待我们亲自去挖掘 凡是那些在网上 铺天盖地的 都在说的赚钱方法 基本上不会赚钱 创业需要我们时时刻刻 想着怎样优秀 怎样与众不同 别人是靠打高价的广告引流量 我们就需要想着 能不能做不花钱的口碑营销 别人自己买服务器 我们就需要考虑 使用云计算架构 节省成本 别人靠花大钱在APP刷榜 我们需要靠SNS来实现自营销 打工可以赚大钱 创业也可能会赔得倾价荡产 打工什么都不需要想 只要按照领导的要求去做就好了 公司盈亏 我们的工资却要照常发 但创业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商机 抓住机遇硬件软件都要提高 还要时时刻刻的考虑合伙人 受众员工等多方面的影响 只有比大多数人更加努力 才有可能寄生那少数的两成人 一心只想着当老板 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只会成为别人的背景墙 那各位听友 你觉得创业当老板是一件简单 还是一件难事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聊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我们来说 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 不支持大学生创业 大学生到底该不该毕业后 选择去创业呢 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很多创业圈 投资圈内的人士 都为此展开过争论 其实有很多企业家 都不支持大学生创业 他们大多建议大学生 毕业后先工作几年 积累一定的社会精力 再创业 但是身为大学生 有太多那种 不能创业就坐立不安 茶饭不思的人 总是想着毕业后 干一番事业 急于投身创业的热潮之中 结果却因为种种原因 导致机会搁浅 就如莫非定律中的 那句话一样 每个人都有一套 没法运作的致富计划 如果是拿父母的养老钱 或者是借来的钱创业 我们就一定要三思慎重 最好是能先有一些工作经验 进行一些社会实践 了解创业中到底有哪些事 以及自己是否具备 这些条件之后 再考虑是否要进行创业的问题 钟子栋和女友毕业以后 一起开了一家奶茶加盟店 奶茶店刚开张的前几天里面 每天钟子栋就赶去店里 帮着发宣传单 对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一遍遍地喊着奶茶买衣送衣 甚至自己还编了很多打油诗 来当做广告词 从下午六点一直喊到 晚上十一点多 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两人发现奶茶店 不但没有挣到钱 还入不敷出 于是呢 两人便坐下来认真地分析了一遍 工作日的时候 一天能卖到七十多杯 每杯平均七块钱 周末的时候 一天能卖到大约九十杯 这么一算 每个月的毛利润 就达到了一万四千八百四十元 但是呢 奶茶的原料成本 大概是百分之三十 每个月的房租又要三千五百元 再加上女友一个人忙不过来 还需要另外雇佣一个人 这利润也只有四千元刚出头而已 奶茶店的初期投资 算上加盟费要五六万元 两人花销又比较大 导致奶茶店入不敷出 最后只能无奈关门了 其实呢 之所以那么多企业家 不支持大学生创业 主要就是担心 大学生没有能力应对创业初期 所带来的困难 首先 创业需要资金 尤其是创业的前期 肯定是需要一些 短时间内 见不到回报的资金支持 来维系运营 那么问题就来了 作为大学生的我们 怎么拿得出这第一笔资金呢 而且 创业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如果向家里要来的资金打了水漂 我们又该如何收场呢 作为大学生创业的第一个难点 便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初期资金 同时又很难拉到其他的赞助 其次 创业项目并不好选 做任何项目都需要一个平台 选择一个好的平台 做项目会如雨得水 可以游刃有余 但选择一个错误的平台 就会适得其反 身为大学生的我们 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 创业项目全靠自己想象 我们很难分辨 什么项目容易赚钱 什么项目累死累活 也赚不到一分钱 最后 是大学生缺乏创业技能 我们刚从学校毕业 不了解相关政策法规 没有相关的工作实践经历 缺乏能力和经验 但又对创业的期望值非常高 经受不了重大打击 如果想创业 首先要做的是认清自己 认清自己之后 才能理性地看待自己 在资金项目 相关能力 社会经验 各方面的优势劣势 只有我们各方面都考虑周全 才能保证我们的创业 能够有个良好的开局 那各位听友 你是如何看待大学生创业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聊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聊 创业没想象中那样简单 我们在看到新闻里 80后小伙儿成功创业 90后最年轻CEO的消息的时候 总是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 我上我也上 认为自己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只是运气不好 其实不然 创业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但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我们选择开始创业的那一刻起 就应该勇于面对创业的残酷性 做好默默付出 却一无所获的准备 就像莫非定律中说的那样 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失败太富有创造力了 在我们的认知里 成功的创业者 俨然成为英雄的代名词 但是大多数的创业者 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们在成功之后 悄悄隐藏起创业中的黑暗一面 在成功之前 曾经在将近崩溃的焦虑和绝望中挣扎 据统计 中国创业企业的失败率高达90%左右 大学生毕业以后 马上创业 那么失败率更是达到了95% 而创业者第一次创业的成功率 只有12% 即使是第二次创业 成功率也不过为20%而已 仅拿2016年上半年来说 资本寒冬 价值跳水 融资放缓 几乎霸具上半年 主要关键词的位置 市场不好 竞争压力大 这让创业公司接连倒闭 即便是曾经融资几亿元的公司 也难逃一劫 我们每年都会看到创业者 因创业失败 而引发抑郁等心理疾病的报道 所以我们如果想选择创业 就要准备好面对压力 打击失败 以及这些背后 带来的心理冲击 有人说 创业的过程就像是野外骑车一样 总是会颠簸不稳 但是创业者们也可以做出一些努力 来帮助他们保持对方向的掌控 只有这样 才会有效地缓解面临失败时的压力 那么创业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焦虑 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 遇到问题时尚且会感到焦虑 有时甚至手足无措 无所适从 更何况是那些 每天都会面临失败风险的创业者 这时候最好的办法 便是控制自己的财务风险 在资金计划中留下一定的投资额度 以便应对突发情况 甚至可以找合作伙伴一起创业 缓解自己的压力 其次呢 是双向抑郁 我们理解的抑郁只是情绪低落 但是从事创业的人是不一样的 双向抑郁是有时候整个情绪会很低 有时候情绪却很亢奋 创业者就是在高潮低潮迭代转换的过程中 不停地转变自己的情绪 这时候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建立面对失败和亏损的能力 改变我们对困境的看法 保持我们的良好心态 时刻保持信心 最后是失眠 大多数的创业者会将白天的问题带入睡前 导致自己睡不着觉 辗转反侧 满脑子公司的事情 针对这一现象 有氧运动 健康饮食 对于充足睡眠都很有帮助 同时 培养一个与工作无关的身份也同样有效 通过生活的这个身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事业不是全部 生活同样很美好 另外 我们要学会诚实地对待自己的感受 不要隐藏情绪 即使是在办公室中 当我们愿意诚实地面对情绪时 就能与周围的人有更深入的沟通 甘愿变得脆弱 对领导者来说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创业中特别重要的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是 短暂的激情是不值钱的 在大型励志创业电视活动 赢在中国第一赛季晋级赛第五场中 来自美国的工商管理硕士 电子工程硕士 陈岳武带着周祥的计划 创业的激情来到这个赛场 却直接被马云淘汰掉了 马云对他说 你最好别创业 创业很累 创业的失败率很大 如果你真的要创业 我建议你MBA以后 先找一份工作 到中国来干五年 五年以后还想创业 你再创业 是啊 就如同莫非定律中的那句话一样 每件事总比你估计的 要多花点时间 在创业的大军中 并不缺乏激情满满之辈 每个人都是抱着满腔热血 投入创业之中 真正缺乏的是那些 有激情 有准备 能够坚持到底的人 如果我们只是心怀激情 便投入创业之中 那么随着创业初期的不顺 激情可能会被慢慢的磨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坚持 最后的结果 也只剩下放弃 试想一下 那些人和我们一样 怀有激情 比我们更加有计划 有目的 在各方面都比我们准备的充分 甚至有些人比我们有独特的天赋 即便如此 他们大多数人还在底层摸爬滚打 甚至已经面临创业失败 那么我们空怀激情 又凭什么比他们更加优秀 做得更好呢 很多事情说起来很简单 但做起来却很难 对于我们想要创业的人来说 更是如此 就如同上山打猎一般 因为看到别人打很多猎物 于是很多人便蠢蠢欲动 约上三五个好友 扛着几把不怎么好使的猎枪 满怀激情的上山打猎 那个时候我们是兴高采猎的 因为心中幻想着 可以马上成为成功的狩猎者 但是呢 现实总是残酷的 那些成功打到猎物的打猎者 在上山之前 也许经历了多年的实战训练 以及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而新打猎者上山之前 却没有相应的准备 只是空怀激情 想到哪做到哪而已 短暂的激情是最没有用的 我们创业之初还可以依靠激情 来当做纽带 加大彼此的联系 一起面对困难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困难的增多 慢慢的激情便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谓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在开始的时候一起创业 或是独自创业得到他人的支持 都是凭着一腔热血 都没有想过太多 但随着事业进入平缓期 每个人的心思 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有些人已经激情不在 这时候就要考虑换一种方式 来作为彼此之间的纽带 再有就是面对困难时候的坚持不懈 放弃是最大的失败 但这里的放弃 并不仅仅指的是 放弃自己的事业 还包括改变自己的初衷 最后的问题便是展望未来 未来拥有无数的可能 但我们只能去选择其中一条 这不免会让我们产生彷徨 甚至也会使得团队内部产生分歧 古往今来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 远的有刘邦项羽 近的有乔布斯离开苹果 所以呢 短暂的激情并不值钱 激情只是我们创业的动力 但不代表我们的创业能力 仅有能力还不够 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这样我们的创业之路 才能走远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分享的话题是 必须随时做好过冬的准备 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什么事情是永远正确的 所以如果每件事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一定出问题了 这句话出自莫非定律中的一个演化版本 其实说的是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 不可能永远是顺风顺水的 如果现在看上去是如此 那么必定即将甚至是已经在不知道的地方 出现了问题 这就和我们在生活中常说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其实是一个道理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居安思危 当我们安逸的时候 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要有思危的思想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危险就会到来 有一个药业开始的时候是主打品牌效应 喜欢请明星来为自己代言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人们更加注重产品的效果和服务 不愿意相信广告 这家药业发现这套营销模式变得没有那么好用 于是积极转型 开始更加注重自己的销售渠道的建设 开始以终端为主 提出了赢在云端的战略转型 研发了多款APP最大限度的迎合用户的需求 正所谓打江山易守江山难 我们之所以能够平稳的发展 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是因为我们之前辛辛苦苦付出过很多的努力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停止脚步 我们还要守好这个江山 否则迟早会有一天 我们会陷入突如其来的危机 从而破产 作为第一家发明并生产数码相机的 伊士曼科达公司 一度成为影像的代名词 在它最辉煌的时候 几乎垄断了中国的胶卷市场 但是呢 科达一直沿用传统的思维 并没有积极参与数码相机的竞争当中 甚至在数字成像技术成熟 传统的成像技术 已然不受欢迎的时候 科达也没有做出积极的应对 直到1998年 科达营业额锐减 科达的决策者 开始尝试发展数字技术 并没有丝毫转型的意愿 到了2004年 才推出六款数码相机 但是几乎没有任何利润 直到2012年 牛交所向科达发出退市警告 无奈之下 科达提交了破产申请 我们做不到料事如神 猜不到危机会在什么时间 以哪一种形式降临在我们身边 但我们可以事先做一些准备 好让自己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更加从容 不至于手忙脚乱 那么我们在进入事业平缓期之后 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去应对之后 可能会面临的危机呢 首先我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们常说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如果我们不能做到 不断接受新鲜事物 不能做到与时俱进 我们迟早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 不停地学习新的知识 不断提高自己 同时提高我们事业的竞争力 不让自己的事业 因为过于成就 而被同行淘汰 其次呢 我们要端正自己的心态 心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事准则 一个好的心态 有利于事情的发展 坏的心态 则会阻碍事情的走向 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很容易铸成大错 我们或许不奢望 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 但是还是要把 每一件小事的细节做好 小事做到精致 大事说不定自然而然的 也就成了 最后自然就是一些外在细节 比如 时刻关注人才的动向 保持行业的敏感度 注意资金的合理利用 有些在平时看来 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在危机来临之际 却会为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 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未来遇到的困难 我们或许无法预测 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 适应周边的环境 努力地提高自己 这样在我们以后遇到了危机时 才不会显得慌乱 才能够找到度过危机的方法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说 创业失败 后来怎么办 有人说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坑 一个漫长的过程 也是一种生活 我们每一个创业者 都是在无数个夜晚 扛着压力在前行 有的人成功了 有的人失败了 甚至有的人为此负债累累 成功的姑且不说 面对创业的失败 又会出现不同的选择 有人选择投资 有人选择去打工挣钱 也有的人选择继续创业 那么一味地坚持继续创业 我们真的可能因此获得成功吗 很多选择继续创业的人 都会清晰地认识到 自己上一次创业失败的具体原因 想着自己只要避免 就会更加接近成功 但是莫非定律告诉我们 规则不容易掌握 一旦掌握了 规则又变了 我们或许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却还是无法彻底解决 也可能会遇到其他的问题 因为没有经验 而束手无策 不考虑实际的情况 单纯地为了坚持 而坚持创业 是不明智的 有人对于创业者失败之后的走向问题 做过一个统计 总的来说 创业失败 选择打工的有24% 选择投资的有21% 选择再次创业的有55% 选择再次创业的人中 还包括很大一部分 是已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休息一下 再回来创业的人 郭峰学的是计算机转业 他很羡慕那些创业成功的同龄人 最大的梦想 是做一款现象级的大产品 在校期间 他就有过三次简短的创业经历 这使他自认为 有了足够的创业经验 毕业之后呢 与几个同学一起设计了一个婚恋APP 短时间内就拥有了4万用户 这一度使他非常自豪 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 他们面临资金的不足的问题 郭峰决定亲自去找投资人 一连见了30多位 却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融资 郭峰一度认为 这些投资者没有眼光 这么好的APP 却看不到前景 直到他遇到一位学长 学长对他说 你设计的这个APP是一个很好的软件 也贴合现代人相亲的热潮 但是这个APP最大的问题 是他没有商业价值 无法进行商业化 哪怕他的用户再多 也没有人愿意投资 不能带来收益的产品 郭峰回去后仔细想了想 也明白了学长的意思 便决定放弃创业 先去一家软件公司工作 等有了足够的经验 能够分辨产品价值的时候 再决定是否创业 其实 创业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也不是说 有了一点点经验 就能够成功 那些连续创业失败的人 并没有认清自己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创业者身上存在的最大问题 便是为了创业而创业 根本没有考虑实际的情况 我们很多创业者 包括那些想要创业的人 大多数只是受到了 网上那些成功案例的刺激 根本不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如何做 创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我们看到了太多一夜暴富的案例 却忽视了其中的过程 总是想着快点获得成功 而无法忍受前期枯燥的沉寂 如果我们不懂得产品的价值 我们在创业过程中一腔热血 全然都是为了理想 根本不去考虑和钱有关的问题 忽视了产品的价值 如果一个产品确实很有用处 却带不来一点收益 那么根本不会有投资商看重 我们也就无法获得资金 来维持公司运营 对于创业者来说 无论是争取融资 产品管理 团队管理 战略判断 每个方面都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考虑清楚 而在创业失败后 一味地继续开始新的创业 所收获的 也只是失败的经验而已 对我们如何成功 没有任何的帮助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要分享的话题叫做 你真的适合创业吗 莫非定律中有一句话 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别试图教猫唱歌 这样不但不会有结果 还会惹猫不高兴 仔细想一想 创业就如同教人唱歌一样 如果我们教猫唱歌 它自然永远都不可能学会 但是如果我们本身 就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 那又怎么可能教会别人唱歌呢 创业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 多到根本数不过来 甚至像史玉柱 马云这样的成功人士 也都有过创业失败的经历 不管从事哪个行业 都要讲究天赋的问题 创业更是如此 不适合创业的人 哪怕再努力 都不会获得成功 拥有创业的天赋 还需要有创业的能力 没有能力注定失败 有了能力 没有人脉也做不长久 有了人脉 还需要良好的经营策略 有经营策略 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 胡浩天是一个 安于现状的人 在周围人都想着创业的时候 他却没有这个想法 选择回家继承组业 开了一间特别不起眼的包子铺 每天呢 也不想别的 只是安心的 做好每一个包子 对于胡浩天来说 能够听到客人的赞扬 就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渐渐的 胡浩天包子铺的名声 越来越大 每天到了吃饭的时候 店铺外面 便开始排起长长的队伍 但是呢 胡浩天并不懂经营 也不愿意开分店 让别人 败坏自己包子铺的名声 便还是一如既往 没做出什么改变 只是多花一些心思 在就餐环境和体验上 使客人看起来更舒心 坐下来吃饭 也更加安心 胡浩天包子铺 靠着这始终如一的态度 名声越传越广 甚至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 就是为了吃一顿包子 有人选择创业 有人选择打工 创业的人可能会走上 一夜暴富的道路 打工的人 也能依靠自己的勤勤恳恳 获得成功 所以呢 道路没有什么好坏 就看适合不适合 那么哪些人 并不适合创业呢 首先是怕苦怕累的人 创业并不轻松 甚至比打工更加艰辛 但是我们普遍对累的 麻烦的 不耐烦的事情 都有一个较低的接受程度 甚至许多人 是那种格外怕苦 怕累 怕麻烦的人 这会使得我们的创业 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其次是抗压能力比较差的人 创业的过程中 会面临很多不同的压力 甚至这压力 并不能与人分担 只能选择自己承受 我们作为创业者 无论是从经营各种关系 处理人际关系 到拉投资 资金链周转 无时无刻 不需要顶着巨大的压力 还有就是 做事没有偿性的人 建立起基本的架构 只是创业的第一步 收获第一桶金 也只是刚刚开始 之后我们还需要 面对市场上的冰山 融资的高山 转型的火山 这三座大山 如果不能做到持之以恒 那么也就注定会失败 最后就是 喜欢自由 受不了委屈的人 我们在打工的时候 受到委屈可以申诉 可以离职 但在我们创业的时候 受到委屈 也只能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咽 别人没有眼光 不愿意投资你 别人之前答应了你 又突然反悔 别人单纯的不喜欢你 不愿意与你合作 面对这些 我们能做的 就只能是承受 总的来说 创业也是需要一种天赋 有些人确实不适合创业 如果一味的 为了创业而创业 难免会撞个 头破血流 好 各位朋友 那您是如何看待 创业这个问题的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同讨论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 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我们将进入到第三章 工作越是小心翼翼 越是出错 第一节 我们先来说说 负向按势力 你越怕出错 越会出错 民间有一句俗语叫做 怕鬼有鬼 意思是说 我们害怕什么 往往就会遇到什么 我们担心什么 往往就会发生什么 我们越是害怕迟到 结果真的迟到了 我们越是害怕失败 结果真的失败了 我们越是害怕生病 结果真的生病了 我们越是害怕 与人相处不好 结果真的相处不好 这说的就是 莫非定律中的那句话 如果你担心 某种情况发生 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作为销售新手 杨旭虽然早就熟悉了 整套销售流程 以及推销术 但还是对自己缺乏信心 害怕自己做不好这份工作 导致在于客户沟通时 不止一次的 忘记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 甚至有几次 还将产品的名字说错 紧张的杨旭 心里不停地提醒自己 不能出错 不能出错 却没有丝毫的作用 该错的地方 还是会错 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总是不能停止犯错呢 难道只是因为害怕 因为注意力过于集中 就导致犯错吗 那害怕又是怎么来的呢 害怕出错与犯错之间 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当我们担心失败的时候 内心会产生消极的自我概念 这会让我们展现出失败者的面貌 不愿意付出百分百的努力 开始退缩 回避有可能发生的失败 或者曾经面临过的失败 而那些我可能会失败的阴影 会不停地笼罩着我们 会再次强化自己会失败的自我概念 即使在整件事当中 有些事是成功的 但是我们会在这种不断的自我暗示之中 选择性的遗忘 反而牢牢地记住自己失败的可能 并对此深信不疑 甚至会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侥幸 失败是经常和容易发生的事情 然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只是自己的选择性歪曲 1996年 摩洛哥运动员西查姆·埃尔·奎洛伊 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 1500米决赛时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整整一圈的时候 意外突然发生了 导致他与冠军失职交臂 四年之后 奎洛伊在悉尼奥运会卷土重来 却在最后冲刺的时候 被老将恩盖尼超过 再次与冠军无缘 赛后他在跑道上痛哭 我为了这个目标 努力了足足四年呀 可怎么 但是呢 奎洛伊不肯放弃 于2004年再次参加雅典奥运会 在决赛最后 只剩下50米的时候 奎洛伊再次被返超 但是他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 克服之前的阴影 最终以0.12秒的微弱优势 夺得这个期盼八年之久的 奥运冠军 犯错其实并不可怕 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 问题在于 我们怎么看待犯错这个事件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正确地看待错误 避免越怕出错越是出错 这种情况呢 首先要坦然面对错误 从小我们就被告诫要做对的事 却没有人告诉我们 在你做好某件事之前 你其实会先不断地犯错 以至于我们认为犯错是可耻的 是因为我们不好 所以才犯错 其他没有犯错的人 是因为他们比我们优秀 可是事实上 那些我们看到总是表现正确的人 也都是经历过无数次的犯错和修正 才能有今天的成果 其次 不能为了避免犯错 就干脆什么都不做 这反而是最差的解决方式 犯错是学习最快的途径 我们唯有尝试过才能真的学习 真正认为自己有价值的人 是会允许自己犯错的 因为并不会因为自己犯了错 自己就成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相反的 只有认为自己没有价值的人 才会尽量避免犯错 因为他们的价值 是建立在别人对他的评价之上 犯错对他们而言 会被直接解释为 别人对他的评价变差 自己对他人不再具有价值 最后我们应该明白 其实相比起那些正确 错误更显得可贵 正确是一个结果 错误却是一个过程 当我们不允许自己犯错时 我们也无法接纳别人的犯错 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我们思想僵化 自我局限 我们只有不断的犯错 才会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放开自己 不必再害怕犯错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愿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我们要分享的话题叫做 释放压力 越紧张 越出错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与压力之下 而使自己内心紧张 导致常常因此而出错 然而我们越是对此表现出在意 我们就越是会让自己 背负上巨大的压力 从而让自己陷入 越紧张 越出错的境地 李少宇平时特别爱说话 但是一到大型场合 就变得支支吾吾 甚至有时候紧张到 一句话也说不出 后来有一次 领导让他上台做汇报 面对场下的领导们和同事 他满头冒汗 把之前准备要汇报的内容 忘得一干二净 面对领导几次示意 他可以开始自己的演讲 面对几个平时相处不错的朋友 不断向他暗示 他就是无法克服自己内心的压力 我们在生活中 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平时说话是侃侃而谈 但每当自己上台公开演讲时 大脑却一片空白 一旦站在舞台上 我们立即变得笨拙 反应迟钝 甚至忘了言语 会不自觉地颤抖 为什么演讲总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事实上 这在心理学叫做恐惧症候群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人类通常对恐惧有两种反应 一种是隐藏自己 另一种是逃避 你看动物世界 面对凶猛的食肉动物 其他动物基本上也会采取这两种策略 文件的可读性和它的重要性 是呈反比的 这句话出自莫菲定律的一个演化版本 意思是说 很多非常重要 我们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其实做起来 并不会让我们感到高兴 反而会让我们感到心理压抑 甚至产生抗拒心理 压力来自我们身边的各个方面 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过度的压力 会导致自己在工作中心理紧张 导致我们工作出错 所以合理释放压力尤为重要 首先要学会适当的安排和计划 工作就会产生压力 同时压力也伴随着动力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缓解压力 释放压力 有时候还要合理地利用压力 让压力能够成为我们的工作动力 这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压力大小 来制定工作计划 让工作分摊到每一个短暂的时间段 这既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又能将压力分摊开来 避免集中爆发 其次 要学会缓解自己的压力 有时候我们工作的压力太大 仅仅分摊开来 也无法避免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适当地 缓解自己的压力 最常见的方式 就是保证自己有足够的睡眠 充足的睡眠是缓解压力的最佳方案 但如果我们的睡眠无法保证 可以选择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逛街 看电影 看书 品尝美食 在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不自觉地感到全身心的愉悦 我们感到开心 压力自然就会缓解 最后 要学会用合理的方式释放压力 我们总会遇到某些情况 导致自己的压力达到一定的节点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将自己 累积在心里的压力发泄出来 可以选择跑到空旷的地方大喊大叫 做大量的运动 参加搏击俱乐部 总之 就是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 进行一定的宣泄 压力不可避免 但是压力所带来的紧张 又会让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地出错 所以呢 我们应该对压力保持重视 利用压力 缓解压力 以合理的方式宣泄压力 避免为压力所困扰 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更加的得心应手 那各位朋友 你在生活中有哪些释放压力的方法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聊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愿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话题 苛求小事 结果耽误了大事 莫非定律告诉我们 天才和愚蠢的区别 是天才有它的局限性 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我们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 自然也有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过度地苛求小事 苛求那些我们不擅长的事情 结果反而会耽误大事 公司领导交给张大川一个任务 要求他做一个广告视频 宣传公司的新项目 张大川欣然接受 心想自己的机会来了 暗暗发誓要做到最好 以得到公司的重视 台前是在网上寻找大量的案例 学习他人是如何制作广告视频的 寻找自己的灵感 他拍摄了大量的素材 争取做好每一个细节的准备 防止自己在做视频的时候 陷入没有素材可用的尴尬局面 同时他又对素材进行了严格的筛选 不断提高素材的质量 之后便是广告文案的策划 他为了争取一次通过 文案策划就做了十几份 并且每个创意都不相同 为了使广告看上去更加高大上 他决定给他加一个高端 有技术含量的片头 仅是这个片头就做了三天三夜 就在张大川准备好了一切 正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 公司领导突然来向他要广告视频 张大川却无法交出 细节决定成败 这句话本身确实没有什么错 但是凡事都有一个限度 超过了这个限度 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我们常常说的过犹不及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工作的时候 一双眼睛只是盯在那些小事上面 就会忽略了整体 从而耽误了工作这件大事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工作 可以顺利地开展 要有意识地避免一些 无关紧要的小事 鸿门宴中有言 大行不顾戏警 大礼不辞小让 意思是 想要做大事 就不必去顾虑那些 细枝末节的小事 行大礼 不必计较 小的谦让 韩信因为不拘小节 甘愿忍受胯下之辱 才得以保全性命 才能在之后的楚汉之争中 立下汉马功劳 名在实策 而我们熟知的诸葛亮 虽一世聪明 却太过于顾及小节 势必公卿 管太多所事小事 军中罚二十以上 必清懒 最终积劳成疾 英年造势 引得我们对此扼腕叹息 我们都知道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故事 如果我们凡事苛求小事 那么我们就成了 那个丢西瓜的人 实际上 我们生活中存在着 诸多矛盾 如果我们总是将 有限的精力和心思 去顾及事物的方方面面 就会导致我们 无法分清主次矛盾 使我们陷入小事之中 而错过大的方向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主次 学会选择 学会在那些细节中 做出取舍 首先我们要对自己的工作 进行一定的规划 将重要的事情 与不重要的事情分开 然后按照规划 把重要的事情先完成 如果还有时间 便可以在此基础上 去完善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尽量做到尽善尽美 其次 我们要清楚地明白 自己的优势 劣势 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避免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能力有限 总会遇到一些 我们想破脑袋 也无法完成的事情 这时候 我们应该尽量地避免 或者将这些事情 放到最后来做 最后 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放弃不必要的完美主义 虽说我们都渴望完美 但完美的事情 其实并不存在 刻意地追求完美 只会使得我们 在小事之中 迷失自己 从而错过了大事 过度苛求小事 反而会分散自己 大量的精力 放下小事 先做大事 有剩余的时间 再回头来解决小事 这样 才能避免我们在工作中 因小失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愿 跟您一同分享 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 过于依赖经验 也可能犯错误 错错不会得对 一般要错上三四次才行 这句话是根据 莫非定律 总结出来的 乍一听上去 好像没有什么道理 但是细细品味 却又貌似 能领悟点什么 常言道 吃一欠 长一智 我们习惯犯错之后 找出自己的错误 总结经验 认为这样就可以 避免下次 再犯相同的错误 但是我们过往的那些经验 并不一定可靠 或许是处于我们经验 总结的不够完整 或许是处于 自身所处的环境 发生改变 导致我们过往的经验 对我们起不到丝毫作用 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善于总结经验 是一件有利于自己 今后发展的好事情 但是过于依赖自己 这些经验 不思改变 不想着根据自己 所处的环境进行调整 那么往往会出现新的错误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 总结经验那么简单 还要对这些经验进行分析 并且保持自己 虚心求教的心态 时刻准备好 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 对自身所掌握的经验 做出调整 这样才能保证 自己的经验 不至于过时 才有利于我们 不断的进步 朱小小毕业之后 就一直在广告公司 做视频剪辑 期间犯过很多的错误 也做出过许多成绩 自己呢 也渐渐得到公司领导的赏识 但是朱小小并不满足于此 她选择进入自己家乡的电视台 从事新闻编辑工作 开始的时候 朱小小也明白 自己过往的经验 在这里可能起不到任何作用 如果自己不思进取 可能会导致今后的工作 无法开展 于是呢 她果断放低自己的姿态 虚心向前辈请教 努力学习他们在进行 后期制作时候的一些技巧 甚至会主动地 跟着前辈出去采访 学习素材的拍摄 就这样过去了三个多月 朱小小凭借自己过往的经验 加上这几个月的学习 渐渐领悟出一套 属于她自己的视频剪辑技巧 能够更快地完成上级 交给她的任务 慢慢地得到赏识 俗话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这句话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来说 也是行得通的 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或许我们感受不到 却不能一直保持过去的眼光 来看待事物 如果我们太过于依赖过往的经验 就会犯新的错误 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地 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首先 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 来看待问题 不能太过于遵循自己过去的经验 所谓经验主义害死人 其实说的就是我们太过于依赖自己过往的经验 不遵循事物客观的发展规律 故不自封 不思进取所致 就好比 我们常常会因为饮食不规律 而导致胃疼 那么 当有一天我们莫名其妙感到胃疼的时候 就会习惯性地想到 是因为饮食不规律 但实际上呢 胃疼的原因有很多 我们只有理性分析 对症下药 才能避免陷入 经验主义的陷阱之中 其次 根据自己身处的环境 做出相应的改变 在不同的环境下 做出相同的举动 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我们在工作之中也是如此 每到一处新的环境 就需要在这个环境之下 进行一段时间的适应 这其实也是我们将过往经验 与当前环境相结合的契机 就像我们被调职 就算我们的职位没有变化 只是单纯地换了一个工作环境 但是市场的不同 地域文化的不同 我们就会发现 自己过去的经验 在新的环境中 并不完全适用 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最后 要虚心地向他人请教 我们不要因为别人 没有自己优秀 而瞧不起他人 每个人身上 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们应该保持一种 谦卑的心态 时刻准备好 向他人请教 学习 这样才能避免我们经验不足 所带来的错误 达芬奇说 经验不会犯错 只有过于依赖经验 才会判断错误 只要我们时刻保持谦卑的心态 虚心地向他人学习 将自己过往的经验 与自身现处的环境 相结合 那么 我们就能够有效地 避免因为过度依赖经验 而犯新的错误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说 控制错觉定律 我们总是会自信地犯错 我们总是会认为 白领要比蓝领的工资高得多 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 是这个样子 但是一些著名的蓝领 会被各大企业争相品用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 控制错觉定律 我们的某些认知 会使我们在一些领域产生错觉 导致我们判断失误 我们在工作之中 总是会自以为是的认为 自己能够了解其他人的想法 或者能够准确地把握 自己所处的境地 但其实我们知道的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这种错觉呢 就会导致我们在工作中 自信地犯错 沈浩毕业之后选择进入当地电视台 成为一名实习记者 经过长达半年的时间 沈浩终于迎来一次单独出去采访的机会 这次采访的是一个拒绝拆迁的家庭 简单地采访了一下户主的儿子之后 沈浩就认定是拆迁公司 没有将政策落实到位 导致拆迁户没有拿到相应的补偿 当沈浩将自己的如实报道 拿给领导看时 却遭到领导一顿猛批 原来拆迁公司的补偿 没有丝毫问题 甚至还愿意私自掏腰包 多做一些补偿 而户主呢 也早就同意了 只是户主的儿子 贪心想要拿到更多的补偿 所谓自信的犯错 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从内心深处 认可我们所犯下的错误 并不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固执地认为 错的是其他人 自己不愿意做出相应的改变 而我们之所以会自信地犯错 认为自己的做法没有丝毫问题 是因为我们所掌握的 信息不够准确 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自身情绪化之下 失去辩明是非的能力 从而无法确保自己 做出正确的判断 霍恩科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工作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使公司的产品 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客户舒适度 霍恩科为了确保自己的软件 能够被广大客户接受 每次在设计之前 都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 确保对公司客户群体的喜好 有一个基本了解 霍恩科在闲暇之余 会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技术 确保自己的技术 一直处于时代前沿 能够跟得上产品的更新换代 霍恩科每次在做完项目之前 都会对自己进行短暂的调整 确保自己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保证不因为自己的情绪 而导致项目出现问题 就这样 每次霍恩科所设计的软件 总是能够大获好评 慢慢地 他本人也成了有名的设计师 我们都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 那个抓到兔子的农民 就是因为一次偶然现象 而产生错觉 导致自己认为 每一次都会有兔子撞到树上 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思维方式 规避工作所产生的错觉 那么我们就如同那个农民一般 自信满满地走入错误的泥潭之中 我们应该如何做 才能正确地把握控制错觉定律 避免自信地犯错呢 首先 我们应该保证自己所掌握的知识 具有时效性 并且与时俱进 随时随地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库 知识是具有时效性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 工作方式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没守成规 一成不变 就会渐渐跟不上工作环境的变迁 导致自己被淘汰 其次 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 我们看到一件事物的时候 不自觉地就会给它打上一个标签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印象 我们的这种第一印象往往是片面的 当我们在工作中抱着这种片面的认知 而去工作 失败 就会不可避免 最后 控制自己的情绪 避免情绪影响自己的判断 我们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在工作中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高兴或是愤怒的情绪 在某种程度上 会影响我们对一件事的看法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才能最大限度地 避免因此而带来的错误 学会控制错觉定律 注意这些错觉 改变这些错觉 甚至合理地利用错觉 就能最大限度地 避免因为这些错觉 而自信地犯错 从而使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更加得心应手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我们要分享的是 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贵在改进 在我们日常工作中 总是会不经意地 犯下某种错误 我们常常为此感到懊恼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莫非定律 莫非定律告诉我们 不做决定的人 是不会犯错的 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 才会不犯丝毫的错误 只要我们还是在工作 就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 如果我们的眼睛 只是盯着这些错误 惧怕它们 那么我们就会 越做越错 越错越多 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毕竟这也是工作中的一部分 我们想将自己的工作 做到尽善尽美 这属于人之常情 也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我们 刻意追求这种尽善尽美 就会导致 在我们眼睛 所看不到的地方 出现更大的错误 我们每个人的经历 都是有限的 发现错误 容纳错误 改进错误 这样我们才能取得 更大的进步 陈子齐是某家公司的 电话客服 主要是负责公司客户的 电话接听与反馈 一次在与客户沟通的时候 自己反复向对方说明 产品没有任何问题 对方呢 却是丝毫理解不了 执意要进行退货 陈子齐只好说 可以让维修人员 亲自上门 去帮助客户安装 客户却不肯买账 并扬言 我现在不相信你们 不想选择你们这个牌子了 你给我退货就行 陈子齐说的嗓子都哑了 对方就是不听 陈子齐一时气急 直接挂断了电话 结果第二天 他接到了客户的投诉 主管将他叫过去 进行了批评 陈子齐仔细反思了一下 自己的行为 认识到 确实是自己的问题 于是他痛定思痛 决心改变自己的工作态度 不让自己的情绪 控制自己 同时积极地学习 同事的经验 努力避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 一段时间以后 陈子齐果然没有再接到 客户的投诉 就连之前投诉他的那个客户 也因为他勇于承认错误 并及时地道歉 而原谅了他 除非不工作 否则错误与工作 总是会息息相关 我们要做的 不应该是总在想 已经犯下的错误 这对解决问题 没有丝毫帮助 而是应该多想一想 如何避免下次 犯同样的错误 既然错误不可避免 那么在发生错误之后 我们应该想办法 避免下次犯同样的错误 首先 不要逃避自己 所犯下的错误 要勇于承担后果 积极善后 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 对错误的后续处理 往往代表了自己 面临错误 所持有的态度 积极的态度 只会让我们变得爱逃避 变得唯唯诺诺 只有积极的态度 才能保证 自己认清错误 以使自己下次 不再犯错误 其次 要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 控制自己工作时的情绪 我们不希望身处于一个 过度严苛的工作环境 但是呢 过于散漫 也不利于我们进入工作状态 我们要对自己的工作态度 有一定的了解 根据自身的情况 做出适当的调整 把握属于自己的工作节奏 我们每天都应该 保持充足的睡眠 保证自己第二天上班时 拥有良好的精神面貌 每天出门 应该暗示自己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确保自己 拥有一个愉悦的心情 最后 我们应该虚心地 向同事领导请教 我们毕竟做不到全知全能 在面对错误的时候 要虚心请教 只有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才能保证自己改的正确 俗话说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不要过度着眼于 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只有正式所犯的错误 将其改进 才能使我们的工作 更进一步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开始 我们将进入到第四章 你理财了 财也未必理你 我们先来谈谈 今天买了 明天就想赚的投资心态 最害人 每件事总比你估计的 要多花点时间 这句耳熟能详的话 出自莫非定律的核心观点 是告诫我们 做事要有耐心 要经受得起前期的枯燥 这不仅仅应用于生活中 用于投资 也是行之有效的 随着我们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 同龄人CEO 同龄人老板 我们的心思也渐渐活络起来 变得不再那么有耐心 开始急切地渴望赚到钱 然而就是这种 今天买了 明天就想赚的投资心态 才有可能 让我们在投资的道路上 越亏越多 小孙多年来 一直在关注着股市 但因为手头没有本钱 所以一直模拟炒股 直到2007年 看着股市全线飘红 身边的人整天讨论的 就是谁的股票 又拉了几个涨停板 谁又赚了多少钱 小孙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了十万块 真枪实弹地上阵地了 小孙在经过很长时间观望研究之后 终于认定某只钢铁板块的股票 将所有的钱 全部都买了这只股票 但随后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证监部门发出通告 质疑该公司信息造假 小孙只能无奈地选择割肉 这一笔就亏了四万元 巴菲特曾经用过一个 十分生动的例子 来说明短线投资 与长线投资的区别 我们选择一只股票 就如同选择一个女朋友 在我们不断与他约会的时候 会慢慢感受到 他的与众不同 而如果在还没有深入地了解他之前 就断然地认为不合适 抛弃他 然后去另找新欢 这显然是非常不恰当的 最终的结果 也只能是你永远都单身 因此无论如何 专情都好过于烂情 在投资领域也是如此 那种耐不住性子 以为做短期投资 收益比较大 并且相对安全的心态 是我们最需要避免的 我们都知道自己 个人对市场的把控 很难做到足够准确 很容易出现预测偏差 那么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主要精力 放在对市场的预判 而不是个股的研究上的话 最终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我们反观巴菲特 在投资市场上的行为 尤其是在股票的具体选择上 他是完全摒弃 那种见义思迁的做法的 他选股谨慎 持有则非常大胆 巴菲特曾经十分幽默地 对媒体形容道 我体会到的是一个专情的人 会比一个多情的人 更幸福 我们都知道 巴菲特持有一只股票 在十年以上的情况 是常见的 他在自己的传记 滚雪球中计数 他寻找的是优秀企业的股票 而且总是能够在这些公司的股票 处于最低的时候出手去购买 获得最大的利润 保持对一只股票的长期持有 一直是巴菲特进行投资的基本理念 我们通过一些 他持股的年限 就可以认识到这一点了 他持有美国运通公司的股票 14年 美国加州花旗银行的股票 15年 吉列公司的股票 17年 还一直持有着 麦当劳的股票 18年 可口可乐的股票 20年 和华盛顿邮报的股票 35年 由此我们看到 精心选股 长久持有 可以说是巴菲特 投资制胜的法宝 学习巴菲特 在股票上实现 长期巨大的收益 就一定要拿得住 记住 股票投资绝不是闪电战 而是持久战 最后的胜利在于坚持 坚持 再坚持 只是选对一只股票 是不够的 要得到回报 还需要很多年 长期持有 想得到的回报越大 需要持股的时间 也越长 可能是几年 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对于成功投资而言 选股重要 持股同样重要 巴菲特长期持有的 七只股票 仅投资42亿美元 到2004年底 赚取了270亿美元 投资收益率 平均高达 638%以上 投资不是一两天 就能完成的小事 它需要一段 酝酿的过程 我们要提高 自己的专业知识 要对市场行情 有一定的了解 投资看似是一个 没有技术含量的事情 仿佛只要有钱 就可以进行投资 但其实不然 投资是一门技术 需要我们有 足够的专业知识 想让自己投资 到能够赚钱的公司 或者产品 就需要努力提高 自己的专业知识 使自己拥有 独到的眼光 与丰富的知识 把握 广大用户的需求 那各位听友 你的投资理念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同分享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 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 越是输不起的人 越喜欢下大赌注 我们抛出一枚硬币 理论上 正反面朝上的概率 都是二分之一 那么 当第一次正面朝上时 第二次还是正面朝上的概率 就只有四分之一 第三次为八分之一 也正是基于我们的这种认知 才会导致 越是输不起的人 越是喜欢在造成损失之后 加大投入 以期望能够挽回之前的损失 然而 这其实只是一种谬论 不管是第几次投硬币 正反面朝上的概率 都是二分之一 况且 现实之中 其实并不存在理论上的二分之一 根据每个人的习惯 力度的不同 这个概率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同理 在我们选择投资的时候 也并不存在这个理论上的二分之一 王虎格年前开始进行股票投资 本来只是抱着随便玩玩的心态 但谁知道玩着玩着就亏了十多万元 但是他不死心 觉得自己一定能够赚回来 于是向好友借钱投资 却不想随着一次股市动荡 王虎格又将自己借的钱赔了进去 欠了一屁股债的王虎格 更加不愿意放弃 为了能够赢回来 偷偷挪用了公司的资金 本想着等自己赚了钱 便填补回去 却没想到钱又赔了进去 这个事情很快被领导发现 王虎格也因挪用公款罪 被告上了法庭 莫非定律派生出这样一个规律 别修理那些还没停工的家伙 不然的话你会把它整停工了 而且还修不好 我们的投资就如同是在修理机器一般 如果这个机器出了毛病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修理 如果这台机器在修理之后 依然无法正常运转 就应该果断地放弃 否则 无论我们投入多么大的时间精力 也只是在做无用功 甚至会使后来浪费的资金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更不要说帮我们挽回之前的损失了 不懂止损 为了挽回之前的损失 却又增加新的损失 不懂止损 其实不仅是因为不懂 还因为损失会带来负面情绪 为了避免负面情绪 所以不惜投入更多来否认 我损失了这个事实 而投入更多 往往就意味着损失更多 越是输不起的人 越喜欢下大赌注 就是这种心理趋势下发生的情形 在投资之中 我们越是损失惨重 就越是喜欢加大投入 以期望挽回之前的损失 其实呢 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甚至这种天油战术 还会导致自己的资金分散 而无法做出有效的投资 那么如何做到有效止损呢 首先 我们要对自己有一定的预估 不仅要明白这次投资的上限 同时也应该准确地 把握住投资的下限 我们可以参考同类的公司或者产品 参考市场的行情 准确地把握住这次投资的下限 对自己投入到什么地步有所了解 从而避免无限制的投入 以免最终形成所谓的天油战术 其次 在把握住投资下限的同时 时刻做好止损的准备 这些市场没有十拿九稳的投资 任何投资都是存在风险的 所以呢 我们要时刻准备好面临损失 做好止损的准备 在必要的情况下 甚至可以采取弃居保帅的策略 果断舍弃已经出现的损失 而保证自己未动资金的安全 最后呢 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 还要改变自己的观念 多读书 努力让自己变得大度一些 不要去想那些已经出现的损失 如果只是想短期缓解自己的心情 可以考虑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使自己忘记那些损失带来的内心纠结 总而言之 天油战术对我们的投资起不到任何作用 甚至只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损失 要克服自己输不起的性格 不要盯着自己失去的 要让自己着眼于未来 这样才会做到有效止损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节我们来聊聊 回报率越高 赚钱的可能性越低 文件的可读性和它的重要性 是成反比的 这句话出自墨菲定律 意思是说 一件事情我们是否能够接受 与其本身的好坏 是成反比的状态 这句话用在我们的投资之中 也是可行的 回报率的高低 代表了我们对这次投资的期望值 决定了我们能否可以接受 代表了我们所说的可读性 而赚钱的可能性 则是决定实际能够拿到的收益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重要性 我们所期望回报率高的投资 实际上可以拿到手的收益的概率 也就越低 庞竹峰在业务员的介绍之下 接触到P2P理财平台 介绍人承诺平台收益高到20%至30% 听得庞竹峰有些动心 便稍微拿出一些钱试试水 没想到果然赚到了钱 于是呢 他加大投入 甚至借钱进行投资 朋友知道后 纷纷前来劝阻 奈何肠道甜头的庞竹峰 根本听不进去 一门心思 只想着一夜暴富 眼里只剩下高收益 没过多久 噩耗传来 庞竹峰所参与的这家平台 将钱用于融资 结果呢 接连几个决策失误 导致现在的平台资金周转不开 只能宣布破产 而庞竹峰的投资 也是亏得血本无归 为此还欠了一屁股债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回报率越高 赚钱的可能性就越低的局面呢 实际上这句话呢 应该反过来解释 能够赚钱的投资 必然收益不会太高 而那些风险较大的投资 也必须给予 比较能够吸引 其他人欲望的 巨大回报率 参与投资的那些人 没有所谓的傻子 每个人都能认清形势 没有什么风险的投资 必然会引起大量投资人涌入 分蛋糕的人多了 自然收益就会减少 而那些风险较大的投资呢 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就比较少 最后成功获利的时候 所需要分配的人 也会相应减少 收益自然就会提高 这也就会造成 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局面 越是高回报率的投资 其赚钱的可能性 也就越低 白莉莉在毕业之后 一直从事秘书的工作 平时接触的也都是一些 做金融投资的老板 自己私下也会尝试 做一些投资 但一直注意 把控自己的本金 一天老板在看到 她在做金融投资之后 便笑道 你做投资也太小家子气了 这样你什么时候 才能赚到钱 不如跟我一起做吧 白莉莉婉言拒绝 虽然她也知道 老板做的投资收益很大 但是存在巨大风险 自己没有老板那样的资本 容不得如此挥霍 就这样 白莉莉一直维持着 自己的小本投资 也不眼红别人的收益 那我们投资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 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 要保持理性 不要被外人所描绘的 高收益 高回报率迷惑 高收益 必然会伴随着高风险 另外 千万不要相信 那些只有收益 没有风险的投资 其次 在投资的过程中 要保持自主 要对行情 有属于自己的分析 在银行买理财基金的时候 都会发现 银行的宣传单上写着 请在不受他人干扰的情况下 自主选择理财产品 这就是告诉我们 在选择投资的时候 要保持自主性 投资是我们的事情 永远不要指望别人 来为我们做出决定 虽然我们的专业知识 可能并不达标 但是我们也不能确保 对方就一定比我们 更加了解 自己对自己负责 总好过把命运 交给别人 如果想追求高回报率 就要做好 承受失败的准备 有些人的性格 就是喜欢追求风险 喜欢追求那些 所谓的刺激 如果非要赌博性的 去追求那种 高回报率的话 事先就要对市场 做出足够的分析 确保能够对自己 所投资的行业 有足够的认识 防止自己 被外人所描绘的 假象迷惑 同时呢 我们也应该 留下足够的资金 用于满足我们 正常的生活 工作 为自己 留下一条退路 总不是什么坏事 其实呢 只要是投资 都会存在风险 区别只是大小而已 想要获得高收益 必然面临高风险 有人喜欢稳健 有人喜欢冒险 这都无可厚非 只要我们牢记 回报率越高的投资 风险越大 其赚钱的可能性 就越低 就可以了 那各位听友 你还有哪些 自己的投资心得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同分享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 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我们来聊聊 一投入资金 投资策略 就会失效 我们在做事情之前呢 都喜欢制定出一些规划 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做出一定的预想 然后严格按照自己的规划 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 投资理财也不例外 大多数人都非常看重投资策略 如果一个投资项目 不能做出明确的投资策略 那么我们一定不会对这个项目 投入关注 莫非定律教育我们 规则不容易掌握 一旦掌握了 规则又变了 我们之所以如此信奉投资策略 是因为这些策略 包含了前人总结的经验 告诉我们怎么做 才能更容易有所收获 但是这种总结的经验 总会发生变化 也许从我们投入资金的那一刻起 原本所做出的投资策略 就会失去效用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每天都有新的事物 新的想法涌现出来 能够感受到 我们所处的环境 日新月异 投资市场也是如此 我们在选择投资的时候 也要抱着发展的眼光 去看待投资策略 不能墨守成规 更不能因为固执 而不愿做出改变 我们要时刻明白 哪怕我们之前 做出的投资策略再完美 也可能在实际运行中 存在漏洞 因此 要随着市场的变动 而不得不做出改变 陈道南之前 投资了一家图书出版公司 开始一直出版传统图书 但是呢 销量并不是太好 后来 网络小说盛行 陈道南开始改变投资策略 一连拿下数位 网络携手的作品出版权 终于使得出版公司 有所起步 发展了几年之后 陈道南意识到 现在的年轻人 更喜欢电子书 于是陈道南 再次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 开始发行电子版图书 再到后来 微信公众号升行 陈道南再次做出大胆决定 建立属于出版公司的 微信公众号 为书友推荐书记 陈道南的投资策略 一直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 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们很多的投资策略 在做出投资决定的时候 可能并不存在问题 但是在投资策略进行的过程中 总是会出现一些天灾或是人祸 而使得计划出现一些变数 这时候 如果我们只是固执地 继续执行自己 之前所规划的投资策略 便会遭遇这些所谓的天灾人祸 这就需要我们及时调整策略 首先我们要做到与时俱进 学会接受新鲜事物 就如同我们之前所说 无论是我们所处的环境 还是我们所投入的市场 无时无刻不再发生着变化 这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学会找到其中最重要的那个变化 而后努力去让自己适应它 同时为这个变化做出改变 其次 我们要时刻关注自己所投资的项目 时刻保持对行业的敏感性 所谓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 各行各业都在不停地发展 我们所投资的项目 如果想在最后有所收获 就必须能够跟上这种发展 这就需要我们时刻的保持行业敏感性 追踪自己所投资项目的进展 要学会变通 投资是想要得到最后的结果 而不是其中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发生意外 或者是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应该想到的是如何跳过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我们要学会做好每一步规划 我们在投资之前 确实应该做好投资策略 这能够规范我们的投资行为 能够明确我们投资的目的 能够使我们的投资思路更加清晰 但是呢 我们在心里也不能太过重视 这些投资策略 要时刻对自己所做出的策略 进行评判 以达到符合实际投资情况 总而言之 在我们投入资金的那一刻起 就要时刻做好投资决策 会发生变化的准备 与时俱进 时刻对自己的投资策略 做出改变 这样才能让我们投资的道路 走得更加平坦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愿跟你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 投资理财 盲目从众 让你损失惨重 听说黄金涨了 大家一窝蜂去买黄金 听说比特币值钱了 大家一起涌向了比特币市场 听说微信公众号火了 大家开始转向了网络投资 莫非定律却告诉我们 一些人喜欢按图索记 甚至有时他们都不知道是谁画的图 画的是什么图 我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 常常无法确认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而为了保证自己的正确性 我们去选择他人所明确指出的这种图 强行压制住自己内心的疑惑 时刻暗示自己都是这么做的 怎么可能出错 这种盲目从中的心理 往往使得我们在之后的投资理财中 损失惨重 王文博的朋友来找他 说现在的股市前景一片光明 只要随便投一只股就能赚钱 王文博本来呢 不愿意借出股票 但是架不住朋友天天在耳边念叨 于是决定先投入点钱试一试 结果没想到 这一试还真赚到钱了 于是便听从朋友的建议加大投入 甚至不惜借钱去超股 就在王文博幻想着自己一夜暴富的时候 他所投资的那只股票出了问题 短短五天时间内暴跌30% 我们不能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 所以我们尝试听从大多数人的意见 我们害怕承担后果 所以不敢独立做出选择 我们不敢面对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失败 所以甘愿去尝试他人的说法 在失败后为自己开脱 我们只是听从了他人的意见才会失败 我们也是受害者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股市处于低迷时 美国著名的报纸 华盛顿邮报每况愈下 所处的境地令人堪忧 很多投资者都以为此时的华盛顿邮报 已经病入膏肓 无药可救了 以至于华盛顿邮报的股票 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大幅缩水 就当人们都在庆幸 自己在他倒下前侥幸地逃过一劫时 巴菲特却出人意料地 出资购买了华盛顿邮报大量的股份 成为该报的第一大股东 他的行径呢 也引来了人们的质疑 人们纷纷认为 股神是在拿钱往火里面扔了 然而 时间证明了一切 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 华盛顿邮报在沉默了几年之后 重新焕发了升级 短时间内 再次成为美国传媒界的霸主 而巴菲特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在这次投资结束时 华盛顿邮报以将近50亿美元的股价总额 回报了这个当初在关键时刻 选择相信他的人 产生盲目从众最大的原因之一 就是信息的引导性 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对于某个行业的不了解 只能从他人的口中得到消息 而这种经过他人传播的消息 不可避免带有他人的主观意向 这种主观意向 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的判断 所以 确保我们得到足够的信息 做好全方位调研 避免自己信息的来源单一 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在投资理财之前 要想对投资的行业 拥有足够的了解 仅依靠他人的口述 不免有失偏颇 最好的办法就是 自己做好全方位的实地考察 多项不同阶层了解 最大限度的 避免他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要对自己保持自信 避免被外界因素所影响 拥有足够的信息 只是我们投资的自信基础 想要真正做到这种自信 还需要我们有足够强大的内心 只有我们能够保持自信 才能保证对自己所做出的投资 进行维护 坚定不移地去执行 做到不为外界环境所干扰 我们不妨多尝试独立思考 相信自己的独有性 我们在选择投资理财的时候 应该保持自己的独有性 学会独立思考 不能人云亦云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我们就算与对方做出相同的选择 也不一定会有相同的结果 适合别人的方法 不一定适合我们 我们自己的事情 不能指望别人来帮助解决 放弃自己盲目从众的行为 学会独立思考 做出适合自己的判断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开始我们将进入到第五章 你担心失去爱情 结果真的失去了 我们先来说第一节 完美的爱情是不存在的 怎样的爱情才称得上完美呢 是像司马向儒与卓文君那种 异曲定情 荡炉卖酒吗 还是像玉达夫与王印霞那种 一见清新 风雨茅庐呢 或者是像陆游与唐婉那种 青梅竹马 相濡以沫呢 或许每个人在心中 对完美爱情的标准不一样 但都不能改变 我们对爱情的向往 然而就如同莫非定律中 说的那样 如果今天看上去完美的话 明天将是终结 完美的爱情存在吗 司马向儒心生两意 卓文君一首白头银 并赴诀别书 被世人传送 王印霞被郁达夫猜忌 以一篇一封长信开始 彻底决裂 陆游与唐婉更是好事难成 最终两手拆头缝 共诉其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林珊是一个标准的文艺少女 对爱情的标准是宁缺勿烂 家里多次催婚都遭到她的拒绝 她在参加一次艺术博览会时 结识了同为艺术青年的徐俊聪 两个人一见清心 再见定情迅速坠入爱河 无论是林珊还是徐俊聪 两人都认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认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另一半 两人一起游山玩水 一起参加画展 一起写诗 一起读书 然而好景不长 仅仅两个月 两人便发生了争执 林珊最喜欢的作家是徐志摩 认为林徽英错失良缘 徐俊聪却喜欢林徽英 认为徐志摩与陆小曼风平不响 两人为此还大吵一架 虽然和好 却也在两人心中扎了一根刺 之后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多 从诗词歌赋才子家人的矛盾 也逐渐地转移到了生活方面 互相看对方也没有之前那么顺眼 最终两人都无法忍受对方提出分手 哈佛阶级心理学教授泰本 对于完美爱情的看法是这么说的 完美的爱情确实稀有 因为作为一个爱人 需要你一直有智者的名锐 儿童的灵巧性 艺术家的感性 哲学家的领悟 胜者的包容 学者的宽容 与笃定者的刚毅 那么有人能做到这些吗 显而易见 这是不可能的 完美的爱情也是不存在的 就如同泰本认为的那样 真爱存在于平凡人之中 确实 我们在恋爱过程中 必定会产生争执 所有之前被忽略的缺点 弱点 都会在这时展现出来 但这并不能抹去 我们身上的美德 我们的热情和共同经历的 美好时光 刘颖比较爱幻想 做事不切实际 性子也比较随性 对于家务向来就是 想起来就做 想不起来就不做 后来与不善言辞的杜成明认识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很快成为恋人 马上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刘颖不喜欢做家务 杜成明对此却不以为意 常常对刘颖说 不想做就别做 但是私下里 总是将家务 做得津津有条 杜成明嘴笨 不太懂浪漫 刘颖就常常主动 为杜成明 制造一些小浪漫 每次都让他格外的感动 莫菲定律告诉我们 完美的爱情只有一种 不完美的爱情 却成千上万 想要得到完美的爱情 就要将这些不完美 通通避免 就算我们可以达到 泰文所说的那种理想状态 我们又怎么能保证 自己的另一半 也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呢 一味地抱怨 自己的爱情不完美 倒不如小心翼翼地维护 谁又能保证 这一段感情 不是自己的最终归宿呢 或许 那些接受存在瑕疵的爱情 也能称得上 一句完美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说 偷看爱人的手机 一定会发现惊喜 都说恋爱中的人 极度敏感 我们在恋爱的过程中 总会在某一个时刻 某一个地点 莫名的心血来潮 没有原因地怀疑 或者想要了解自己的爱人 这个时候呢 为了避免爱人知道后的 不快与尴尬 有的人就趁着爱人不注意 偷偷地查看爱人的手机 然而事情的结果 往往就如同 莫菲定律中描绘的那样 当我们怀着 爱人的手机里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 隐私的心态 去偷看爱人手机的时候 就一定会发现 自己意想不到的惊喜 灵敏是一个 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姑娘 无论男友做什么 灵敏都想第一时间知道 男友稍稍有些 不合自己心意的举动 就会认为 男友不再爱自己了 有一天 闺蜜告诉灵敏 看见灵敏男友 与另一位陌生女子 一起走在街上 两人有说有笑 灵敏一听 心中就紧张起来 送走闺蜜之后 就给男友打了一个电话 询问男友在哪里 我在公司开会 一会儿再聊 男友很快地 就挂断了电话 灵敏呢 开始对男友产生怀疑 晚上趁其不注意 偷偷查看了 男友的手机 结果没想到 真的在手机中 看到了自己 不想看到的信息 男友在微信上 接连几天 一直在与一个叫 她的心意的女孩 联系 两人的聊天记录 充斥着大量 男友所做的甜点 与女子品尝后的赞扬 灵敏拿着手机 质问男友 男友一看手机 也明白了过来 与灵敏争吵了起来 随后 两人分手 很长一段时间 过去之后 灵敏才知道 她的心意 是本地一家 甜点屋的名字 自己的男友之前 总是在业余时间 去这家甜点屋 学习制作甜点 不告诉灵敏 也只是想在生日时 给她一个惊喜 很多人认为 让不让自己 查看对方的手机 已然成为 对方爱不爱自己的 一条重要标准 某家报社之前 就你会不会查看 恋人和爱人手机的 相关问题 进行了网上的 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有80%的网友 表示看过对方手机 这其中有41%的网友 是出于好奇 19%是因为疑神疑鬼 而有70%的人 表示反感自己的 手机被查看 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 存在因为手机 被查看的问题 产生矛盾 显而易见 偷偷查看爱人的手机 对于两人关系的发展 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甚至还会因此 而产生怀疑及矛盾 况且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哪怕是再亲密的人 也不想让他知道 如果我们随意翻看恋人的手机 就有可能翻出恋人的黑历史 这会让我们与恋人 彼此之间无法再怀有平常心 去面对对方 严重的 甚至导致彼此的感情破裂 比如说 我们以前可能做错事 或是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这件事给对方造成伤害的同时 也让我们心生愧疚 我们会将此事放在自己内心深处 不愿意再被翻出来 如果我们在翻看对方手机的时候 看到对方这些黑历史 那么对方就不知道 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 从而使得彼此之间产生隔阂 手机在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 确实在有意或是无意之中 存在一定的 不想被他人知道的隐私 我们在查看爱人手机的时候 不免会触及这些而产生误会 或许有人说 哪有这么巧的事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误会吗 莫菲定律告诉我们 哪怕事情只有1%的可能 朝着变坏的方向发展 那么它就有可能变得更糟糕 当我们想要翻看爱人手机的时候 如何做才能使两人关系 得到更好的发展呢 首先 大多数想翻看爱人手机的情况 是出于怀疑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与冲动 其实 如果对方真有什么 不想让我们看到的信息 就算是把手机拆掉 也不会让我们找出来的 能找到的 也都是对方认为 不算隐私的内容 所以呢 大可不必这么麻烦 只要说上一句 我想和你谈谈 就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 当然了 在谈的过程中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其次 在已经偷偷查看了爱人手机的情况下 要主动告诉对方 自己只是太想了解对方了 恳求对方的原谅 表示自己以后不会再这么做 希望对方也能与自己主动沟通 最后 就是做到相信对方 如果我们出现对爱人的不信任 那么两人之间难免心生隔阂 使两人的关系 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遇到事情多沟通 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试图通过看爱人手机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 只会让惊喜毁掉两人的关系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谈谈 为什么付出越多 越得不到回报 为什么我为他付出那么多 他最终还是选择离我而去呢 在恋爱的过程中 总是会有人真心付出 处处为对方着想 不惜改变自己 甚至不顾一切 然而 一切就如同莫非定律中所说的那样 事情不会总朝着你期望的方向发展 我们付出的越多 就越是得不到回报 最后也只能感叹一句 遇人不输 并在心中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真心付出了 李小麦与男友在一起已经七年了 李小麦为了维护这段感情 付出了很多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 李小麦对待男友比对自己都要好 雨天送散 上班送餐 为了能与男友朝夕相处 放弃了在大城市五百强企业工作的机会 和男友在一起期间还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 可是他死心塌地 不惜和父母闹翻 可就是这样 两个人还是没能走到一起 男友最终选择离他而去 与一个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女子走到了一起 李小麦对这件事情 怎么也不能接受 他无法理解 为什么自己对男友长达七年的付出 最终却敌不过一个 认识还不到一个月的女子 在恋爱中 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 我们付出越多 对方就越不会离开我 可是事实呢 恰恰相反 两性关系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亲密关系 为什么叫亲密关系 而不是责任关系 付出关系 义务关系呢 顾名思义 如果把两个人的感情 比喻成一条河流的话 那么维持这条河流畅通的 一定是情感的流动 如果没有情感的流动 河流就会干渴 两个人的关系 就会走到尽头 我们往往在大多数情况下 维持双方恋爱关系的 早已不是亲密关系 只是责任关系 义务关系 亲情关系 这种关系呢 往往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时间越长 越容易崩坏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付出的越多 越得不到回报的主要原因 王曼呢 喜欢摄影 崇尚自由 喜欢到处旅行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自己的见闻 后来经过家里介绍 认识了男朋友 男友是家乡某公司的经理 一直希望王曼 能够回到家乡 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面对男友的请求 王曼考虑再三 还是决定坚持自己的想法 后来 王曼的作品渐渐被传开来 开始有杂志社 向他发出邀请 这时呢 王曼选择了一个 地处家乡的杂志社 这样既可以长时间 陪自己的男友 又可以坚持自己的理想 没有人愿意总是付出 却得不到回报 感情方面 却向来不是平等的 如果我们的付出 只是单单为了 得到对方的回报 那往往就会陷入 莫非定律之中 付出的越多 越得不到回报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 才能做到正确的付出呢 首先 要掌握正确的付出方式 如果一段感情 只有自己一味的付出 而对方对于这段感情 没有丝毫的参与 甚至是有时候 想参与 都参与不进来的时候 对方对这段感情 自然不会珍惜 甚至有时候会因为 自己没有参与感 而产生厌恶 所以呢 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 让对方也参与到 彼此感情的建设之中 尤其是在对方 要主动参与进来的时候 一定不能拒绝对方 打击对方 要给予对方 足够的信任与理解 我们很多人 不清楚自己所付出的 是否是对方想要的 这就好比 对方只是想吃一些饭后甜点 我们却二话不说 为对方摆上一桌满汉全席 这样对方怎么可能 成我们的情呢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多与对方进行沟通 不要用自己想当然的方式 去爱对方 一定要明白对方的需求 不要让付出成为 道德绑架的工具 因为你有恩于我 你付出了很多 所以我就要爱你吗 这明显是有一些本末倒置 正确的顺序应该是 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快乐 因为感到快乐 所以我们才会感恩对方 从而真心地为对方付出 所以在恋爱中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付出 去绑架对方 我们要让对方感受到 我付出是因为我爱你 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付出绝对不是一种 感情式的道德绑架 只要我们明白这一点 同时让对方也感受到 我们的心意 再加上适当的方法 相信自己的付出 总是不会白费的 迟早有一天 也会得到对方的真心回报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说 为什么两情相悦的人不能在一起 《大话西游》中有一句台词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便是 两人明明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这句话一经传出就广为传送 无数人为之落泪 无数人感同身受 每个人都不经意间会问 为什么明明两情相悦的人 往往不能在一起呢 就如同莫非定律中所说的那样 事情远远要比你想象中的复杂 所有人只看到了不能在一起 却从来没有人细想过 那些在一起的 又是因为什么而分开呢 顾芷柔与男友第一次见面 源于在文化街上的一场误会 富有戏剧性的相识 加上同为爱好文学的青年 两人迅速地就从相识跨越到了相恋 恋爱后的两人一起旅游 一起写诗 一起放声歌唱 一起共速抽唱 总之 两人一直过着 羡煞旁人的文艺生活 仿佛每天都有说不完的情话 然而好景不长 仅仅在两人决定同居的第二天 便产生了矛盾 男友在家里的生活极其单调 没有鲜花 没有惊喜 每天只是在家里进行着创作 顾纸柔无法忍受这么平淡的生活 几次向男友提出抗议 却遭到拒绝 顾纸柔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 却已经心生不满 随后的日子里 两人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多 顾纸柔埋怨男友的邋遢 不注意形象 男友却说他爱慕虚荣 顾纸柔埋怨男友没有情调 男友却说他多愁善感 动不动就哭 顾纸柔说男友不懂生活 男友却说他铺张浪费 随着两人无法解决的分歧越来越多 最终只能无奈分手 我们身边总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明明看着很般配 恋爱时两情相悦 爱得死去活来 在一起生活后 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天天争吵 甚至有时候发展到无奈分手的局面 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人不那么相爱都能走到一起 而两情相悦的人往往走不到一起呢 爱情存在着不公平心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付出和对方一样的爱 毕竟每个人对爱情都有自己的看法 对爱情也都有自己的理解 那么如果相爱的两个人中 一个人付出了许多 想要收获等同于自己付出的爱情 怎么办呢 显而易见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爱情观的不同 爱情不可能达到所谓的收支平衡 这种情况长期下去 就会产生自认为不公平的爱情 这样就会使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多 另外 往往两情相悦的人都会深陷爱情之中 他们往往眼里只能容得下对方 都会付出自己对对方最大的爱护 完全不顾旁人的反对 认为有了爱情就有了一切 然而爱情并不是万能的 它代替不了亲情 代替不了朋友 甚至代替不了生活中的任何必需品 如果想当然地认为 只要有了爱情 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追求 那么不管怎么样的两情相悦 总会出现缝隙 两情相悦的人大多经不起平淡 恋爱的时候需要浪漫可以轰轰烈烈 但决定在一起过日子 更多的却是因为责任信任 需要平淡的生活 大多数两情相悦的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都是因为无法忍受生活的琐碎 无法忍受那些所谓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生活恰恰是由这些琐碎的小事所组成 无法做到相互珍惜 为对方着想 忍受生活的平淡自然无法在一起 不要再问两情相悦的人 为什么往往不能在一起这种毫无意义的话了 如果爱对方 就要做好回归平淡 与对方一起迎接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准备 这样两情相悦的人才能够真正地在一起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说说 一次不忠诚就会让一切变得可疑 我们常常会听人说起 一次不忠百次不容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在婚姻或是爱情之中 如果两个人中 一方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情 那么他无论今后做什么 都会引起另一方的怀疑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莫非定律中的这句话 为我们做出了诠释 在花园里造成麻烦的 不是树上的苹果 而是那双在地上的角 我们的婚姻就如同 花园里的草坪一般 我们没有经受住诱惑 而偷吃了苹果 其实是在践踏我们自己的爱情 就算能够得到对方的原谅 却也在爱情上留下了痕迹 朱莉和男友本是青梅竹马 关系一直很好 后来两人在不同的城市上大学 有位同学一直暗恋朱莉 甚至在知道她有男友的情况下 也不肯放弃 朱莉有感于对方的坚持 常常与对方一起出去 一来二去 两人关系也有些暧昧 后来这件事情呢 传到了男友的耳朵里 两人为此大吵一架 朱莉急忙向男友道歉 恳求男友的原谅 男友最终选择原谅朱莉 但是这件事成为了两个人心中的隔阂 从此之后 每当朱莉单独与异性出去 男友就会怀疑 甚至几次闹到差点分手的地步 渐渐的 两人都感到有些疲惫 在一次争吵之后 选择了分手 在爱情中 我们对自己犯下的错误 总会有着各式各样的理由去解释 以期望能够得到对方的原谅 但是如果就这么轻易地得到了原谅 就会使我们的错误失去成本 会产生一种 反正他会原谅我的想法 从而导致更加肆意妄为 同时 这种一次的不忠诚 严重破坏了两人之间的信任 就算对方选择原谅 那么日后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情 对方的脑海中 就会不自觉地回忆起这次的不忠 心理的报警功能 会不停地提示注意防范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避免 一次不忠诚所造成的影响呢 维护对方的信任 最好的办法就是 保持自己的忠诚 首先 我们要做到对自己的另一半 有足够的爱 只要我们爱对方 才会愿意为对方恪守自律 甘愿为了对方而拒绝所有的诱惑 毕竟想要抵御诱惑 也不是件什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爱对方 所以才想维护彼此之间的感情 那么我们也就不愿意做出 破坏彼此关系的举动 就算面临再大的诱惑 也会在心中再三犹豫 考虑得失 其次要及时沟通 让两人对彼此的关系 保持责任感 要对彼此的关系有担当 都说爱情是神圣的 但这种神圣 需要两人共同的珍惜与维护 这就如同划船一般 只有两人共同努力 才能保持直线航行 一旦其中一方选择放手 那么这艘名为爱情的小船 就会偏离航向 我们可以尝试着 暗示对方不可替代 保持两人在一起的新鲜感 我们会因为衣服穿得太久 而去超市买一件新衣服 却不会因为 左手用的时间太长 而去医院做移植手术 爱情也是这个道理 只有我们不停暗示对方的独特性 暗示彼此都是不可替代的 自然会为了维护彼此之间的关系 而去避免那些不忠的事情 同时呢 保持新鲜感 会让彼此的爱情更加长久 如果两人在一起 感受不到丝毫的乐趣 那么迟早也会因为其他原因 而导致分手 只有彼此在一起 能够感到舒心 才会使我们真心地去维护 彼此的感情 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认为就算自己的一次不忠 也没人知道 如果还想要维护彼此关系的话 就不要有任何不忠的行为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话题是 动不动就说分手 总有一天会变成真的 在生活中有一些情侣之间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经常会在生气的时候 对自己的伴侣 说出分手这样的气话 或是利用分手这样的语言 来威胁对方 以期望对方妥协或者让步 然而诗经的结果往往就会如同 莫非定律中说的那样 如果不想分手 就一次都不要提 提了第一次 就肯定有第二次 最后分手就成真了 当对方因为厌倦 而没有做出相应的回应 或是没有选择挽留 同意了分手之后 两人就真的彻彻底底的分手了 邻国中和陈娇 是一对 邻国中先追的陈娇 平时呢 对他也是百依百顺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邻国中很爱陈娇 但是情侣之间 总会有一些小吵小闹 每次吵架都是邻国中先妥协 陈娇则大声嚷着要分手 最终都以邻国中低头认错 两人和好而告终 尝到甜头的陈娇 越来越喜欢把分手挂在嘴边 稍有不顺心就闲着闲那 威胁分手 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想分手 只是习惯了 说分手总能得到他想要的 邻国中开始呢 也是顺着他的 各种讨好 但是倪人也有三分火 很多时候邻国中 还不知女友因何生气时 他就开始说分手了 明明是他的不对 他还理所当然 说什么受不了那就分手啊 邻国中跟陈娇说了很多次 不要动不动就替分手 这让他很没有安全感 但陈娇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笃定了邻国中会妥协 总是用分手肆意挥霍 两人的感情 终有一次 陈娇又说要分手时 邻国中说了一句好 然后任他如何挽留 邻国中依然坚决地离开了 在我们身边 有很多男女朋友吵架时 总是口不择言 喜欢轻易说出分手二字 当然很多人会说 我没有真的要分手 不过是吓唬吓唬对方罢了 又或者说 对方之前的某些行为 给了自己某种错觉 那就是 只要自己提出分手 他就一定会认错 自己心中笃定对方 对这段感情很重视 于是才会这么有恃无恐地 将对方对自己的感情 当做一种谈判的筹码 在我们的认知里 感情和善良 都是不能被当作筹码 拿去谈判的 那些总是习惯 把分手挂在嘴边的人 也许并不愿意 看到对方听了自己的话 真的和自己彻底地分开 他们也不会意识到 每说一次分手 就等于他们之间的感情 又被透支了一次 就像是那个 喜欢说狼来了的孩子 他一次次地透支着 人们的善良 到最后 却不得不自食恶果一样 有一天 狼真的来了 善良的人们 却一个也没有出现 感情亦是如此 当我们反复 对恋人说分手的时候 无疑是在反复挑战 恋人的耐心 反复消磨对方 对我们的情感 再牢固的感情 也经不起一次次地 去敲击推打 况且 随便地向对方 说出分手 本身就是一种 自己不够成熟的表现 只能证明自己的内心 不自信和幼稚 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获得对方的关注而已 因此 这种情况 必须极力避免 首先要改变 自己内心的不自信 让自己成长起来 正视自己的问题 这种问题的发生 也与两人之间的沟通 出现问题 有着相当的关联 更多和对方沟通 寻找两人之间的感情 问题到底出在哪 平心静气地 将问题解决 甚至互相 都可以做出让步 而不是一味地 用分手做威胁 强迫一方 单方面地 做出让步 这样 也许能得意识之快 但留下来的问题 是后患无穷 长此以往 只会使问题 变得更加严重 迫使一方 走入情感的 另一个极端 最终的结果 就只能是分手 所以 如果不爱了 及早不相见 如果还相爱 便不要动不动地 就说分手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 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本集开始 我们进入到第六章 命运很顽皮 你想往东 它偏偏往西 第一节我们先来说 与其在乎别人评价 不如努力 做好自己 生活中 我们会发现一种现象 无论我们做的饭 有多么美味 总是会有人不喜欢吃 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总会有人不喜欢我们 这就和莫非定律中的 那句话一样 每个解决办法 都会衍生出新的问题 我们让其中的一个人 喜欢上自己 同时也就会让 另外一个人讨厌自己 这种现象 我们是无法避免的 这也和我们本身 做错与否 没有任何关系 无论我们做出多少改变 都会有人不喜欢 之前看到过 一个这样的故事 从前有一位画家 画出一幅自己 非常满意的画 他拿到市场上去展出 画旁放了一支笔 并附上说明 每一位观赏者 如果认为此画 有欠佳之处 均可在画上 做上记号 晚上 画家取回了画 发现整个画面 都涂满了记号 没有一笔一画 不被指责 画家十分不快 对这次尝试 深感失望 画家决定 换一种方式 试一试 他又画了一张 同样的画 拿到市场展出 而这一次呢 他要每位观赏者 将其最欣赏之处 标上记号 当画家在取回画时 发现画面 又被图变了记号 曾经被指责的地方 如今 却都换上赞美的标记 在日常生活中 总有我们不喜欢的人 也总有人不喜欢我们 这都很正常 也无法避免 况且 我们即便是将事情做得很完美 也会有让人感到不称心如意的地方 所以好不好是一回事 喜不喜欢 是另一回事 杜世运作事一项是我行我素 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他本身是个标准的御宅族 经常没事就喜欢研究宅文化 模仿一些自己喜欢的人物 杜世运的同学 大多数是一些比较保守的人 非常不理解他的这种怪异行为 甚至有些人会在背后 说他精神不太正常 但杜世运不以为然 后来杜世运在一次兼职招聘的广告上 看到会展中心正在招聘COSER 他就自高奋勇地前去应聘 在兼职的过程中呢 就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后来几个人又一起成立了工作室 从事动画游戏轻小说的创作 当杜世运在行业圈中小有名气的时候 他过去的那些老师同学 也渐渐地对他的行为表示了认可 正如没有一幅画是不被别人评价 也没有人是不被别人议论的一样 好比自己要是沉默寡言 就会有人指责难以相处 自己要是善于见谈 就会有人指责夸夸其谈 自己要是赞美别人 就会有人指责别有用心 自己要是善意批评 就更会有人暴跳如雷 认为缺乏教养多管闲事 所以与其每天花费大把的时间 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议论 倒不如努力去做一些 自己喜欢同时让别人羡慕的事情 累了就去听几首歌放松 烦了就去楼下跑跑步 焦虑了就去洗把脸清醒一下 爱的人爱不到就先爱自己 等待的人还没来 就先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们本身就是一本书 又何必非要去当别人的书签呢 祖宗堂在一首诗中写道 能受天魔真体汉 不遭人计是庸才 只有义无是处的人没得可说 越是出色的人越会被人说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没有不被评论的事 也没有不被评说的人 别人说什么我们无法去控制 但我们可以保持一颗淡然的心 去看一切纷扰 心静才能听到万物的声音 才能看到万物的本质 沉淀自己的心 静观事态变迁 有人说世上最美好的事就是 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的噪声 闹钟响起时刚好醒 下雨天刚好带伞 饿了刚好开饭 困了刚好身边有张床 都说难得糊涂 我们不必去理会 别人背后是怎么评价自己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 不去理会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人 见面时哈哈一笑 转身便互不相干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你越想快却越会慢 在万万没想到中 白客饰演的王大锤总是喜欢幻想 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不用多久 我就会升职加薪 当上总经理 出任CEO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每次看到王大锤这么说 我们也只是当做一个笑话 一笑而过 但我们仔细想想 这句话说的不正是我们自己吗 我们内心深处 不都会在不经意间 发出与此类似的想法吗 我的前半生中 做全职太太十年 长期处于养尊处优状态的罗子军 早就和现代的职场完全脱节 但是为了与自己前夫争夺儿子的抚养权 罗子军咬牙开始找工作 然而作为一个职场新人 子军基本上没有任何工作经历 自然到处碰病 这让闺蜜唐金十分的担心 贺涵却安慰唐金道 路要自己一步一步走 苦要自己一口一口吃 抽筋扒皮才能脱胎换骨 除此之外 没有捷径 现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吃饭要求快餐 上课要求速成 甚至结婚也要速配 别人争什么抢什么 我们也跟着随大流 却很少有机会停下来 问问自己 我是不是该慢下来 把基础的事情都做好呢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事 往往都像墨菲定律中说的那样 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 当我们着急 生怕比别人慢了一步的时候 反而可能走错了方向 崔贝贝读大学的时候 找了一份在杂志社发行部的实习工作 主要负责销售杂志 就是给已经到期 或者快到期的客户打电话 让他们续定 作为新人 崔贝贝掌握到的读者名单很少 可是业绩标准却和别人一样 母亲得知后跟崔贝贝说 当你的能力不足时 不要只是盯着自己眼前的目标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 甚至停下来 进行学习充电 崔贝贝便听了母亲的话 选修了营销学 跟营销学老师学习之后 根据营销学老师的建议 开始在网上发杂志上 外籍顾问的文章 得到了很多读者反馈 之后呢 崔贝贝还会每周发一篇 外籍顾问的文章 到这些读者的邮箱 在外籍顾问的文章下面 写上外籍顾问的文章 在杂志上的更新频率 及杂志的一些其他栏目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努力 崔贝贝轻松地完成了实习工作 罗曼罗兰说 人们常觉得准备的阶段 是在浪费时间 只有当真正的机会来临 而自己没有能力把握的时候 才能觉悟到 自己平时没有准备 才是真正浪费了时间 当我们想要更快一步时 最重要的就是学会 让自己慢下来 当然 所谓的慢下来 并不是要变得懈怠 而是要懂得 去消化你 所学到的一切东西 我们身边的很多同龄人 很大一部分都有一种叫做 知识焦虑症的症状 他们能明显地意识到 自身存在某种知识的欠缺 迫切地希望通过努力 来提升自己 使得他们看上去 无时无刻 不再学习很多新知识 但是 我们拿着手机在看 听这些所谓课程的时候 却从来没几个人 能坚持看完一篇 超过五千字的文章 也没有几个人 能静下心来 写出一千字的总结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快 快一点懂得更多知识 所以要学习多一些课程 收集多一些冷门的知识 最好每天都学会 一堆新鲜的词汇 仿佛这样 就显得自己比别人快了 我们在信息时代 接受到的更多只是消息 阅读应该是慢的 因为伴随着思考的时间 我们总是结识很多朋友 他们很热爱学习 看上去每天都在努力 会带着耳塞 用几分钟的时间 去听那种 几分钟读完一本书的音频 或许她的热情 与努力很感人 但没有人会觉得她很厉害 因为她不过是在接收 别人对一本书的理解 她所听来的都是别人的总结 并非自己通过阅读 和思考得来的 所以 无论她听多少本书 她都不会懂得阅读和思考的 那种精神享受 也不会有太多自己的见解 说出来的 不过都是别人总结的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 过度地追求所谓的快 也没有必要一下子 就要得到别人花十年 才得到的东西 不争不抢 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 或许我们慢下来以后 就会发现 自己离预期的目标 反而更紧了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聊聊 当你醉心于安逸 却不知 危险已逼近 我们在日常生活 或是人际交往中 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人说 做人要知足常乐 当我们有吃有穿 能维持简单生活的时候 就在心里告诉自己 差不多就想了 何必那么辛苦 一只老鼠掉进米缸里边 突然发现 这里有吃不进的大米 于是便不再辛辛苦苦地 去找寻粮食 而是天天躺在米缸里 吃了睡睡了吃 时间一天天过去 米缸里的米 也渐渐见底了 最后终于有一天 米缸再也找不到 一粒米了 这时候老鼠才发现 这个米缸实在是太高了 自己根本爬不上去 孟子说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告诫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地 保持忧患意识 不能过度地安于享乐 就如同莫非定律说的那样 天有不测风云 事情只要有变坏的可能 结果就总是会朝着 变坏的方向发展 我们一味地贪图享乐 总有一天 当我们面对困难 甚至是灾难的时候 就会因为自己的学识 或能力不足而陷入窘境 我们身边人有些曾经非常努力 但才三十岁左右 就觉得自己疲惫不堪 想要逃离 也有人是年纪轻轻 不思进取 安于现状 不努力上进 当我们处于一个安逸的现状时 就可能会懈怠 就会慢慢停息了 曾经那颗赶闯赶拼的心 我们一旦懒了 就会找各种理由 来让自己心里面过得去 为不再拼搏找借口 我们总是自认为 处于一种安逸舒适的环境 而放松了警惕 很多人曾经在枪林弹雨 那样艰难环境下坚守得住 却最终抵挡不住 躺一炮弹式的 安逸舒适的环境 其实 居安思危 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 在今后的道路中 必须要有忧患意识 就如同那只老鼠一样 当我们最心于安逸 危险 就会不知不觉地逼近 而最应该做的 就是居安思危 努力提高自己 提前为今后 可能遇到的困难 做准备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 面对不如意 不要一味地认命 冯梦龙的《醒世横言》中 有一句话 乌漏偏逢连夜雨 船池又遇打头风 一看到这句话 瞬间就会引起 我们很多人的共鸣 我们每个人 无论是在生活 还是在工作各方面 总会遇到这种情况 比如说 出门忘了关窗户 结果还没到家 就开始下雨 回到家口渴难耐 却发现湖里 没有一滴水 朋友来家吃饭 却发现自己 昨天忘记买菜 古语云 命由天定 运游己生 事情的好坏 本就不是我们 所能控制的 我们也无法阻止 无法改变 也就是所谓的命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调整自己的心态 这就是所谓的运 二者 合二为一 便是命运 命是命 运是运 不是每一个时刻 都能够好事多磨 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好运连连 我们总是会遇到 各种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应该调整心态 积极准备 期望事情有所转变 而不要一味地认命 莫非定律中有一句话 另一排总是动得比较快 你换到另一排 你原来站的那一排 就开始动得比较快了 你站得越久 越有可能是站错了队 首先 要做的就是要 避免自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做出决定 尤其是和自身资金 有关系的决定 有时在自身遇到挫折的时候 总会出现一种 近乎赌徒的心理 认为自己现在的困难 马上就会好转 也许下一件事 就会转运 往往也就出现了 越赔越多的情况 其次呢 多找找喜事来冲冲喜 这里所谓的冲喜 并不是找个算命的人 为你趋吉避凶 而是做一些 能够令自己高兴的事情 我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心情不可避免地会变低落 这时候我们应该 放下那些令我们沮丧的事情 让自己变得愉悦起来 保持一个好心情 看问题的角度 也会清晰起来 这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 结伴短途观光 则能在互相 有个照顾的前提下 获得身心舒缓 最后 就是努力改变自己 提高自己 我们深陷逆境时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 我们本身的一些不足 所造成的 这时候最应该做的 就是听讲座 多读书 听讲座 要求我们静静地听 静静地思考 开阔我们的眼界 看书则可以培养 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能够发散我们的思维 所以 并不是因为什么 时也命也 这类关乎命运的原因 而是我们在自身 环境等各方面的准备 有所欠缺 这时候 我们最应该做的 就是及时收手 调节自己的心情 努力地提高自己 这样才会更快地 度过那些 令我们倒霉的时刻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 什么都不想舍弃 就什么也可能得不到 层律多情损饭行 入山又恐别倾城 藏阳加措曾在诗中 表现出自己的为难 面对爱情与信仰 不知该如何做出选择 最终只能留下一句叹息 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 不负清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也总会遇到 这样两难的情况 总是需要舍弃一方 才能得到另一方 但我们并不想做出 任何的舍弃 我们期望 拥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想要得到一切 结果往往什么也得不到 傅安赫毕业之后 成为了一个自由职业者 想要开创自己的事业 他追寻着自己的爱好 加入了一些群体 希望能够通过交流 学习 增长见闻 但他的爱好 实在太多了 家的群也是五花八门 有中医群 珍珠销售群 写作群 读书群 养生群 一共多达三十多个群 消息的提示声 此起彼伏 傅安赫觉得 生活好像 也被割裂成好几块 站在中心的他 不知道该如何追逐 通常是他想要 潜心研读本草纲目时 有客户询问珍珠价格 他认真充当销售员时 读书群里面 又玩起了成语接龙 游戏刚到了信头上 协作群的打卡时间 又到了 一天下来 安赫总觉得 自己好像做了许多事 结果却是 啥也没干成 方言看看 适合自己的事情 不算少 他可以继续老本行 也能利用家乡的 珍珠养殖赚钱 最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这是在闹什么呀 加了三十多个群 却一个都没有认真看过 理想太多 有时候就容易变成欲望 使我们深陷其中 深受其苦 口渴的时候呢 希望喝尽弱水三千 其实需要的 不过是一瓢清泉而已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 当我们面前的路有无数条 且每一条都看似阳光大道时 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 每条都想踏上去试一试 总怕自己无意间错失良机 四面撒网 却不知道重点是捞鱼 肆意求广 而忽视了求精 努力本身没有错 但假如没有准确的方向 一通乱撞 耗费的是大量精力 那些什么都想要的人 最后往往什么也得不到 因为成功青睐的 总是努力而又专一的人 桃花碧独自经营着一个小摊子 卖的是凉粉米线 有一次在无意中发现 自己制作的辣酱 非常受客户欢迎 几乎整条街的凉粉店 都在使用他制作的辣酱 他就想 自己为什么不专心做辣酱呢 于是发现商机的桃花碧 毅然舍弃凉粉摊 转而一心一意地炒制辣酱 他把所有的心思 都倾注在辣酱的口感上 抓住产品的核心卖点 抓住消费者的心 后来他制作的辣酱 风靡全球 成了名为老干妈的系列产品 而他呢 也一跃成为老干妈的创始人 跨国企业的董事长 其实不只是企业 我们个人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永远都是发展的根本 我们生活中 常常谈起的断舍离 其实就是不断发掘 并塑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不必什么都想得到 要选择一样 我们最想要的 尽力做好 就如同莫言 写不了抒情诗歌 习慕容无法写好长篇小说 金庸写不了流行歌词 即使功成名就的文学大师 也无法驾驭所有文体 努力没有错 但假如没有准确的方向 一通乱撞 耗费的是大量精力 收获却微乎其微 什么都想要的我们 与其说是贪婪 倒不如说是迷茫 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渴望试一试的年轻人 往往还不知道 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理想太多 就容易变成欲望 深陷其中 深受其苦 我们还以为自己不够努力 殊不知 开头变错了 什么都想得到 往往什么都得不到 毕竟我们精力有限 你付出多少 回报就有多少 选择一样 我们最想要的 埋头苦干 做到努力而专一 总有一天 成功会青睐我们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 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我们进入到第七章 严谨防范 避免小概率失误事件 第一节 不要总以为意外离自己很远 概率 也只有概率 是用来解释 为什么不大可能发生的灾难 发生了 莫非定律中的这句话 其实是想告诉我们 一件意外灾难 发生的可能性再低 也会有发生的可能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总会认为那些意外 离我们很远 仿佛这些对我们来说 不好的事情 永远只会发生在电视剧中 但我们仔细回忆一下 在我们过去那些日子里 总会有或大或小的意外 发生在我们身边 罗天梅感觉自己最近特别倒霉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有意外发生 周末的时候 想要和闺蜜一起去看电影 当时想的是 先一起吃顿饭 然后决定看什么场次的电影 早上罗天梅看时间 还早便多睡了一会儿 结果没想到 路上堵车导致自己迟到了 但好在闺蜜并没有多说什么 当两人到吃饭的地方 却又傻眼了 店里人多到根本站不住脚 无奈之下 只能选择换一家 但是可能因为饭点的缘故 所有的店铺都是人满为患 甚至还有不少预约的 等两人吃完了饭 天色已经很晚 到了电影院却发现 所有的场次都已经蛮长 无奈之下 只能选择回家 意外之所以会被称为意外 全在于它的突发性 意外是我们内心深处 所没有考虑周全的那个点 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 对于意外的警惕 提高自己的警戒性 学会找出钱藏在暗中的危机 争取做到防患于未然 朱海斌与女友计划 元旦一起去东北旅行 他在放假前一个月 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朱海斌先是调查了 东北都有哪些景点 并多方询问了解东北的美食文化 做了一切相关的准备 女友本来想去长白山滑雪 但是朱海斌之前做过调查 这个季节的长白山 正处于封山的状态 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游玩的地方 于是呢 两人决定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可以滑冰 还能顺便观看一下冰雕 意外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我们想好好陪同家人 公司就有紧急的事情 必须我们前去处理 我们想按时完成工作项目 就会有突发状况 导致我们无法再继续工作 我们想给爱人一个浪漫的礼物 就正好遇到路上堵车 错过了时间 意外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产生决定性影响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 才能将意外的影响 降到最低呢 首先提高自己的警惕性 提前找出潜藏在暗中的意外 做到防患于未然 意外的危害很大程度上 都是来源于 其本身所带来的突发性 有时候我们的计划遭到破坏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迟迟无法接受现实 只是因为我们在意外来临之前 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一时间显得有些猝不及防 其次 针对可能发生的意外 做好必要的准备 我们想避免意外 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就要做好必要的准备 预防可能会发生的意外 我们可以选择在计划中留下一些缓冲地带 这些缓冲地带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提供应急的空间 最大限度的保障计划 如期完成 最后 既然意外不可避免 我们就要学会坦然接受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有些事情就算我们拼尽全力也无法改变 当意外无可避免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坦然接受 勇敢地面对失败 从头来过 永远要好过 自怨自艾 总之呢 意外其实无处不在 可能下一秒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如果我们事前不能做到心中有数 那么计划往往都会赶不上变化 事前找出意外 勇敢面对意外 努力解决意外 在事不可为的情况下 坦然面对意外 这才是我们对待意外的正确态度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分享 没有危机意识的生活 到底有多可怕 老人常常会劝诫我们 要随时保持危机意识 要居安思危 莫非定律有一个观点 每次剪了指甲后没多久 就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 危机在平时的时候并不起眼 甚至根本就是潜藏起来 这会让我们产生一种 危机根本不存在的错觉 也正是因为这种错觉 而导致我们对于危机的防范意识 不断下降 一旦危机真的来临 我们就会显得猝不及防 自乱阵脚 君墨校毕业之后 做了一名业务员 常常需要在外应酬 而他本人也属于那种 无酒不欢的人 就算休息的时候 也喜欢拉上朋友 胡吃海塞 有次朋友看不下去了 便好心地提醒了一下 你这样迟早会把身体搞垮的 君墨校却不以为意 认为自己还年轻 趁着年轻就要及时行乐 身体的问题 等自己老了再去考虑 后来君墨校突然感觉胃不舒服 胃口也越来越差 直到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了了 才想起来去医院检查 结果发现 他这是长期饮酒 外加暴饮暴食 所导致的胃穿孔 已经严重到需要做手术的地步 如果我们不能提高自己的危机意识 做好对危机的把控 那么在危机来临的那一刻 我们就会显得无比渺小 甚至会迷失在危机的风暴之中 无法回归原本的生活 李韶华是一位电子经济的选手 每天都需要长达十多个小时 高强度的训练 但是李韶华不管训练有多么晚 自己有多么累 都会抽出半个小时 做一些体育锻炼 队友看到就问他 你这些锻炼有什么用啊 能帮你在赛场上打败对手吗 李韶华开玩笑地说道 这虽然不能帮我打败对手 但至少保证我不会因为伤病 而离开赛场 那么我们如何做 才能提高自己的危机意识 减少危机所带来的伤害呢 首先承认危机的存在 明确树立危机防范意识 无论是什么事情 出于什么情况 我们都会习惯性地 将事情往好的方面去想 而不可避免地 忽视掉其存在的阴暗面 这是人之常情 也正是这种常情 会让我们面对危机时 惊慌失措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应该在心里 做出周全的计划 至少要想到失败的可能 以及可能会带来的意外 其次 做好面对危机的准备 我们总不能每次 都等到危机降临时 才选择仓促应对 仓促之间 总会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 所以在事先 就应该做出相应的预言 保证我们平安度过危机 建立属于自己的危机报警系统 防止危机来临时 我们一无所知 危机来临时 不会无迹可循 只要我们做好足够的调查 其实是可以从蛛丝马迹中 得到提示的 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要多接触新鲜事物 学习新的知识 同时保持自己多听多看 了解周边的环境 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 预知一些危机 从而做好针对性的准备 最后 勇敢面对危机 勇于承担其带来的后果 正所谓 天下没有过不去的坎 危机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 那么可怕 只要我们应对得当 总能够平安度过 有的人之所以倒在危机面前 只是因为缺少 直灭危机的勇气 不敢承担失败带来的后果 其实只要勇敢地站出来 向危机发起挑战 就已经赢得了我们自己 哪怕最终还是失败 坦然承担即可 大不了 从头再来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墨菲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 泰坦尼克号的悲剧 侥幸心理 害死人 凡是可能出错的事 有很大概率会出错 这是墨菲定律的核心内容 意思是说 任何一个事件 只要它发生的概率大于零 我们就不能够假设它不会发生 我们都知道 泰坦尼克号号称永不沉默 就是这样一艘汇集当时顶尖技术的巨轮 却在首次航行时撞上冰山 最终沉入大西洋 造成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 而这场灾难背后的原因 却让人哭笑不得 先是用以观察航线的望远镜 被锁在柜子里 导致发现冰山时 只有相距不到四百米的距离 再是船长指挥失误而撞上冰山 另外 泰坦尼克号在制造锚钉时 使用的钢铁质地极其不纯 导致船体松动 又因为救援的船只不足 而导致大多数人葬身海底 就如同一个个巧合 共同制造了这场不可能发生的灾难 而也正是因为这些侥幸心理 才会一步步地将泰坦尼克号推向深渊 泰坦尼克号的悲剧 与其说是种种巧合下推动的灾难 倒不如说是那些心存侥幸的人 共同疏忽所导致的 官宁本身也没有过硬的能力 实习呢又因为偷懒 而没有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 导致他找工作很不顺利 于是他想了一个取巧的方式 对自己的简历进行造假 夸大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成绩 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工作 在入职前的时候 公司人士说明 如果发现简历造假 一律不予录用 但是观宁心想 这怎么可能被发现呢 于是呢也不放在心上 两个月实习期过去 眼看就要转正 却接到公司的辞退通知 辞退原因是因为公司 还是发现了他在简历上造假的事情 我们无论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生活中 难免会有想要取巧 而心存侥幸的时候 或许我们会因为一时的取巧 而尝到甜头 但尝此以往 终有一天 要为自己的行为而付出代价 最终害人害己 高兴为人显得有一些木讷 不太懂得变通 但是盛在工作认真 某次他负责一个项目 快到收尾的时候 出现一点问题 需要重新再弄 同事便劝他 没事 这点小问题不用管 一般外行看不出来 没必要这么较真 高兴呢 却执意要把项目重新做好 结果一直感到快要交货的日期 才完成 对方的老板是业内人员 发现高兴同事的项目存在问题 高兴的却没有 这让对方更加相信高兴的能力 直接点名下一个项目 让高兴负责 想避免泰坦尼克号的悲剧 就要学会避免心存侥幸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消除自己的侥幸心理呢 首先认真的对待每一件事 之所以会存在侥幸心理 那是因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在心理暗示自己差不多就行了 差一点也没人能看得出来 而也正是这些暗示 导致在做事情的时候 会抱着一种差不多的心态去做 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和我们本身息息相关 都值得我们拿出120%的热情去对待 我们做事的时候过于敷衍了事 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倒不如开始的时候 就认认真真完成每一个细节 力争做到尽善尽美 其次脚踏实地 切勿好高勿远 我们有时候会将目标定得很高 同时又不愿意脚踏实地地去一步步完成 最终我们选择了通过取巧的方式 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心理自我暗示不会被人发现 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迹可循 一心想着取巧最终也只能害人害己 与其将目标定得太高 使得自己难以完成 倒不如一开始就从基础做起 最后保持清醒的头脑 时刻反思自己 我们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 都应该时刻反省自己 同时还要保持自己头脑冷静 只有让自己保持理性 才能够让自己不被诱惑而迷失方向 才会坚持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 那各位朋友 在平时的生活里和工作中 你会抱有侥幸心态吗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聊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话题是 早防范避免小错误引发大灾难 今天不学也没事 反正考试也不一定考 杯子不漏水就行 裂开没什么大问题 工具能用就行 不用太在意好坏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有类似的情况 认为一点小问题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反正也不会影响大局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莫非定律告诉我们 一项任务在完成前 会由于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而中断 考试的题目可能就是今天错过的内容 杯子裂开的口子会慢慢扩大 直至最终漏水 我们手中的工具会在某一天突然坏掉 影响到工作 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 如果这些小错误 长时间得不到注意和重视 也会无限制的恶化下去 直到酿成大祸 代权方是工厂某生产线的县长 主要负责生产线的管理与生产 有一天手下一个工人前来找他 说发现生产线末端架构不太牢固 建议暂时停止生产 先修理设备 但是代权方并不乐意 要知道厂里有生产任务 停工一会儿就会造成巨大损失 于是呢 只能硬着头皮说继续开工 后来厂里要求加大生产 代权方只能加快生产速度 结果没想到 这一加速使得之前的隐患更加严重 整条生产线瞬间瘫痪 维修部门检查后告诉他 这条生产线已经接近报废 估计要重新引进 常言道 千里之低溃于乙穴 如果一个个的小错误积累起来 就会发生质变 引发大灾难 我们身边的这些小错误 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改正 就会使我们的自我认知产生偏差 而这种偏差 会导致我们在某些时候盲目自信 听不得旁人劝告而一意孤行 最终的结果就会引发毁灭性灾难 有人说 小错不断大错不犯 其实这种态度并不可取 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任何灾难都不是突然发生的 都是由我们日常的错误所累积 所以想要不犯大错 我们就需要避免这些小错 那么我们如何做才能及早防范小错 避免最终引发大灾难呢 第一 我们应该对自己身边的错误保持高度重视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因为小错酿成大祸的悲剧 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在思想上不够重视 认为自己这些错误并不会影响大局 不愿意为了大局而做出牺牲 其实呢 这种思想并不可取 一个个小错 累积起来都会让我们感到焦头烂额 更何况有时还会发生质变 所以呢 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加以重视 正视我们身边的错误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清楚地认识自己 避免错误无限扩大 最终演变为灾难 第二 我们要及时发现错误 改正错误 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多观察自己 观察自己周边的事物 有时候酿成大错 只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身边的那些错误 只要我们平时多多关注观察 及时发现自身所存在的错误 就能够及时地发现这些错误 改正这些错误 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提高自己 第三 在改正错误的时候 要持之以恒 切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在我们改正这些错误的时候 需要循序渐进 有时候甚至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应该保持一定的耐心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才是正途 第四 转变自己的心态 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 减少自己错误发生的概率 俗话说 精无足斥 人无完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呢 只要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摆正心态 认真对待 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不犯错误 那么也就能降低酿成大祸的概率 只要我们正视错误 改正错误 从根本上避免错误 在过程中时刻反省自己 我们就能避免因为小错 而引发灾难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期内容我们来说 坦然应对突发状况 积极转化悲观莫非定律 每当你准备做什么的时候 总有些别的事 你得先做了 这句话是莫非定律的 一个演变版本 也是对凡是可能出错的事 有很大概率会出错 做出的明确阐述 但是呢 这导致了很多人 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 手足无措 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应对 甚至有人会产生 悲观莫非定律的想法 认为突发状况 既然是必定发生的 那么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法改变 从而变得什么都不愿意改变 做看事态的恶化 李逗逗呢 为人比较悲观 总是认为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有一次 在他组织的一场野营活动中 一位同事上山的时候 意外扭伤了脚 面对这种突发状况 李逗逗一下子就慌了神 大脑一片空白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最后还是在同事的提议下 才想起来 要先把人送往医院 安顿好受伤的同事后 大家问 接下来怎么办 李逗逗却认为 这是莫非定律产生的影响 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没法改变 便提议大家 及早回去休息 大伙明显有些不太乐意 但碍于李逗逗是组织者 也不好说什么 就这样三三两两地离开 之后也不愿意参加 李逗逗组织的活动了 所谓近人事已听天命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突发情况 便什么都不做 只看着事态恶化 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获得成功 我们脑海里会不断回忆起 这次突发情况 并且在下次遇到同样状况的时候 会因为没有经验 而想不出任何解决方案 甚至会因为这次失败的阴影 而影响到以后的判断 而如果我们能够在突发情况 来临的时候 坦然面对 勇敢地站出来 积极想解决的方案 那么就算我们这次失败了 也能够为下次 积累足够的经验 甚至就算我们以后 不会再遇到类似的突发状况 这次积极向上的努力 也能够提升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让我们更容易得到外界的帮助 莫非定律其实只是在阐述一种现象 我们抱有悲观的态度 那么就只会怨天尤人 积极应对就会发现 我们的努力其实是存在意义的 所以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 不要惊慌坦然面对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事态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那么我们怎样做 才能积极转化悲观莫非定律 坦然应对突发状况呢 第一 平复自己的情绪 不要慌张 积极寻找原因 我们很多人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 一筹莫然 频频做出错误决策 其根本原因 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慌张之下 没有找到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 就开始盲目应对 所以呢 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 要平复自己的情绪 坦然面对 寻找原因 只有找到了病根 我们才能做到 对症下药 第二 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 有序处处置突发状况 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 我们需要面对的 往往并不是一两件单独的事情 而是多件事情 组合在一起的复杂局面 所以呢 面对时一定要为自己 所面临的情况做出规划 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 有序解决 第三 学会与他人沟通 寻求他人帮助 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限 并不能做到全知全能 面对突发状况 并不是一两个人 就能够解决的 这时候要学会 寻求别人的帮助 无论是与他人探讨解决方案 还是请对方伸出援手 都能够有效处置 突发状况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第四 做好善后工作 消除恶劣影响 大多数的突发状况 会产生一些恶劣影响 甚至有时候 会严重影响我们的事业生活 这时候 我们就要积极做好善后工作 消除恶劣影响 我们都不想遇到突发状况 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学会勇敢地站出来 坦然地面对 只要我们积极应对 方法得当 就会发现 其实突发状况 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可怕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 有A计划 还要有B计划 C计划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通常会做出一些计划 然后按照计划去执行 但是在执行计划的时候 难免会遇到一些意外 为什么会这样呢 莫非定律告诉了 我们的答案是这样的 没什么事情 像看上去一样简单 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都会带有主观意向 这就难免造成计划与现实不符 王建国马上就要参加专业考试了 他计划每天晚上学习半个小时 从而让自己有充足的准备 面对考试 结果计划实施的第一天 就有朋友找上门 要邋遢出去聚会 王建国说要学习 朋友却说 回来再学也是一样 王建国想想也是 便跟着出去了 聚会结束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11点多了 王建国想到第二天还要上班 就先去休息了 之后呢 王建国隔三差五 就会因某些原因 而中断学习计划 到了考试前 他突然发现 自己还没有好好地复习过 我们每个人都习惯性地 将事情往好的方面去想 所以在做计划的时候 也会如此 从而忽视可能存在的问题 因此 我们做计划的时候 应该考虑到方方面面 只有对那些 可能存在的问题 做到心中有数 我们才能在面对时 做出正确的应对 所以 我们做计划的时候 不能仅考虑某一方面 既要有A计划 还要准备B计划 C计划 做好多方面的准备 唐彩才是一位业余的 网络小说家 利用自己的闲散时间 写小说发表到网上 他为自己做了一个计划 准备每天晚上回到家后 用两个小时来写小说 剩下的时间 足够自己完成其他事情 同时呢 他还计划在周末 多拿出四个小时写小说 留下一些存稿 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他就这样 每天按照计划去执行 保证每天能够发表五千字 一直坚持了一年多 终于写完了一本小说 古人云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每一件事情 都有无限的发展可能 哪些发展很重要 哪些发展需要我们尽量避免 这都需要一套 行之有效的计划 并且要对计划 做出分类总结 这时候我们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多重计划 在制定A计划的同时 根据事态可能存在的发展 在A计划的基础上 制定B计划 C计划 让自己的计划更加完善 这样在面对某项计划出现意外 不可改变的情况下 可以很快地启动备用期计划 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存在漏洞 保证完成最终目标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有针对性的 做出多重计划 防止计划外的变数呢 第一要明确目的 做出针对性的计划 我们做出的计划 首先要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不管是A计划 B计划 B计划 还是C计划 都不能脱离最终目的 同时呢 多种计划之间 应该有明显的不同 要针对可能存在的意外 提供不同的选择 第二 计划要简洁 务实 避免加大自己的执行难度 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 要尽量简洁 越是复杂的计划 越容易出现漏洞 途增执行计划的难度 同时呢 计划还要务实 避免假大空 制定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 除了我们面对失败 打击自己的自信心以外 没有任何作用 只要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计划 才能算得上行之有效的计划 第三 避免计划太过理想化 计划要留下空档 计划与计划之间 也要留下转变的余地 我们很多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 过度追求完美 却会让计划难以执行下去 同时 我们也不能指望在A计划 执行不下去的时候 马上转为B计划 C计划 计划的变动 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所以我们的计划与计划之间 应该留下足够的空档 能够保证我们计划转变时 平缓过度 第四 我们在执行计划的时候 要学会变通 注意反思与改进 我们的计划不是一成不变的 应该时刻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调整 所以呢 在我们执行计划的过程中 一定要时刻关注 在发现问题的时候 及时改进 只有保证计划 时刻符合事态发展 才能保证计划顺利执行 其实呢 我们制定计划 只是为了保障达到最终目的 所以不管我们制定多少计划 只要能够避免漏洞 最终达成目标 那么就没有问题 各位听友 您在平时工作里 会怎样制作计划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 一同分享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失业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业后的自暴自弃 莫非定律告诉我们 怕什么来什么 我们越是害怕失业 失业就越是会降临到我们身边 我们越是恐慌失业 我们在失业后 就越是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 钟晓曼毕业后 一直在从事电子商务销售工作 后来因为长时间没有业绩 而被公司辞退 这次失业对钟晓曼的打击很大 一度让他怀疑自己 在家闲了两个多月 没有寻找新的工作 有些害怕再次遭受打击 后来在家人与朋友的劝说下 他终于鼓起勇气 走出家门寻找新的工作 却因为不自信等多种原因 处处碰壁 在坚持了一个多月后 信心更加受到打击 甚至产生厌恶工作的心理 家里不得已为他找医生 进行心理治疗 失业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业后自暴自弃 仔细想想 谁还没有失业的时候 或许这时的失业 能够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一味地自暴自弃 不仅不利于之后 寻找新的工作 甚至会对之后的发展 产生影响 所以呢 不要将失业看得太过严重 这其实就和摔了一跤 被蚊子咬了一口 没有太大的区别 放凭自己的心态 勇敢地向前迈步 或许下一次的面试 就有适合自己的岗位 周璇因为家里有事而从公司离职 后来一直在家待了两个多月 没有找到工作 但是他这两个月并不是闲着 什么事情都不做 他先是根据自己的资金状况 做出了长远规划 至少保证自己这两个月 就算没有找到工作 也能生存下去 然后呢 花了一周时间出去旅游 平复自己的心情 努力让自己从家庭事业的 双重打击下振作起来 之后 又花费半个月的时间 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 做了一份完整的职业规划 剩下的时间 他就按照自己的职业规划 来寻找工作 就这样 周璇在失业快三个月的时候 终于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 并且一直在这个公司干了十几年 最终按照自己的职业规划 当上了主管 在失业之后 究竟应该如何做 才能让未来的职业道路 更加平坦呢 首先 调整自己的心态 避免冲动之下 做出选择 很多失业者将失业 看得过于严重 仿佛失业之后 就如同天塌下来了一般 总是难以接受 总是慌慌张张地 寻找新的工作 甚至有时候 不惜寻找一个 完全不符合自己 职业规划的工作 其实呢 这种方式并不可取 失业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既然已经失业了 倒不妨给自己放一个假 陪陪家人 让自己放松一下 张持有序才能让我们有更好的发展 绷得太紧 就有可能承受不住压力 其次 做好未来规划 对自己的未来有新的认识 很多的失业者在失业的时候 不会让自己闲下来 而是急匆匆地奔向下一份工作 这种行为才是失业的最大危害 不管是自己主动失业 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被动失业 我们不妨趁着失业这段时间 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规划 拥有一个完整的职业规划 才能够让我们未来的事业 得到更好的发展 失业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经过这次失业之后 并没有丝毫地提高 失业大不了就是失去经济来源 损失一些物质生活 但失业浪费的时间 才是无价之宝 所以我们要正确地看待失业 在失业后努力提高自己 做好职业规划 这才会让我们未来之路更加顺畅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我们将进入到第八章 有时候 遭遇挫折未必就是坏事 第一节 错误不可避免 积极应对也能转化 会出错的终将会出错 这一句话被称为非纳格定律 也被认为是对莫非定律 最好的模仿和阐述 这句话的核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我们很多人在面对错误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恐慌 认为错误就是不好的事情 因而一味地害怕犯错误 甚至在面对错误的时候 表现出自己的懦弱 做看事态的恶化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错误本身 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错误有时 也不会带来什么 特别严重的后果 真正造成严重影响的 其实是我们在面对错误时 所做出的错误应对 如果我们在面对错误的时候 放缓自己的心态 能够积极应对 那么错误也有可能转化 从而让自己收获 意想不到的成功 1895年 14岁的亨利 在一家咖啡厅当适应生 一天 威尔什王子来到咖啡厅用餐 就在亨利准备甜品的时候 煎锅突然着起火来 亨利一时间慌了神 看看时间 并不足够自己从头再来 偷偷尝了一口 觉得味道还可以 最终就只能硬着头皮 盛上甜品 却不想 威尔什王子品尝后称赞不已 这道甜点最终享誉全球 这就是后来经典的 菊香法式 薄煎饼 我们常说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也不是所有的错误就一定会导致最终的失败 重要的还是我们对待错误的态度 既然错误不可避免 那么我们在面对错误的时候 不妨端正态度 坦然承认错误 很多人会在犯下错误后 出于某种考虑 而试图忽略或是辩解 努力把自己从错误中摘除出来 其实这种行为呢 并不可取 会给别人留下不敢担当的印象 所以在面对错误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端正自己的态度 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就会发现 错误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坦然面对 就会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加简单 此外 我们在犯下错误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的做出检讨 但是也不能过于苛求自己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认识到错误 改正错误 努力不让自己以后再犯 同样的错误即可 有时候 要学会对自己宽容一点 很多人在犯了错误之后 也忏悔 也做出了检讨 甚至信誓旦旦地保证 以后不会再犯 但是下次呢 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为什么呢 只是因为没有走心罢了 无论是认知错误 坦然面对错误 还是检讨错误 其根本目的是要从错误中 吸取教训 如果我们不走心 只是形式上的改正 那么我们永远也不会彻底意识到 错误的危害 迟早还会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我们还需要注意 千万不要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 而犯下新的错误 下意识地掩盖错误 是人之常情 但是 我们不能让这种常情 而影响到我们的判断 一味地为自己开脱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错 坦然面对 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好 其实错误并不可怕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正确的方法 有时候 错误也能成为我们 获得成功的助力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是 逆境中做事比较冷静 成功的时候 则亦头脑发热 我们在生活中 工作中 难免会面临逆境 但有时也会收获喜悦 我们在面对逆境的时候 或许能够做到冷静 坦然面对 但在面对成功时 常常头脑发热 做出错误的判断 甚至迷失在成功的喜悦中 无法自拔 莫非定律告诉我们 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 但无法做到正确地解释它 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逆境之中 在获得成功之时 也同样适用 作为曾经失败过 至少有过失败经历的人 应该经常从里面学点东西 人在成功的时候 是学不到东西的 人在顺境的时候 在成功的时候 沉不下心来 总结的东西 自然是很虚的东西 只有失败的时候 总结的教训 才是深刻的 才是真的 失败往往是惨痛的 很多人在这惨痛之中 失去了意志 而真正渴望成功的人 会在失败中 总结最直观的经验教训 谁都有失败的时候 难得的是遭遇失败后 迅速爬起来 人在成功的时候 很容易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 因为周围的人 不再对你苦口良言 相反还要不断地怂恿你前进 一不小心就踏入了深渊 当我们处于低谷的时候 会经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会见到最真实的人 会以前所未有的视角 来审视自己 清晰地看到自己 在过去所犯下的错误 我们大多数人在成功时 总是站在高处 看得是远方 看不清脚下 只顾着往前走 意识不到路已经走偏了 所以在任何时候 都应该保持低姿态 时刻掉过头来 审视自己来时的路 你会发现 自己并未在最高处 只是在半山腰 还需要更加努力 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和智慧 这样你才能继续成长 不断地向上走 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做逆伤 简单来说就是当个人或组织 面对逆境时 以其独特的方式 对逆境产生的不同反应 高逆伤的人在面对逆境时 从不退缩 他们会把逆境 当作自己向前冲的垫脚石 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时期 他们仍会干劲十足 直到收获成功 俗话说 自顾凶财多磨难 也正是由于这常人 无法忍受的磨难 逆境才会更加容易造就天才 正如《猜根坛》中所说 居逆境中 周深皆针边要石 竭力行而不绝 处顺境时 眼前净冰刃割毛 削高弥骨而不支 久处顺境的人 很容易产生惰性 而人在深陷逆境时 资源匮乏 精神压抑 成功欲望迫切 改变的决心 才会日益旺盛 因此 常常能够取得在顺境时 难以取得的巨大成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逆境才是检验企业家 是否有真正能力的试经时 没经历过逆境 不知道自己的短板 当逆境来袭 应当冷静下来思考 其实 形势一片大好 往往只是一段时期的判断 市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当中 如果因为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 便开始对自己做高估的判断 那么下一步很容易就踏空崴角 所以呢 在所谓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 最应该提高警惕 时刻做好对危机的应急处理准备 同时还要不执着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路是可以改变的 很多人失败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走的道路带来了成功 便一直在走 殊不知 市场早就发生了变化 王之焕有一句诗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我们如果身处一个阶段的成功 千万不要在此停留止步 觉得这一刻的成功值得享受 如果自己再往上走 我们就会发现 自己取得的成就 其实微不足道 上面还有更好的风景 在等着自己 所以越成功的时候 越应该主动寻求改变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你一同分享 本期话题 没有否定 比没有肯定 更可怕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与赞美 最害怕的事情 恐怕就是来自外界的批评和质疑 但如果我们长期生活在一种 没有否定的环境中 其实更加危险 莫非定律告诉我们 文件的可读性和它的重要性 是成反比的 赞扬虽然听起来让人愉悦 但如果长期沉醉于赞扬中 就会难免迷失自己 无法认清自己 忽视自身暗藏的缺点 张小贤在思念里说道 长夜哭泣之后 你会感谢所有曾经折磨过你的人 他们成就了你 否定或许会让我们难过 但是也能够让我们正确地认识自己 发现自己的不足 或许我们做不到 感谢那些否定我们的人 但至少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否定 从否定中发现自己的不足 努力提高自己 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 花旗集团首席财务官兼执行总裁 萨利·克劳切克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 一直伴随着被质疑被否定的声音 童年时的他长着雀斑 求对成绩不是倒数第一 就是倒数第二 不管是学习成绩 长相 还是声音 个头 总会遭到同学的嘲笑 但是母亲总是对他说 不要在意那些同学们的嘲笑 他们都是一些爱上反调的人 他们只会坐在旁边 对那些付出努力的人 持手画脚 克劳切克身受鼓舞 很快变得自信了 他的成绩也更好了 同学们也开始喜欢他 毕业之后 他再次遭到了外界的否定 当时他几乎向华尔街上 所有的公司投出过简历 却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愿意录用他 但是呢 克劳切克很快就重新燃起了信心 他决定要用实力 向他们证明自己可以 最后 克劳切克做到了 他让这些公司刮目相看 看着自己努力做到了 比那些人更高的位置 在日常生活中 无论我们做出什么选择 表现得如何出色 也会有人跳出来 加以否定 这是无可避免的 但我们可以做出选择 也就是 是在否定中 无法自拔地选择沉沦 还是在否定中 找出不足 勇往直前 我们不妨调整自己的心态 避免自己被否定击倒 我们总是很容易 就受到外界的影响 别人赞美我们 我们会兴高采烈 别人否定我们 我们会闷闷不乐 其实呢 这并不可取 要知道 我们做事情的效率 与我们的心情 是息息相关的 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努力让自己 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做到不被外界影响 不被他人的否定击倒 这也是我们 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 实际上 我们想要正确对待否定 就需要学会分辨否定 知道哪些否定 有助于自我提高 哪些否定是恶意诽谤 并不是所有的否定 都是事实 也不是所有的否定 都值得重视 有些人天生就喜欢挑剔别人 喜欢打击别人 所以对待他人的指责 否定 要学会辩证视听 知道哪些否定 应该虚心受教 哪些应该一笑而过 但是仅此 还远远不够 我们还要做到虚心求教 我们都知道 忠言逆耳 但是无法摆证 自己的心态 去虚心请教 甚至有些人 还会反驳 我知道我有缺点 但你不能说得 委婉一点吗 其实想要把批评人的话 说得好听 也需要一种智慧 我们并不能过于苛求别人 不必要求人人都有这种智慧 让自己变得大度一点 对那些逆耳的话 不要太过在意 只要知道对方的好意 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不想听到别人的否定 那么就应该努力地提高自己 改正自身存在的毛病 要学会日常反省自身 找出自身的问题 才能有助于我们改正 我们自身存在的错误少了 否定我们的人 自然也就少了 长期处于赞美之中 就如同处于温室的花朵一般 经不起风霜 学会接受否定 在否定中提高自己 未来的道路就会更加平坦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请不吝点赞美之后 今天我们来说说 沉入谷底 你的人生将有更多可能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 朴树微电影 平凡之路创作的主题曲 到现在呢 这首歌还是广为传唱 给人留下了无限的下想 总是会让人想起 当年身处谷底时的那段回忆 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走出低谷 甚至每当我们回忆起那段黑暗时期 眼中也看不到丝毫光明 莫非定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听之认之的话 事情一般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出低谷 但是不能什么都不做 单纯地坐在谷底 就想着事态好转 这笔想永远都不处于低谷 更加不可靠 走出低谷呢 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办法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际遇 但是走出低谷 需要一个大致的方向 只要方向没有问题 无论在谷底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都是一种自我提升 秦子兰在竞聘主管职位的时候 因为学历问题而败给竞争对手 之后家里发生变故 心情低落的情况下 又因为工作失误 而离开自己奋斗的公司 面对事业与家庭的双重打击 秦子兰险些被压得喘不过起来 但她一直咬牙坚持 相信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她趁着当时无事可做 便努力提高自己 学习专业知识 她经过自己的努力 重回校园 边打工边学习 拿到学位后 开始投入工作 依靠自己过往的经验与人脉 迅速在新的公司打开局面 渐渐的 她得到领导的赏识 先是让她在主管的位置上 力量了两年 之后呢 正式提拔为部门经理 我们常常在身处低谷的时候 不能摆正自己的心态 容易陷入思维误区 变得过于钻牛角尖 甚至做出极端选择 其实这种心态最不可取 我们能够站在山巅 眺望远方 也要学会在低谷 摸黑前行 坦然面对困境 才能想办法解决困境 让自己一步步走出低谷 身处低谷并不可怕 很多人无法忍受低谷 都是因为太过在意他人的眼光 在意他人的言辞 天降大任 必先苦其心智 从山巅跌落 自然是苦不堪言 伤痕累累 但是我们无法避免他人的看法 那么只能调整自己 让自己放下思想包袱 负重前行 难以走远 既然已经身处谷底 与其去在意别人的看法 不如多想想 如何走出低谷 我们常说 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帆风顺 我们能够处于巅峰 自然也会跌落谷底 我们只要在处于低谷的时候 保持坚强 勇敢地用智慧走出低谷 那么 我们的人生 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 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开始 我们进入到第九章 不苛求 惊喜 常不期而至 第一节 谁不曾犯过错 只有正是过去 方能前行 一台电脑在20秒里 犯的错误 相当于20个人 在20年里 犯的错误的总和 这句话出自 莫非定律 意思是说 错误不可避免 我们做的越多 就越容易出错 但是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固然不会犯错 但也会让我们一事无成 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 我们就会变得自怨自意 不能与自己的过去和解 也就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 郭思佳小的时候 与朋友玩闹 不小心伤到朋友 导致朋友 留下病根 朋友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他一直无法原谅自己 觉得自己在朋友面前 抬不起头来 甚至后来搬家 离开自小生长的地方 这次的经历 不只是给朋友留下病根 郭思佳自己 也留下了病根 他开始变得唯唯诺诺 变得沉默寡言 变得越来越难以交到朋友 后来有同事 主动与郭思佳接触 希望能够与他成为朋友 但是他在与朋友相处中 却总会不自觉回想起 小时候的事情 交往的时候 难免显得过于小心翼翼 使得同事倍感压力 渐渐地与他疏远了 从小到大 不停有人在我们耳边提示 这是错的 或许想让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 却导致我们 渐渐失去了 犯错的能力 我们开始变得害怕犯错 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 甚至演变为 不敢正视过去 犯错的自己 但是呢 不想犯错 我们又该如何成长呢 只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又该如何检验 自己的进步呢 就好比在工作之中 如果我们的工作一直顺利 我们就不会想着自我提高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在工作之中出现了错误 不免就会反思 自己哪里出现了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当我们解决完问题 回头再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 自己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犯错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只是我们一种自我提升的过程 不敢面对犯错的自己 就如同害怕鱼刺 而不敢吃鱼一样可笑 所以 我们不妨正视自己的过失 我们都会犯错 但是很多人在犯错后 无法正视自己的过去 不敢面对自己 如果连正视自己 所犯下的过错都做不到 又如何能够直言将其改正呢 坦然面对自己 正视自己的过失 这才是我们 与过去和解的首要条件 我们常常说向前看 向前看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更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勇气 勇于放下一切过去的努力 抛弃过去的荣光 从新的起点开始 一点一滴的累积 与其说我们害怕犯错 倒不如说 不敢承担犯错所带来的后果 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 错误所酿成的后果 是自己所无法承受的 其实不然 我们害怕只是因为未知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也没有什么错误 是无法弥补的 只要我们努力寻找问题的根源 就能够更快认识到 自己的过失并及时改正 这才是降低损失的正确做法 我们常说的 无日三省无身 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批评的过程 在我们犯错的时候 更需要彼此 所以呢 不要再害怕犯错 勇敢地面对自己 曾经犯下的错误 学会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弥补自己的过失 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才是我们正确的态度 才是能够让我们 不断提升的方式 也是我们面向未来 重新启航的基础能力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说说 不嫉妒 允许别人比自己优秀 嫉妒就如同我们排队一般 看到对方比我们快 自然是心里不平衡 因为我们认为 只是自己运气不好而已 或者说 认为自己本应该 比对方更快 这也就会让我们心生嫉妒 朱世涛从公司 刚起步的时候开始 已经在公司工作三年 当年和他同期的那些同事 离开的离开 升迁的升迁 只有他自己 还是一个普通文员 好不容易有了升迁机会 却被一个新同事 后来居上 晋级成为主管 朱世涛新生忌妒 按道自己经验资历 都不输对方 认定对方是投机取巧 他越想越气 于是开始在公司 传播对方的坏话 恶意诋毁对方形象 闹得整个公司 都是疯言疯语 终于引起上级的重视 查到他的身上 最终将他辞退了 不能控制自己的嫉妒心 一味使之恶化 最终就会害人害己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 不嫉妒他人 允许别人比自己 更加优秀呢 想要消除自身的嫉妒心理 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方式 首先 向他人的长处看齐 努力提高自己 我们可以选择多读书 读书可能是提升自己 最容易的途径 只要愿意 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 但是读书 需要本身有一定的自律 需要自己能够静下心来 在没有他人监督的情况下 做到安心读书 同时呢 读书也需要一定的悟性 需要时刻领悟 所谓尽性书不如无书 就是这个道理 有自己的思考 才能有更大的提升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选择 向他人请教 向他人请教是一种 直接获取他人经验的方法 能够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但是这需要我们拥有 明辨是非的能力 他人的经验 并不一定就是对的 就算没有什么问题 也不一定就真的适合我们自己 所以呢 我们在吸取他人经验的时候 就要有一定的辨别能力 结合自身的情况 有选择的吸收 其次 正视自己的缺点 发掘自身优点 努力站在对方高度 虽然是个消除嫉妒的好办法 但有时候很难实现 总有一些事情 是我们无论如何 努力都达不到的 所谓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每个人都有优点 但也存在缺点 我们一味拿自己的缺点 去和对方的优点做比较 自然不存在什么可比性 所以 有时候我们可以转变一下思路 用我们的优点 去比较对方的缺点 这样我们的心理 就会变得平和很多 慢慢也就不会再去 嫉妒他人了 最后 摆正自己的心态 不拿自己的长处 与他人相比 嫉妒是一种复杂的情绪 我们之所以这么恐惧嫉妒心 只是因为过度放纵嫉妒 带来的后果 所以呢 我们要学会摆正自己的心态 不让嫉妒在心里 繁衍下去 不去与他人比较 就是一个阻止嫉妒 蔓延的方法 无论是努力达到 对方的高度 还是用自己的优点 与对方缺点相比较 都有助于我们 消除嫉妒心理 甚至 只要摆正自己的心态 放宽自己的眼界 嫉妒心理本身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学会消除嫉妒心理 利用嫉妒心理 允许别人比自己更加优秀 这样 我们才能够 走得更远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叫做 抱怨没人给你打电话 不如将电话打过去 他怎么没有打电话问候我呢 他为什么没有打电话来安慰我 他怎么还没有打电话 给我来道歉呢 这种类似的想法 我们时常会有 我们总是出于某种目的 希望对方能够主动意识到 并且给我们打来电话 莫非定律告诉我们 别试图教猫唱歌 这样不但不会有结果 还会惹猫不高兴 过来的男友要去外地出差 过来便说 到了地方给我打个电话 男友呢 自然是满口答应 但是两个小时的行程 过来愣是等了四个小时 也没有接到男友电话 这把过来起得不行 一直在家生闷气 到了晚上呢 也睡不着觉 就是想等着看男友 什么时候能打过来这个电话 男友第二天打电话过来说 下了飞机就和接待 他的客户在一起 一天都是在应酬 直到第二天清晨 才刚刚醒酒 过来呢 却丝毫不听他的解释 一直不依不饶 这也引起了男友的不满 两人大吵一架 我们总是抱怨 没人给自己打电话 抱怨对方不能明白 我们的心思 但这其实 只是我们将自己的想法 强加在对方身上 强行让对方 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或许一次两次 并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但长此以往 没有几个人能够忍受 最终就会造成 两人发生分歧 正所谓 子飞鱼 安之鱼之乐 我们每个人的想法 都是不同的 对待同一件事物的看法 也会产生偏差 一味把自己的想法 强加在对方身上 是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 甚至还会因此 而惹恼对方 所以呢 与其在一旁抱怨 没人给我们打电话 倒不如主动一点 自己拿起电话 给对方打过去 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对方 这样才能让对方 更容易理解我们的想法 才会使得对方行事 更合我们的心意 所谓极左不愈 勿施于人 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又有什么资格 去指责别人呢 学会换位思考 被他人设身处地地着想 做到原谅他人 宽恕他人 很多人在理解换位思考的时候 会说 用自己的固有认知 去思考自己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是什么感受 但是呢 因为每个人的认知维度 和思维模式的不同 一般无法感同身受 从而产生痛苦 但是有的人会说 我的换位理解你了 你为什么还不懂 所以呢 真正的换位思考是 转化为对方的思考模式 处理当下事件 产生的情绪想法 这 才叫做 换位思考 那各位朋友 你是如何理解 换位思考 这个话题的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 一同讨论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 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不随意指责别人 是一种修养 一个人 有一只表的时候 他可以确定时间 如果有两只的话 就难办了 这句话是 莫非定律的 一个演化版本 意思是告诉我们 每个表的时间 都会有细微不同 我们用其中一个表 为标准 就无法准确地 确认其他表的时间 这个道理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同样使用 我们每个人的经历 都会有所不同 每个人的形式标准 价值理念 都会存在区别 某件事情的好坏 也只有当事人自己 能够说得清楚 但是有些人喜欢 以自己的观念 去评价他人的生活 甚至指责他人的行为 其实根本不会在意 对方经历了什么 也不知道某件事情 对于对方的意义 更不会知道 这种行为 会给对方带来 多大的困扰 我们常说 一千个观众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还是对待哈姆雷特 这个固定剧情的虚拟人物 可想而知 我们每个人 阅历性格的不同 又会有多少种 不同的生活态度 我们不能探知 对方的想法 自然也没有资格 评判对方的生活态度 能够做到 以己夺人 不以自己的观念 去指责他人的生活 这也是一种 高修养的表现 文江是一位电台主播 每日主要是负责倾听 来电听众的诉说 开导听众 切实为听众解决问题 有一天 有一位老者打来电话 说自己的子女不孝 不愿意赡养自己 还把自己锁在家中 听众听完之后 都在大骂老者的子女 但文江 只是不停地在安慰老人 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听众为此不解 文江却说 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 就没有资格随意评说 后来事实证明 文江并没有做错 老者是患有被迫害妄想症 总是以为身边人 处心积虑地想要加害他 所谓的所在家中 也只是夜间正常的锁门 并没有限制老人的自由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会有人打着 我都是为了你好的旗号 却做着伤害他人的事情 想来 没人会喜欢这种善意的伤害 所以我们在讨论对方某一行为的时候 要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考虑 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都说语言对人的伤害 甚至要超过武器 甚至有时候一句随意的话 就能改变别人的人生轨迹 所以我们要学会提高自己的修养 说话做事之前多思考 有道是闲谈莫论是非 静坐 长思挤过 静下心来 我们总是会发现自己的优缺点 但是想要改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与其浪费时间关注他人的生活 倒不如多花些心思提高自己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 也没有一样的生活 我们只要能够过好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好 不去管他人怎么样 也不要随意指责他人的生活 这也是一种有修养的表现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叫做 从来没有实权实美的选择 我应该报考哪个专业呢 我是应该参加工作还是考研呢 我应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还是选择离家近些的工作呢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都会面临无数的抉择 甚至有时候会认为有些抉择会改变自己的一生 为此举其不定 想要寻找到实权实美的选项 莫非定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如果今天看上去完美的话 明天将是终结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称得上绝对完美 我们一味地害怕承担选择背后所带来的后果 一心期望存在两全其美的办法 最终就会错过做出选择的最佳时机 西文中常说 自古忠孝难两全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难以两全的何止是忠孝呢 我们因为静修而错过理想的工作 我们因为工作错过与父母团聚的时间 因为陪伴孩子减少朋友间的往来 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再做出选择 大多数的选择都无法达到两全其美 甚至很多选择从根本上就相互对立 完全没有坚固的可能 面对这种十全十美 完全没有可能达到的情况 我们往往就需要做出一定的取舍 要直面自己的内心 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勇敢做出选择 坦然面对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那么在面临抉择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要摆正自己的心态 明确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选择 心态很重要 很多人无法正确地做出选择 是因为心存侥幸 认为自己能够找到十全十美的办法 或者是期望其间产生变故 事态自行解决 其实这种心态最不可取了 应该将主动权牢牢地抓在手中 主动放弃心中的侥幸 学会取舍 其次呢 要学会直面自己的本心 根据自己的情况 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要考虑是非对错 盲目从众 选择所谓正确的事情 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 不能为外界因素所动 需要对自己负责 适合自己 自己真心想要得到的选择 对自己来说 才是最好的选择 最后 要勇敢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 承担选择后带来的后果 我们内心深处 之所以一直期望两全其美 是不想因为自己的选择 而失去某些事物 甚至包括那些 根本不属于我们的事物 所以我们要学会取舍 敢于取舍 勇敢地为自己的选择 承担后果 遵循自己的本心 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那各位听友 您觉得生活中 会有十全十美的选择吗 您在做选择的时候 又会有哪些标准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 一起讨论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说说 行动吧 从来没有万事俱备的时候 我们总是希望事情 有个完美的结果 希望在行动之前 就做好万全的准备 然而 如果一味地苛求万事俱备 反而拖延了自己行动的时间 让自己迟迟无法下定决心来行动 准备的时间越久 那么付出行动之后 生效的可能性就越低 甚至会因为错过时机 而导致自己的行动完全失败 傅鸿勋特别羡慕旅友的生活 希望自己也能有一段这样的经历 经朋友介绍 傅鸿勋决定前往小轨道 进行徒步旅行 他先在网上购买了 背包 睡袋 帐篷等基本设备 又找朋友询问具体事宜 后来朋友跑来劝他 说小轨道很多地方需要攀爬 要做好安全防护 尽量与人同行 傅鸿勋一想也是 便同意朋友的建议 一边购买安全绳 一边找人同行 好不容易准备好一切 却发现已经到了冬天 山中下雪更难攀爬了 外加傅鸿勋并没有购买郁寒的装备 只能放弃这次徒步旅行 之前的准备全都派不上用场了 万事俱备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即便是只欠东风的孙刘联军 也仅仅做到让曹操败走 并没有扩大战果 我们又何必苛求呢 不追求万事俱备 只要时机合适 就勇敢地付出行动 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 做出相应调整 这才会让我们 自己距离成功更进一步 任道员一直梦想开一家冷饮店 工作几年之后 终于筹备到店铺前期投资的钱 就在任道员准备辞职 大干一场的时候 一位行业内的朋友跑来劝他 说现在冷饮行业不好做 劝他谨慎行事 任道员却说 哪有百分之百赚钱的生意呢 无论干什么都存在风险 此事不做的话 之前的准备就毫无意义了 任道员下定决心 辞去工作将冷饮店开了起来 起初确实如朋友说的那样 没什么生意 但任道员不放弃 不停以新产品吸引客户 渐渐地有了自己的客户群体 生意也慢慢变得好转起来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并不存在百分之百成功的事情 自然也就不会存在万事俱备的时候 与其为了等待所谓的万事俱备 还不如立刻采取行动 让行动来检验自己的不足 那么我们面对不同情况 应该如何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呢 拖延症可能是现在 妨碍我们继续前进的主要因素 但很多情况下 拖延症并不是我们不想更进一步 所造成的 恰恰相反 正是由于我们心中的完美主义 才导致我们的行动被无限延后 我们想得越多 越是担心失败后 所要面临的后果 越是想要完美 就越是增加了 我们行动的困难程度 这才是导致我们拖延症的真正原因 所以 只要是自己真正想要去完成的事情 就不必等待万事俱备 而是立即勇敢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但立即行动并不代表盲目行动 要做好相应计划 主要也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序性 使我们的行动更具有条理性 避免一件事情反复回头浪费时间 二是统筹性 能够将我们的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 同时多方面进行提高效率 我们都知道南辕北辙的故事 也清楚方向错误 无论付出多少努力 都不会达到目标 因此 在行动的时候要不断自省 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 避免产生方向性错误 这样 我们才能够使自己的行动 更加迅速有效 不追求万事俱备 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什么准备都不做 学会做好计划 时刻自省 避免自己的错误 摆正心态 避免拖延 这才会使我们的行动 更加及时有效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开始我们进入到第十章 不去想糟糕的未来 将一切引向乐观 第一节 吸引力法则 凡事往好的方面想 俗话说 怕什么来什么 如果我们一直想糟糕的事情 那么糟糕的事情就会追随着我们 就如莫非定律所说 你越清楚厄运的危害 你越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降临 人生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 难免会有坎坷挫折和失败 如果我们一直把所有事情往坏的方面想 就会逐渐形成消极和懈怠的态度 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秀才三度进京赶考 两次未考中 第三次赶考时 他考前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梦里 他梦见自己在高墙上种白菜 第二个梦里 他梦见自己下雨天 带着斗笠还打着伞 第二天清早 秀才找了一个算命先生来替他解梦 算命先生听完之后说 你别考了 你想一想 墙上种菜多费劲啊 带斗笠打伞 简直多此一举嘛 秀才听完之后心晦意冷 回到了客栈便收拾行李 打包回家 店主见秀才的举动 就说 明日考试 你现在打包做什么呀 秀才沮丧地说 哎 考不上了考不上了 天都不帮我呀 而后呢 诉说了事情经过 店主悠悠道 我倒觉得 你这次能种啊 你想啊 高墙种菜 不就是高种吗 打伞带斗笠 就是有备无患呀 秀才一听 觉得有道理啊 此日 他精神抖擞 充满信心地去考试 秀才发挥超常 重举了 毫无疑问 只有用积极的心态 面对人生 才能让我们在失落和胆怯时 不被现实击垮 积极的心态会给人以希望 消极的心态 则会封闭前行的道路 消磨人的潜能 所以 在面对一件事情时 采用积极的心态 有助于事情的发展进程 在逆境中 如果改变不了现状 不妨换一种乐观的态度 面对他 一艘正在航行的客船 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 客船的微杆 在海风中摇摇欲坠 甲板上的水桶 撞着木板框框的响 船上的乘客 随着客船的晃动 有些支撑不住 有的人倒在甲板上 紧紧握住栏杆 有的人胆战心惊 喊着救命 风暴过后 一切归于平静 惊魂未定的乘客们 有的露出疲倦的笑容 有的为平安的到来 而欢呼 只有一位老人 触遍不惊 无论是在暴风雨中 还是回归平静后 都是触遍不惊 有的人问 老人家 你为什么不害怕呢 老人说 我有两个孩子 老大他已经不在人世 老二在邻国居住 我想 如果我死于海难 就能见到老大 如果客船平安到岸 我就能坐车 去看我老二了 不管去哪 我都可以见到 我心爱的孩子 或怎么会害怕呢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威廉·詹姆斯说 我们这一代人 最重大的发现是 人能改变心态 从而改变自己的一生 我们自身的成功与失败 幸福或是坎坷 快乐或是悲伤 完全是由我们 自己的心态造成的 有一次 干部是要乘火车 去外地出差 但事先没有买到车票 车站的工作人员 还特别强调一句 这种机会 或许只有万分之一 但是干部室呢 还是提着行李 赶到车站 刚刚等了不久 一个女人 匆忙来退票 到了纽约 干部室给妻子 打了一个电话 我抓住了那只有 万分之一的机会了 因为我相信 一个不怕吃亏的笨蛋 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我们如何对待生活 生活也就如何对待我们 凡事从好处想 就会看到希望 有了希望 无疑会增添我们 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那么 如何改变悲观心态 向好的方向前行呢 实际上在遇到 不顺心事情的时候 我们完全可以 转移一下 自己的注意力 去做一些 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看电影 听音乐 或者看话剧 对于一个悲观的人来说 多看励志书籍 有利于自身的调节 会对未来的生活 有所期盼和向往 所谓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在赞美别人的同时 也要勇于帮助别人 当我们给予别人快乐的同时 也因自己 能够帮助别人 而感到快乐 从而肯定自己 给自己增加信心 当你想赞美别人 或者想获得别人赞美时 要先从寻找自己的优点开始 你可以每天发现自己的一个优点 并称赞自己 增加心理暗示 慢慢找回自信 在赞美自己的同时 也要发现别人的优点 加以赞美 你给别人赞美的同时 别人会在你身上 看见慷慨 乐观 乐于发现美的心态 你所在的环境 也会因你的赞美 而发生改变 久而久之 你会发现 周围的环境 变得比之前 更和善 更亲切 而你自己的心态呢 也会发生转变 形成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凡是往好的地方想 处理问题的方式 就会变得不一样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是 过度担心未来 是一种病 过度担心一件事情发生 就越有可能发生 其实这只是 心理学上的一个暗示 比如 当我们路过公园的草坪时 就会遇到原艺师 在给树木喷洒农药 这是当时的场景 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导致一想来公园 就会想到 有原艺师在喷洒农药 味道很重很难闻 形成刻板记忆 永远在计划中的人 是很难完成一件事情的 过度的担心 会导致我们的担心病 越严重 事情进展越缓慢 形成死循环 所以说 只担心是没有用的 过度的担心 会引发焦虑症状 过于担忧的人 往往思虑过多 睡眠时间少 因此在睡前 过于担忧的人 会拖长入眠时间 进入焦虑 烦躁 甚至惊恐的状态 次日呢 往往精气神不足 无精打采 长此以往 会形成恶性循环 多出现头痛 偏头痛等症状 对身体的健康 造成伤害 过度担心未来 不如实际行动 过于担心未来 不如看清 眼前的现实 爱因斯坦说 我从不去想未来 因为它来的 已经够快的 时光飞逝 转眼就不见了 哪还有那么多时间 担忧未来呢 思想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改变的 但我们可以 通过行动改变 给自己找些事情做 通过忙碌的工作 减少对未来 无谓的幻想 先从最简单的 事情做起 当我们每时每刻 都有事做 就不会去想一些 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并且在忙碌中 可以逐步找回自信 常年的担忧 会使人丧失信心 逐渐怀疑自己的能力 不如把担忧 换成行动力 为自己的生活 创造价值 在忙碌的过程中 学习知识 丰富经验 让自己学习一个 可以依靠它 生存于社会的技能 这会给你增加信心 和使生活有保障 焦虑和担忧 随即逐渐减少 当我们忙碌了一天 躺在床上静下心来 思绪又会喷涌而出 这个时候 最适合给自己 做今日总结了 只需要把这一天的成果 和收获在大脑中 思考一遍 或者用笔记录下来 做一个小日记 这有助于了解 自己一天的动向 也有助于知道 做什么是有收获的 做什么是浪费时间的 长此以往 脑海里就会清楚 我今天做了哪些 有价值的事情 以后的路 就会很踏实 人生就会有保障 长此以往 之前的过于担心 就会逐渐变成 有计划的思考 过度的担心未来 只会让我们 时刻沉浸在 那股悲伤当中 所以呢 只有行动起来 才能消除 你对未来的恐惧 那各位听友 你在面对 未来恐惧的时候 会如何应对呢 或者说 你会过度地 担心未来吗 也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通讨论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 黄金法则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 不为不幸找借口 只为快乐 找方法 莫非定律第一条是 如果事情 还能更糟的话 它会的 我们时常会因为 身边的一些琐事 而烦恼 比如钥匙丢了 手机被偷了 这些倒霉的事情 好像怎么都摆脱不掉 时常钻进我们的生活中 无法避免 深圳三合 有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大多是 没有固定收入 而整天无所事事的人 每天的生活 就是在网吧打游戏 累了就在公园的 长椅上睡觉 这里的物价很低 一块钱的烟 五块钱的面 没钱了就去人才市场 找日节的工作 过着有今天 没明天的日子 记者采访他们时 聊起那些人 没到三合时的日子 有的人曾经有 美满的家庭 因变故 感情破裂 有的人刚刚进入社会 被骗光了钱 没有脸面回家 因为种种原因 放弃了正常的生活 来到这里蒙蔽自己 混日子 有些人在生活中 彻底放弃了自己 或许从一开始 自己的选择发生改变的话 再努力一下 可能又是另一种局面 女孩奈良阿尔梅达 被诊断为胃癌晚期 当时医生告诉她 现在的病情 已经没有办法治疗 奈良阿尔梅达 没有被病摸下到 她仍然积极乐观地 接受治疗 并且在社交网络上 分享自己的生活状态 阿尔梅达在社交网络上 粉丝众多 许多同样身患疾病的人 看到了这个乐观豁达的女孩 她的人生态度 感染了许多人 她最后因为病情恶化去世 众多网友悲伤不已 但更多的是为她坚韧 而乐观的态度所感动 这个喜欢分享生活的乐观女孩 潜移默化地激励了很多人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 都会经历某些不幸 这些遭遇是我们人生的 一个痕迹无法抹去 我们所要做的是克服困难 用积极的心态 面对问题去解决它 要想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就要拥有乐观的思维模式 预示先保持稳定 这是与惊慌失措 抱怨命运不公 不如换一种情绪模式 镇定下来 或许这个时候 还来不及去思考和解决 这个不幸的遭遇 但是需要等待 等待局势 慢慢观察 慢慢地会发现 事情远没有想象中 那么糟糕 在简险的环境中 我们也能从容面对 用乐观的态度 面对生活 是最高的境界了 在镇定中 要寻找机会 积累经验 学习知识 加强能力 学会镇定对待周遭的环境 还是不够的 大部分的偶然 也是必然 偶然的考试不及格 偶然的失业 偶然的破产 这些偶然 一定有其必然原因 所以呢 在乐观面对问题的同时 也要丰富自己的大脑 才能在下一次的经历中 避免这些不幸的遭遇 钢琴师贝楚奇亚尼 小时候患上了 罕见的病症 骨头无法再生长 生活不变的他 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 他开始和父亲学习音乐 他不满足于自己的成绩 每天坚持训练11个小时 他最后成功了 签约了唱片公司 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出 不屈服于命运的不幸 累积自身的能力 这就是贝楚奇亚尼 想要的快乐吧 在累积到一定能量的时候 抓住机会进行反击 莫菲定律说过 好事情总是为等待 他们的人来临 但是不要等太久 他们会擦肩而过 就像两艘夜航的船 再也回不到 本可以相逢的那个刹那 等到好运到来时 要抓住机会进行反击 在我们拥有底气的同时 去完成过去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会发现 曾经有着重重困难的事 现在完成起来 却易如凡章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菲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来说说 如果你不开心 那就等一会儿再笑 莫菲定律说 乐观主义者 声称相比前生和来世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最好的 悲观主义者 就怕这是真的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拗口 我们再说一遍 乐观主义者 声称相比前生和来世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最好的 悲观主义者 就怕这是真的 在不开心时 我们都是悲观主义者 很多时候 我们不需要勉强自己 学会微笑 要放过自己一段时间 每个人都有 不可避免的情绪波动 最好的解决方法 是发泄出来 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 这才是一个自由的人 过分控制情绪 会压抑自己的本性 逐渐导致心情郁闷 郁洁在心中挥之不去 就会像一个毛线球 越团越大 最后的爆发 是失控的 有一个调查显示 我们在陷入不开心的状态时 会自动屏蔽周遭的事物 也忘记了流泪 拥有三成的人 会去寻找外界的帮助 走出困难 但是有七成的人 会选择自我调节 外界的帮助 大多是来自父母和朋友的 大部分人 不喜欢在父母面前 哭诉自己的困难 和好友在一起时 也不会真的得到一些 解决问题的答案 很多人选择 自己鼓励自己爬起来 自己疏通自己 那么 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 来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呢 要勇于反驳别人 当我们和对方发生争执时 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要憋在心里 要学会衡量事情的价值 如果我们因为一些小事 动不动就不开心 就太不值得了 我们要学会思考这些 去衡量之间的利弊 什么是值得去思考的 什么是值得放弃思考的 经常性的自我思考 会给自身的调节 带来一些帮助 思考和审视自己 认清自己的现状 了解到一些东西 是值得放下的 忘记的 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 会让我们的大脑 和身体放松 去听歌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歌 尝试着听一听 你会发现很多音乐 只是听到曲子 就会很感动 产生很多想象力 音乐的力量很强大 除此之外 也可以看很伤感的电影 不开心的最直接方式 就是哭 哭出来 什么都好了 不管是温情的伤感 还是绝望的伤感 这些故事的来源 是生活 生活本是酸甜苦辣的 看完一部好的作品 就像经历了一次 别人的人生 是很奇妙的体验 悬泻不开心的方式 还有很多 可以慢慢去寻找 总有一个是适合自己的 在我们的情绪 无法控制 或难以排解的时候 会给我们一个 好的心理疏导 所以不开心的时候 就不要勉强自己笑了 学会放过自己 给自己一些空间 寻找开心的答案 那各位听友 你在不开心的时候 会有哪些方式 去疏解内心的压力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聊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酸葡萄效应 千万不要只盯着 你没有的 酸葡萄心理来源于 一个小故事 狐狸想吃成熟的葡萄 但是葡萄价太高了 狐狸怎么也够不到 于是他就想 反正葡萄是酸的 我也不是很想吃 于是呢 就有了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这一说 这是人们想得到的东西 无法获取 而产生自我安慰 以达到自我解脱的方法 莫非定律说 没什么事情 像看上去一样简单 人们常常会向往 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认为得不到的 总是好的 比如别人的家庭 别人的学术 别人的事业 而往往忽视 自己拥有的 鲁迅笔下的阿Q 一直见不得别人的好 就算是最后 自己被关进大牢里 也能够以 以为人生天地之间 大约本来有时 要抓进抓出 来自我安慰 在最终被砍头的时候 也能够保持得意洋洋 东晋明晨 恒温和英浩 两人实力相当 都得到了朝廷重用 英浩呢 因为本性淡泊名利 又喜欢评判权威 最后被废职 贬为庶人 而恒温不同 他一心想当人上人 对升职之士 非常在意 最后 恒温平步青云 有一天 恒温就对英浩说 你还和我比较吗 英浩说 我只看到自己的事情 看不到其他了 英浩审视自己的内心 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便不再执着于 看别人的生活 优秀不适合别人攀比 而适合自己攀比 英浩发现 自己不适合做官 而适合瓜田里下的生活 这就是正确的 审视自己 了解自己 为什么会产生 酸葡萄的效应 动机有方方面面 有外界的干扰 有自身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对自身的不满意 比如身材 相貌 学识 或者金钱 还是外界的环境 压迫着我们 必须这么去做 比如说 朋友之间的炫耀攀比 找到酸葡萄的原因 很重要 这有助于我们 看清自己 此外 了解动机后 思考自己 是真的想获得这些吗 比如说 我们看到别人 有一大块蛋糕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羡慕的同时 要去思考自己 真的需要它吗 可能我们在看到 这块蛋糕之前 已经吃饱喝足 要清楚自己的得失利弊 没事 别和他人去比较 看清自己的现状 旁人的得意和失意 是旁人的事 生活的轨道不同 选择不同 个人个业 都会有明显的差别 所以呢 我们只要看清 自己的优缺点 把自己的过去 和现在做对比 就会发现 现在的自己 明显优于过去 那就是你在进步了 当我们不再羡慕别人 认清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会发现 自身的偏执 少了许多 我们需要审视内心 我们最想要的东西 是什么 我们现在拥有什么 然后确定目标 付诸行动 在实现目标的同时 也要体现自身的价值 这有助于我们 提升自信心 自信心上来了 对他人的得失 就不会那么在意了 总结下来就是 提升自我信心 发扬自己的优点 少看别人拥有的 多看看自己所拥有的 不妨想一想 当我们在羡慕别人的同时 可能别人也在羡慕 我们的生活 所以 每个人都拥有 值得别人欣赏 和羡慕的点 不妨也让自己 欣赏一下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 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本集我们来说 积极暗示 别着急 对自己说不 当遇到没有把握的事情时 就会有人说 我觉得我不行 我还是看看 别人怎么做的吧 我还是 别这样做了 莫非定律说过 风永远不会 顺着你的发型垂 生活中 值得被重视的事情 做起来都不是那么 轻而易举的 王宇在大学毕业以后 选择参加工作 后来在一次 与同事交流的时候 发现同事都在商量着 报考终极职业证书 这时候呢 他们的组长站出来说 我不想报了 听说今年的题目 会比较难 感觉报了 希望也不大 王宇一听心想 就连已经工作几年 技术已经成熟的组长 都不敢申报 那我肯定也没戏了 于是王宇就放弃了报考 半个月之后 考试成绩出来了 王宇打听后才知道 今年的通过率很高 就连一些技术 比较深色的毕业生 都能够通过 这时的王宇 后悔也来不及了 有时候不是 我们的能力不行 而是自己先否定了自己 当你向往一件事情时 哪怕你觉得希望渺茫 也要勇于去尝试一下 不去尝试 怎么知道自己不可以呢 我们在面对人生的选择时 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 先肯定自己 才能得到他人的肯定 经常否定自我 没自信的人 最大的共性 就是缺乏勇气 一个人拥有了勇气 才能去面对自己 去审视自己 用积极的心态 面对生活 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勇气 克服恐惧 要相信危险 是事实存在的 而恐惧 是人内心的选择 我们可以做自我选择 放松身心 多进行自我暗示 培养胜利心态 长此以往 勇气渐渐地 就回来了 当你拥有勇气的时候 那么就去做出选择 多做决断 可以培养我们的性格 不再软弱 不要产生胆怯心理 在选择中 培养自身的决策能力 和决策的意愿 锻炼出刚毅 果断的性格 在决策中 不仅要培养性格 也要培养自身的价值观 多思考行动中的 目的性 给自己下好定义 认清自身的价值 做出正确的选择 消极的人 往往在措施选择中 懊恼不甘 而生活 不只有一个机会 如果没把握住它 说明我们的经验 还不够丰富 但是 我们能从中 发现它 并且接近它 泰格尔说过 假如你因失去了太阳和月亮 而哭泣的话 那么 你将会失去星星 活在昨天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我们应该朝前看 只要不再否定自己 在积极的心态下 努力培养自身 对社会的价值 提高技术能力 机会将再次到来 我们回想一下 在曾经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当中 有多少次 是因为自己的逃避 自己的不够勇敢 自己的不敢面对 而错失了那次 可能成功的机会呢 在未来 面对事情 多做决定 勇于选择 可能才会成就 精彩的人生 那各位听友 你在生活里是一个 敢于承担责任 敢于做决定 并负权责的人吗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 一同分享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莫非定律 不可不知的黄金法则 和生存智慧 作者张兴杰 由志远 跟您一同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 如果是与愿违 要相信 一定另有安排 有时候呢 当我们百分之百的 去期待一件事情的到来时 它没有发生 当我们觉得这件事情 处理得很糟糕时 它却带来了好消息 莫非定律说 那些谁碰上都倒霉的事 老是在你身上应验 这是心理作用的效果 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失败 特别在意时 就会记忆深刻 这样 我们的脑海里 就会形成惯性思维 只要碰见这样的事情 就会想起 自己过去的失败 事与愿违 每个人都不想发生的 当我们在困难中 爬不出来时 要相信 一定有另外的安排 阿曼达的女儿朱莉 患有先天自闭症 当医生拿出病例时 阿曼达拖着沉重的步伐 回到家中 阿曼达和女儿朱莉 很少有正常的沟通 一般情况下呢 朱莉喜欢在纸上 画出来给母亲看 阿曼达经常参加 自闭症救治机构的 家属交流会 大家会围成一圈坐下来 谈论对抗亲人 自闭症的经验 一位男士说道 我的儿子很喜欢钱包 只要看到好看的皮质钱包 就会跟上去 一个不注意 就被人误以为是小偷 另一个中年女性说道 我会让她和许多动物 待在一起 她和小动物们 玩得可开心了 比和我待在一起 开心很多 这番话 给阿曼达一些启发 她从乡下领养了 两只小猫 送给朱莉 朱莉开始不知道 怎么和这些小家伙相处 阿曼达就把方法 画在纸上 给朱莉看 渐渐的 朱莉懂得和其他动物相处 懂得了爱和包容 虽然朱莉的自闭症 没有痊愈 但是 她越来越热爱生活了 之后 朱莉同意母亲的决定 去特殊的教育机构读书 长大后呢 朱莉致力于研究动物行为学 她喜欢从动物的角度发现问题 这和普通人的思维 有很大差异 但恰好也帮助了她 对动物行为的研究 生活中不只有这一个例子 很多人在生活的选择上 不慎如意 比如说 喜欢打篮球 但长得矮 想去学播音 但声音很难听 这些困难虽然没办法避免 但相信 有另一条路 正在为你开放 尼克胡哲 自打出生时就没有四肢 只有躯干和头 他不能走路 不能拿东西 并且总要忍受被围观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尼克接触到演讲 他感动了他人的同时 也为自己找到了方向 此后两年的时间里 尼克在家里面 悉心研究各种励志演讲 他阅读了大量书籍 观看了无数个励志视频 一点点地揣摩 模仿励志大师的每一个动作 语气 节奏 以及各种细节 直到有一天 他觉得 必须走出去了 在尼克19岁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学校 推销自己的演讲 在被拒绝52次之后 他获得了一个 五分钟的演讲机会 和50美元的薪水 之后呢 尼克凭借着他富有 雌性的嗓音 清晰的思路 幽默的语言 最关键的是 他有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 可以与别人分享 给所有人坚持下去的力量 在多年磨练当中 他具备了异常坚韧的心智 和丰富的阅历 这些精神上的素养 完全弥补了肉体上的缺陷 帮助尼克超越了健全的大多数人 取得非凡的成就 不管是坚持自我走下去 还是另辟蹊径 找到更完美的解决方法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我们对事情很失望 没有预期的那样好时 我们应当做些事情改变它们 首先 降低心理预期 期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很多时候 不是发现事情的方式不对 可能是我们的能力 达不到心理的预期 这个时候呢 应该降低心理预期 其次 保持信心 虽然我们的能力会有偏差 但不影响我们建立自信心 建立良好的自信心 而不是自满与自负 更不能自卑 自满会停滞不前 自卑会丧失行动力 要在失去中建立斗志 在斗志中建立自信 最后 培养能力 拥有了斗志与自信 就去培养能力 当我们拥有能力时 就有把握与事态 进行对抗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